我们说最近20年 特别是79年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在探寻中国的今后的发展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现代化发展改革开放的 这个道路的时候 都是伴随着对过去的历史的 一个新的认识 这个过程在进行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举一个简单的意思 或者是简言之 如果一切79年以前 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那么改革开放毫无必要 没有任何必要 就像今天的我们北朝鲜的 那个金正日主席 他绝对不可能提改革开放 因为在他的理解中 金主席他的父亲领导下的 伟大的1945年到1993年的 伟大的历史 那是完美不缺的 所以不可能存在这个改革开放 所以改革开放以后 对以前历史的认识 它一定是和我们今后的发展相联系的 所以最近这几十年来 将近三十年来 在对过去的历史的认识方面 有几种主要的看法 那么我在上这本课之前 先简单的 非常恶要的给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就是党中央的看法 党中央的看法 1981年我们知道 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 通过了一个建国以来 若干重大问题的历史决议 同学们听过吧 这是第二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呢 是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之前 定下了一个决议 那是为了确定毛泽东主席的 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权威地位而定的 那么今天呢 1981年这个决议呢 是要统一全党对1949到1979 这一段历史的认识 为改革开放 创造一个好的 一个思想的一个前提了 那么那一次1981年的讨论呢 是在4000位党的高级干部中间进行的 总要是党的高级干部 那么这个决议呢 我想同学们可能你们在中学的时候 也听老师提过 这个决议当然有一两万字 它的核心的基本的看法是 它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啊 分成几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1949年到1956年 这个阶段呢 是建设社会主义啊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时期 那么有学者呢 也写过书 他们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呢 叫做凯歌行进的时期 这是一些学者 根据历史决议 对这段历史给他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叫做凯歌行进 不断在革命凯歌的胜利前进 第二段是1957年到1966年 就文革前夕 那么这个阶段呢 有学者根据历史决议 把它理解为 兼叫做曲折中的发展 第一 在中国的这个建设的道路上 出现了严重的挫折和曲折 但是呢 同时还是有发展的 所以说在曲折中的发展 这也是历史决议的 那个基本精神 第三个时期呢 就是1966年到1976年 这个阶段呢 比较清俗 叫做十年浩劫时期 十年浩劫 那么76年到78年 我们知道是当时的 划过分时代 也就是两年的时期 那么这个时期呢 叫做徘徊的时期 在徘徊 没有跳出 左的那个圈子和框框 在徘徊 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从1979年年初 也就是78年12月的 共产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 这就叫做新时期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新时期 就是一般 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致的划分 这也是你们的很多老师 或者叫毛泽东思想概论的 上一些什么政治数字课的 政治课的老师 他们大概都会按照这样想 那么 这是我首先讲的第一条 就是历史决议的一个划分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遵守历史决议的 党在历史方面的高级领导人 党在很多方面都有高级领导人 在经济学方面 曾经有经济学方面的高级领导人 在历史学方面 有历史学方面的高级领导人 文学方面 有文学方面的高级领导人 每一个领域 通常就是因为都是我们过去都理解为 你们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词汇 叫文学战线 历史战线 既然为之为战线 就要有司令官 对不对 就要有把门的人 看守的人 这很好理解 那么长期以来在历史的这个战线上 有一位 有人认为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有人认为呢 是思想僵硬的老同志 所以我把两种看法都告诉你们 胡乔木同志 他是长期以来是在历史领域 当然他老人家不仅是历史领域 他是纵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 他是这方面的总司令官 毛主席之下的司令官 胡老先生的90年代初期才去世 那么他的看法 基本上跟决议差不多 跟决议差不多 那和他在一起的 属于他的副手的 也是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 就是胡绅同志 同学们听没听过 胡绅 胡绅是早几年去世时 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是历史学方面 在胡乔木去世以后的 这个战线的负责人 那么胡绅同志呢 他到晚年 他的思想有很大变化 一般他自己也认为 他在80年代思想还比较保守 到了90年代后期 他有很多思考 他特别认为他是受了 邓小平理论的启发 所以他有思考 那么他把建国以后的历史呢 分成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 一个叫前30年 一个叫后20年 前30年 概言之就是毛时代 毛泽东主席的时代 1949到1979 实际上我们知道 老人家在1976年就 就去世了 但是老人家的那个路 那个路线 建国的基本的路子 在79年 三中全会之前 一直是延续 所以虽然毛主席是 建国以后27年去世 但是他的全面影响 是到78年三中全会 所以胡森同志 根据这个出发 就是前30年 毛时代 后20年 邓小平同志领导的 改革开放的新世纪 那么胡老人家呢 他高度评价 邓小平的后20年 对前30年 提出了一些 有历史事实的批评 他也做了肯定 但是他 也做了比较多的批评 他更认为 1979年以后 是一个 是一个新 是一个就是 完全是一个 划时代的变化 划时代的变化 他甚至用了一个词 叫做 建国以后的 新时期 怎么讲 叫尊义会议 尊义会议同学们 都耳术伦详了 他说三中全会 是尊义会议 新时期的尊义会议 这是胡审老先生的看法 当然胡老先生 他的看法 迅速地受到了 一些叫老左派 同志的批评 老左派 我下面会提到 这是刚才我先讲的 第一个 是我们历史决议的看法 第二个是 胡审老先生的看法 胡老先生看法 应该是官方看法 应该是比较官方的看法 他的看法 已经和前面那个胡 胡乔木同志 有差异了 有差异 第三种看法 就是老左派 和新左派的看法 同学们可能也 这几年也都听过 这些词吧 知道什么叫老左派 老左派 一般是指 传统意义上的 毛主义者 传统意义上的 一般有人称之为 叫毛主义者 或者叫传统社会主义派 他们对社会主义 理解 基本上是列宁 不是 是斯大林和毛泽东 式的 所以他们也叫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派 但是有人给他们一个定义 传统社会主义派 他们不太接受 邓小平同志 对社会主义的解释 所以 一般称之为他们是 有人甚至称他们是 原教旨主义者 就革命的经典原点 但这个原教旨不是马克思 恩格斯的原教旨 不是的 是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教旨 所以大家还要搞清楚 如果有人理解为 它是完全严格意义上的 马克思主义 那不对的 它是俄国式的 和中国式的 传统的 社会主义概念的捍卫者 那么这些老先生 他们的一个基本看法是 高度评价前三十年 高度评价 以最好的词汇 评价前三十年 相比之下 责难邓小平同志领导的 改革开放以后的 后二十年 那么这些老同志呢 基本上都是七十多岁以上的 七十多岁以上 甚至八十多岁 九十多岁 快一百岁的也有 情况很复杂 里面的谱系 也比较多样性 基本上是 党的过去的官员 或者是 意识形态 领导部门的 前官员 他们的主体 就是老左派的主体 是官员 和特别是 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 前官员 这是老左派 也包括一些 一些高校的老师 年龄偏大的 七十岁六十多岁以上的老师 和已退休的 一些高校老师 包括各级党校的 一些老师 所以这是老左派的 一个基本群体 新左派呢 新左派 基本上是年轻人 也不是年轻 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跟那个 这个年轻和不年轻 是和老左派的 那个相比较的 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为什么叫新左派呢 这里我们不能展开 这里面也非常复杂 谱系啊 也是多样性的 第一个 他们的理论背景 和理论支援 比老同志要多样性 要多样性 老同志刚才我讲的 基本上是 毛泽东主席说的 斯大林同志说的 金日成同志说的 基本上是 这几个来源 新左派同志呢 多样性 他们呢 经常会援引一些 西方的批判性的 吸引马克思主义的 一些学者的理论 心就心在这儿 他们除了援引 斯大林 列宁 马克思 还会援引 西方的 社会科学家的 一些理论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老左派同志呢 基本上 大多数都是在 中国国内 很少 当然他们做官的时候 曾经出去访问过 这是有的 但是没有一个 长期在国外学习的经验 经历 新左派的许多人 在西方的高校里 学习过 甚至拿过博士 学位 这是新左派 那么新左派和老左派 基本看法 是有一致性的 这个一致性 就是全面的 肯定 前三十年 因为三十年是 还有很多很多 我现在没有时间讲了 比较尖锐的批评 后二十年 后二十年 那么 甚至还有一个新左派 最近有个新左派 他认为八零年代 是确立虎狼之道的年代 虎狼之道 资本主义的虎狼之道 而今天呢 已经演换成虎狼的世界 虎狼的世界 比较极端的一个新左派 这个是一个文学性的 这里我还提一下 新左派在学界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但是基本上 是居现在 人文科学 人文学科里面 集中在 中文系多 不不 这里没有什么 好不好 不好的一个描述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 中文系有些 我不是只讲南大了 南大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我们南大中文系 还真的还不知道 哪个是新左派 标示性不明确 标示 像北大啦 上海一些学校 都能看出来的 因为 中文系里面有一个样 有一个专业 或者是一个专业研究方向 叫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的理论资源 都是西方的新左派 所以久而久之 就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再一个呢 文学性啊 同学们你们可能不了解 文学是非常容易 使人走向反抗 和破坏 这个这个 现存秩序的 这样一个方向的 这从我们中国的 现代的新文学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文学青年到革命青年 这是一个基本路向 基本路向 当然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多讲 因为文学诉诸情感 诉诸情感 诉诸情感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特点 鲜明的一个特点 刚才我讲的 在人文内 集中在文化批评 这个专业比较多 在社会学领域 分布就比较宽了 主要在社会学 人类学 等等 甚至包括 农村问题研究 等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历史学这个领域 新左派相比较很少 找不到一个 今天我们在全国范围内 在历史学界 找不到一个 一个有鲜明的 新左色彩的历史学教授 这可能跟学科有关系 因为历史学特别强调 强调四十 强调四十 有一些学科呢 它不太 它是超越四十的 对不对 它说我们是搞历史逻辑的 搞历史 历史的逻辑 是要凌驾于四十之上的 等等 这不一样 所以新左和老左 在这个问题上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当然 新左里面有不同的 谱系 有什么 后现代主义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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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殖民主义 民粹主义 高调国家主义 民粗主义呢 我们也可以称它叫高调的 调子非常高的 国家主义 高调国家主义 等等等等 很复杂 每个领域都有 都有代表性人物 好的 那么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三点 老左派和新左派的看法 第四点呢 我们讲就是一般的 八零年代以后的知识界 我讲的一般的 一般的 知识界的一个相对的 也不是 现在也不集中了 过去有相对集中 现在看法越来越分化 就是八零年代以后 在多数知识界的 学者那儿 他们也有一个基本看法 那么我下面要讲一讲 那么这些看法呢 有人给他们贴个标签 有人 就是老左派 新左派 给他们贴个标签 称他们是 带有自由主义倾向 自由主义倾向的一种看法 他们认为呢 前三十年 是传统的 斯大林的 那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高度集中 的这一个 高度集中的 集权的 这个集权是 集中的集 大家知道有两个集权 现在有一些 有一些学者 甚至用 极端的集 这个集权 我这里先不用这个词的 就是高度集中的 高度集权的 斯大林式的 当然 以后有变化 就是毛主席 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基本东西是一致的 就是计划经济体制 这样一个体制 有人称之为 用列宁的话讲 就带有社会主义 兵营化的 特征的 高度集中的体制 社会主义 兵营化 全国建立 成一个大军营 这是聂林老人家 也提过这个概念的 二十年代初期 那么 他们认为 后二十年是什么呢 小平同志 领导的后二十年 是向世界 主流文明回归 这是他们的解释 向世界 主流文明回归 创造一种 创建 由中国特色的 这样一种 现代化道路的 后二十年 我这里也是 大概的了 概而言之了 其实 都有很多分歧 那么这个 这个后二十年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特点就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 确立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确立 那么具体表现 后二十年的伟大 有哪些伟大之处呢 当然他们也看到 很多很多缺点 和不足 但是一般都是 肯定进步 肯定最近 二十年的进步 第一个 就是市场的复苏 社会的复苏 社会 我不知道同学们 了解不了解 这个概念 我们说 国家和社会 它是两个 互相联系 也有差异的概念 在传统的 社会主义时期 国家的力量 笼罩一切 基本不存在社会 不存在社会 是国家笼罩一切 所以有人称之为 社会主义 兵营化时代 那么后二十年 我们的社会 开始扶苏 成长 成长 首先是市场 然后社会 然后人的逐渐的解放 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里面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包括我们社会的流动 开始有了 在前三十年的 大多数时期 社会流动是停止的 同学们知道 社会流动是停止的 如果一个农村的同学 除非考上大学 留在城市 他是永远不可以 当然还可以当兵 当兵可能大多数 还是要回到他的 那个村子里去 所以不能流动 是由城乡二元结构 严格的区分的 但是最近二十年 我们城乡的这个 结构开始松动 开始打破 所以社会复苏 人的解放 社会的流动 社会流动 再一个社会观念 开始出现了多样性 过去是一元化的 一个观念 就是怎么 那个年代 经常有这样的话 胡乔木同志也说过 中国有十一亿人 或者是当时是八亿人 九亿人 怎么可以有那么多的思想 只能有一个思想 只能有一个思想 因为人太多 思想乱的话 就会破坏国家的统一 等等 那是传统时代 都是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经典看法 那现在不一样 那么 而社会的这个 观念多样化 又朝着一个 比较尊重人的 自主性的方向发展 包括最近几年 胡锦涛主席提出来的 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 那都是和过去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刚 怎么可能以人为本呢 不可能的 所以有人称之为 说一个带有自主性的 公民社会 已经开始成长 带有社会自主性的 公民社会 开始成长 虽然有很多确定 那么和这个相联系的 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的观念 也开始逐渐的扩大和发展 那么前三十年 是什么呢 就是还是一个革命党 革命党 所以革命党的治国方式 这是有的学者 许多学者这样认为 革命党的治国方式是什么呢 基本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以群众运动作为贯彻国家意志的一个基本方法 那么对人的思想的纯洁性 有特别高的要求 人的思想的纯洁性 或者叫社会共同看法 有特别高的要求 那么这是前三十年 基本上是一个 有人认为是革命党 革命党的一个特点 后二十年呢 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向执政党转变 那么基本上是以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 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中心 而不是以人的思想纯化为中心 所以前三十年 以阶级斗争 当然也进行国家建设 发展 但是同时是特别强调 人的思想纯化 思想纯化 那么后二十年呢 放弃群众运动 不再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进行治理国家的作为一种基本方法 什么叫基本方法 下面以后我们会讲 我们要开展一个建设 要进行一个工程 那么我们应该搞群众运动 怎么搞呢 首先要向群众宣传 进行这个伟大建设的意义 然后我们要发现一些敌人 发现错误思想 通过对敌人的批判 和错误思想的批判 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使他们积极地投入到 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中间去 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 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进行生产 搞生产 大家理解吧 我们就是要修大桥 不能平平安安修大桥的 大桥里面一定有坏人的 肯定不是老的敌人 就是新的敌人 新老敌人一起抓 这是长期以来的 就是用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方式 进行生产的一个基本模式 基本模式 所以很多老先生 有些老左派 他们非常熟悉这一套路 非常熟悉 思维一跳就跳到这方面去 第一个 有坏人 第二 坏人很可能是什么人 什么等等等等 通过打击少数坏人 团结多数群众 然后把生产也搞上去了 把阶级斗争也搞上去了 革命生产两不复 这是当时的一个 革命生产两不复 抓出了敌人 瞧也见好了 不是很好吗 等等 后二十年 小平同志不搞了 这个东西基本放弃 不用了 所以后二十年 就是加快建议 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 不同的看法很多 我只是给大家拎一下子 拎一下子 主流的看法 老左派同志的看法 新左派的看法 一般知识界的看法 那么下面我就要开始讲这门课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 今天第一讲 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 第一讲 刚才前面讲的算概论 或者叫序论 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啊 新中国是共产党创建的 这是事实 这完全是历史事实 是中共创建新中国 创建 对 当然和过去国民党中国比 那是新中国 那么这里很长的一些东西 我就不能多讲 我想这个 有六个最重要的方面 我们来理解 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 以及他对以后的 建国以后的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就是49年 他那个开始发生的那一切 深刻的影响到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 就那一年发生的事 当然我今天不去讲那一年 到底发生了多少事 讲不完的 我想讲几个最重要方面 第一个 我们知道 我讲第一个特点 这个新中国的天下 是中国共产党打下来的 打下来的 我们知道1949年政权更迭 政权更迭 这个政权更迭 我们20世纪历史上 有几次政权更迭 第一个 辛亥革命的那个政权更迭 辛亥革命的政权更迭 是不是一个长期武装斗争呢 应该讲不是 虽然孙中山在19世纪 1895年以后 就开始搞一些小规模的武装起义 但是始终是局部的 临散的 根本不构成对 清王朝政府的决定性的军事威胁 对不对 所以1912年的中华民国的建议 政权变革 也是有军事斗争 但是这个军事斗争 只是武昌起义以后的几个月 规模不大 有没有血流成河呢 没有 这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应该高度评价 辛亥革命 政权转移 没有血流成河 有没有啊 有没有我们就是 汉处光复了以后 对满人大开杀戒 没有 我看那个年代的 我们的中国人啊 还不简单 还真不简单 水平真的很高 他们居然知道了包容和互相妥协 你们想一想 对不对 完全可以把清朝的王公 杀他个三百五百的 可以不可以啊 各地都可以杀 但没有啊 那次转移 应该讲 是军事性的 但是他规模很小 规模很小 以后还通过了 优待清时 那个条令 我们知道 府衣是到1924年 才给樊玉强 从那个赶出来 从故宫里赶出来的 就是 国人还是有相当的包容性 所以有的时候看啊 人啊 不是说 随着这个有汽车 电车 什么 这些现代化 就会涨进的 人有的时候 一百多年 不一定涨进 甚至会倒退的 一百年前的 我们的国人 水平相当高 相当高 一百年不到快了 1911年的 这个辛亥革命 快了 一百年了 第二次政权更迭 是什么呢 第二次政权更迭 是1927年 27年 这个27年的这个政权更迭 实际上 它是在27到28年 一年 差不多有一年才完成的 也是有武装斗争 长期的武装 就蒋介石和哥路军阀的斗争 战争 但是也没有搞到特别大规模 以后是27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 它收拾各路军阀在1930年发生过一些大规模的战争 那一次中华民国政府1927年4月18号在南尼建立的 是有军事方面的这个背景的 第三次 是49年 49年这一次 是大规模的军事斗争 是大规模的军事战争的胜利方 获得了全国政权 对不对 大规模的 所以天下是打下来的 是打下来的 这个我想同学们应该理解 打下来的和不打下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态度 方法 都不一样 是不是 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们讲 共产党经过长期的肩腹奋斗 22年的艰苦的武装斗争 这个斗争就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就是要夺取政权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毛主席那个时候28年29年都是写的了 都是直接了当的 推翻国民党政权 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就是要拿下中国 拿下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呢 用自己的一套理念来改造中国 是不是 天下是打下来的 那么中国共产党我们知道 他有白驱斗争和苏驱斗争 这两块 但是在整个的革命的发展过程中间 苏驱的根据地的斗争始终占主导地位 白驱的斗争是附属的 是附属的 这里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次要 但是它是绝对是重属于苏驱的斗争 那么这一点对四九年以后的历史有决定性的影响 决定性影响 大家理解吧 比如说这位是红军 老红军干部 那个是个地下党干部 两个的革命的含量就完全不一样 都是干革命 大家理解吧 老红军干部就是一栋小楼 地下党干部很可能打成右派 这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事就天下是打下来的 白驱斗争虽然重要 但事实上是附属的 是附属的 这是我刚才讲的武装性军事性 那么建国以后呢 我刚才讲为什么是有支配性的影响呢 我们的各路的军 军政大员 基本上不是全部 但是95%以上 甚至百分之百 都是有军队背景的干部 做各地的书记 各地的独府大员 独府大员大家理解吧 中央局书记 山东省委书记 都是军队干部 转业到地方 军队干部 转业到地方 很少有白驱的同志 能都当一面 担任一个省的省委书记的 几乎没有 做副手都有 做副手都有 但做副手的多数以后 都被打成反打分子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最轻最轻的 是军队干部 这是和 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军队的贡献最大 开疆破土 打下天下 靠他们 所以革命成功以后 那么他们当然 对付于更大的责任 第二点 革命的主体是农民 主体 建国初期 在49年的时候 建国初 中央组织部 曾经做过调查 当时全党的绝大多数 79%以上 都是农民出身 甚至数债要高 文盲率 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那这没有关系的 不识字 识识 大家懂不懂 农村老大爷老太太 不一定认识字 但是懂事 就可以 这是革命的主体 主体 是受过党的 教育的 农民同志 农民同志 这个对49年以后的历史 有决定性的影响 决定性的影响 党的最高级的干部 虽然有农民背景的 但是他们的 一般他们都有 比较高的文化 党的中下级干部 多数是农民 农民 甚至是 文化不多 参军以后才少忙 建国初才少忙 各地的县委书记 建国初的县委书记 有过统计 许多同志 是半文王 半文王 甚至一些地委书记 是半文王 但是 他们是政治上可靠 刚才前面 讲了第一个 那个特点 或者叫 这个 革命时代的 49年以前的 革命年代的 一个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 这个词 同学们听说过吧 就是过去的 形成的一种 基本经验 基本方法 对以后 有支配性的影响 前面我讲了 首先是军事性 天下是打下来的 第二个呢 革命的主体 革命领导干部的主体 不是全部 是比较多的是 受过教育的 受过革命教育的 农民 我们知道这个 也非常重要 首先 这个领导干部 是农民出身 他对 我们的普通百姓 有一种 感情上的 一种 很自然的联系 所以这些同志呢 我们的许多老干部 都有很深厚的 民本情节 民本主义 大家理解 民本和民主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民本就是要为人民 要保护人民 要爱护人民 但是呢 是我来爱护他 我来爱护他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中国古代 就有这个概念 民本清官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很自然的 我们许多老同志 和人民 有密切的联系 县委书记 地委书记 保持了一个 很好的传统 深入基层 同甘共苦 看到困难时期 群中没粮食吃 自己也会 难过地 留下眼泪 真的是 我们有很多老同志 是这样 有的人 当然不是这样 有的 有的老同志 所谓老同志 像林彪 江青 这些老同志 他们无所谓的 那真的是无所谓 因为中国这么大 死点人算什么事 这是有历史史料的 他们对这些事情 他们无所谓的 但是多数的老同志 是有所谓的 是有所谓 难过 自责 内疚 都有的 所以 这是一个好的方面 能连续群众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 由于知识 知识 相对比较窄一点 当然影响到 他们的视野 影响到视野 当然也影响到 他们对知识分子的 看法 所以他们特别 不能容忍 所谓知识分子的 翘尾巴 比较起来 对知识分子的缺点 看得更多一些 更重一些 更重一些 因为他们是革命的 有功之成 革命的有功之成 这都是和这个 刚才我讲的这个 背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第二点是 革命的主体 是农民 第三点呢 就是 我们的建国 是有理论 准备 和历史背景的 理论准备是什么呢 就是 要建立一个 什么样的国家 早就知道的 早就想好的 毛泽东主席 早就想好的 经过长期的教育 广大的党的领导干部 也都知道 就是打下天下以后 不是 拿下天下就可以 要按照自己的 那个理念 来改造中国的 这一点 和北洋军阀一样 不一样呢 不一样的 比如说 袁世凯拿下中国以后 当然他也有个想法 要复国强兵 但这个复国强兵 光绪帝 慈禧太后 也要复国强兵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这是拿下权力 就可以了 复国强兵 大致按照这个路子来 重用一些 技术专家 这是大致的路子 对社会 没有太多太多的 一个要改造社会的蓝图 你们听没听过 袁世凯 段祺瑞 有一个要改造中国社会的蓝图 怎么样建立基层组织 对人民进行某种教育 没有的 他没有 他认为这些东西无所谓 无所谓的 让社会自然的发展 但是他就有一个 就复国强兵 就可以了 第二个 巩固自己的权位 这是关键的 其他都无所谓 蒋介石呢 国民党呢 是有理念的 和北洋军阀相比 是有理念的 他的理念呢 就是三民主义 要按照三民主义 建设中国 他也做了这样的努力 至于成败得实呢 这个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事实证明的是失败了 那么 中国共产党 他的这个建设国家的 一个基本理论 当然 我们知道第一个 是列宁的国家学说 列宁的国家学说 列宁国家学说 是什么呢 就彻底砸烂旧的 国家机器 北洋军阀 杂不杂呢 北洋军阀 对前清的 实际上是全盘造收 然后换个名字 换个名称就可以了 蒋介石时代 对北洋的那个 国家机器杂不杂呢 不杂的 去不改造 换几个人 就可以了 把部长 什么换汉就可以了 这是和 49年的革命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 1949年是革命 是革命 是翻天覆地的革命 它是一个 对旧的国家机器 旧的社会秩序 经济秩序 文化秩序的 彻底改变 彻底改变 而这个蓝图是什么呢 是列宁的 苏联的经验 斯大林的一个 基本经验 第二个呢 我刚才讲有历史背景 就是中国共产党 从20年代后期 一直到49年的 长期的农村革命 根据地的 那个治国模式 就是按照那个路子来 进行一些补充和发展 所以有理念 要按照自己的理念 建设一个新中国 这是和过去的政权 更迭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第几点呢 第三点 第几点 第三点吧 还有一个最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有一个革命的领袖 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 那么这个是在20世纪 中国的几次 那个变更迭中间 没有过的 孙中山也没有达到 这种至高无上 蒋介石也没有达到 至高无上 袁世凯也没有至高无上 没有这个至高无上 毛主席的领导权威 是至高无上 至高无上 所以这些都是 在我看 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 有支配性的 决定性的影响 好了 这是我先讲的这个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 我们要讲中央政府的建立 中央政府 1949年我们知道 开了一个政协会议 简称新政协 新政协 因为我们知道 重新谈判以后啊 共产党国民党和当时的 其他的党派 有过一次政协会议 这次政协会议呢 是第二次 所以简称新政协 新政协是中国共产党 联合其他民主党派 开的一个 有关建国的一个会议 那么这个民主党派 主要是两家 一家呢 是中国民主同盟 一家呢 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民革 这个时期的 应该讲 这个政协是完全做到了 一个应该讲是 尊重民主党派 共同建国 共同建国 今天有史料证明 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斯大林 这个也对中国共产党 做过一些指示 1947年12月 毛泽东主席 曾经和斯大林 进行电报交谈 电报来往 毛泽东主席 曾经提过 就是 当我们革命胜利以后 我们准备把这些民主党派 全部一脚登开 我们要完全建立一个 那这没有什么 这可以理解吗 刚才我已经讲了 天下是谁打下的 共产党打下的 当然他们帮了忙 帮忙 在旁边也帮了很多忙 反奖了 爱国了 民主运动了 帮忙 但是天下是 共产党打下来 打下来以后 剩你的果实 别人也想来摘吗 这很好笑 当时有很多人 简直很好笑 莫名其妙 今天看他们头脑都不灵光的 包括金庸先生 金庸先生这个建国初 从香港北上 他认为他是一肚子才学 新中国却他不可 准备当外交官的 谁知道 他毫无革命资力 毫无革命功劳 那一大堆老红军还没安排呢 怎么安排你呢 大家理解吧 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 头脑尽水 这没办法 后来当然国家 新国家对他还是欢迎的 安排他到 相当于中国建设这个杂志 中国建设是英文版的 介绍新中国的 世纪的一个英文版杂志 向国外宣传新中国 让他在那儿做英文编辑 因为他外文好嘛 但是这个和金先生的这个抱负 相距很远 最后当时叫扎梁雍 扎先生就回到回香港去了 这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满肚子才学 哎呀清高的不得了 觉得现在是到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了 是的 是有机会的 你当一个新建设的这个杂志的编辑 这就是你施展才华的一个很好的岗位吧 想当大使 那是对不起 没有这个机会的 不可能的 这可以理解的 今天所以学历史会使人明智的 当时扎先生历史还可能不够 可能不够 所以这个斯大林给毛主席一个建议 是不可以的 你们要团结民主党派的 民主党派对你们革命反讲斗争 起了很大的作用 很大作用 毛泽东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这里稍微提一下 1945年以后啊 1945年苏军解放东欧国家以后 东欧国家出现的那个模式是什么模式呢 类似于中国49年的这个新民族主义的模式 就是政治上以共产党为中心 保持几个党派的联合的内阁 这个东欧模式啊 斯大林你们看这个人 他在苏联实行的是比较僵硬的政策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眼光的人 极有现实感的一个人 大政治家 所以东欧国家不能照搬苏联的 苏联自己讲 他们就是一党制 这是斯大林时代 赫鲁瑶夫时代 布里尼利夫时代 都是一样的 苏联只有一个党 在戈尔巴乔夫之前 就是苏共 苏共 所以苏共和非党同志的联盟 这是他们的一般的 这种正式表达 东欧国家不是的 东欧国家在反希特勒的斗争中 比如说波兰农民党啊 罗马利亚社会党啊 等等等等 革命成功了 你要拉着他们大家一起来 斯大林是要求他们一起来 东欧国家只有一个国家 是和苏联一样的 而是不听斯大林的 这就是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的铁托同志 坚持是南共领导 其他一脚登开 一脚登开 这可以理解的 革命到一定阶段以后 就是一脚登开 初期不是的 这没有什么 这是革命的不同阶段 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吧 我举个例子 1975年 我们的南边的领寄 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 今天叫什么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为什么在1975年 之前叫越南民主共和国 就是南越还没有被北越解放 它的政策方面 它要低一点 低调一点 全部统一以后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就像我们北边的 东边的东北的这个邻居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至于它是不是民主 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的名字还叫 民主主义共和国 我相信它统一以后 它一定叫朝鲜 社会主义共和国 都是这样 所以 从名称上也反映了 罗马利亚 以后也是改名的 在齐奥塞斯库时代 把名字改成 原来是 罗马利亚人民共和国 跟我们名字一样 和了齐奥塞斯库 觉得这个档次太低 要升格 叫罗马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古巴情况是最特别的 古巴就叫古巴共和国 它没有在自己的名字上 做一个标示 因此 斯大林认为 要团结民主党派 一起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主席 那个时候还是虚怀若骨 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 所以才有 1949年的新政节 是共产党 联合民主党派 共建新中国 那么这个联合 而且是有一个联合政府的样式 联合政府样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新中国成立的 部 委 署 部啊 比如说外交部 署啊 当时叫情报署啊 新闻署啊 署 委啊 各种委员会 华侨委员会啊 所有这些国家机构里面 两个东西 是不能给民主党派染指的 这是明确的 哪两个部不能染指啊 三个部不能染指 三个部 其他所有部 都有民主党派做部长和副部长 甚至多数是做部长 第一个国防部 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 民主党派你再革命 也不能当国防部副部长 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公安部 人民民主专政的注释 没有一个民主党派可以在里面的 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部 外交部 这三个部 是共产党绝对领导 其他部 可以由民主党派单 所以政协 第一次政协会议以后 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 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是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泽东 还有几个副主席 朱德 刘少奇 高刚 李继生 张烂 张烂老先生是四川的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爱国老人 从辛亥革命以来 晚清以来 都是一个进步老人 所以新中国还给他一个很崇高的地位 张副主席 张烂副主席 毛主席这时候对他们都非常客气 李贤下士 其他同志 党内同志来看他的话 毛主席一般是不送到门口的 甚至不送的 所有民主党派来拜见他的时候 他都要送出去 送到门口的 就是非常礼貌 就是对民主党派 就是还是李贤下士吧 那么 成立了这个中央人民政府 而且通过了一个叫共同纲领 这样一个临时宪法 共同纲领 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联合的这样一个 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治国的纲领 基本精神就是毛泽东的新民族主义 所谓新民族主义是什么呢 就是政治上是共产党 共产党领导 但是同时是几个革命党派的联合专政 共产党领导 同时是几个革命党派的联合专政 经济上呢 是要建立国有经济 清除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经济和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的垄断经济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保持中国的私有经济 社会主义呢 是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将来 因为大家理解 根据我们传统定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就是全部取缔私有制 私有 这是过去传统的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解 这是以苏联为样本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没有私有 那么共同纲领呢 这里提到的就是 这个社会主义还在一个相当遥远的将来 那么政治上是新民主义是政治 经济是新民主义经济 文化上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是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 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 这里我就讲了中央政府的成立 下面我要讲地方政权的建立 地方政权的建立 我们知道这个大军解放 新政权都是伴随大军解放的过程中建立的 当时人们希望称一个叫大军 解放军大军解放 大军南下 所以今天人们在分析国民党这个 为什么失败崩溃有很多很多看法 现在有一些学者 甚至认为提出一个看法 国民党的失败最根本的失败 是军事上的失败 军事上的失败 过去我们一般理解为 就是失去民心啊 贪污腐败 对不对 大家都是这样看吧 是的 但是国民党在四五年以前啊 甚至是一九四五年 抗战胜利环都南京的时候 他的威望差不多还是在最高点 最高点啊 就是当时基本上得到国内民众的拥戴的 就是蒋介石的这个所谓最高领袖 和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还是得到全民拥戴的 很快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 短短四年啊 从这个最高最高点迅速的滑落 那么是不是这个四五到四四八四九 就老百姓已经对国民党是仇恨满腔了 啊 现在有很多很多研究啊 当然由于国民党的这个很多政策是有严重问题 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环都南京以后 他在这个这个所谓接收啊 接收底产的过程中 有很多很多严重问题 或者严重的腐败 他通过避制改革 钞票兑换避制改革 把国统区的 人县区的很多人民的财产 收刮一空 使他严重的失去民性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更多的 啊 因为我现在也见 我见过有很多一些 呃 老学者啊 老人啊 等等啊 啊 还看了很多材料 啊 可能很多人还是觉得 主要是仗不会打 仗啊 失败 打仗失败 带动政治上的失败 和经济上的全面崩溃 打仗啊 打仗是最重要的 打仗失败 蒋介石这个人呢 应该讲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 但不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家 战略 大的战略感觉都差不多都对头的 对头的了 战略方面 他知道他的敌人是谁 他应该在哪个方面用力都对的 但这个人有很多很多缺点 啊 特别是在军事方面 啊 他真的是有严重的问题 啊 这里我不展开了 大概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越级指挥 越级指挥啊 他是一杆子能打 能指挥一个团 这怎么可以呢 啊 以最高统帅这样一个权威来指挥到下面去 那下面就完全完蛋了 啊 打仗不太会打 那毛泽东主席好像也说过瑞士的话 那说过这个瑞士的话 当然 共产党其他方面 这个 有很多很多优势方面的 啊 所以这里 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 带动了其他的失败 所以他的整个崩溃 是滚血求是的 三大战役 最关键的战役 是哪个战役啊 不是辽省 应该是淮海战役 当然辽省战役特别特别重要了 非常非常重要 淮海战役失败 国民党就完了 蒋介石自己是已经知道 你们同学们啊 淮海战役失败 南京国民政府 所有的国民党的军警要害部门开始转移 开始向台湾转移了 国民党的黄金向台湾转移 在这之前都没有的 淮海这个失败 你们知道长江根本不是天险了 长江是什么天险啊 长江这么窄 一下子就过来了 你们看看长江是不是太容易过来了 当然我们现在是要讲长江是天险不容易啊 怎么过来啊 这很容易的 几千年你们看看我们中国历史上 那个北边过来 长江什么时候成为障碍的 有没有过 没有过 没有过的 当然是有问题 是比较难 但是说过来一天就过来了 没有什么的 主要是徐州这一块太重要 你们看啊 徐州 这个这一条太重要 所以完蛋了 从那个开始 国民党民心士气 总崩溃 总崩溃啊 欢海战役以后 国民党基本上没有打逃跑和投降 以逃跑和投降作为主旋律 当然啊 这个所以小平同志的功劳非常大 开国的功劳太大了 是不是 他是指挥两个野战军的 二野和三野最高指挥是邓小平同志 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立下了汉马功劳 不朽的功劳 所以以后 这个一野方面的 不是一野 四野方面的 林彪经常会夸战功 林彪 他总是强调自己是从那个东北 冰天雪地打到海南岛 那也是事实啊 是事实 很少半个中国 但是呢 他说呢 他就是和邓小平不负气 为什么呢 他以后就因为小平同志啊 在六零年代负责指导 毛选第四卷的注实领导工作 还听懂啊 毛选第四卷 主要是解放战争 毛选第四卷里面有很多注释 这个注释是不是随便哪个人写就可以了 不可以的 一野怎么写 二野怎么写 三野怎么写 当时毛泽东主席是委托总书记邓小平同志 做注释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那林彪就 以后林彪的这个不满在文革中才爆发出来 他就说 邓小平在注释工作中 夸大他的 他的功劳 贬低四野 他们都很 军人都很看重自己的 过去的 这个战绩的 当然他们两个人功劳都一样大 都是都大 那么这个 淮海战役以后 基本上是横扫千军如卷系 军队到了那 到了哪儿 哪儿就建立政权 是不是 政权是在军队到了以后才能建立的 所以应该讲我们到了1950年的10月 全国除了台湾 全部解放 包括西藏 解放 事实上是49年年底 49年年底就全部解放 49年年底50年年初啊 大军最后是到达云南 到昆明 蒋介石是我印象中是1949年12月 离开成都的 从成都坐飞机到 到台湾 那这是他最后的 就是最后一次在大陆 前几天这个凤凰卫视啊 资讯台 有一个节目 介绍蒋介石坐机的 那个坐机 专机的那个机长 叫伊夫恩 这个人是很有名的 伊夫的伊 佛必的佛 周来的恩 伊夫恩先生是蒋介石几十年的坐机的机长 就是他49年12月带他从成都开了这个飞机 跑台湾的 伊夫恩回忆说 居然蒋老先生 在机长里还很沉稳 沉稳啊 大家理解吧 说到亡国之君啊 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一头创死的 他理解 你们不理解这个东西啊 这个江山都没有了 活还活得有什么意思啊 居然蒋介石 他这个人也是不得了的人物啊 所谓不得了的人物 就是这个意志力的问题啊 大家理解意志力吧 四强 世界四强之一的中国的最高领袖 前几年还是世界的分云人物 49年就已经成了上家之犬 这个不得了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变化 太不得了 居然给他捅过来 这个人所以也是个人物 这个人物 你们想对不对啊 一般是什么 到了这个时候 一般都是什么 跳海而亡啊 任何人都能投墙 他和他的儿子不能投墙 还理解吧 蒋介石之下的所有人都可以投墙 都可以在新政府中的一个官位 当然蒋先生如果投墙的话 毛泽西也会给他一个官位 但是那个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了 所以可能死是最好的选择 死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个人居然给他 还挺住了 还居然活到1975年 也是不得了 我在台湾多次看过 我去他的那个慈湖看过 都看过 怀念 他怀念故国 怀念故国 他的慈湖的那个整个的地理地貌啊 非常像这个奉化 西口 他选择的场地都像西口 中正纪念堂 这几天台湾 你们知道发生了个事吧 要把中正纪念堂改成叫 民主公园 中正纪念堂呢 是台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 大概是大陆的 去开会的访客等等等等 一定会去 一定会去啊 其实这个灵堂不太好看 再往看不好看 像个发老王的一个 发老王啊 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也象征着蒋介石那种呆板 呆板啊 但是他的这个面相是朝哪儿的呢 朝东 朝向大陆 整个建筑啊 不是我们坐南朝北 朝西啊 朝西啊 朝向大陆 朝向大陆 那么我们大军 所到之处 就建立各级临时性的政府机构 叫做军事管制委员会 这一点应该讲 1949年 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 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 应该讲是做的是特别的成功 特别的成功 这个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 一路下来 社会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动荡 这是很少见的 很少见的 东欧国家苏联十月革命都不是这样的 这个应该讲是非常成功的 随着军队到 建立军管会 那么 到1950年 基本上 就是全部都建立起来了 要全部建立 这个军管会建立 由于还是暂时状态 虽然国民党已经逃跑了 但是社会还是有一点不稳了 还有残渣渔猎 等等 其实残渔猎已经是相当少了 他们的这个最高头子都是像 仓皇出逃 兵败如山倒 那些留在国内的反革命 早已没有斗志 大家可以想想吧 没有什么斗志的 1949年12月 毛泽东主席就把全国化为五大区域 五个区域 因为这时候还是军事时期 军事时期还没结束 这五大区域呢 都成立军政委员会 作为最高行政机构 五大区是哪五大区呢 就中国有五大块 东北一块 只有东北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 是由高刚负责 高岗负责 高岗之前是林彪负责 林彪率军南下以后 高岗成为东北的最高的党政军 最高领导人 所以有人称他是东北王 那么全国是五大行政区 第一块东北 第二块西北 西北就是彭德怀同志 是最高领导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非常有意思的 也是很多人很费解的事 1949年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过大典 没有通知彭德怀同志去参加 没有 是不是战事紧张到这个严重地步 不是 不是 所以其他同志基本都参加了 他没参加 当然也说他很忙了 要指挥大军进新疆 因为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革命的几十年的最高最高的一个荣誉 就是在建国的开国大典站在城楼上 大家理解吧 这是革命一辈子 49年开国 要在城楼上 但是彭同志不在 当然不通知彭同志 一定是有安排有考虑的 有安排有考虑的 那么西北市彭德怀 他的副手就是西中逊同志 西中逊 西中逊是年轻干部 当时是年轻干部 今天他的儿子在浙江做第一书记 西南的最高领袖 是邓小平同志 虽然是邓小平 刘伯承 贺龙这样一个排序 但是在西南的第一号人物 最高的 他版权的是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 这是毛主席安排的很好 他都安排了 那么小平同志 因为是代表党 他是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 那么刘伯承同志 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贺龙同志也给他一个赠的 每个人都是赠职 贺龙是西南军区司令员 但是统归小平同志领导 这就是一个安排 西南 邓小平 华东呢 华东情况也是比较微妙 毛主席没有把权力交给一个人 是交给两个人 一个呢 就是陈毅同志 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相当于刘伯承 党的第一书记 是饶素食 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一个双风 两个三风 双风 哪个高一点呢 饶素食比陈毅高 这个时候 饶素食同志的 所谓同志的发言权 在党的地位比陈毅高 所以整个华东这一带 华东非常重要 是和美奖斗争的第一线 华东包括哪些地区啊 同学们还知道 山东 江苏 安徽 浙江 江西 福建 上海市 六省一市 中国最重要地区 最重要地区 六省一市 那么饶素食 是党的负责 那么还有一块 是中南区 中南区也特别重要 中南区最高领导人 林彪 毛主席给他配一个副手 是邓紫辉同志 邓紫辉也是革命元老 林彪是第一号人 但是在东南 中南地区就干了一年 就到北京去了 那么中南区呢 他的最先 他的所在地 是在湖北的武汉市 以后南迁到广州 中南管的六个省也非常多 从河南到两湖地区 两广地区 两湖两广兼河南 兼河南 他们的权限非常大 超过历史上的 什么两广总督 两湖总督 大家理解吧 当个总督已经是不得了了 不得了 那是管四五个省 五六个省 这个情况呢 从四九年的十二月 到一九五一年的九月 开始改变了 毛主席随着我们国内局势的平稳 战争状态的结束 要收 收这个各路的这个权利 大家听 地方权力太大了 要收权了 收权呢 就是首先在名称上就改变 原先我们叫军政委员会 现在改名叫行政委员会 权力大大削弱 大大削弱 这很自然的 因为前一个时期 战争状态还没有完全结束 五一年以后 战争状态全部结束了 那么到了一九五一年年底 我们中国有二十八个省政府 二十八个省政府 一个自治区政府 这个自治区政府 就是瑞蒙古自治区 它是一九四七年就建立了 瑞蒙古自治区 瑞蒙古的负责人 就是党的蒙古族的一个老同志 叫乌兰夫 乌兰夫在八零年代后期 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云泽 云啊云彩的云 毛泽东的泽 云泽是二十年代的老共产党人 所以他是蒙古族的第一号人物 这个乌兰夫 领导瑞蒙古 当然他在北京做官 他在北京一直是做官的 但是瑞蒙古一直在他领导下 毛泽东主席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 从四九年一直到一九六六年 时间很长 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六 都是乌兰夫在瑞蒙古 那么全国当时有多少县呢 有两千零八十七个县 二零八七个县 就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从中央垂直到基层的这个行政结构 都建立了 县底下还有 须和乡都建立了 所以这个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空前未有的 国民党时代也没有这样子的 不完整的 不完整的 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 曾经他有过回忆 有过谈话 他觉得在一九四五年中共切大以后 他自己这样说了 他说犯过错误 犯过几个错误 他只讲了一个错误 他说其中一个错误 就是一九四九年 不应该集中兵力先去打西兰 而是应该移施东南 先解决台湾 先解决台湾 他说西兰那些国民党逃不了的 逃不了啊 西兰那个口子一扎死 肯定逃不了 放一步 应该先解决东南问题 他说这是他犯过的一个战略性冲 他自己还解释 什么叫战略性冲 战略性冲就是知道了也改不了了 知道也没有办法了 当然这是毛泽东主席这样说 我想还是有 是不是当时就是再把小平同志的 二爷三爷全部集中到东南 就能解决台湾问题 可能还是不起 为什么呢 第一没有空中力量 第二没有海上力量 但是也可以 康序大帝 平定台湾的时候 靠牧船不是也平过去了吗 真的也可以啊 我讲一九四九年 如果啊 就像毛泽东主席讲的 不去到西南 西南我们知道最后一支国民党军队逃到缅甸去了 往越南北方逃的 以弥部队金三角贩毒 就是国民党的一只残渣渔猎 逃到那边去的 那是五零年 五零年的春节逃过去的 一九五零年春节 春节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仗 一个小规模的部队打仗 在这之后就没有陈建制的部队了 我想一九四九年的下半年 没有海军力量 没有空军力量 国民党虽然是这个这个被打败了 但是他的空军和海军啊 还保留了相当的实力 相当实力 如果苏联不援手 可能光靠大船 我们的船过去行不行啊 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多 五十万只船是飘过去 那也有可能的 因为人太多了 国民党比如说三十四十个军舰 给他准备牺牲多少 但是还有五十万 船又飘过去了 这是我在想啊 但是你想为什么毛泽东主席犯了错误呢 那就证明 可能靠船还是能胜利的 是不是 啊 海南岛就是母船渡过去 是 那国民党逃的 国民党没有抵抗 国民党没有抵抗 对啊 海南岛又有成功的办例 所以可能草案还是有 是吗 好了我再讲一点就下课啊 下面讲的下面的小问题就是外交环境 新中国成立了 在成立之前 毛泽东主席就已经有一个新中国对外的一个总的一个盘子 这个总盘子呢 为什么要实行一变动 到今天也是各有各的说法 啊 那么毛泽东主席呢 呃 这个决定下了以后 啊 很快就派了刘少奇和高刚 帅领一个秘密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向斯大林请示 这里要提一下毛泽东主席是很不简单 他虽然一肚子对斯大林有意见 但是他在和斯大林交 打交道的时候是非常的尊敬 啊 非常尊敬 他在党内会有很多对斯大林的批评 但是在斯大林同志面前 他一直是以学生这个这个角色 非常的谦虚 非常的尊敬 经常写电报写各种各样的电报 向斯大林同志请示 啊 所以以后苏联人说这是东方人的一种智慧 东方的智慧 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 是什么意思 但是 但是还是看了电报还是非常尊敬 那么 1949年的年 1949年年初呢 斯大林就派了一个他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叫米高阳 到中国来 米高阳到了西北坡和毛泽东主席谈谈谈话 米高阳主要是带耳朵来听的 来听的 听毛主席谈事情 包括谈对新中国将来的一个建国的一个设想等等 当然毛泽东主席在和米高阳谈话中间 控诉了亡民机会主义对他的迫害 多次讲了这个问题 米高阳就听 他不表态 听 那么1949年的7月 刘少奇去了 刘少奇去了以后更是做学生状 非常谦虚 当然刘少奇谦虚可能是真的是谦虚 毛泽东主席的谦虚是一种 不是说假的 就是 当时第一 需要 需要 大家理解吧 需要斯大林 第二个就是 这是革命的一个伟大战略家的一个姿态 这可能是这样 那么向斯大林请示什么问题呢 刘少奇去 当然刘少奇去所有问题都是党中商量过的 第一个 建党建国的经验 包括要成立多少多少部 哪个部是干什么队 都要问得清清楚楚 因为搞不清楚 原来我实际上在根据地都很清楚了 但是呢 总是觉得自己在根据地啊 是农村啊 不了解世界眼光啊 要向老大哥学习啊 比如说 干部部应该怎么配备 中央怎么管干部 要不要建立花名册制度 多少多少 级以上的干部就要有一个花名册 干部什么等等等等 事物巨系 向苏联的对口单位一个个学习 苏共宣传部 苏共组织部 苏共这个部 那个部 包括工业部 农业部等等 啊 学习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试探 试探什么呢 试探斯大林对 毛主席 对中国共产党 要解放台湾的 这个看法和态度 刘少奇试探过几次以后 给 给这个这个 给斯大林啊 就挡回去了 斯大林老奸巨化 他非常不愿意 他非常不愿意 因为中国共产党要解放台湾 就和美国把关系搞坏 今天档案我们都看到 他用很敲批的话说 好啊 可以啊 我们可以派 初联空军 给你们空头几百个人下去 空头几百个共产党同志 空头到台湾去 啊 那么刘少奇讲的是很具体 希望你是有 出军舰 出飞机 等等 他跟他绕 斯大林 绕来绕去 绕开了 啊 那么 应该讲这个 还是有成果 啊 第一个刘少奇去了以后呢 为毛泽东主席访书 铺好路了 第二个呢 就是斯大林在其他方面 经济和军工方面 还是比较慷慨 就同意 他带了一批专家 当时就跟了刘少奇回国了 所以这批专家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在东北 在安刚 就有大批的苏联专家 就跟到刘少奇回来的苏联专家 就回来了 包括苏联派的铁路专家 帮助恢复东北铁路 和北方的一些铁路 那么最重大的事件 是毛泽东主席 1949年12月到苏联去访问 这次访问呢 历时两个多月 是毛主席这一辈子 毛泽东老人家 一辈子在国外待的时间 最长的这个时间 那么这一次 好像 老人家多次谈到 他都不愉快 因为这个毛主席是一国之尊的 但是斯大林看来 在他看来的话 他是世界之尊 所以 他把毛主席晾到那儿 晾了好多天 晾在那儿 所以毛泽东主席很生气 把苏联人叫过来说 他说他在那儿没事 每天除了是吃饭 睡觉 拉屎 这是他的话 他讲话很直接的 请苏共的同志 全文 把这个意思转给斯大林 他很不满意 斯大林是要 可能是要打击一下 毛泽东同志的 那个 那个自尊心 或者自信心 先打一下 打一打傲气 可能是 可能是这样的 应该说 这个 这次去 对他不太愉快 但是还是有成果 第一个成果 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是苏联 做出保证 任何帝国主义 任何国外力量 敢于清越中国 苏联就是一不用此 就要参加进来 这就使中国得到一个巨大的保护 新中国的安全系数定下来了 苏联人 当然我们不好说保护伞 这个词不好说了 但是事实上 是这个问题解决了 苏联人同意签这个东西 一开始还不太愿意签 谈来谈去 毛泽东主席是非常了不起 他去的时候 他老人家就带了一个人去 他知道跟斯大林谈判 是很艰难的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 毛主席在党内是有巨大的 崇高的 说一不二的 伟大的权威 如果看到自己的同事 看到他受斯大林同事的冷落 这是对他的老人家的威信 是巨大的伤害的 所以他带的是 这是事实啊 同学们 毛主席就带一个人 带陈伯达 去的 带一个秘书 带一个翻译 诗责做翻译 以后谈的 接触的差不多了 经过一些磨难和曲折 谈顺了 才叫周恩来带一个代表团 到莫斯科去的 初期只是毛和陈伯达 还有王家强参加代表团 不是一个 应该讲毛泽东主席 应该带一大堆人去啊 没有只带一个人 只带一个人 因为陈伯达属于他个人的人 是他的秘书 是他的秘书 所以周恩来是 这个谈了中期以后 周恩来才去的 带了一帮的 就是什么李富春啊 外贸部长啊 这个部长 那个部长一大堆都去了 后头谈的还不错 苏联给两亿美元贷款 两亿美元贷款 这个数字今天看很小 当时看还可以了 不错 还有呢 有一个后遗证 中枢友好同盟条约 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 一个事实上的 叫秘密的一个协定 这个是不公开的 这是毛泽东主席 以后是非常不高兴 我觉得毛主席的这种不高兴 是非常对的 是什么呢 因为苏联人要求 中国的东北和新疆 不允许第三国人进去 这事实上是干涉中国内政 干涉中国内政 就是东三省 不准一个西方人去 新疆不准一个西方人去 你有什么权利来要求我 给哪个去都给哪个去的 这是苏联对中国的一个 大核主义 但是当时也认了 也认了 没办法 你需要它 需要它 那么还有几个签订了几个 签订了几个协议 签订中苏赫兹公司 赫兹公司事实上 都是苏联要在中国 这个夺取它的一些资源 等等等等 对中国权益的也是有损害的 有损害 但是在大局 要负重大局 这个大局就是中苏同盟 对新中国万般重要 万般重要 但是呢最重要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 斯大利不涉及 毛主席试探过的 试探过两个问题 一个外门谷问题 外门谷问题 毛主席是想争取外门谷回来 斯大利通过一些外交辞令 这个给他七绕八绕 他说如果成立的话 那么就是意思 你这内蒙古就要回到外蒙古去了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少一块 毛主席本来意思是 外蒙古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给斯大林一讲说 内蒙古人民肯定是想到外蒙古去 他们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国家 所以这个呢 由于斯大林坚持 毛主席自己以后讲 斯大林坚持了 我也争取了 那没有办法 那也就没有办法 外蒙古没谈好 第二个台湾 没谈好 斯大林不愿意派空军和海军 来帮助我们解放台湾 有收获 但是也有遗憾 好的同学们 我们就下课了 上一讲讲第一讲 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 我和同学们先谈到了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 形成的一些基本经验 那些基本经验 对新中国的发展 可能会起的决定性的影响 我记得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提到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个成立呢 它在建国初期 是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针 那么新民主主义呢 它是当时的一个 它决定了当时中国的一个政治体制 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针 在政治上 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 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在经济上呢 是保留私有经济 在文化上呢 是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它的主旨就是 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然后我们谈到这个新中国中央政府的成立 和地方政权的成立 在地方政权成立的过程中呢 形成过两种体制 一个是军政委员会 以后呢改名叫行政委员会 行政委员会的设立呢 是标志着中央把地方的大权呢 要集中到中央去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讲讲的内容 然后我们提到了这个新中国的初期的一个外部环境 提到了这个新中国奋行的对外方针是对苏一边倒的政策 就是在政治上 在外交上对苏一边倒 那么我提到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就是1949年的7月 中共第二号人物 刘少奇率领了一个秘密的代表团 到莫斯科去 到莫斯科去的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向苏联学习 建管理国家的基本经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试探斯大林对 是否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 帮助新中国 解放台湾 那么这是 第三点呢 是接洽这个苏联对中国的一些工业方面的援助 那么基本上呢 除了第二点 就是在接洽苏联对解放台湾的这个支持方面呢 是没有成果 其他方面呢 都有都有成果 所以刘少奇回国的 还有一百多名苏联专家 主要集中在东北的工业基地 安刚和东北的中长铁路 苏联工 苏联的专家已经到中国来 这是新中国建国前夕 就已经来了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毛泽东主席 1949年12月 到苏联去访问 这是老人家第一次出国 他的访问的名目是为斯大林出售 就是足 这个斯大林七十岁的生日 但是实际的目的是 接洽能不能缔结中枢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那么经过一个反复的一个互相的一个讨论 中间有很多取责 在1950年的2月 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那么这个条约呢 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同盟 就是在军事上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 那么作为一个军事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苏联提供的一个重大的援助 就是苏联在中国的旅顺港 就今天的大连港驻军 继续驻军 当然这件事情可能是对中国的民族主义 也许有人认为是有点伤害 但是在当时呢 主要是面对美国和日本的 一个对中国的不友好的一个态度 苏联军队驻扎在中国东北 可能有助于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就是苏联驻军的问题 那么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以后 苏联的大规模的军援就到了中国 在这里要提一下 1950年的2月26号 这是每一讲台湾的国民党 虽然是已经败逃到台湾去 但是由于它掌握了空中优势 所以在2月26号 对上海的砸北工业区进行了轰炸 大规模轰炸 这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 最后一次军事行动 是空军进行大轰炸的 这次轰炸呢 是上海的供电中断 中断了好几天 那么自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进地阶以后 苏联红军开始驻扎在 苏联红军的空军 驻扎在上海 所以从此以后呢 美国军队 不 蒋介石的空军呢 轰炸机就再也没有赶来轰炸过了 当然高空侦察机是 一直到六十年代中后期 始终还有这个台湾方面的侦察机来侦察 轰炸是没有了 那是苏军 有一个空军团 驻扎在今天的上海郊区 好了我们继续讲 这个我提到这个中苏这个关系的这个 在新的基础上的一个建立 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从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的 这个条约有效期是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一九八零年这个中国宣布不和苏联继续条约 它的到期是一九八 一九八零年 一九八零年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的 就是不再延续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了 这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这个条约在一九五零年签订的时候呢 它还附有秘密条款 秘密条款 这个秘密条款是不对外公开的 今天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秘密条款呢 在一定程度上 有损中国的主权 有损 这个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苏联呢 在中国要建立一些赫兹公司 联合公司 联合公司实际上是垂垛中国的经济资源 在新疆建立几个这样的公司 第二个呢 是这个 中国政府同意 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地区 不允许中苏两国以外的第三国的公民进入 也就是这两个地区成为苏联国家安全的一个缓冲地带 这个呢 也有损中国的主权的 因为这是中国的领土 苏联人有什么理由要求 不可以让英国人去 日本人去 或者法国人去呢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 中国接受了这个 接受了这样的一个 对方提出的要求 那么还有一点呢 也是可能对 使当时的很多国民 就是我们的大众 特别是知识界和民主人士 有所不满意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 争取外蒙古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努力 没有成功 争取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努力 没有成功 斯大林坚持 蒙古人民共和国要 保持一个独立国家状态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 毛泽东也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个 这个要求 这是我们提到中苏友好 互助同盟条约 这件事 那么作为一个 由于中苏结盟 那么中国国内呢 就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宣传 苏联文化 苏联科学技术 这样一个热潮 所以在建国初 这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行动 这是要解决中国人民 特别是知识界 中国人民啊 老百姓 底层老百姓搞不清楚的 主要是知识界和工商界 这个百年来对苏联的 所谓不正确的认识 因为中国人 一般的民众啊 我讲的知识界 都知道近代以来 沙俄对中国的情愿 都知道苏联政府 曾经提出过两次对华条约 但是呢 最后都没兑现 1919年 1920年的苏联的新政府 列宁的新政府 曾经提出两个对华宣言 这两个对华宣言的 基本精神就是 放弃沙俄在中国的 一切权益 同时 外蒙古属于中国 这两个条约呢 从来没兑现 对这个问题呢 中国的民众 我讲的民众 主要是知识界和工商界 一般底层民众不清楚 他们也要关心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 是1934年 这个我们知道 918事变以后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 扶植傀陋政权 满洲国 但是呢 苏联居然把中东铁路 这个资产属于俄方的 中东铁路 卖给了满洲国 用低价卖给了满洲国 这也是有损中国出权的 第三件事呢 是1941年 苏联和日本 这是斯大林同意的 摩洛托夫和当时的日本外相 松岗杨佑签订 苏日中立条约 表示互相尊重 日本尊重 苏联在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权益 苏联政府尊重 日本在满洲国的权益 这是极大的侵害中国主权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国的知识界对这个问题记忆犹新 记忆犹新 虽然在1945年以后 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上取得了伟大成就 或者说 甚至当时的一种说法叫做解放了半个人类 在解放欧洲 解放东欧 起了这种巨大作为 社会上开始对苏联有一种好感 就是由于二战 反法西斯这个问题上 苏联的巨大成就 曾经使中国一部分民众 对苏联产生了某种亲和性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是知识界在四五年以后 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 基本上表示 几乎是全部 或者大多数人 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表示欣赏 当时的知识界的主流是 政治上学美国 经济上学苏联 这是194344到46年的 知识界的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欣赏苏联的高效的 这种计划经济模式 尽管如此 但是中国人对苏联人 特别是在一百多年来 甚至是二十世纪以来 在中国的一些情况 是有很多意见的 那么旧的事情还没去 新的事情又来了 这就是1945年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 这件事情当然 中国人民一般讲 都是感谢苏联人的 感谢苏联红军来解放 要没有苏联红军解放 那个日本精锐的关东军 二百万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消灭呢 当然最后还是要消灭的 可是肯定要消灭 大事 世界大事已经发生了变化 肯定要消灭的 但是苏联红军 吹枯拉朽 一下子就把 二百万关东军消灭 但是它消灭归消灭 消灭是做了好事 可是也带了一些不好的事 就是把我们中国的 东北的工业设施 能拿的 能拖的 全部带走了 把包刮铁轨 包刮火车车皮 包刮分满江的热电站 等等等等 能拿的 在1946年 苏联红军撤军的时候 全部带走了 所以这个就是 发生过1946年2月23号 在重庆 以重庆的大学生 为主导的 反苏大游行 反苏大游行 这个反苏大游行 今天已经知道 并不是国民党政府主持的 而是那些激进的 爱国青年 当然我今天不知道 称他们是叫爱国青年 还是叫反动青年 我不知道 就是他们主导的 今天有新的史料出来 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 很怕得罪苏联 非常怕 非常怕 所以 这个事情给大家印象很深 46年发生的事情 说49年 新中国 到50年 我们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后 就有一个国内的 大规模的 重新认识 伟大苏联的 这样一种 宣传和学习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 1950年 我们成立了 中苏友好总会 由刘少奇担任会长 全国各地 设立分会 它是一个实体组织 不是一个虚体 比如说 扬州市都有 中苏友好协会 扬州分会 它是一个实体 这个 中苏友好总会 办刊物 放电影 推行苏联文化 所以特别是帮助 中国老百姓认识 为什么外蒙古独立 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比如说郭沫若同志 写过这样的文章 还有一些老同志 都写过这样的文章 要引导国民 国民这个词 建国以后不用了 引导人民 引导群众 这个正确的认识苏联 这个过程呢 从50年开始 50年开始 所以这个中苏友好的 这个过程呢 很复杂 很复杂 这个过程就伴随着 主要是 主要是 针对知识界 知识界 和所谓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底层群众 基本不清楚 也不关心 也不关心的 所以在这个50年以后 尽管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还是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 知识界的上层人物 对此表示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所以当他们在56年57年发表了 56年57年 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以后 有一部分人就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了 所以57年的时候呢 这批同志都成为右派 因为右派其中有一条是反苏 反苏啊 这就是有一些同志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成为右派的 反苏 反苏 你反苏就是反共 所以叫反苏反共分子 但是呢 毛泽东主席都是清楚的 他都清楚 苏联对中国的危害 我讲的危害主要是大国主义 沙文主义的危害 但是 他是一个大政治家 他知道在当时的冷战的国际格局下 中国离不开苏联 大家理解吧 自己知道是一回事 自己对他的看法是什么呀 那是另外 也是一回事 但是国家的需要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呢 我相信这个老人家 他是分开的 把自己的看法和国家应该执行的方针 完全是区别开来的 这就是大政治家 不应自己的个人感情 来影响这个大的这个政策 所以在49年以后 我们党内是严禁任何同志 有对斯大林的批评的 如果党内有同志表达了对苏联的一点批评 马上 这一般讲是机器严重的错误 机器严重错误 这个要 要开除党籍的 要开除党籍 我们江苏省委有一个老同志 叫刘顺元同志 刘顺元这个在78年79年以后 还到南大来做过报告 大家尊敬他叫刘老 刘老在80年代做过中纪委副书记 刘老在1945年到46年 在中国的东北 我们知道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以后 大连是被苏联完全占领的 在那儿成立了苏联直接掌握的政府 行政区 但是呢 当然共产党和苏联 我们毕竟还有很多相同的一面 都是共产党 所以苏联人允许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地区 设立党的委员会 当然是秘密状态下的 大批的共产党员在大连工作 就是45到49 大连一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 国民党进不进去的 国民党不能进去 刘宋元同志是大连区党委的负责同志 他曾经对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的一些 大国主义行为提出过批评 这件事情居然连斯大林都知道 斯大林非常敏感 他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哪些人 曾经有反书言论都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当他向中共领导同志提出来 那刘宋元是一个 居然连苏联人都看不起 连苏联人都看不起 所以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刘宋元同志在建国初 就把他贬为上海的做经济工作的一个次要的领导人 一直到斯大林同志去世才重新启用 五四年调到南京南江苏来做省委副书记 做省委副书记处书记 不省委副书记 但是斯大林死之前他不能出来 就举个例子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大度的 在1946年的中国东北 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红军的一个高级将领 叫卢东森同志 他是长征的老干部 被苏联红军居然无缘无故枪杀掉了 枪杀掉就枪杀掉了 算了 也没有提出向苏联方面提出任何抗议 所以卢同志为革命奋斗一辈子 最后没有死在国民党手下和日本人手下 死在一个苏联的喝醉酒的红军士兵的手下 也就算了 这就是为了大局 所以刘少奇同志当时专门找刘宋元谈话的 要他为了中苏友好的大局 要他写一份检查 最后请苏联代表团传回带回给斯大林的事 所以斯大林那个时候真的是 应该讲全人类的太阳 人类的太阳 他不得了 毛主席这个时候都是很尊敬 非常尊敬他的 和我们以后讲的什么大 什么不一样的 他是非常注意调整关系的 自己心里有看法 但不说的 当斯大林死了以后说了 好了 这是我前面讲的这一部分 下面我们要讲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巩固新政权的几个重大的措施 新中国成立了 刚刚从战火中 这个成立了新政权 当务至极是要把政权巩固下来 那么巩固政权最重要的 应该是两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清除大陆的国民党残余的反革命的破坏 对不对 虽然这个蒋介石是加州尾巴逃跑了 灰溜溜的跑了 但是呢 我们长期的那种斗争的思维 总是有个基本判定 认为他还留下了大量的党羽 在国内 进行破坏 当然事实上也是有一些破坏的 有一些破坏 那么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关键是恢复经济 恢复经济 我现在稍微讲一下恢复经济 恢复经济可能同学们一般多少都知道一点 这个新民主主义的这个建国方针 其中对经济方面 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精神 这就是 剥夺官僚资本 剥复官僚资本 那么就是所谓官僚资本 就是国民党的党营的经济 国民党党营经济 包括国民党的国营经济 比如说当时在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啊 资源委员会是三零年代成立的 专门负责全国的厂矿的建设资源的发现等等 集中了很多专家 那像这样的单位呢 它是当时国民党的国有经济 这都是要无偿的剥夺 无偿剥夺 那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呢 要分别情况 分别情况 基本上呢 也还允许存在 但是呢 通过一些具体的政策 使它在新中国不能发展 最后呢 通过就是把它挤出去 就是外国在华资本 从理论上讲 允许它存在 就是外资 但是呢 一年多以后 两年不到的时间 通过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 让它事实上在这儿无法生存 最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把外资基本挤出去 那么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 十分之九 是属于那种 应该讲是极端落后 是极端落后 中国的先进的工业 主要集中在 就是国民党的国营经济 和外资在中国的这一部分 以及十分之一的 民促资产阶级的 这种纺织业啊 应染业啊 香烟制造业啊 就是清仿这一类 那么对民促资产阶级呢 国家基本上采取的是 就是全部包下来的政策 包下来政策 为了安抚资产阶级 因为资产阶级天生的 他有一种对共产党的恐惧 虽然中国共产党 在四九年提出的 甚至是多少年宣传的 就是我们是搞新民族主义 不是搞社会主义 但是资产阶级 一听到共产党两个字 就害怕 共产共产就是要把你的产供掉 这是他们对 就是望闻生意 就有这样一个看法 所以在一九四九年春天 毛泽东主席委托刘少奇 专门到天津去 做一些调查和安抚资产阶级的工作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把资产阶级稳定下来 资产阶级稳定下来 使社会经济继续的不要中断 我们知道在十月革命以后 苏联不是这样子的 苏联完全是整个社会经济大崩溃 大崩溃 因为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 中国不是的 资产阶级要先包下来 让他还要开工 我们当时有很多工人 他们以为革命到来了 他们就可以 就是八小时工作制 或者是工资提高 他们纷纷举行罢工等等等等 但是在这个时候 被认为是犯了左倾的错误 刘少奇同志呢 安慰安抚资本家 告诉他们 你们在现阶段的中国 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意思差不多是这样的话 而且他还讲了一些话 以后成为他的 被认为是讲得过分了 过火了 他甚至说过 剥削越多越光荣 你不剥削 工人就不舒服 你一剥削工人就舒服了 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很口语化地说的 讲的可能也有道理 因为你不剥削 工人没有工资 拿不到钱回家生活 你剥削了以后 他才有工资 但是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说 和马力主义教旨 好像有冲突 这只现在不讲 下面以后还会提到 所以经济上的 基本上这个就 大致地把它稳定下来 稳定下来 当然这个政府还通过一些 采取了一些措施 主要是在上海 和资产阶级经过了几次 什么棉沙大战 银元大战 就是把物价把它先暂时的稳定下来 因为建国初 刚才我讲的 1945年之前打了八年抗战 中国经济是已经是接近崩溃 1945年到49年又打了四年内战 整个从1937到1949都是打仗 你们想一想 打仗打了这么多年 经济怎么不 完全是迷难状 迷难啊 是非常非常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 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 毛泽东提出一个口号 不要四面出击 不要四面出击 不要既打帝国主义 又打资本家 又打蒋介石 都不能只能集中 集中进攻某些方面 大多数方面你要暂时放一放 这是非常正确的 这对新中国的这个建国之初的 情况的稳定 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陈云同志的作为经济方面的 一个重要领导人的角色呢 也开始就是大家就习惯了 因为在49年之前 陈云是在东北 虽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是他在东北不是第一号人物 东北的第一号人物原来是林彪 以后是高岗 林彪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是他事实上他以中央委员 同领五六个政治局委员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特殊情况 林彪率领大军南下以后 高岗是负责任 全盘负责 张文天同志和陈云同志 都是高岗下面的副手 这两个同志比较关心经济 所以他们对东北比较先解放 他们开始有一些经济方面的经验 以后呢拿这套经验过来 对上海的这种经济形势的掌控 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经济方面呢 应该讲这个到了50年左右 大致地控制下来 那么经济控制下来以后 我们知道 这个下一步就是要解决一个大问题 这就是土地改革的问题 土改的问题 1950年的6月份 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一个法律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 我们知道土改是 同学们可能对土改这个概念 有点概念吗 还有没有概念 土地改革 稍微提一下 第一个孙中山很早就提出来 跟则有其田 跟则有其田 这是国民党 孙中山最先提出来的 跟则有其田 那么涅宁 斯大林 特别是涅宁 在20年代初期就规定了 中国的革命的性质 它就是一个反分件 这个反分件主要是指 要推翻打倒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所以土地革命 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 中心内容 解决土地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共产党革命从27年以后进入农村 27年进入农村以后 它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搞土地革命 除了在八年抗战中间 这个政策有所缓和 有所改变 有所修正以外 就是从1927到1949 主题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就是 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 把它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从字面上讲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知道 前面不说了 抗战中间 八年抗战 中共在革命根据地大致实行的是 减租减席的政策 就是地主不夥夺你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要求减租 这个目的是 因为当时革命的性质被认为是要反日 抗日 要联合地主阶级 一起抗日 所以呢 在政策上 地主阶级也是抗日的这个营垒中的一部分 但是到了四四年四五年以后啊 特别是四五年以后 革命就开始变化了 抗日战争要结束了 马上要跟国民党重新要再打天下 那么这个 叫转变 要转变了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就有一个 什么新歌剧 事实上起到这个转变的催化剧的作用 这就是白毛驴 白毛驴 因为我们知道在八年抗战初期 八年抗战中间呢 地主一般在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宣传的这个 这个范围内 还没有把它描写成像黄世仁这样 黄世仁是一个形象 一个无恶不着的地主阶级的一个形象 简直是坏臭的了 是不是 那么在八年抗战中间没有 那还没有 在早期的四零年四一年 一些革命版画中间 还有地主还乡了 就是作为正面表达的 就是地主呢 原来对革命根据地有点怀疑 现在看了革命根据地阳光灿亮 地主呢带着老婆婆姨 带着孩子骑到毛驴回家了 就是作为正面的表述 就地主回家了 不要以为是地主还乡团 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以抗战期间虽然在根据地的若干地区 有过火的斗争 过火啊 但是大致中央在总的方针政策上面 没有把地主阶级看成是必须立即予以消灭的阶级 没有 这是跟大的背景有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1945年以后 紧接着是国共谈判 新增协会议 一度好像出现了一个 可能国共也许会和解 联合建设新中国的这个可能 45到46年的上半年 所以刘少奇曾经在1946年年初提出一个口号 这个口号当然也不是他提的 他提的得到中央同意的 毛泽东也同意的 只是以后毛主席不承认了 那么这个口号叫做和平民主新阶段 中国进入到和平民主新阶段 就是国共联合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三民主义新中国和新民主义新中国不矛盾 不矛盾 因为我们一般毛泽东那里面也提过 新民主主义就是 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最低的一个要求 那么曾经一度还考虑 把中共中央委员会 从延安搬到今天的苏北的青江市 就是淮英市 一度曾经考虑 毛泽东这么有经验的人 始终不相信国民党的人 曾经也一度动过链头 他说买到青江比较方便 这样子到南京去开会比较方便 曾经有过这个链头 但是这个时间很短 时间非常短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曾经熨攘过1946年的上半年 熨攘过 怎么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是实行对地主的和平书卖 和平书卖 也就是不用大规模的 积分暴雨的 消灭地主阶级的 包括部分消灭地主阶级肉体的 这种土改模式 而是用和平土改模式 和平土改模式就是 我们先用国家的形式 通过债券 先买下来 将来国家条件好了 经济发展了 你这个债券 我们用多少钱还你 用这种方式 解决无地和扫地农民的 这样一个 对土地需要的问题 这是 46年的上半年 甚至有过这样的文件 但是我们知道 国内的阶级斗争 国共两党的斗争 极端尖锐 就像毛泽东始终不相信 国民党一样 当然毛泽东曾经有过 刚才我讲的 一点点时间 一闪念的时间 曾经还想过 可能到清江来 蒋介石也是 绝不相信共产党 他们互相之间的 警惕性都是差不多高 毛对蒋的警惕性 和蒋对毛的警惕性 是一样的水平 特别是国民党内的 反共强硬派 反共强硬派 他们认为在 46年的国共力量对比上 国民党占有绝对的优势 他们认为 完全可以从军事上 一举把中共解决 就武力解决问题 就国民党党内的温和派 他们比较理智的 他们知道共产党 不完全是一个军事问题 还有很多经济社会的背景 所以这一派的力量 在46年以后被压下去了 蒋介石实际上 是站在强硬派一边的 也就是说 46年的6月份 国共内战重新爆发 国共内战重新爆发以后 面对这个新的局势 中国共产党开始 制定自己新的土地方针 这个土地方针就是 全面地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 用阶级斗争的方法 来剥夺地主土地 改变了 改变了 那么这个呢 我这里不多讲 这里有47年的土地法 先有1946年的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 相对温和一点 到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 到47和48年 在老解放区进行的 积极风暴雨般的 土改斗争 我讲的积极风暴雨 这是一个词汇 在这个词汇后面 这个discourse后面 有很多丰富的内容 它这个 什么叫积极风暴雨 积极风暴雨就是对地主阶级 进行肉体消灭 肉体消灭 包括消灭他的太太 包括消灭他的老婆小孩等等 全部消灭 彻底的斩草出根 这就叫积极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 积极风暴雨 当然这个过程是 特别是在1947年 在山西省 在山东省 山西 静随地区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在山东的渤海地区 就今天的威海 烟台 鲁山这一带 非常严重 这两个地方的极端土改 极端土改 或者叫极左土改 极左土改 造成的一定程度上 丧失社会同情 还听懂这个意思 丧失社会同情 比如说地主娃娃才两岁 把他也灌死了 这就完全没有 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这样 因为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 最后才能解放自己 这是毛泽东主席一再告诉我的 地主阶级可以改造的 不一定非要 如果他反抗 消灭可以 如果他不反抗 不应该用这种方式 两岁的孩子 他一点被有不具反抗力 所以当然这里很复杂 所以这两个地方 都跟康生有关系 当然不是康生一个人 不是康生一个人 刘少奇同志 以后自己多次检讨过 他在1947年 指导老区土改中 犯的这个错的错误 所以刘少奇这个领导人 他在1962年提出过 他没有提出 他默许过三字以报 对农民让步 他1947年 在他指导下 又发生过这种极端的突改 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都有过 所以有人称之为 他是会从极左跳到极右 大家理解吧 摇动性很大 摇动性很大 那么这个 这种土改在老区 基本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 解决了 解决了 那么新区 新区了 新区什么叫新区呢 就人民解放军解放以后的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解放的地区 这主要是大西南地区 新区突改 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模式呢 是不是也要用这个 山东模式 就是打杀刑的模式 全部消灭的模式呢 不应该的 不应该 中央规定 在这个过程中 应该集中打击地主 孤狼富龙 所以富龙是在 过了几年以后 才跟地主捆绑的 一开始为了革命的策略 为了进一步孤立地主 把富龙和地主分开 就是中立富龙 打击地主 那么49年以后 这个江南地区的土改 湖广地区 梁广地区 西南地区的土改 就开始了 在这些过程中 有一些老干部 这是我们通过文革中的 揭发资料才知道 他们很厉害 他们这个当然是 他们都是老党员 所以他们呢 就是给家里写信 给家里写信啊 早点把土地卖掉 卖掉 否则不卖的话 将来成个地主 就早卖 早点卖它 所以呢 也有一些老同志的 这个家属 得分歧之先 就是一早把土地 就建卖掉了 建卖掉以后 这就好了 因为你这个 中国农民啊 我不知道同学们 你们了解不了解 中国农民啊 它基本上 就是一种传统习惯 先是养家户口 稍微勤劳致富 勤劳致富以后 什么东西最稳定呢 他们也不懂股票 那个东西大家都不懂 最最安全的 就是买一点土地 安全的 土地虽然没有多大价值 但是每年 它可以有一些收成 自己的吃饭可以解决 可以卖一点骨子等等 所以老百姓啊 最最聪明的老百姓 农民 比较会发家的农民呢 成功的农民 第一步 就是买一点土地 第二步到镇上 开个小店 镇上开个小店 这建国以后 我们给它一个成分 叫做工商业 兼地主 那这样的地主就好了 这样地主 一般不会被肉体消灭 就是它主要住在镇上 地呢 家里老家的地呢 顾两个长工在这看到 在当地呢 好像大家对它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不揪回自己的庄子里去避批斗 在镇上 只要是镇上 都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安全的 所以这个土地主 土财主 完全守在家里土财主 是最危险的 命都保不住 很多地主命都保不住 所以这个农民 他们哪能知道呢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概念 应该在革命胜利之前 先把土地卖掉 没有这个概念 完全没有 所以基本上 他们都是被动的 来接受这个过程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这里还提一下 有一些聪明的大地主 或者是大的工商地主 他们非常聪明 他们提出 献田 献出来 我献出来 你就不要逗我了吧 我有两千某土地献出来 那不行 献也要逗 那是不行 那是完全两回事的 你不能用这个献的 这种方式来 来麻痹我们 那么我下面要讲 土改为什么非常重要 这一长期以来 被认为是 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部 共产党你要搞革命 你一直要搞土地革命 现在全部政权多到手了 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 这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一 首先这是 第二点 我下面要讲 它最重要的是 通过土改 使中国共产党 在农村深深地砸下根 砸根 建立党在农村的 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拒绝地主献田 那么土改有一个基本的土改模式 有一个模式的 陈伯达在四十年代后期 曾经写过土改十六步 就是按照这个十六步的方针 你就老老实实 不要发明创造 你就按照中央给你定的 这几个步骤 这个步骤走完了以后 土改就搞完了 以后我们这套经验 曾经还输出国外的 就向北越输出 越南北方 越南北方 就越南民主共和国 土改是在中共的代表团的指导下进行的 因为越南同志 越南的阶级斗争 不像我们这么尖锐 阶级分化 不像被认为是没有中国激烈 好像有一种人情默默的乡村社会 大家理解吧 老百姓不恨地主 他们已经几千年下来了 大家觉得其乐融融 就是司空见惯 他有钱啊 他聪明啊 他有一块地啊 就像今天我们好多人看到 比如说有的人有钱 有的人什么东西 大家已经能接受了 如果按照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话 是不能接受的 为什么他有我不能有 所以他叫革命了 过去是这个逻辑 过去是刚才我讲的前面这个逻辑 他不能接受这个 既有的财产的秩序 不能记 不能接受的 那么土改首先第一步 中央文件下来了 学习文件 学习文件 我讲的是 这个学文件不是农民学文件 我下面讲主要是干的 土改都是在土改工作团 工作队的进驻下完成的 农民会不会自动搞土改啊 不会的 把那个农民豪 农民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农民 都是老老实实本本人的 中国农民绝大多数 少数活络一些的人啊 他都跑到外面去了 留在村子里的另外一些活络的人呢 被认为是勇敢分子 有人称他们是痞子 我不知道 因为有人很多文件称他们是叫好吃懒做的 就不试生产 因为农民很辛苦 天天要种地的 很多人天生怕做这个东西的 就好吃懒做 或者在我们的延安地区根据地 给这些人一个称呼叫二六子 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多次发表文章 就叫改造二六子 改造二六子 二六子就是怕劳动 虽然出身贫苦 就天生败爱劳动 劳动非常辛苦 肯慌太累了 当个干部要好得多 那么第一步就是 要建立土改工作团 工作队 学习文件 第二步就是下乡 下乡以后呢 要访评问苦 寻找土改跟着 这是第二步 访评问苦 搞扎根串联 看哪个人最穷 哪个最具革命性 哪个人说会道 就到他家去跟他扎根 跟他启发他 启发他 找土改根治 找了土改根治以后呢 就建立这种 土改积极分子的核心小组 通过这些核心小组 进一步的争取团结 尽量多的农民 这大概第三步 下面一步呢 就是开始组织 由土改工作队组织 诉苦大会 诉苦大会还知道这个概念 万恶的旧社会 什么地主王老财 我讨饭的时候 到他家的时候 他放出个大狼狗出来 这都是常规模式 一般都是这种常规叙述 地主播什么凶狠 等等 诉苦 非常重要 每一个土改都要经过诉苦阶段 不忘结极苦 牢记血泪愁 这是一个 从五十年代就有这个口号 这个口号一直叫到文革 还有一个革命歌曲 名字就叫 不忘结极苦 牢记血泪愁 每一次批斗反革命的时候 都要先播这个歌曲 创造一种灵重的一种气氛 灵重的气氛 激发起大家对这个万恶旧社会的仇恨 我们已经以后形成了一个表达的一个习惯 旧社会前面要加定语的万恶的旧社会 这是习惯性表达 那么这个开阔诉苦大会呢 就开始这个 斗争 斗争大会 诉苦大会一般就跟斗争大会就联系在一起 斗争大会呢 一般工作队不能阻拦愤怒的群众 对地主进行身体性的袭击 一般不能组织的 就是身体性的这种表达强烈的阶级义愤 包括一般这种斗地主的时候 是地主全家 老老少少 全部都在被斗 包括孩子 这一般我们中国传统农民嘛 都是这样子 要斩草秃根 要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都是这样子 所以工作队 这里前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工作队在集训的时候 除了学习中央文件以外 特别是工作队要强调 反右倾 反右倾是什么呢 就是对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 人性嫩的可怜他啦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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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类东西 特别是出生非无产阶级家庭 地主阶级家庭的同志 在这个过程中更要坚定阶级内场 坚定阶级内场 所以往往在这个过程中 工作队的越是出生地主阶级的同志 最后在身体袭击的时候越坚决 他通过这个表达自己的革命坚定性 大家理解吧 否则你看到地主你就心软 看到因为这个地主啊 那个时候已经是喷头勾面 可怜兮兮 所以你不能被他这个假象所迷糊 你要想到他是万恶的帝国体育走狗 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斗争大会 斗争大会中间 在这个过程中区分情况 有民愤的 意识上勾结国民党 残害国民群众的 或者充当汉奸走狗的 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就要给他上一个档次 就进行人民公审 公审革命法庭公审 公审以后呢 就枪毙 就枪毙 所以土改运动和正反运动同步进行 同学们可能还不理解 土改是1950年6月开始 正反运动从1950年10月开始 在农村地区这两个运动是交叉的 交叉的 所以土改过程 也是消灭那些反革命地主的同时 消灭那 这很重要啊 下面我一会休息以后还要讲 呃同学们要理解他这是一个 呃就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呃休息一会儿 要坚定阶级立场 这是当时的词汇 坚定阶级立场 那这是考验每一个同志啊 阶级立场的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那 那么工作队下乡 通过扎根串联 寻找土改根子 土改根子 也是当时的一个词汇 就是那些苦大仇生 特别愿意出来革命和斗争的 那些农村的积极分子 那么对于这样的分子呢 当时还有一个词汇叫勇敢分子 这是一个中性词 还有的一些批评性词汇呢 认为是痞子 但是呢我们一般不这样说了 我们一般用一个正面词汇 叫土改积极分子 土改积极分子 找土改根子 找土改根子以后呢 就建立一种贫苦农民的一种联系 串联 然后呢开诉苦大会 这都是在工作队的指导下进行的 工作队啊 因为一般农民他也不懂什么叫开会 怎么呼口号啦 怎么他也不懂 土改是任何地方 三娃娃里面 于是割决的地方都进行 所以很多农民他根本不知道 革命的程序 什么标语啊 口号啊 还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的都不懂 那么开了诉苦大会以后 就是斗争地主 对于罪大恶极的 有血债的 或者对没有血债的 地主呢 其中有一些人呢 就经过革命法庭 就猝死 那么当然这个时期 这个革命法治还是有的 从理论上讲都是还要报批的 但是呢曾经这个为了要保护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所以这个也把这个杀人权下放 杀人的权下放 不可能是到中央的 这个是革命的非常时期嘛 为了有力的推动革命 所以这个权力是下放的 下放 到了这个阶段以后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 画阶级成分 这个村子张家庄进行阶级成分的重新画地 每一家根据你的财产多少 进行画成分 地主 富龙 上中龙 中龙 下中龙 平龙 雇龙 进行这样的划分 那么这个划分过以后呢 下面就是分土地 分土地 分地主的福财 所谓地主福财 就把地主家的柜子 箱子 还有粮食 把它这个都分给群众 另外把地主 一般是扫地出门 各地执行政策不一样 有的呢给他 地主家的房子留一小间 给地主住 有的呢是直接撵出去 不管他住哪什么地方 一般这些地主呢 就在附近的找一个草 搭个草盆 一般都是这个模式 就是扫地出门 这也是当时一个词汇 扫地出门 那么在这个 在下面一个过程 就是建立李家庄 张家庄的党的继承结构 成立党小组 在土改积极分子中间 培养党员 建立党的基层小组 建立民兵 民兵 什么那个 父女队 不叫父女队 叫什么东西的 就是 父女方面的委员 这个青年委员 这个民兵队长 就建立 到这个过程 就党的基本结构建立了 工作队胜利回城 胜利回城 这整个程序是这样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实际上以后就是 刚才我讲的就是我们也把这套经验 向老挝 老挝 解放区 推行的 也比较困难 因为老挝人民啊 他姓佛太深了 姓佛教 阶级斗争意识没有 是吧 有的这个 巴特辽解放军战士 你们可能没听过这个词 老挝在六十年代 叫老挝人民革命党 就是老挝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叫巴特辽 巴特辽是老挝的一个 就是一个说法 巴特辽 巴特辽人民解放军啊 好的原来是原生女出生 开枪手直抖 抖啊 他那个佛教的什么不杀生意识 超过了阶级意识 这个比较困难 所以老挝的这个 老挝人民革命军的这个 阶级意识的提高 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缓慢过程 国情不一样 大家知道吧 国情不一样 所以那儿的阶级斗争 进行的不尖锐 不尖锐 不展开 好像是其乐融融 那么 应该讲这个 我们说这个 这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 从正面意义上讲 它是彻底摧毁了 中国几千年的 地主土地所有制 变成了小龙土地所有制 小龙土地所有制 这个时候还没有集体化 见过初 就当时口号叫做 土地还家 土地还家 应该说 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我们且不管它用了什么方式 是暴力革命的方式 虽然这是暴力革命方式 这跟台湾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它是当时是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的 支持的 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一九五一年的农村生产量 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九 老百姓这个这个 有自己的土地了 非常高兴 农民 那么我想这个 这是一件大事 实际上它走的还是 就是小龙土地所有制 这时候还没有社会主义 一点社会主义也还没有 全国只有东北 高岗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高岗啊 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他在东北在土地 东北的土改也是非常激烈 甚至是不比康生弱 跟康生的那个土改差不多激烈 但是在这个土改过了以后 高岗在东北的一些地区 就开始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 农业合作社 甚至高岗在东北 已经在四九年五零年建立 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 社会主义的机体农庄 我们知道苏联人在东北影响很深 高岗呢 对苏联人的这个军力强大 国力强大 有深刻的体认 所以这个人再加上过去 从来没有出过国 也没有去过大城市 一看到苏联就非常非常的兴奋 大家理解吧 高岗在革命年代 去过的唯一的城市 大城市是西安 西安 所以这个长期在陕北 以后到东北去以后 建了那么漂亮的楼房 苏联的坦克 苏联的什么什么什么飞机 非常激动的 看着大眼界 后来49年以后多次到苏联访问 所以变成了一个斯大林的崇拜者 或者是苏联国力强大的爱慕者 最坚定地走舒适道路 成了高岗同志的当时的意愿 他在国内是第一个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 事实上在当时就被毛泽东主席注意了 毛泽东主席是很欣赏 很欣赏 那么刚才我讲的 摧毁了对主土地所有事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是我们过去以往的 到今天你们看 我们的很多书上都很少写这个方面 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 就从此牢牢地建立了 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 你们看国民党有没有 国民党在张家庄李家庄还有党小组 他不可能的他没有这个东西的 从来没有过 北洋军他有没有也没有 当然延熙山搞过一切 那是很个别 延熙山们只是山西 全国范围内的从来没有过 这是空前的中国历史上空前的 中央政权有这样一个政令和意识形态的 一个垂直的管道 一直深入到什么张家庄李家庄 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不得了 那么不通过土改 不可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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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通过土改才能建立 所以土改极其重要 一定不可以搞和平土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只有广东地区搞了一些和平土改 以后叶剑英同志也受到批评 因为叶剑英当时是华南分区书记 华南分区就是管广东省 广东情况很特殊 广东的很多地主 其实都是我们穷苦的农民 跑东洋 跑西洋 跑南洋 跑美国 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回来盖房子 买的地 把这些在外面打拼的 中国的穷苦农民 打成地主 然后把他们掃地出门 叶剑英同志呢 他是广东人 叶剑英是广东媒线人 他比较了解广东的省情 所以广东的土改 跟全国各地不一样 提出一个新概念 要保护华侨民储资产阶级 所以在这个旗号下呢 广东的一些华侨地主 没有遭到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的清算 但是这个过程 被中央是批评的 严厉的批评的 所以叶剑英以后就调回北京 从同龄广州的第一把手 到北京做军委的训练总监部部长 军委训练总监部 大概也就是两栋楼吧 管两栋楼三栋楼这样的地方 两栋楼三栋楼 那个楼也不大 也没有今天楼这么大 那么也给他做军科院院长 军事科学院院长 军科院当时大概也是一栋楼两栋的 广东省管一个省 和变成管几个楼 不一样 虽然名字也很好听 训练总监部部长 后来毛主席派了一个 雷里分行的一个同志 大刀科夫的同志 陶筑同志去 陶筑同志就是在土改中间非常努力 陶筑是分管广西的土改的 他在广西执行的一种比较激进的政策 就是可杀不可杀的杀 所以他很工作非常展开 这也是一个专用词汇 我们说某某同志很不展开 不展开就是什么呢 对敌斗争手软 不展开 陶筑同志呢 对敌斗争非常展开 所以毛主席以后委任他做广东的第一把手 所以陶筑同志从五十年代一直做到六六年 差不多十多年是广东王 广东啊 深受主席的恩宠 那么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土改 当然这个过程中发生过很多的 刚才我讲正面意义很大 大家不要忘了 几千年的土地所有之吹掉了 当然是呢也杀了很多 冤杀了很多人 也冤杀了一些 这个在大的 或者我们叫改朝换代之际 一个无产阶级的新政权 推翻一个旧政权 它和旧政权和旧政权之间的互相替换 是不一样的 大家理解吧 北洋和清朝的这个转换 不一样的 无产阶级新政权 和蒋介石政权的转换 是性质完全不一样的转换 但是当时的我们大多数国人 根本不认识 不认识 他们说我是做生意的 哪个时候都要开店啊 还有我是唱戏的 哪个朝代都要听戏啊 什么慈禧太后要听戏 蒋介石要听戏 毛泽东也要听戏啊 他们都是这种逻辑 他们觉得谁都搞不到自己 自我感觉很好 那个时代 在时代转换之际 没有很多人深刻体会 这个伟大的时代转变 对于个人 对于家庭 当然大致对国家命运的 这种决定性的因素 多数人都知道 那么我下面要再谈一下子 这个这几年 这个我们学界 包括特别是社会学 社会学的一些研究了 他们现在很关注土改 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土改的经验 就是四十年代后期 五十年代初的土改经验 许多的像人民 不是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 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口述采访 包括南大的 我们南大历史系 也有一些博士生在做土改研究 就是运用一些社会学的 政治学的 历史学的方式 主要是历史学 来对土改的 进行新的研究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 就是一些学者 他们提出一些看法 那么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 我这里顺便的 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就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的一个基本判断 就是在旧中国 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关系 是一直是十分紧张的 这是我们差不多 不要认证的一个前提 大家基本 就是这样一个 地主阶级和农民关系 高度紧张 几千年紧张 到了二十世纪更紧张 基本上大家觉得 这个是一个 好像是不用 不需要再这么思考 不需要再去研究的一个问题 但是今天呢 这个看来的话 不完全是这样 不完全是这样 很多学者经过研究 发现四九年以前 我们中国的农村的 租电关系 租 农民租地主的土地 地主在借给农民种 叫电 租电关系 并非很紧张 不是很紧张 那么农民的对 所谓反抗 在28年以后的农民的 这种反抗 主要的是在四十年代以后 四十年代 就经过细密的研究 并不是到处都有农民反抗 没有的 不是这样的 这个四十年代反抗 还有个背景 就是什么呢 1937年以前 中国政府的国家收入 当然当时中国是又贫又穷 虽然经济在发展 1928到1937 是经济是很大的发展 但是总体上讲 中国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国家的收入主要是通过三个税 三个税收啊 税 一个 统税 统税就是商品出厂啊 统税 第二个 盐税 卖盐的盐税 第三个 关税 这是中国过去的传统以来 北洋时期也是这样 清末也是这样 中国政府的收入从哪儿来 就是这三税 统税 关税 盐税 可是我们知道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 我们的工商业有受到极大的破坏 政府的统税收入 基本就没有了 或者就极大的减少 第二个呢 这个这个 还有一个收入是什么呢 关税收入 也没有了 上海啊 青岛啊 天津啊 都给日本人占了 哪里有什么关税呢 也没有关税了 那么主要是靠填富 就填税 刚才我讲了 不是三个税 四个税啊 统税 盐税 关税 填富 收农民的这个税 这四个税 是中国传统的政府收入来源 抗战以后 盐税 统税 关税 基本 受到极大的破坏 特别是关税 没有了 那么 填税的这个压力就增加了 政府对农民的填税压力增加 这就是农民的日子开始不好过 这主要是西南地区 还不是全国 只是西南地区 那么农民反抗 主要是抗税 抗捐抗税 而这个抗捐抗税呢 都是地主带着农民在抗争 是抗国家 不是抗地主 大家知道吧 国家收税 不是地主收税 这是传统的中国农民的一般 造反模式 是庄主带着庄克造反 这是我们的一般模式 是这样子 庄主带着庄克造反抗税 那么我们的回过头来讲 中国革命在1928年到红军长征之前 我们的土地革命 动员农民 怎么让它动员起来的 是不是通过给好处 给好处啊 今天的一些研究 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江西有一两个学者 做得很细密的研究 发现还不完全是这样 不完全是这样 主要是通过高度的政治动员 政治上的宣传 政治宣传 打通他们的思想 建立新的意识 主要通过这个 而不是给农民实实在在的那些田地上的好处 田地的好处是给了 也分田了 但是由于是战争状态 农民的 我们现在经过研究知道 中央根据地的农民的生活 那么基本上 他们的那个税 他们的那些收成 都交了爱国公债 就是交军粮了 除了留下自己吃的那一部分以外 是交给红军了 大家理解这意思了吗 所以农民主要是政治上获得了翻身 他有政治上的翻身感 他从此从社会底层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中央根据地 而实际上 经济上没有 没有什么 因为经济上 所有东西都是 买了爱国债券 爱国债券 都是充军粮了 当然我们这里要看 这个 国民党 他这个反共强硬派 国民党党内有两派 反共强硬派和 主张对共产党比较温和的温和派 非常吊诡的 非常矛盾的 在国民党中 要求土改的力量始终存在 而是反共强硬派要求土改 反共强硬派 从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角度 他们知道这件事对国民党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从二十年代后期 一直到四十年代都在鼓吹 要对农村做重大调整 特别是进行图感 那么 我们 主要是 蒋介石 这个历史的一些重要人物 对决定一些重大政策 时代走向 应该是起很大作用的 我们今天有的是一种说法 这个历史人物当然重要 但是不是特别重要是什么什么重要 不对的 这是互相辩证的 辩证的 历史人物往往是决定性的 往往决定性的 当然他在背后 他又代表了一些什么什么 这些是另外一回事 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始终有盲点 盲点了 他没有意识到土改问题对国民党的极端重要性 始终没有意识到 他是一个枪杆之万能者 枪杆之主义者 他这点和毛主席一样的 他们都是兴奋枪杆之理多政权 一样的 袁世凯等等 这个无私之通的 在中国二十世纪 几乎的那些有头老人 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除了像胡思这些人 文人知识分子 他们没办法 但他们也知道什么重要 枪杆之重要 枪杆之重要 有枪杆之可以做独军 做省长 枪杆之来了以后 把省长可以赶跑 自己做省长 这都是枪杆之的第一 所以这个蒋介石 当然也知道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但是始终他认为 有一个先后缓急 他总觉得要把军事上的 共产党消灭掉以后 他才来搞这个问题 而他搞这个问题 始终不能走中共这种 暴力土改的 或者我们用暴力这次不好 用积分暴雨的 这种土改式的这种模式 他不走这条路 他要走和平土改之路 和平土改之路 中国当时的经济那么差 也没有债券好卖 所以这个事情 就无限期的推迟下去 我们看 共产党是把这两件事情 集中起来的 军事斗争和土地问题 是完全密切的集中起来 而最成功之处 就是给农民 只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 主人公的感觉 而实际上没有什么 今天我们通过那些学者的研究 大量他们那些 没有得到什么什么 特别是三五年之前 没有什么一些 什么什么多少多少 自己盖了房子了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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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这就可以理解一个现象 为什么在1934年之前 红军长城之前 江西在苏区边缘 经常有我们苏区中心地带的农民 逃到白区 我们几乎看不到 白区的农民奔向中央苏区 没有 这是没有过的 都是苏区的农民逃出去 如果说苏区的这个经济上 农民有极大的好处 他就不逃了 大家理解吧 他就不逃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没有反过来逃的 没有的 第二个 长征初期 也有我们一些临时军事动员的 像红八军团 红九军团 这是长征前夕紧急组组织的军队 基本上是农民 什么工人郭继时 名字非常洋派 工人郭继时 全是道道地地农民 一到一到湘江之战的时候 还没到湘江去逃 跑得差不多了 跑没有了 跑得没有了 他没有把自己的命运跟党结合在一起的 没有的 所以 这个 土地问题 应该讲 这个 这个真正的解决 是在 四七年以后 四七年以后 四七年之前 抗战期间也有解决 农民得了很多好处 这真的是得了好处 比中央苏区 是得了好处多 减足减细 它有好处 四七年以后的 老去土改 和建国以后的土改 农民真正得到了好处 所以这里提一下 那么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1950年到1951年 全国土改的完成 当时宣布 就是取得了 民主革命 反分建的 革命的完成 和胜利 从此 反分建 这个词语 就被固定在 这个问题上 我再说一遍 反分建在50年代以后 不准用的 不准用 反分建已经结束了 中国没有分建的 没有反分建的任务了 所以 由于这个是在 土改过程中 产生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由于摧毁了 地主土地所有制 当然是分建 土地所有制 就认为 我们中国反分建的革命 已经彻底完成 彻底完成 这是一个误区 误区 分建 我们所谓的分建 它应该是 包括中国历史上的 这种落后的 专制的传统 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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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是体现在 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 还体现在 专制主义的思想和意识 等等等等 还有行为 而这个不一定就是 土改就 全部解决了 所以这个是 反分建这个词 以后差不多是一个 是一个特定的 不能乱用的 所以以后一些人 乱用这个词 在57年成为右派 文革中间成为反革命 这个词不能用的 以后再度可以用这个词 是在80年代以后 才出现了这个词 所以我这里也告诉大家 还有这样一个情况 好了 那这个图改这一部分 这个大致讲完了 大致讲完了 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 我给你们几分钟提问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或者 不要我一个人讲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下面我就要讲城市的 好 你讲吧 你问一下 讲高一点 在图改 我想问一下 当时在中共合作的高层 他们很多时候地图 或者比较 就是说 不属于那种 土类建筑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最后对图改的 决策上面 是否有过什么 或多少的影响 或者说 他们 就是他们最后对中央 对中央 他们在图改 政策上 是否可能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是图改的最后的结果 或者说图改的行动 能够稍微如何一点 好的 我知道你的问题了 你这个问题讲得很好 这个因为我刚才前面讲的 我们建国初啊 我们是一个新民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 我们的政府中间 有大量的民主党派 当时呢 这个同学提的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民主人士 他们对图改的意见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或者他们的意见 会不会使图改的一些 政策执行方面 比较温和起来 是这样吧 那么当然我们 这个这样一个 大规模的一个 振动全级的行动 民主人士是高度关心的 所谓民主人士 毛主席给他们定性的 他们是民主资产阶级代表人 中国的民主资产阶级 和地主阶级 有天生的关系 就天生的关系 所以他们是一家人 他们是一家人 民主资产阶级 头面人物 对图改是 心惊肉跳 心惊肉跳 我用心惊肉跳 这四个字 我觉得我可以概括 他们的一个 基本态度 那么这个 重要的代表人物 就是黄延培先生 黄延培 大家听过他的名字吧 黄延培 黄老先生呢 长期在上海 他对苏兰地区的情况 比较接触 有很多苏南的一些地方的 就是一些著名人士 士绅 都跟他有联系 纷纷向他告状 所以他们多次的 委婉地向毛泽东主席 提了一些看法 要求 他首先呢 很委婉地说 是不是中央政策 非常好 地方的干部 是不是执行得过好了 黄老先生很会说话 他第一 坚定地表达支持中央 图改政策 图改方针 但是他在这个前提下 他说中央政策非常好 地方会不会执行的偏差了 那么 毛泽东主席呢 为了这件事情 特地的 还给当时的苏兰区 党委书记 建国出我们江苏省 分成几块 不是马上就叫江苏省的 一块是南京市 一块是苏兰区 一块是苏北区 江苏省分成三块 苏兰区呢 是整个苏兰 管苏兰的中心呢 是在今天的吴西市 苏兰区的党委书记 就是陈匹显同志 建国以后 长期担任 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匹显 毛泽东亲笔给他写信 要他安排黄延培去 到松江去看一看 教育教育他 教育教育他了 所以黄延培同志去看了以后呢 黄延培老先生看了以后 当地政府对他有很多招待 也请他去跟一些 土改积极分子见面 也有一些谈话 黄先生呢 比较这个省事多事 回到北京以后 向毛泽东写信和谈话 表示自己深受教育 深受教育 还有一个老先生 是当时的一个 著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爱国乔领 司徒美堂先生 是智工党领袖 中国智工党 智工党大家知道不 智工党 司徒美堂先生是广东人 他非常的这个 对广东的土改感到很不安 他写信给毛主席 他希望毛主席批准他到广东 回去看一看 当然这个毛泽东批准他 回去的 也同时跟叶剑英等同时 打招呼的 其实叶剑英 已经在广州 执行的是相对温和的 土改政策了 但是你们想 当时的司徒美堂 已经快八十岁了 经历过清朝 这个一下子过来的 对共产主义的 这种新生事务 他真的是一下子接受不了 他有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过程 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司徒美堂先生 去了以后为了教育他 在他住的地方 每天安排 翻身农民在那儿 举行游行喊口号 打倒地主阶级 最后让他深受教育 回去以后 他跟黄先生不一样 他气呼呼的 气呼呼 他当然最后就不说了 大势所趋 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么作为一般性的 老人家 毛主席老人家 早就想好了 安排这个民主人士 和高级知识分子 参加土改工作团 到全国各地 让他们亲身体验 土改的全过程 所以在50年 全国的高级知识分子 除了少数身体不好 留在北京郊区参加以外 都到西南地区 参加土改 亲自看到 怎么斗地主 很多老先生是吓了一大跳 真的吓了一大跳 他们这些老先生 最关注的都是那些 所谓人性嫩方面 人性嫩的方面 比如说一个地主老太婆 眼睛瞎了一只 然后被群众打倒在地 然后头发就给揪掉了 然后一个地主女儿 怎么怎么被群众打得乱七八糟了 他们全部记得 写的日记 全记这些东西 当然对他们的刺激震动很大 就是民主人士 如果从阶级处心上讲 又是按了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法 他们又是和地主阶级有联系 所以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这当时也是我们一个传统词汇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你是地主资产阶级 你当然同情地主和地主的什么女儿子 劳动人民不是这样的 当时还有一句口号叫做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 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大家理解吧 所以这个没什么讲的 毛主席早在中央书区 創建井冈山的时候 他就写过一个队员 这当时是我们中央书区第一个县级处为爱实力 毛主席送了一副队员给这个县级处为爱 好像是这样写的 看昔日 你剥削工农 力伤加力 看今朝 我工农掌权 刀上加刀 这就是革命 什么叫做革命 我们以后大家天天讲革命 你讲这顺口溜了 不知道革命的含义是什么 毛主席的这个1928年的这个对者 最鲜明最准确地表达了革命的含义 我再讲一遍 看昔日 你剥削工农 力伤加力 力打力啊 力滚意啊 看今朝 我工农掌权 刀上加刀 就是这 所以资产阶级 民主人士 民族资产阶级等等 高级知识分子 多数人是聪明的 大势所趋 大势所趋 没有人再和毛主席去叫 为地主去敏冤教区了 他们都表示很正确 很伟大 很好 都是这样子的 好的 其他主席没有吧 那么下面我要讲这个城市了 农村问题解决了 农村现在就高枕无忧了 完全可以高枕无忧 虽然我们知道 西北坡会议 七七二中全会定下来 党的工作重点到了城市 但是农村这一块太重要 共产党把农村这一块通过土改 清理好了 巩固好了 现在放心的 我们下来搞城市 城市比较复杂 城市复杂不复杂 城市太复杂 为什么说城市复杂呢 因为相比于农村啊 相比于农村啊 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已经很不了解了 很不了解 什么概念呢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 当然最初我们说 它是工人阶级的先分队 它是在工人阶级基础上产生的党 它是产生在中国的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 可是27年以后啊 共产党就到农村去了 从此共产党的主体是在农村 主体在农村 共产党的主体中的主体是军队 军队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农民 99.99%的人都是农民 所以从此跟城市比较隔膜 大家理解吧 党在农村 城市呢 它有两段经验 这个经验有两段 第一段经验 27年以前时间太久了 时间太久 当时是国共合作 这个没有自己的一个具体的鲜明的一个 在城市斗争的经验 27年之前不算 27年以后 也就是28年到1930年代初期 共产党以上海为中心 有这样一个城市经验 但是这次城市经验基本是失败的 失败的 所以我们知道 1933年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 所谓临时中央 就搬到中央书区去了 从此在城市 1935年到1937年 整个上海市 是中共的中心 过去被认为是中心 没有党组织 党组织有一个破坏一个 有一个破坏一个 1935年这一年 共产党中央中央局 上海中央局在这一年 两次机关大破坏 有组织的这种活动 从此没有 不能生存 蒋介石曾经有过他很流的时期 他最流的时期就是 343 这两年 共产党在城市里 几乎掉不下去 我们知道上海 已经是 是一个 五龙扎晦的地方 空间多都不得了啊 上海是空间最大的地区 最好在那儿 生存下来的 但是居然就生存 生存不下去了 已经生存不下去 只蹭了 一百多名共产党员 这一百多名共产党员 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主要是文化 思想界的 共产党员 像周阳啊 像夏衍啊 同学们听过他们的名字吧 周阳夏衍啊 这些同志 他们这些同志呢 是分散着 在报纸上 写一些左翼文章 所以35到37年 没有了 那么下一步 怎么样 下一步就是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以后 37年共产党开始 在城市里啊 开始再重新建立党的网络 这个重建党的网络 主要是周来来做 周恩来统治做的 因为他当时是中共租国民党的代表团的团长 对吧 所以他通过重庆啊 通过等等 以重庆为中心 重建了南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 包括汪精卫统治区的 中共的地下组统治区的 那么他们只是一个侧面的支持 中央的这样一个作用 侧面支持 主要是做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 而不是做群众工作 为什么不做群众工作呢 群众工作也做 做群众工作马上可以公民党发现 关键的是 这是我认为的 三七年以后的白区工作的 中心的中心 是做情报工作 情报 不再去做发动工厂罢工 做不做这种工作啊 不做 这种工作毫无意义 一做就给国民党抓起来 反而是做 深入到国民党的 什么大本营里面去 比如说 我们现在知道 有一个女同志 革命老太太 叫沈安娜同志 这个沈安娜同志就是 一直是打在蒋介石中心的 中央国民党中常委的书记员 书记员 周永来同志就重心做这种工作 所以党对陈氏的情况呢 也比较隔膜 比较隔膜 47年48年以后呢 开始活跃起来 但是活跃起来以后呢 主要是鼓动学生 鼓动学生反讲 反对讲就是 所以我们有光荣的校是520吧 四几年啊 47年48 47年 那就是侧重于反讲 就是这个 比较而言 对城市不舒服 不舒服 对农村特别舒服 对农村特别舒服 但是城市呢 我们讲呢 它太重要 这重要性不要讲了 它太重要 从正面上讲 它是先进生产力的所在地 先进生产力 第二点 它又是反革命 反动派统治中心 这就是两重性 那么我们看这个 在20世纪的革命的历史上 世界革命历史上 共产党人革命成功 占领城市以后 一般的动作 他们都有个大致的模式 苏联 十月革命以后 当然苏联不存在一个农村革命 首先解决的是城市问题 第一步就是什么呢 随着革命成功 立即逮捕资产阶级 实行红色恐怖 大量消灭资产阶级 就是这样 所以十月革命叫做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什么叫社会主义革命 把资本家的工厂全部收掉 把那些资本家的商店 全部取缔 把他东西全部拿走 就是剥夺那些资产者 口号也是激动人心的 叫剥夺资产者 剥夺资产者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叫做新民族主义革命 所以当时的国家运转 十月革命以后 怎么运转的呢 怎么运转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也是要打倒的 都是工农吃卫队 拿着枪 端着枪 在旁边叫他们工作的 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的 而且列宁还有一个著名口号 叫做革命不是戴着白手套进行的 革命要流血的 无产阶级专政 流血的革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当年 1918年 1919年 中国人理解十月革命 叫过极派的革命 过极运动 极端的极 过极运动 过极派的革命 非常激烈 非常激烈 但是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整个的国家经济 全面崩溃 全面崩溃 那么这个过程 整个从1917年十月革命 到1924年 苏联的局势 才稳定下来 它中间有几个过程 1917到1921 是一个过程 大致稳定 24年 全部稳定 时间长不长 很长 很长时间 中间有很多过程 列宁有以后 向后退 事情 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什么样的 就是 允许农民进行私有生产 叫新经济政策 1921年 在这之前是什么呢 工龙红军 到农村去 把农民的粮食 全都拿走 叫他们为革命 做贡献 叫鱼粮收集制 名字很好听啊 鱼粮收集制 农民最后 没有粮食吃 很多农民就消亡了 自然消亡 没有粮食 他被消亡了 就消亡了 列宁非常伟大 要退 后退 1921年 实行新经济政策 允许资本主义的市场 商品 有一定程度的存在 所以 一步到位的消灭资产阶级 消灭资产阶级的商品 资产阶级市场经济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 看来是万恶之源 万恶之源 最万恶的 万恶的万恶是货币 大家理解吧 所以 应该取消货币 最激烈的革命啊 是取消货币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20世纪呢 由另外一个国家来完成的 这就是柬埔寨 柬埔寨的这个共产主义革命 今天我们比较客观的讲 它是20世纪共产革命中间的 最高阶段 最高阶段 第一 它很骄傲的 我看了一些文献 他们这个 这个波尔布特也是一个 大柬埔寨主义者 他既是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 又是一个大柬埔寨主义者 他在内部讲话中 他很骄傲地讲 柬埔寨革命的伟大意义 超过了十月革命 超过了中国革命 他们都不敢做 我们做了 什么意思呢 1975年4月17号 柬埔寨人民解放军 解放金边 解放金边的同一天 驱赶将近一百万的金边市民 全部出城 前往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这批人简称417人 417人 4月17号解放 417人 大批的金边的城市的居民 在前往这个劳动场所的这个路途中 大批的倒闭 大批倒闭 就自然消亡 那么这个非常符合波尔布特的这个理想了 因为资产阶级是有载体的 载体就是这些人 你不能光空洞消灭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要消灭到具体 要消灭这些人 这是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我看是完全错误的 是错误的 所以大批的人就倒在了 去再教育营 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再教育营 营地的营 去接受再教育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相信劳动使人崇高 劳动可以解决我们的思想的肮脏的问题 劳动吧 去劳动去 而且是体力劳动 或者是农村劳动 农村劳动 所以 他们认为 就是波尔布特认为 城市是堕落 腐朽帝国主义的罪恶的元素 消灭掉 消灭掉 那么比较他们而言 应该讲中国的这个是最成功 最成功啊 我这是非常客观的讲 就是 他很成功 他社会的整个生活没有中断 在一步一步的过程中 共产党实现了一个改造城市 改造社会的目标 目标是完全实现了 但是避免了大的波动 避免了大的波动 我想 首先 第一个 这时候应该讲毛泽东是非常成熟 非常成熟了 中央政策就是他制定 大家同意 当然其他人也参与意见 但是制定政策的是毛泽东 城市全部安抚下来 圆盘安抚下来 人民解放军进城以后 包括北京进城以后 南京啊 我们知道南京 被认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的中心啊 罪恶中的罪恶是富士庙 大家知道吗 富士庙 我们人民解放军 占领南京 解放南京以后 没有解决富士庙 富士庙给他保留的 富士庙的那些什么红灯区继续保留 笑什么 安定社会的需要 安定社会的需要 北京也是这样啊 都是保留了好几个月 不是解放军一来了以后 就把那些人抓起来枪毙 没有 在城市特别小心 比农村要小心得多 城市特别小心 一步一步 稳扎稳打 或者用 就是叫剥笋子 一层层的剥笋子 慢慢剥 而且 建国初期 电影院可以放映美国电影 可以放映美国电影院 一年以后都没有了 永远没有了 再一次有 是八十年代 但是给你保留好几个月 让你大家都不感觉 觉得很正常 一切自然 就是来了个解放军 其他生活造成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那些反革命都不好 反革命都不跑了 都留在这儿了 最后把他们全部枪毙 如果一开始就抓的话 他们就全逃跑了 大家理解吗 就逃跑了 这非常重要 稳住他们 毛主席是策略大师 革命策略大师 但是有要求 这个要求就是 必须遵守军管会的命令 军管会的命令的其中几条 就是第一个 你要把枪叫出来 第二个 不准进行反共宣传 那这是明确的 私营报纸也继续存在 但是都有一条 不准进行反共宣传 必须用新华社的稿子 新华社通稿 它有几个过程 有要求 但是呢 基本保持不变 我们说 它减少了革命 会带来的巨大的波动和破坏 保持了城市 经济社会生活的 正常运转 今天讲到这儿 下次再继续 好吧 上一讲 我讲的是建国初级 在农村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 就改变了农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 也建立了共产党在农村的一个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那么我们紧接着开始讲这个城市 我上次就提到这个从共产主义革命的这个进入城市 20世纪的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 在胜利的初期都要进入城市 那么中国的这个模式呢 应该讲是比较成功的 它和十月革命 和以后的其他国家的那种革命成功进入城市的那种方式 是不同的 那么简单的说 就是尽量的维持城市社会的稳定 减少革命 给这个社会可能会带来的巨大政大 保护社会生产力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继续这个部分继续讲 那么我上次就提到 这个由于长期以来啊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 它是以农村为中心的 虽然最初革命啊 是在城市展开的 我们知道20年代 这个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中心 中国的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 但是27年以后呢 基本上革命的中心地带就转移到农村 也就是从27年到49年 革命的大本营是在农村 那么和这个相联系呢 就是共产党对城市呢 就相对和农村相比呢 就是了解的相对比较少 那么当然也有了解 这个了解呢 主要是抗战时期 周恩来这个 在重庆啊 担任的这个南方局书记 以及这个四五年抗战胜利结束以后 中共在国统区的一些代表团 但是呢 在我们知道在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啊 中共在国统区的这些代表团都撤回延安去 那么我前面说的这个周恩来在重庆这个时期的领导的 也就是差不多全国的国统区的地下党的主要工作 并不是立即的起来推翻国民党 不是的 当然前面我们知道还有个八年抗战 主要是隐蔽力量 把力量隐蔽起来 为今后和国民党夺权做准备 这就是不是说马上在城市开展革命斗争 也就是说呢 这个城市呢 基本上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啊 它是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啊 是起一种配合的作用 不是主导的作用 那么 但是毕竟 这个历史上 共产党和公 和城市呢 有过联系 所以呢 1949年进城以后 还是要找自己的阶级基础 虽然时间很长 没有联系了 但是还是要找自己的阶级基础 这就是 开始加紧在城市的产业工人中 寻找自己的阶级基础 所谓产业工人 曾经有一个词汇叫做血统工人 血统啊 血统工人 指 特别是在交通铁路 油电大型工厂中 工作的那些彻底的无产阶级 而不是指一般的小工厂的无产阶级 这是要和特别是要和先进的生产力 造船 铁路 煤矿 这样的一些企业相联系的工人阶级 被认为是最具革命性的工人阶级 而不是那些小商小贩 那些小商小贩不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 那么从这个四九年开始 就注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自己的阶级基础 就是寻找阶级的根子 根啊 土地那个根子 土改根子 找自己的根子 当时叫做建党根子 因为党在城市里啊 大部分原先只是在地下党工作 地下党的规模都不大 而地下党的成员多数是知识分子 这是四九年以前的 全国各地的地下党的基本组成 都是以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 在工农中地下党的成员非常少 所以建国之初 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 大力的发展党员 建立党在城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阶级基础 那么这个进入城市 刚才我说为了保护社会的生产力 那么他进行革命改造 这是必须要进行革命改造的 但是呢 步骤和方法是稳步的 是循序渐进的 初期呢 叫做城市民主改革 用这样一个比较和缓的名称 进行的 城市民主改革 城市民主改革的对象 是那些国民党残余的 残余下来的 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 那些反动分子 一些城市中的 今天我们讲的什么 车匪路坝这一论 就是地痞啊 流氓啊 开机院的这个劳保啊 什么还包括粪坝 就是掌握城市粪 大粪资源的粪坝 那么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的生产力是非常低下的 这个粪也是一个资源 像这些车 交通码头啊 黑社会啊 就是这些人是革命的主要对象 所以建国初 我前面讲过 上次讲过 在头几个月 北京啊 河南京啊 上海啊 一些红灯区也暂时维持的 美国电影继续放 这是为了使城市稳定下来 但是随着民主改革进步的进行 第一步就是要消灭城市中的 这些妓院 所以当时就创造了一种 很流行的歌曲啊 非常重要的 也拍了一个新闻纪录片 名字叫做 姐妹姐妹站起来 这是全国都在传唱 姐妹姐妹站起来 这就是城市开始改革了 已经开始改革了 那么对于那些反革命怎么办 就是旧社会 遗留下来的这些 所谓反动分子 那么当时的这个军管会 根据毛泽东主席 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了 就是叫做一个叫做反动党团登记 开展反动党团登记活动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要你到政府的指定地方 在一个时间队段落 你如果是在过去的国民党的军警显特 军队警察县兵特务国民党三清团 只要是跟国民党带关系的 你有这种身份的 必须到政府指定的单位进行登记 登记以后你该做什么 做什么 政府要掌握初步的资料 掌握初步的资料 所以呢建国初就开始实行了 反动党团登记 这实际上就是对这个社会状况进行一个初步的调查 初步调查 同时呢 我们知道进程之初有一个阅法八章 阅法八章 就是毛泽东主席朝礼的 只要停止反共活动 这个人民政权既往不咎 既往不咎 所以呢在1949年到1950年的八月 这一段时间应该讲时间不短了 一年多 新政权是非常和缓的 很和缓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档案 全国只镇压了六百多个反革命 就是一年多在政权更迭之初 就消灭了六百多个反革命 这些六百多个反革命不是只战场上消灭的了 就是指政权稳定下来 把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枪毙 这种方式的 那么南京市呢 是国民党的当时被认为是国民党的 反动的统治的中心 国民党22年反共的老巢 特务成堆的地方 反革命成堆的地方 也只杀了四个反革命 所以比较温和 建国之初 我们看和十月革命之初的那种情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这和毛泽东主席的 那个当时的一个策略 是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在当时提出一个重要的口号 就1950年6月他提出一个重要口号 就是不要四面出击 他说现在对我们不满的人很多 民主人士不满 民主人士啊 我们有一个统一战线 民主人士和我们关系很紧张 很多失业的工人和我们 对我们也不满 因为失业工人啊 根据他们自己的想象 他们认为共产党代表穷人 穷人代表穷人呢 一进城以后 首先就应该把资本家的财产分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可以 一周可以少工作多少天 拿高高的工资 这是很多工人初步的 对共产党的原先的想象 那么进城之初 我们上次就讲过 要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转 要鼓励资本家 这个企业的正常运转 所以呢 有一个统一战线 那么 失业工人不满 民主资产阶级不满 等等等等不满 毛泽东主席说 现在就是 集中精力主要的任务是 把经济恢复起来 经济先恢复起来 先稳定起来 我们知道40年代后期 1949年国民党崩溃前夕了 整个社会的经济已经处于完全的崩溃状态 社会呈现疲难状态 就经济已经疲难了 那 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步是把经济要稳定下来 我想毛泽东这个考虑的很正确 第二步他说呢 大概的意思不是原话 就是要给实业工人啊 要给他们安排工作 要调一些粮食给他们吃 包括农村 农村们现在好一些 农村已经开始土地改革了 关键是城市 所以 党内出现了一个 强大的要求 立即镇压反革命的这样一个要求 而且确实 我下面也会提到 就是城乡都出现了 国民党参与的那些反动力量的 对新政权的抵抗和破坏活动 但是尽管这样 毛泽东没有立即同意 对国民党参与力量 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没有 那么是不是 毛主席一下子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 人心论者呢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他是在共产党内 强调暴力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决的人 他对这个问题 是看得比谁都重的一个人 完全是为了当时的一个国家的大局 大局 是一种策略考虑 策略要有步骤 有 有秩序的来进行 那么这个我下面要讲的 那么由于这个新政权在这个建国初期 对社会采取的是一个比较温和的 渐进的改造的路径 渐进不是爆分给予的 渐进 所以呢那些和旧社会联系很多的人员 也就是 特别是那些国民党的军警显特 这都是以后 我们一般称之为的叫阶级敌人 阶级敌人啊 军警显特 包括农村的地主啊等等啊 富龙啊 我上一节课讲了 毛泽东也要求全党 一定要区分地主和富龙 富龙现在坚决不能动 只打地主 将来再动富龙 这也是就是稳定了农村的市值 稳定了农村持续 几年以后 把富龙作为革命对象 但是前几年 没有 没有 这都是革命大师啊 这个在一步一步的 这个革命的这个安排过程中的 一个精力的考验 那么刚才我讲了 那些反动派怎么样呢 留在城市里的反动派 这些反动派都认为没事了 没事了 安然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该做什么做什么了 就是他们认为 一切都差不多造就吧 只要我们遵守 政府的法令 大概也就是这样了 已经一年多嘛 我刚才讲了 一年多全国才杀了六百多个人 那这个对于新旧政权更连的时候 这简直太罕见 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当然 这批人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 我们知道48年49年以后 国民党真的是大势已去 所以呢 而且多数的这些人 他们都不太有钱 都没有什么钱的了 没有有钱的 有家有小 所以呢 这个他们基本上都留下来了 就这些反动派都留下来了 他们没有跟随国民党逃跑 跟随国民党逃跑的 无非是 我下面会讲是哪写人 那 是哪写人 那么国民党呢 这个在撤退的时候啊 是有选择性的 有选择性的撤退的 那么带到台湾去的 各类人员 就今天我们讲的台湾的外省人 今天呢 我们看了都是外省人的后代 包括一些残存的外省人的 那些老先生 郝伯春啊 这些老先生 都是 军公教这三论 军队的 二百万人中间六十万是军人 国民党的逃过去的军人 六十万 公是指什么呢 是公务员 就是那些在思想上 情感上 认同国民党的 国民党政府中的公务员 特别是一批技术专家 这也是以后台湾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 台湾经济起飞的最重要力量 比如说李国鼎先生 孙运贤先生 这些都是以后台湾经济奇迹的创造者 包括严家干先生 严家干 我们知道当过国民党的 以后到了这个 这个蒋介石死了以后 严家干做了几年的总统 然后他让给这个这个蒋经国的 严家干都是专家 技术官僚型的专家 那么公是指这一部分 军公教 教是指什么呢 教是指大学中学 大中小学的教室 大中小学教室 就跟随国民党逃过去的 全部是二百万人 二百万人 就是军公教 继续他们的家书和子女 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呢 还有一些是用我们站在这边的立场讲 就是反动学生 被国民党的宣传所吸引的 认同国民党基本价值的那些学生 他们跟随所谓国民政府 从山东逃到南京 从南京往广州逃 最后再从广州逃香港逃台湾的 有一批人 包括今天的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些 一些科学家 一些著名的学者 当年就是反动学生 当年就是反动学生 那是国共两党阶级斗争 极其尖锐的情况下 他要选边站 留下来就是基本上认同和接受 不留下来的就是接受他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国民党对于他的中下级的 那些人员是怎么办呢 1948年到49年 给一些拆遣费 整个弥烂了 社会弥烂了 烦不了不不了了 也不带你到台湾去 那给一点钱了 安家费 发一些钱 安家费就钱涨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国民党有一个很 也很厉害的一个策略 就是把当年的 30年代到40年代 一批投靠国民党的 中共叛徒 除了极个别的 带到台湾去 就让他们留下来了 让他们送给共产党 那作为一个见面礼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 这批老叛徒 基本上建国以后 全部给抓起来 全部抓起来 没有一个逃掉的 国民党不带了 他带一些走 也带了一些走 国民党顾不过来了 兵荒马乱 兵荒马乱 自己都顾不过来 对那些叛徒 更顾不过来 所以就牺牲他们了 那么 这些留下来的人 多数是失业的 在建国初都是失业者 失业 没有工作的 大多数都是摆一个小香烟滩 维持生活 这是建国初 我们城乡到处都有摆小香烟滩的 说起来都是过去国民党的团长了 最少也是个营长 就是很多很多都是摆小人 小香烟滩维持生活的 都是有家有小 有家有小 那么这个 我刚才说了 虽然对城市的情况不甚了解 但是进城之初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 建立党的对比 那么加紧对城市情况进行全面综合的了解 在这之前 也是对城市进行过很仔细的研究的 毛泽东主席过去说过一句话 这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应该讲共产党的各级组织 基本上是遵守他的这种指示的 他就说过一句话 共产党就是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讲认真了 共产党就是最认真的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什么是要认真 世界上是最怕的就是认真 他说共产党就是最讲认真的 那在40年代应该说是真的是这样 特别的认真 特别认真 精细异常 从抗战的到了40年代 42年左右 也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来的 全党各个大的战略区 大的战略根据地就开始对国民党的县以上的人员 每一个人建立档案 建立细密的档案 当然档案的资料的收集 不可能是全面的 只是东林西爪把它集中起来 每一个人给他建党 只要是县级以上的都建党 建立档案 那么这是在42年左右 就在根据地就开始做了 这个工作做了很多年 每个地方都在做 毛泽东主席就提出来就是要做这种研究工作 这就是为将来进城做准备的 当然将来进城哪一天不知道 但是留在边上总有用 那么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细密的研究 这主要是做的还比较高的人物 比较高的著名人士 那底下的那些什么伟保长 那是没办法做起来 大家知道吧 我们过去一个词汇叫伟保长 什么那些东西没办法做的 第二个就是依靠城市的地下党 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调查的一个基本工作 第三个进城之书 革命群众的检举揭发 革命群众检举揭发 所以这个材料也差不多 第四个反动党团自己的登记 反动党团自己都交代了 所以四个方面材料 慢慢开始做这个整理资料的工作 那么我想这个 首先进城以后 特别的是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基本注释 就是公安队伍的建设 人民公安队伍 人民公安是和解放军啊 它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解放军是完全是一个 或者野战军啊等等了 但是人民公安基本上 都是我们革命根据地的 社会部和公安局的人员来组织的 就是这些同志并不是临时学了一个公安 不是的 比如说早在山东根据地 他就是山东根据地的公安局局长 比如说在延安的时候 就是社会部的部长 所以都是专家 都是行家 所以有一个根据地经验 这是中共和苏共最大的区别 苏共没有这些经验 革命临时爆发的 什么都是没有 这个呢 是有步骤 有准备的 那比如说我们南京公安局的局长 周星同志 周星同志 可能周啊 周大家知道 心就是高高兴兴的心 也是这个名字有点像那个 像唐朝的那个周星来俊成的这个周星 名字一模一样 这个周星同志呢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中央革命根据地 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 就是他干这个人民 就是革命保卫工作 已经干了几十年了 干了几十年 以后到了延安 又是散干林的边区的保安处处长 就是散干林的公安总局的局长 那么进城以后 由于党中央非常重视南京 南京是国民党老朝 所以周星同志 是跟了大军南下的 我们南京是怎么解放的呢 先是邓小平同志的部队 二爷过来的 二爷过来以后呢 根据中央的指示 二爷离开南京 南下进军西南地区 解放大西南到四川 所以南京呢 就留给了三爷 解放是二爷来解放的 以后是三爷 就是陈毅同志的三爷来接管的 那么周星同志就担任了 南京市公安局的第一任局长 那是行家离手 绝部外行 政治保卫局 大家听没听过这个概念啊 就是三 江西中央根据地时期的政治保卫局 那是一个几十年的一个革命公安经验的老同志 所以 这个 经过一年多的 社会现在也开始稳定了 到了五零年的下半年 五零年下半年 经济情况全面好转 我上次讲过 采取了一些措施 发动了银元大战 梅沙大战 什么棉沙大战呢 把资本家的投机活动打下去了 经济到五零年的夏天 差不多稳定下来了 那么 这是国内的情况 开始发生变化 这个最大的变化 主要是朝鲜战争的爆发 朝鲜战争 我前面说了 毛主席是特别强调革命专政的 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他保持着最高程度的警惕 虽然他在一九五零年 他特别提出来 不能四面出击 集中先把经济搞好 但是并不意味着 他就要让资产阶级 不是 让这个反动派 就逍遥法外 绝不是 只是选择恰当的时机 选择恰当的时机 那么到了五零年的 朝鲜战争爆发的 这一个差不多的情况 这个时机来了 时机来了 当然首先 我前面提到 由于一九四九年一月 到一九五零年的八月 新政权采取的是一个 稳定社会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政策 对反革命的打击 比较少 比较少 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确实存在 这个应该提出来 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确实存在 各地都出现了 这种对新政权的破坏抵抗等等 都出现了 特别在西南地区 西南地区 和一些政治土匪的活动 结合在一起 政治土匪 这是一个概念 就是 他是土匪 但是他是有政治色彩的土匪 那么就叫政治土匪 那么 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国民党留下了敌人二百万 这是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 各种 多说 有这么多敌人 这些敌人呢 不甘心他们的失败 放火 在一些边缘地区 绑架 土改工作队队员 杀害土改工作队队员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破坏交通 等等等等 都有 那么 朝鲜战争爆发 在当年的人们的社会感知中 认识中 当年五十年代初 一般人 都对美国的力量 有最充分的认识 而对共产党的力量 那个时候才刚刚认识 大家理解吧 刚刚因为经过四五年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有美国的原子弹 到一九五零年 也就是五年时间 好像老百姓都知道美国 美国有个原子弹 这大概都知道 因为美国不得了 全社会真的有一种 比较恐美 这样的一种情绪 就是对美国的国力之强大 好像达到一个全民共识 而对共产党的威力呢 由于前面它比较温和 所以好多人还不太认识 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当时的情况 那么 由于美国这个朝鲜战争爆发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朝鲜战争初期啊 一九五零年六月 这个初期啊 当然是北朝鲜的金日成的军队 是势如破竹打到了南方 但是很快到了仁川美军登陆以后啊 情况发生巨大变化 也就是这个美军向北方的 节节的推进 使国内的那些反革命 开始心怀幻想了 觉得美国人 可能真的是要从亚鲁江打过来了 当然我前面说 他们这一年中间 他们有很多不满 有很多不满 虽然没有杀他们 但他们不满 那么现在他们开始 真的是有一种幻想变天的这种言论 或者是行动 当然这个情况 经过研究 并不是说朝鲜战争这个爆发 是突然有了 但是这个过程一直是有的 这个破坏活动啊 从49年到50年都有的 不是说突然就特别严重起来了 不是 那么就在朝鲜战争 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们知道是1950年的10月 开到北朝鲜去了 我们一般讲好像10月22号吧 还是10月19号 具体日子我要查一查 10月19号进入朝鲜 但是实际上早十多天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些先头部队 已经秘密的开始开发到北朝鲜去了 就在这个过程中 中央做出了重大决策 就是一边进军 北朝鲜和美军进行直接对抗 一面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 积分暴雨的镇压反革命的活动 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 说这是一个千载难焚的机会 千载 给我们提供的机会不多 这个机会不抓住 以后就没有了 朝鲜正好是朝鲜战争的时候 就这是最好的事件 最好的事件 开始镇压反革命 那么刘少奇当时是中央第二号人物 刘少奇讲得更具体一些 他说正好这样 这个地主叫冤啊 资本家反革命叫冤啊 这个声音被人就听不到了 听不到了 因为大家都关注朝鲜 关注朝鲜的 这个事情正好做 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战略 刘少奇同志给予很深刻的阐释 所以1950年10月10号 中央发出了一个重要指示 就镇压反革命指示 简称双十指示 它是在1950年的双十 10月10号颁布的 简称双十 所以开展了持续将近一年的 大规模的清扫反革命社会基础的 这个行动 这个行动叫做正反运动 他的高潮是在1951年的2月 3月4月5月 持续性的 这是最高潮 1951年的2345 形成一个全社会 全方位 全国城乡的一个镇压高潮 镇压高潮 那么我下面要讲了 当然做这个工作 是要步骤的 毛泽东主席 之所以在前一年没有做 不是说不要做 他最重要的是考虑到稳定社会 而且也是一个很重要方面 就是考虑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 统一战线的这个关系问题 毛主席曾经说过 他说如果我们是一党专政 一党执政就好得多 一党执政就不要管那么多事 那现在我们是个联合政府 我这里要讲一下 1949年我们新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政府 它是带有联合政府性质的 联合政府性质的 当时政务院是四个副总理 两个中共 两个非中共 国务院的 当时不叫国务院 叫这个政务院 政务院的基本上的所有部长 和副部长 民主党派占一半以上 除了三个部 公安部 外交部和国防部 是中共完全占领 其他部都是和民主党派分担的 很多部都是由民主党派 直接做部长 所以他的形式 是带有联合政府的样式 对不对呢 联合政府的样式 而现在毛主席说了 他说就是1950年说 他说由于有一个统一战线 我们要考虑到统一战线的这个盟友的态度问题 而统一战线的那些成员呢 当然是和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和地主阶级是有密切联系的 当然是有联系的 他天生的是有联系的 所以要维持统一战线 你不得不做一些让步 那么现在到了1950年10月 情况发生变化 现在可以开始行动了 那么开始行动 也不是说马上就炒帅行动 是有一系列的方针和步骤的 首先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 宣传特别重要 宣传 就是强调这个政反的重要性 必要性 以及人民的强大意愿 那么通过各种方式 报刊 广播 黑板报 相声 戏剧 电影 等等 通过所有形式 宣传这个必要性 第二点 广泛的宣传 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意见 就是张大妈批评政府宽大无边 你大妈向政府提意见 批评政府非常软弱 就是大量的刊登 群众对政府的批评 这个批评呢 主要是批评政府对反革命太软弱了 所以当时有个词叫宽大无边 那么这样 今天看的话 我前面说的 就是在一年中间只杀了六百多个人 在新旧政权更迭这个情况下 那真的还是比较宽大的 是比较宽大的 南京 反动老巢 只杀了四个人 那也是比较宽大的 那么 那么政府表示 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 我们要改正错误 毛主席也讲了 我们要改正错误了 我们过去宽大无边 现在我们要改正 那么 这是紧接着 在党内 在人民公安队部内部 进行反对右倾主义 反对温情主义的教育 大家知道吧 这个这个 我们是要靠这些革命同志 来进行这种革命活动的 革命行动的 但是 他这个心持手软怎么行呢 所以要反对温情主义 要提高阶级意识 这就是雷芬的那个歌上讲过的 过去是怎么讲的 那个词怎么讲的 现在是革命成功了 拿起鞭子抽敌人 你们听过这个歌吗 唱之三歌给党听啊 旧社会怎么怎么 最后是夺过了鞭子抽敌人 那个年代的词 倒是直言不讳的 没有任何的 是直接的 你们会唱这个歌吗 就是唱之三歌给党听 是真实的反映的那个情况 就是夺过鞭子抽敌人 就是革命同志 要有这种阶级意识 特别是出身地主阶级的 那些共产党员们 这里要提一下 因为当时党的基本结构 那么除了军队中的同志 我讲的军队中的同志 主要是老红军同志 基本上 是实现了完全的无产阶级化 无产阶级化 就大多数基本上是穷苦农民出身 但是1937年抗战以后 参加革命的同志 完全的无产阶级只是一部分 很多是中农出身 中农啊 中农出身 还有一些是地主出身 因为抗战时期 对地主阶级实行的是 统一战线政策 地主的儿子 很多参加了八路军 所以这部分同志 特别要坚定阶级立场 坚定阶级立场的问题 是吧 那么 这刚才我讲宣传 教育 下面就是号召敌人 自首 自首啊 向人民政府投身自首 那么 再号召 这个 群众检举揭发 这个很重要 就是群众运动 特别重要 鼓励群众 恕苦恕冤 恕苦恕冤 检举揭发 那么第四个步骤 就是斗争和公审 进行革命斗争和公审 开公审大会 那么这是全民的范围 这个1950年的这个 镇压反革命 已经渗透到学校 不仅是大学 大学里也在抓这个反革命 包括反动教授 包括这个反动学生 也深入到高中 它是全民性的 高中 也到高中 初中还好 基本上是停止在高中 反革命也要抓的 那么 然后进行这个 大规模的公审大会 公审大会 刚才我讲 高潮是五亿年的二月到五月 全国逮捕了 这是我们官方数字 各类反革命分子 150万 处决了七十万 七十万 以后三年 这也是官方数字 消灭了八万 总数七十八万 七十八万 那么 多数的反革命 是用另外的方式 进行处置 除了枪毙的这些反革命 那是罪大恶极的 那么下面呢 主要是通过 就是管制 改造 劳动改造 通过这种方式 以及判各类的长期 长短不同的那个图形 那么我们简称 也是一个专有词汇 叫做杀 官 管 你们都太小不懂的 像这个 从建国初到八十年代中期 每个同学 包括大学生都要填表的 填表其中一个栏目 就是你的家属中间 有没有杀 官 管的 你们没填过吧 到底你们这个已经没有了 八十年代还有 八十年代初期 还有这一个 所有的 不管任何表格 升学的表格 参军的表格 等等的表格 入团的表格 都有这一项 家属中 有没有 杀 官 管 如果有的话 就意味着 你有可能是在 对新政权 对人民政权 有刻骨仇恨的人 这是我们根据 当时的人们的一个逻辑了 你的家属 父亲被枪毙了 那你肯定心里是不满的 它有一个基本假设 基本假设 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 革命的年代 那以后不一样 那么 全国的这个被管制的 这样的一些反革命 劳动改造的将近二百万 二百万 毛泽东主席呢 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直接领导的 他的领导是非常深入的 深入到每一个地区 包括像镇江市的 镇江市 怎么进行这个运动 他有电报 南京市进行怎么样运动 他有电报 这是全面细致 深入的人 就领导 不是一个空的领导 不是一个抽象的领导 是非常具体深入的领导 所以 有关历史文献 现在也公开了 那么 对于这些人 对于这些人呢 最大恶极的枪变了 那么你一下来的呢 毛泽东主席有考虑 他说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 他们是生产力啊 就是劳动大军嘛 劳动大军啊 就是也不要杀这么多 不要杀那么多了 有一些是可以 判成死缓 那么 还是可以这个劳动嘛 除了最严重的 其他的呢 就分布在人民群众中 这什么概念 同学们还理解 不是全部都关押的 罪行较轻的 是分布在人民群众中 就是提醒人民 随时提高革命警惕 毛主席也提出过一个概念 他说这些反革命 虽然不多 在我们全国人数中 百分之一二三 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但是 他说把他们集中在一起 就不得了 把这些反革命 全部集中在某一个城市 几个城市 那一下子不得了 对不对 完全对 他这点和斯大林模式不一样 斯大林啊 曾经有几个城市 是专门是集中反革命 那城市里全是反革命 几十万 这非常危险 一旦暴动起来不得了 毛主席 不搞这一个 比如说 斯大林时代 在苏联的 就在我们今天黑龙江对面的 哈巴罗夫斯克 伯利啊 伯利啊 像远东啊 贡清城啊 这些地方 贡清城很有名的 远东地区的一个城市 是贡清团员最初建立起来的 后来以后是 斯大林时代的老改犯的一个城市 全部几十万人 十万人 五万人 八万人在这里 中国不搞这样 分散 分散在群众中间 让群众 监督 改造 也给群众 一等教育 这是毛比斯大林 这个想的更深远的地方 更深远的地方 那么我下面要讲 他的这个 应该讲 通过这件事 通过这个五零年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 就巩固了新政权 完全的巩固了新政权 新政权就巩固下来了 基本上 输清了国民党的参与势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建立起牢固的城市的基层结构 城市结构建立起来 上次我讲的农村结构 通过土改运动建立起来了 什么村的党支部啊 民兵啊 妇女大堆 妇女啊 儿童团啊等等了 全部建立起来了 现在城市也建立起来了 城市在五十年代初期 就全面的建立起 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结构 差不多是实行的是 街道 单位 派出所的三位一体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秘密的 不是一个秘密 就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网络 网络化 就全部建立起来了 是通过这个运动建立起来的 那么 再一个呢 就是使人民群众 对新社会的认识呢 也加深了 加深了 教育了人民群众 很多人民群众 毛主席讲的 教育人民啊 是通过打击敌人 就可以教育 正面教育当然很重要 但是通过打击敌人 就可以使中间派 往左边走 本来中间派 可能会往右边走的 打了敌人了以后 中间派就往左边走了 比如说在1949年到1950年 很多人口出狂言 提到领袖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敬畏之心 就是讲话都是很随便的 建国之初啊 一些人讲话很随便的 很随便 刚才我讲的 他对美国有认识 对共产党没有认识 所以讲话很随便 现在呢 都不随便了 人人歌颂毛主席 是通过这个 当然因为 原先人民群众说 宽大无边 现在毛主席 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们感谢毛主席 那么 整个社会分歧也开始变化 出现了新的社会空气 新的社会的生活方式 开始出现了 过去建国之初 还有很多人穿旗袍 高跟鞋 女性啊 现在旗袍高跟鞋越穿越少 开始流行猎龄装 流行八角帽 因为干部都是穿 干部大家知道吗 当时有一个概念 干部和群众 干部都是流行 从地来的八角的那个帽子 比较流行的是穿猎龄装 猎龄装是双台扣的 这是革命的一个身份 就像文革初期啊 文革中间流行的时装 是穿黄色的军装 社会分歧变了 人们的社会方式也变了 建国之初 还有很多人打麻将 但是以后 这一两年以后 没有人打麻将 业余时间都是 居委会安排不报 城市都报 社会整个开始变化 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 新的社会 那么特别是斯大林同志 去世的时候 1953年3月5号 本来中国人 我上次讲过 中国人对斯大林 印象不怎么样 特别是原国统区的 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 和工商界人士 老百姓搞不大清楚 我这里一直要讲 老百姓真的搞不大清楚 他也不关心这件事情 那么由于抗战 苏联在东北 把很多机器拿走了 所以很多人对苏联不高兴 今天我们看到的材料也知道 刘少奇的那个 公开的刘少奇的材料中也看到 包括五零年 毛主席访问苏联 当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后 全国有个别地区 有一些学生 受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起来游行 反对苏联的对中国的霸权和殖民行径 刘少奇同志尖锐地指出 多数同学是幼稚的民族主义 其中不发肯定有很多反革命 要坚决采取增加措施 今天刘少奇的当年的电报 公开了 所以 我这里意思讲 对斯大林 过去人们是有看法的 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教育 对苏一边倒的教育 等等等等教育 起作用 斯大林同志去世的时候 全国是 泪水流成了河 上海的资本家呼吁向中央上书 要求把南京路改成斯大林大道 资本家这就更革命了 比一般人还革命 要求建斯大林大同像 永远怀念斯大林 等等 就比那个共同分子还热爱斯大林 他们这个 资本家比较聪明的 很聪明 所以 而且 郭沫若同志写的那些诗 现在没有人敢批评的 原来郭沫若同志写的一些东西 都有很多人批评的 郭沫若曾经在五零年写文章 如何认识 民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 但是到了五三年左右 郭沫若同志写的一些诗 快是人口的 亲爱的斯大林爷爷 没有人敢批评的 当然 他是磨离孩子的口气 写赞美斯大林的诗篇 这是郭老这个人非常复杂的一个人 很复杂了 我这里不是要全部的去评述他 但是他真的写过 亲爱的斯大林爷爷这样的诗 我不知道怎么评价他 我真不知道 也许再过一百年才能评价 那么 所以这个 整个社会秩序 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 或者简单的说 就是我上次讲的 也是毛主席讲过一句话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 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事 这个局面正正形成了 通过这个大规模的 滴当旧社会 污里着水的 这个革命改造 深度改造 实现了这个目标 当然 今天我们看 这个运动也是有缺点的 有缺点 这个缺点 就是一些地方 在政策掌握上 出现了严重偏差 把一些罪不该致死的人 也措施了 整个的那个高潮中间 临左无右 成为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 这一批被冤杀的人 现在我们知道 连朱自清 毛主席高度停价的朱自清的儿子 也被当成反革命杀掉了 什么金庸的爹也给杀掉了 古龙的爹也给杀掉了 所以这几个先生 50到70年代 他当然对大夫非常不理解 大家理解吧 金庸的爹 古龙的爹 都被杀掉了 他们还是大明人 大明人 那还不是明人的 无名小费 很多了 那么罪不该致死的 基层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掌握权力的 基层干部 就是 报复了 有些是报复啊 有些这个完全是 应该讲 简单说就是不按政策的了 有点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当时呢 这是一个革命的非常时期 所以法治呢 也不是特别完善 错杀了一批人 这批同志 都在1979年 三中全会以后 被遭血平反 一批人都遭血了 当然在毛泽东时代 是不可能的了 平反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老人家 过去以后才行 是79年才平反的 那么 今天也有很多人研究的 包括一些 有很大贡献的人 包括在抗战中 有很大贡献的 甚至是 对 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啊 等等啊 那么下面我要讲 怎么看呢 从国际上看的话 这是无产阶级 新政权建立 都有这个阶段 这不是一个国家现象 都有这个阶段 它这是 无产阶级 新政权建立的 一个 共通的一个现象 那么 那么不这样做 就不能巩固新政权 在这个过程中 革命的结分暴雨 旧社会的大树 连根拔掉 树叶飘零 被踩在离灵地上 那么一些个别的人 是冤缺的 那是从历史的常识段看 也是一个社会在变化的 特别是在这种 新旧政权转换之际的 一个代价 一个代价 作为个人 如果被冤杀了 那真的是无辜的 是无辜的 但是它是一个 不得了的一个大变化 这个大变化中间 是旧社会的根势 连根拔掉 树叶飘零 那些飘零 你踩到难以理 你就踩进去了 你没有办法的 是没有办法的 这甚至是有点悲观的 苏命论 当然我是要告诉大家 这是无产阶级新政权 建立的一个 必须的阶段 不这样子 它不能恐怖政权 那么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种暴力的 革命暴力的手段的运用 最先 我们讲暴力 如果从历史上看 从二十世纪的历史上看 最先拿起刀的 还是蒋介石 最先拿起刀的是蒋介石 我们这里要客观公正 1927年412 蒋介石首先向共产党拿起刀 所以以后共产党再拿起刀 跟他对着干 当然 当然共产党应该讲革命的力量更大 更成功 所以把它推翻掉了 但是先拿刀的是他 大家理解吧 先拿刀的是他 因为在412之前 共产革命最剧烈的地区 就是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 基本上没有开刹剑 没有 只是在长沙 对极个别猎生 土豪猎生的猎生 就有极个别几个 是强迹的 都没有 农村中的暴力革命的形式 主要是给地主戴高帽子游街 当然是很暴力 但是和枪屁是两个概念 大家理解吧 是两个不同概念 这个变化是27年以后 27年南京开始杀人 国民党在宇化台杀了很多很多人 杀了很多人 从此血海深仇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要把这个历史的这个 看一看 我就告诉大家 那个是国民党先做的 是国民党先做的 那蒋介石先做的 从此血海深仇 那么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是非常残酷的 先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讲 休息 刚才提到这个 这是蒋介石是1927年以后 首先向这个共产党举起屠刀的 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 那么我们从世界范围来看 就是欧洲的一些革命 也是伴随着这样的一种 很剧烈的暴力的倾向 特别是在法国 那么只有是在资本主义 或者叫资产阶级 现正制度确立以后 它的政权更迭 才避免了这种暴力的形式 就是欧洲也有这个情况 但是呢 只有是在资产阶级的 现正制度确立以后 政权更迭就避免了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 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 是和其他的那些革命的性质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方法方式不一样 是一个阶级 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 早就说过 只是当时过统区的很多人 根本也不注意毛泽东讲的话 他没注意 毛泽东全说过的 是一个阶级 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行动 而且毛泽东还有一句 非常有名的话 革命是什么 革命不是绘画绣花 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文质彬彬 革命是暴力行动 是一个阶级 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这是毛泽东的原话 他早就说过 不是那个雅致的 文质彬彬的 那么这个恩格斯 其实恩格斯去世的很早 19世纪的末夜就去世了 恩格斯也有一句话 讲的是非常 我觉得讲的非常到位的 恩格斯说 他说历史是所有女神 希腊女神 女神中最残酷的 他不仅在战争时期 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 也拉着自己胜利之车 越过了沉堆的尸体 这是恩格斯说的 历史的女神 在和平的发展时期 也要拉着自己的战车 越过沉堆的尸体 所以经典作家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暴力是新社会的惨婆 大家记住这句话 暴力是什么 暴力是新社会的惨婆 新社会的住产室 就是生孩子的 暴力是这样的过程 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那样的一些 刚才我讲的这些话 你可能就 这是一个理解这方面的 问题的一个看法 一个角度 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 所以我也告诉大家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 它是一个性质不同的一个革命 所以又是一个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 而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 暴力是新社会的惨婆 所以这个逻辑呢 也就清楚了 至于这个 当然不同的人 牵涉到个人的自己的立场 看法 他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的 我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 这一部分我就讲完了 那么 这一部分讲完 也就是说 我们新中国的 那个基本的政权基础 就奠定了 就稳固了 所以五十年代初 新政权的基础 已经完全稳固 之后 一些领导人认为 还是阶级的人四面都是的 满目都是反革命 那真是夸张启示的 经过这一次 基本上全部消灭掉了 已经消灭掉了 所以以后 那么 再把这些问题 看得如此之严重 到处是严重的反革命复辟 这都是 这我看是有夸张的 都是夸张的了 就不存在了 基本不存在 会有局部的 个别的 但是群体性的 已经绝不存在 台湾方面 这个早几年 国民党的特务系统 这个 军情局的局长 写了一本回忆录 他里面也哀叹到 从49年到70年 派到大陆来的 一共是 一万九千名特务 全部都落 全都落 没有成功的 几乎没有成功的 几乎没有成功的 在毛主席建立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 天罗地网中 天罗地网 大家理解吧 天罗地网 只要你台湾来的一个人 讲话的口音 不是口音啊 语言不一样 马上就路线 比如说我们说群众 他说民众 这一句话就偷 大家理解吧 一个语言不一样 马上就能判断他是偷 而我们49年以后 我们建立了一个 全新的话语系统 国民党再学也学不会 再学也学不会 讲一百句中间 总有诗句要露线 所以一万九千名 用他的话讲 全部殉职 全部殉职 那么这个 他们还搞了一个叫 羽龙式 代曆叫代羽龙 字羽龙 下雨的羽 龙名的龙 代曆的这个 是军统的 国民党特务的 这个机构的一个 重要的干将 甚至是创始人 所以国民党 长期以来 49年以后 他要反攻 等等 他都要进行 他们的所谓 革命气节教育 他也叫革命 叫革命气节教育 或者叫民族气节教育 很荒唐 他叫民族气节教育 为什么 有没有同学人回答 国民党一直强调 他们保持了 中华民族的民族正气 所以叫民族气节教育 为什么 他用民族 他如果用革命 我们可以理解 对 他有一个 蒋介石在50年以后 他很荒诞的建构起 一个他的新的论说系统 他说他进行的革命 叫做反共抗俄革命 反共抗俄 所以他又提出了 民族气节的问题 这个同学还不错 好的 我下面讲 下面要讲一个新问题 讲一个新问题就是 讲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 当然抗美援朝战争 是我们国内的 这样一个表达了 北朝鲜方面叫什么战争 大家知道吗 叫什么 不对 这是你想当然的 都有一些固定词汇 比如说俄国人 苏联人到今天普京 他们还用这个词 叫伟大卫国战争 这个词从斯大林时代 一直到更迭 到今天的普京时代 都是对1941年以后的 希特勒的那个 反希特勒那个战争 伟大卫国战争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朝鲜的北朝鲜 也是从50年代到今天 还是有一个词汇 叫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 或简称祖国解放战争 祖国解放战争 我们这边叫抗美援朝战争 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语言表达 还有一般中性的表达 就是朝鲜战争 或者更简单 韩战 是不是 我告诉大家不同的 抗美援朝 伟大祖国解放战争 朝鲜战争 韩战 韩战这个比较简单 那么这两年 也不是这几年了 将近十多年 九十年代以后 国际国内的学界 都对朝鲜战争 有许多新的研究 它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倒不是今天的 东北亚的国际安全的问题 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这当然可能是一方面 这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 九零年代初期 苏联解体 前苏联政府档案 一度开放 也就是在叶利钦时代 开放的 今天普京时代 又把它收起来了 普京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所以曾经开放过几年 允许世界各国的学者 到莫斯科去买材料 看材料 所以呢 随着苏俄档案的开放 朝鲜战争的 成为一个全面的 国际性的一个研究的 一个学科 是一个国际性的 中国人研究 韩国人研究 日本人研究 俄国 美国 特别是美国 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研究 朝鲜战争的 这样一个学者的一个群体 所以这些材料公布 我们知道历史研究了 它基本上是要建立在 材料的基础上 特别是需要建立在 档案材料的基础上 朝鲜战争 苏联是在里面起的非常 关键性的角色 所以苏联方面公开了档案 差不多就把朝鲜战争的 基本情况就解释出来了 而这些都是原始档案材料 今天我们知道 朝鲜战争 是苏联 北朝鲜 中国 这三方的 我们这边是一个联合了 斯大林那儿是一个总会 到了斯大林那儿 是所有都由他决定 是个总会 所以他的材料公开了 使得研究 开始展开 许多学者都开始研究了 另外呢 我们中国方面 也披露了一部分 有关朝鲜战争时期的 一些毛泽东主席啊 彭德怀啊 有关档案 有关文件 有关电报 所以呢 材料 新材料的开放 使得这个研究 得以 全面的进行 那么这个 我想可能同学们 基本上都知道 一般大概的情况 这和我们过去的 包括我从小 接受的教育 也是不一样的 从小接受教育 都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是 当时讲 1950年 6月 什么22号吧 我记不清说了 南朝鲜亏律集团 在美军的支持下 向北朝鲜发起进攻 那么这是一种传统叙述 这种叙述呢 现在我们基本上 不这样说了 我们一般的表达是 1950年6月 朝鲜内战爆发 这是模糊的 但是呢 也是准确的 朝鲜内战爆发 我们回避掉 随时进攻随 不管他哪个进攻哪一个 反正他们是内战 就这样的表达 那么今天的 这个大致情况 基本上清楚 我稍微给同学们 这个勾勒一下线索 第一个小问题 我要讲 这个金日成 这个积极的策划 积极策划 这个战争 当然这个战争 在他看是正义战争 在金日成看 他是要 祖国解放战争 金日成积极策划 那么这里我们要提到 这个北朝鲜 当然我们知道 朝鲜整个是在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美苏决定 由美苏来解决 这个日本在朝鲜的 这个殖民统治的一个问题 北部是由苏联来解决 南部是由美军来解决 这是一个亚尔塔会议 大家听说过亚尔塔会议吧 亚尔塔会议的一个基本约定 所以 1945年8月 苏联红军在解放中国东北的过程中 苏联红军 进军 北朝鲜 这是旅行和美国的互相的一个协定 就是进军北朝鲜 那么进军北朝鲜 我们知道 进军了以后 能不能完全建立一个苏联政权呢 不可以的 必须是要由当地人出来 建立一个当地人的政权 当然是在苏军当局的支持下的一个政权 这很好理解的 那么就像上次我告诉大家 1945年 苏军解放 我还是用解放这个词了 简单用占领 苏军解放 因为驱逐日军 到中国大连 旅顺大连的这个时候 他建立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军政 军政府 一个市政府 这个市政府 当然是在苏军的支持下建立的 可是一开始 苏联人选择市长 是选择什么样的人呢 一般都要选择一个 一个资本家 做市长 那么朝鲜模式也是这样 苏军在初期 是培植一个博士金日成的人 做苏军占领下的 维持地方治安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新政长官 都是选一个资本家 这个资本家呢 一般讲呢 就是听从苏军 占领军当局的 那么 主要的 它本来是什么呢 本来的目的是 希望二战 刚刚结束了 和美国的这个蜜月关系 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和美国还在蜜月期中 苏美合作的这个蜜月 还没结束 我们知道铁幕啊 所谓冷战铁幕 是在1946年才开始的 苏美关系的恶化 是1946年 那么 前几个月 苏联人的目的是要和美国合作 最后最好能统一整个朝鲜 所以他推出的这一个代理人 当然我想就是叫代理人啊 这个代理人呢 叫做资产阶级民主派 但是随着这个八九月份以后的情况的变化 八月九月以后情况的变化 苏美关系开始紧张 这个紧张它是一个过程 到四六年越来越紧张 这个过程 所以呢 苏联人就开始决定要换马 换马 换马是什么概念呢 就不要这个资本家做领导了 要培植一个自己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金日成统治 金日成统治是1945年10月10号 做了苏联的军舰 一共66个人上岸 这和以后北朝鲜的续送 骑得高头羊马 浩浩荡荡荡 经过了凯旋门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今天北朝鲜平常还有一个巨大无盆的 那个超过巴黎凯旋门的 伟大的超级的凯旋门 就是纪念这次行动的 所以我看到金老先生对历史记忆是特别强调的 所以精心地构建了一个朝鲜历史的新叙述 精心地构建 小心翼翼地精心地经过几十年的锤炼 做成了一个新叙述 这个新叙述呢 具体的历史事实大概相差相当相当的遥远 那么这六十六个同志都是他的老战员 是登到苏联军舰登陆的 当然我们知道金日成同志他是共产党员 金日成原来是东北 在东北抗日联军的 我们的周宝宗同志 周宝宗同志 有没有听过东北抗联的领袖 建国以后呢也不知道是什么考虑 这个德高望重 这个功劳巨大的一个周同志 中央只给他安排到远远的 让他跟朝鲜事务不发任何一点边的 云南省做副省长 周宝宗是中国的最重要的朝鲜通 朝鲜通 但是由于他和金日成同志 有这个上下级关系 可能为了避免让金同志感到尴尬 所以呢就把周同志打到最远的 那当然周宝宗是云南人 这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爱国主义者 从云南到了 到东北 坚持多少年的 这个这个这个东北抗联的斗争 以后又率军 1940年进入苏联的远东地区 苏联远东地区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啊 实行的是极为残酷的统治 最后东北联军啊 在1940年在东北是无法生存 全部转移到苏联 那么金日成同志也在这个过程中 他身边也有一些他的老战友 其中有一个叫崔雍健 你们没听过的崔雍健 是50年代60年代的金日成的第二号人物 是朝鲜当时的最高会议的常任委员长 崔雍健同志 那么这是 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 当时相当于团长这样一个同志了 那么这些是金日成的老班体 所以1940年以后 他是在苏联的远东地区 就今天的哈巴罗夫斯克这一带 而朝鲜今天的伟大领袖 那个同志也是身在那 而不是说像今天的叙述 朝鲜的叙述说 说他身在中国的北投山 北投山 这是大家还理解这个 长白山 这是我们国内的概念 朝鲜有一个概念叫北投山 这是很复杂的 这个今天可能也有韩国同学在这 这里我要提一下 就是这个建国以后 毛泽东主席是高度的国际主义者 为了满足金日成同志的这个要求 把长白山的一部分 天池的一部分 划给了金日成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 我们国内的一些小年轻啊 小愤青啊 这个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完全是凭情绪 不堪历史事实的 毛主席有的时候是 当然毛主席是个伟大的爱国者 但是他又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大家理解吧 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所以天池的一部分划过去了 划过去了 就是因为 金日成他一定要建构一个 一个新叙述 他是朝鲜 差不多像天神一般的人物 从北头 从那个白头山那儿诞生 等等等等 锐气啊 紫啊 金光啊 是真的这样 所以现在金正日 他的叙述也变成了 是诞生在白头山 其实不是 他是在哈巴罗夫斯克的 秘密中 生下来的 哈巴罗夫斯克 但是历史是 过去 过去胡识讲过 是可以打扮的 那句话讲的虽然粗糙 但是有一点道理了 他历史是一个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 所以 真的这是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那么 我想这个 金日成同志在19 所以大家知道 朝鲜劳动党的生日 是10月10号 朝鲜啊 这是非常复杂 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 在20年代就兴起了 就是在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下的 朝鲜原来一直有一个 朝鲜共产党 朝鲜共产党跟苏共 跟中共都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金同志呢 跟朝鲜共产党的关系 是不是很密切的 以后革命成功以后 他回到北朝鲜以后 以他为主体 汇集过去的朝鲜共产党的一部分同志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左翼同志 建立了朝鲜劳动党 大家理解吧 金变成了朝鲜劳动党的正宗 实际上他不是的 他是后来的 他前面还有好多老前辈 这几个老前辈在50年代都给他消灭掉了 朝鲜共产党的元老 像朴斗奋同志啊 金斗奋同志啊 好几个叫金斗奋同志 不是 你这个 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我从来都没想过 金老先生被消灭的 在朝鲜战争期间 金斗奋同志多次到中国来的 毛主席都和他都有很多密切的元素 这种情况和古巴情况也一样 古巴在卡斯托罗同志之前 古巴他已经有一个共产党 但是卡斯托罗不是正宗 卡斯托罗是接近的左翼的一个革命者 当他革命成功以后 以他为正宗 吸取过去的古巴人民革命党 有个叫罗家同志 那是一个老的总书记 再结合他弟弟等等 建立了古巴共产党 从此卡斯托罗是古共的正宗 但前面的呢 不是机会主义 就是中派主义 所以我专门看过几次 我看过这个朝鲜同志的那个叙述 金日成同志 这个自己的著作我也看过 他有很厚的回忆录 他都谈到 前面的都是一片黑暗 不是机会主义 就是中派主义 到了他这儿 开始革命出现了坦途 阳光出现了 那这很有意思 当然这个人是了不起的 他站在朝鲜民族的角度 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我这里要讲到 金日成不简单 他是一个世代的 他的家里都是反日的爱国者 那金日成 这个所以站在朝鲜的民族的 我们要理解朝鲜民族的 那个看法 金是朝鲜民族的 一个重要的爱国者 甚至是伟大的爱国者 我们不要仅仅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那么这个 1945年以后 金日成就开始在朝鲜 就开始恢复战争的创伤 开始建立他的革命的新结构 也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 他的土地改革 在那个年代比中国温和 比中国温和 他强调 由于朝鲜情况 和别的国家不一样 长期在日本统治下 所以朝鲜的地主 同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因此他的阶级斗争 不是像中国这样的 那么激烈和分化 这是朝鲜四十年代的土改 那么我想这个 到了1949年 我们知道东方发生的就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件事给金日成同志巨大的鼓舞 巨大的鼓舞 他要 他觉得他自己肩负着一个统一朝鲜民族的巨大的历史使命 我们知道大凡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有历史使命感 我不是 真的是有一些大人物 不是所有大人物 但有一些大人物真的认为自己大运天意降到我身上 在我身上我要实现这个民族的基本愿望 我认为大概金同志大概身上真的有这种东西 所以他受中国革命的巨大鼓舞 就是赖赖不住要统一全朝鲜 那么当然他知道在他的那个条件下 他怎么能够统一 应该找谁呢 找伟大的斯大林 他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下建立起他在北朝鲜的统治的 这是无可置疑的 这是绝对的事实 不是他自己就能打回北朝鲜 不是的 全是靠斯大林 当然斯大林选来选去 他是忠贞的共产党员 不选他选谁呢 选个资本家 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是要选斯大林 选金日成 那么 这个1949年 这个49年年初 金日成就想访问 苏联 苏联给他打太极拳 斯大林打太极拳 斯大林是一个非常清醒的限制主义者 他非常知道三八线 这是他跟美军跟美国人的定下来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能不能碰 要不要试探一下美国人的这个底线 他要考虑的 万一怎么样 一旦发生战争 苏联刚刚从1945年的大战 刚刚出来 那真是满目苍蝇 我告诉大家 苏联在50年代初还到处是战争创伤的破坏 他自己又觉得他有使命感 斯大林也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他觉得他要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运动 他是老大 他是老大 他就要对其他的小兄弟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 所以他真的是乐井肚皮在支援世界革命 这里要提到斯大林 他真的是乐井的 他自己国内是一塌糊涂 47年48年乌克兰大饥荒 饿死多少多少人他也管不了 但是支援世界革命他照样支持 是两回事 就跟毛主席在70年代一样的 国内的情况 虽然是经济不怎么样 但是世界革命是一定要支持的 这就是一些大人物的大胸怀 我觉得我这里是很客观的在描述他们 真的是这样 那么这个 金日成要求这个建斯大林 斯大林不同意 斯大林答应给他一些援助 但是呢 对他的那个具体要求 就是支持朝鲜军队 向北朝鲜进攻 推掉 跟他打太极拳 报回他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金日成找谁呢 他找毛主席 金日成肯定是 除了找斯大林 就是找毛泽东 他为什么找毛泽东 当然中国当时 我们看啊 1949年5月 这是金日成第一次找毛泽东 49年5月 虽然南中国还没解放 但是基本上是大局已定 大局已定的 国民港这个完蛋是指日可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觉得 他有功于中共 同学们这一点可能不太清楚 朝鲜同志从来不认为 自己是单方面的接受中国援助的 他们觉得我们在最 你们最困难的时候 是我们帮助你的 此话何说呢 有没有同学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朝鲜同志从来觉得中国人欠他的 欠他 你应该帮我 除了我们是共产党以外 共产党共产党都是一家人 还有一个就是 你真的是欠我 这应该是什么呢 哪个同学知道 东北解放战争 朝鲜给东北民主联金巨大的帮助 共产党我们知道东北太重要 林彪部队在东北的战略后勤 等等等等 都是北朝鲜同志提供的巨大帮助 他认为你这个革命是跟东北分不开的 东北是靠我的 起码靠我相当一部分 我们今天知道像罗荣黄同志生病了 到平壤的苏军医院 很多很多人都是经过平壤再转过去的 从山东根据地到北朝鲜 从北朝鲜进入东北 这是4748年的一个常规路线 常规路线 包括朝鲜人也向我们提供 金瑞臣当时已经控制了北朝鲜 北朝鲜完全是他的 所以包括提供一些物质援助 因此他觉得他 那我们你要点支持 有什么不可以呢 有什么不可以呢 站在他 站在京同志的地场上 他觉得你是应该给他的 那么我想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5月 对金日成的这个要求呢 有三个方面的表达 第一个 把我们东北的人民解放军中间的两个朝鲜师给他 连装备连人都给他 我们知道长期的抗日战争中间呢 很多东北的 在我们中国东北 包括在延安都有朝鲜族的统治参加 甚至我们有朝鲜师 郑立成同志大家听过吧 郑立成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那个作者 郑立成就是朝鲜族人啊 以后49年以后回到北朝鲜 北朝鲜回得去以后赶到不适应又回来了 正好回来郑同志 因为这个金同志地位搞定了以后啊 他对从莫斯科回来的 从中国回来的同志都是不放心的 全都是他打击的对象 苏联的同志 在苏联学习的 金同志也是一个创造概念的人 很聪明的 他给他一个称号 叫做教条主义 所以他们什么都不懂 除了知道马尔列斯 什么都不懂 中国同志呢 从中国回来的同志也要给他一个帽子 给一个什么帽子 叫四大主义者 金日成很会发明词汇 这个词我们中国人还不太懂 事情的事 大国的大 就是处处仰仗大国 处处崇拜东边的那个大国 是个四大主义者 所以一下子一网打尽 除了跟着他在东北密林的 跟他造哈巴罗夫斯科的几个通知 其他都是这两类 都是这两类了 还有以后跟着他培养起来的 那是另当别人 所以不是教条主义 就是四大主义 所以老金也是不简单的人 是一个会创造概念的人 以后他果真搞一个 我想他也是受毛主席启发 他搞了一个主体思想 他很有意思 他这点比 我觉得甚至 也许比中国的伟大领袖 还高一点 为什么呢 毛主席一般从来不太直接 除了个别文件 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党呢 他在文件里自己也写过 全党要学习毛泽东思想 但是这是他在文件里才这样讲 他在大会报告中 从来没有说过 全党要学习毛泽东思想 没有 金日成呢很有意思 他都是号召 他在自己说的时候 他全党要学习主体思想 但是其他同志呢都把全党同志要学习 金日成同志的主体思想 他是通过这种换位法 非常完美的鼓吹要向他自己学习 这个做的很高明 很高明 那么毛泽东第一个把两个朝鲜师给他 第二个呢答应战争的时候呢 给朝鲜帮助 第三个最重要的 劝他不要向南部进攻 不要进攻 毛主席非常清醒 非常清醒 还有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搞完 我们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我们台湾问题还没解决 所以我们现在顾不过来 但是金日成是不死心 九月份又到莫斯科 九月份向苏联保证 不是去莫斯科 1949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天 他向苏联人保证 他要让斯大林吃个定心丸 他说只要我军队向南部去了以后 两周到一个月内 我就可以占领全部南朝鲜 而且金日成一定要让斯大林放心 他说美军绝不会干涉 他知道斯大林怕什么 斯大林怕的就是美军干涉 大家知道吧 就像我们人民解放军 要打长江的时候 毛主席也掂量过的 无非是美军干涉 一个是不干涉 干涉的话 毛泽东说我们做好革命 五年以后 推迟五年 但是谁知道美国人不干涉 这就要搏一搏 关键的时候要搏一下子 就是要试探一下子 成功了 就成功了 那么金日成现在呢 也跟斯大林讲 美军不会干涉 那么下面我要讲了 这个我们知道 1949年的12月 毛泽东主席到莫斯科去 到莫斯科去呢 是要商谈签订中枢友好 互助同盟条约 斯大林呢 金日成在这个时候呢 也是抓紧活动 抓紧活动 他在1950年1月19号 他和在平壤的苏联大使说 他说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 现在应该是朝鲜问题了 解决朝鲜问题了 他说如果你们再不解决 不支持我 朝鲜人民就不会信任我了 他也是给斯大林一个压力 我是共产党啊 我代表共产党啊 我再不解决 不能满足人民愿望 人民要抛弃我了 人民说宽大无边啊 等等啊 那么斯大林在他的压力下 当然斯大林有考虑 这里考虑都和中国有密切联系 考虑 1月30号 答应帮忙 答应见他 本来不见了 你不要来 最多是跟我的大使谈谈 不见了 这个时候 金同志啊 对大使尊敬得不得了 苏联驻那个平壤的大使 简直是 那是太高级了 这个金日成对他态度 非常毕恭毕敬 完全是看成 斯大林的化身在对待的 和以后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金日成最愉快的时候 是中苏关系矛盾的时候 那个时候太高兴了 太愉快了 他就游刃有余 在中苏两边躺浑水 两边都落浑水 大家知道吧 这个时候 在我们周边的 越南因为他情况很特别 在打仗 朝鲜同志特别高兴 特别特别高兴 苏联给我点援助 中国给我援助 所以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朝鲜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得多 七十 就七十年代 整个七十年代 一定比中国高 我告诉同学们 在大跃进的后期 我们的经济困难时期 我们东北居然有些糊里糊涂的同志 逃到北朝鲜 因为他当时比我们中国调教好 跟今天情况完全相反 今天你们看到 不是大批的朝鲜难民 往中国跑吗 时光倒流到1959年60年 是中国人往那边跑 特别是曹族 就是我们的东北的朝鲜族 第二次跑是文革中间 文革中间 我们有一些朝鲜族同志 还有其他同志 我还印象中记得 南京还有一个什么体育学院的一个老师 跑到北朝鲜去 随之中朝关系 在1966到196 就两年关系不好 69年以后就改善了 这个同志被金日成同志送回来 好像给判得很重刑 好像还是枪毙 就糊里糊涂的 跑错方向了 首先不应该跑 就给送回来了 66年到69年 这三年 中朝关系不好 当时是基左派 我们讲文革中的基左派 是四面树敌 正式的口号叫做 打倒门修 打倒苏修 打倒朝修 门修就是外门谷 朝修就是朝鲜 北朝鲜 那是四面为敌 所以有一部分人 东北的一些人 受不了文化大革命的打击 往那边跑的 多数给送回来 多数送回来 那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斯大林同志 在1950年1月份 答应要可以建金日成呢 金日成苦苦哀求 一年伟大的斯大林大統帅 坚决不建 但是一年以后 为什么建呢 他有契机的 有原因的 这和中国有密切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毛泽东主席 在苏联 正在和苏联商谈 中枢友好 获出同盟条约 而且非常明确的提到 几年以后 中国要收回大连 我们知道 我上次告诉同学们的 旅顺军港 这个是1954年 苏联人全部交换 中国方面派的是 宋情林主席 宋情林同志 和周恩来总理 率领了中国的最高的代表团 到大连去接收的 苏联要把所有的财产还给中国 中国实现了 外国在中国没有驻军 1954年真正实现了没有驻军 那么这个签订中枢友好 苏联大帝国的首领 苏联大帝国的首领 所以他有大报复 那么中国的大连很重要 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大连在俄罗斯人身上 我觉得他是莫名其妙 他觉得这个地方是跟他是血肉相连 简直不把我们中国人当回事 大家还理解什么意思 日俄战争的时候 就是屡胜口的陷落 大家理解吧 俄罗斯大帝国被东方的小国 日本人打败 就从屡胜开始 所以1945年 斯大林不无傲慢的 那么狂妄的说 1904年以后 我们又回来了 简直不把中国人当干部 就开不把中国当回事了 这是中国的地方 什么你怎么又回来了 就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了 很过分的 大家理解吧 当时的一些爱国青年 为什么对斯大林有反感 那是很理解的 怎么可以讲这个话呢 我们又回来了 他就是代表 他是大沙俄帝国的继承者 他身上是双重身份 一个是苏维埃 一个是沙俄帝国 大家理解吧 斯大林身上是两个 既是共产党 又是沙俄的 那个衣钵的继承人 由于1950年 毛泽东主席和斯大林谈判 旅顺港即将要归还中国 几年很快 所以他在远东地区 他要找新的出海口 新的出海口 我们知道他在远东地区 除了今天的海森威尔 叫海森娃 弗拉第奥斯托克 除了这个地方以外 他没有出海口 那么今天呢 他想到了 北朝鲜 朝鲜的几个港口 釜山港 釜山港 就是釜山 济州岛 这四个韩国的重要城市 同学们应该知道 和我们中国人关系比较密切的 第一个南部的那个釜山 好像今天我们上海 每天都有飞釜山的 济州岛 下一步就可以 到了济州岛就到日本了 太重要了 原山是在北方的一个港口 仁川在这边的港口 靠近我们中国山东的 这是朝鲜的几个最重要的战略性城市 所以如果他帮助了金日成 解放了全朝鲜 这四个港口就是他的 大家理解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75年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对越南同志很不高兴呢 因为金兰湾原来是美军的基地 美军撤退以后苏联人来了 苏军的一个在东南亚最大港口 就是越南的近南湾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他要寻找新的出海口 这是斯大林的战略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 杜鲁门埃琪逊讲话了 杜鲁门啊 当时的美国总统 埃琪逊是美国的国务卿讲话 南朝鲜不在美国的防御圈内 讲了这个话 1950年美国是很那个的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评价他 是很收缩的了 收缩 1950年美国曾经向全世界公开的 台湾不在他的防御圈内 所以才鼓舞了我们毛主席要解放他 因为他已经表态了 不是不在他的防御圈内嘛 我们有本事我们就可以拿走了 就是这样 所以缺的东西就是飞机大炮 缺的就是飞机和坦克 不军舰大炮没用的 那么这个时候 毛泽东主席在苏联 斯大林是背着毛泽东 和金日成是打得热火朝天 毛主席在那儿让他安排他看什么工农业展 看什么大学 他毫无兴趣 还叫他看机体农庄的养鸡场 俄罗斯冰天雪地啊 一月份二月份啊 老人家是经常感冒 那个冷的跟我们中国人一般的概念不一样的 对不对 对那个冷的死了 我想1949年的话外面还是很冷的 就50年的春天啊 背着他 那么谈几个问题 金日成和这个斯大林谈的问题是 第一个是提供军援 第二个是武器装备 第三个是再组织三个精锐的步兵师 当然金日成也不是白给的 金日成是 那个数字我忘了 给了很多很多公斤的黄金啊 把北朝鲜的黄金要贡献给金日成的 贡献给斯大林的 这斯大林不是一个建议 你要给他东西的 那么 1950年4月 金日成又秘密访问苏联 这个时候斯大林又开始动摇了 我们说大凡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啊 他有一拨三折的 虽然同意了 但是一下子又说回去了 说来说去呢 主要还是担心美国人 他们最在意的还是美国人 在意 非常担心美军干预 金日成向他保证 说不会 他的保证没有什么用的 但是呢 还是多少有点 但是说起来因为 金日成是朝鲜人 他对朝鲜的情况 当然要比斯大林了解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 还是有一定发言权 而且他大话言言 夸大 夸海口 他说 我要看看 这是他的原话 他大概意思就是 他讲了 一旦我这个军队啊 朝鲜人民军进入南方的话 南朝鲜的二十万 北朝鲜共产党员会全面起立 他在那边已经有二十万党员 因为四五年到四九年 他已经发展了二十万 我想这个二十万质量可能不高 这么快就发展了二十万 人数虽然众多啊 可能坐鸟寿散的 但是他这个用这个话来哄死大林 小国领袖很多很狡猾很精明的 我们看有些小 有些这个 不要低估那些 这些这些 他们非常智慧的 非常智慧 都是要实现自己最大的利益 最大化 那游刃于大国之间 也是一个人物 是不是人物啊 很聪明的 就像我告诉大家 就像我们的中国这个土军阀 冯玉强 冯玉强这个土军阀 也没有什么接受过洋教育等等 非常会打交道 他到苏联去 一九二零年代 二二二年 二三年 二二四年去的时候 他知道苏联崇尚工农 工农智商啊 所以他就到处说 我是平农 一会儿说 我是工人阶级 焚慧必喊 共产国际万岁 焚慧啊 就呼口号 然后呢 苏联人那时候啥呼呼的 给他了很多枪 给他很多钱 非常厉害的 这些东方的 这些军人政治家 我觉得他们智商都非常高 全部目的只是一个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那个嘴上很会翻 很会说 连冯玉强这个老粗 都会口若兰花 很会说 不要低估这些 这些 好了 现在下课了吧 下课了 下次再讲吧 后面听到吧 我这两天感冒 重感冒 今天中午还在挂手 本来今天想停一次课的 但是我知道这个 有扑口同学专门过来 所以我今天还是坚持上课 但是我喉咙比较哑 所以后面同学可能 听得要费力一些 那么上课之前要讲一件事 这个前几天啊 我自己无意地在 在一个网站上 在外面的一个网站上 看到一个帖子 这个帖子的标题呢 就很耸人听闻 叫做 在南大听高华讲 密实 那么这个 这个帖子传得很快 后来我一个过去的 一个学生啊 现在已经不在南大的 他帮我 去了解一下 所以很短的时间 就上个星期三的 大概是晚上 或者是第二天 那么到昨天前天吧 就已经有三千个网页都转载 那么我这个学生 帮我和那个 比较大的那个网站 打了招呼 一两个吧 他们拿下来 但是呢 面对这个将近三千个 或者三千多个 那真的是无能为力 没有办法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首先这个 我们这是一门课了 是一门课程 是学校的 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 给同学们开了一门素质课 这不是公共论坛呢 那么至于我们 这个按照学校的规定 选这门课的同学 当然可以听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了 或者其他的原因 没有选上的 南大的同学呢 如果听的话呢 那也可以 从原则上讲 从道理上讲 就是外面的人呢 是不应该听的 因为这是南大校内的一门课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选这门课的同学 以及没有选上的 那么我也同意 不影响我和其他同学 那么旁听也可以 但是校外的 应该是不能听的 不是我围栏这些人 这是学校有规定 那么这个 学校的同学 对这门课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看法 在小百合上发表一些什么看法 我从来都是不干预的 只要是不要太离谱 所谓离谱就是 不要离开四十太远 一般我从来没有去 表示过什么意见 我想因为我们是大学 大学们总要有一个大学的精神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就是思想之自由 精神之独立 但是我还是要讲 我这是一门课 那么不是公共论坛 而且既然是课的话 我讲这个课的内容 其实都是有上下连贯的 都是有整体性的 就不以以列齐的 那种眼光四肢 列齐这样的眼光 或者态度来对待这门课了 要看到我这个论述的整体性 和连贯性 所以我想怎么办 这么多的同学 我也不可能每次都点名 一点名的话 肯定要在那三十分钟以上时间 浪费时间 那么我想就是 上次那个写帖子的人 我基本判断是校外的人 是校外的 那你应该在 你要做一个补充 就是所谓你不应该 以列齐的眼光四肢 那个标题有多大的误导性呢 在南大听高华讲历史 这有绝对的误导性 绝对的误导性 完全不看我这个课程的 整体性和连贯性 这是一门课程 不是我们去谈什么什么 密史密文的 我相信 从前面第一节课 听下来的同学 不会以这种态度 来看待这门课 我认为我这门课 绝对不是什么 密史密文的汇编 绝对不是 所以我希望就是 你去更正一下 就是更正一下 你自己的这种 烈奇的眼光 还有那个耸人听闻的标题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以后呢 我可能会间隔的 去问问同学的 你的学生证带没带啊 但是我不是每一次都去检查 我也没有这个时间 我也不要求你 每个同学都把学生证放到边上 我也没有这个时间照顾过来 所以呢 但是呢 如果我要问你的话 就是请你配合一下 所以归根结底 这门课是一个面对 南大的选课的同学开的 所以应该的 就是跟我配合一下 这就是我上课之前 要讲的几句话 那么紧接着我们这个 还是延续上次讲的这个 我相信那位写手 那个写手好像在上面还写到 他还等这个星期讲什么内容呢 还等这个星期 很快今天晚上 我知道是不是会在 我相信他不会了 应该能听懂我今天讲的话 所以我相信了 你要做一点更正 不要裂齐 要看到整体性和连贯性 好了 我们今天继续讲 上次讲的这个抗美援朝这一部分 我讲的上次讲的是 就是1950年 金日成在四月份去访问苏联 和斯大林秘密的交谈 他给斯大林以保证 他说呢 如果北朝鲜的军队打过去的话 在很短的时间内 有20万北朝鲜的共产党员会起来起义 就是试图打消 斯大林对美军干涉的这种可能性的担忧了 那么下面我继续讲 这个时候啊 就50年的初期 在抗美援朝之前呢 就是1950年的春天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军力分布的情况 我们的军力啊 大多数的重点的军力 是分布在东南沿海 东南沿海 包括我们今天江苏到福建这一带 曾经短期内 我们的太湖 江苏的太湖 还要作为我们训练水军的一个地方 训练水军 就是即将要解放台湾的 我们的海军 当时差不多叫水军吧 水军 那么也就是东北这么一块地方 由于它是处在一个战略大后方 北朝鲜是共产党国家 北面是苏联 那边东西边一点是蒙古人民共和国 所以在东北没有大规模的军队 东北只有少数的几个公安军 公安师啊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武警部队 几个公安师和一个准备转业的龙肯四舍尔士 就是即将是全国解放的 要动员士兵转业 就是开口去了 那么面对这个金日成 和斯大林的这个新谈话的这个新情况 金日成在1949年5月到中国来 向毛主席通报他和斯大林谈话的论 所以原先这个中国党的领导 主要考虑是先解决台湾问题 但是呢 在1950年的5月 金日成到北京来秘密访问以后 毛泽东主席呢 当然不仅是他了 也就是中央政治局了 都接受了 就是斯大林和金日成的那个看法 那么也就是同意 先解决朝鲜问题 后解决台湾问题 到今天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转变呢 到现在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毛主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自己国家的事情先不搞 先去帮助别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但是与此相联系的 可能还有一些基本线索 就是随着中国革命 在1949年10月取得胜意 这个苏联呢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呢 在1949年的秋天 在中国的北京 开了两个具有地区 这种国际性的会议 一个是亚澳工会会议 亚澳工会会议 背景都是莫斯科的这种组织 还有一个呢 亚洲妇女会议 这两个会议是我们新中国 刚刚成立的这个时候 在北京开的 这个会议的在北京的选择开 它有个很重要的含义 包括这个时期 斯大林和刘少奇和毛泽东的一些谈话 就是表明斯大林呢 愿意接受 或者是他已经接受这个事实 或者他也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 就是认为毛泽东是亚洲革命的领袖 亚洲革命的领袖 当然他老人家自己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就是有一个差异 所以亚洲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了 你还要监管一些其他国家的事情 包括东南亚的 包括等等其他国家情况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斯大林电报 还提到 我们对南洋的情况知道一些 南洋 就今天的泰国的 马来西亚的 新加坡的情况知道一点 但是我们对印度也不了解 没有什么联系的 但是斯大林的意思呢 就亚洲都归你管了 因为中国革命成功了 所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这是斯大林 或者金日成 说动毛泽东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作为亚洲革命的领袖 对亚洲革命的这么重大的 一个行动 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个 正面支持的态度 这当然是一种分析 学界的一种看法 那么 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斯大林在这个过程中 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他跟金日成谈好以后 让金日成到北京来 和毛泽东说 他自己不知这些说 那么斯大林的全部的一个 一个目的 我想大概两点 第一个 绝不能让苏联处在 和美国对抗的第一线 就他不能让 跟美国正面对抗 但是呢 也要试一试 美帝国主义的 那个底线在哪儿 也要试一试 所以呢 最好是中国出头 他自己躲到后面 所以1950年的6月 我们知道1950年6月25号 北朝鲜的战争爆发 用北朝鲜的说法叫做 祖国解放战争开始了 祖国解放战争开始了 当然是南朝鲜魁吕集团 首先进攻的 那么在这个打仗之前 斯大林有密切的 有非常多的要求指示 就是全部在朝鲜军队中的 苏联顾问全部后撤 苏联军人全部后撤 因为苏联军队顾问 是帮助北朝鲜军队 训练成一个初具规模的 现代军队的 是完全在苏联人的训练下 完成这个过程的 是在斯大林要求下 全部撤 全部后撤 那么非常担心 美国会干预 会影响宿美关系 1950年的五月以后 将近一个多月 是苏联和金日成联合起来 密切的部署 向南进攻的所有的 战友部署 这个整个过程是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 当然他们知道中国的态度 可是还是有点鬼鬼祟祟 躲躲藏藏的 躲躲藏藏的 很多事情不让中国知道 我也不知道斯大林为什么搞得 这个非常秘密的 搞不懂这什么原因 既然是 这个中国也支持了 他给北朝鲜的军火 不经过中国走 从海路走 我们知道从中国走是最方便的 从中国东北的那个铁路走 是很方便的 但是他不经过中国走 是从海路走 那么 最后战争六月二十五号爆发 事先也没有跟中国打招呼 是事后才告诉中国 事后告诉中国 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 就是朝书联合进攻的一个情况 那么下面我要讲 这个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正式爆发以后 中国的态度 应该说毛泽东是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大战略家 大战略家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我们知道初期的情况是 北朝鲜军队势如破竹 势如破竹啊 迅速的向南推进 应该讲前线的情况一片大好 但是毛泽东提醒金日成 注意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 果真以后就是在仁川登陆 仁川大家知道吧 仁川港 今天好像上海都有 世界飞仁川的那个班机的 那么果然阴厌 九月应该在九月之前 这个美军登陆之前 战况非常好 但是美军一登陆以后 朝鲜局势极端危机 非常非常危险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今天都知道 就是中央政治局 讨论朝鲜局势 非常难下一个决心 就是到底中国采取 什么样一个态度 那么详细的有关档案 今天还没有完全公布 只能是一些局部的材料 已经大致的轮廓还是出来 就是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 都是反对出兵朝鲜的 反对出兵朝鲜 无非理由就是几个 第一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太差 跟美军完全不成对比 我相信我们的这些老将军 人民解放军的这些 他们都是 他们知道的 从来没有和美国人直级交手过 只是和美国支持的 蒋介石军队交手过 他们知道这个武器装备的重要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都是一致的看到 就是武器装备 悬出太大 具体有很多 什么一个石有多少多少炮 美军是多少多少 中国方面是多少多少 完全不成比例 第二个 更重要的是 中国完全没有空中力量 没有空中力量掩护 这是一个非常要害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 就是我们国内要恢复 历经多年的战争 这个战争应该讲持续时间很长 我们想1937年到1945年 打了八年抗战 1946年打到49年 又是三年 三年到四年 所以这个整个国家打了十几年 打得快打烂掉 好不容易一个和平的一个时机 应该先把国内经济先恢复起来 所以我们的老军人们 这个到底都都是懂的 虽然文化不高 但是都知道 就是先要把国内的经济要恢复起来 还有一个 能否打赢 没有底气 没有底气 从来没有交手过 没有底气 而大家都还比较珍惜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荣誉的 就是打不赢怎么办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此这个决心非常难下 当然 这个 经过毛泽东的这个 他的解释 他自己也在动 在变化 并不是一以贯之的 他也在动 但是他的基本态度最后 还是定下来的 就是还是要错误 要错误 当然在这个关键的过程中 他得到彭德怀的支持 应该讲林彪是不支持的 确实是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其他的那些重要将领 也都没有明确支持 彭德怀支持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跟斯大林提的要求之一 就是 初年保证 空中掩护 我们的军队就可以出军 就唯一的条件 就是你 要有空军来掩护 毛泽东为什么要出兵朝鲜 应该讲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 大概两个方面 大概两个方面 原因呢 一个 他非常敏感的看到 朝鲜战争的爆发 引起国内的一些社会阶层的 心理上的动摇的情况 心理上的一些动摇情况 为了国内的稳定 也要出兵 如果美军一直打过来 国内的 用他的话讲 反动气焰会进一步嚣张 那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国内的情况 第二个 也就是 我们今天读一般都宣传讲的 就是 国际主义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 叫做 不能见死不救 这个时期 北朝鲜 一开始是 豪气冲天 到了 仁川登陆以后 大溃败 大溃败以后 已经具体考虑 在中国的沈阳 成立流亡政府 就斯大林 已经通知毛泽东 如果你们再不出兵 他当然 他给毛泽东压力了 给他一个压力 那我们就安排 沈阳搞一个流亡政府了 实际上是给 中国方面提供压力 那么 1950年的 10月18号 应该是这一天 10月18号 毛泽东派两个重要的干部 一个周恩来 一个林彪 到莫斯科去 谈中国出兵的 具体的 军事上的 一些援助的 一些具体情况 也就是 空中掩护的问题 其他方面 斯大林都还基本同意 多少多少军队 掩护 装备 装备 等等 大致都还同意 当然 这以后还讲 就是 都是中国花钱买 这是非常非常的 让 让中国人心里不舒服的 我们是 旅行国际主义的义务 苏联人怕死 自己不敢去和美国人对抗 叫中国人出兵 他们来提供军火 可是 军火还是要 没有送 都是要钱的 这个钱 一直到六零年代初 还掉 还掉 是有点不像话 斯大林是比较利己的 大国主义 那么 这个1950年10月18号 周和林彪到莫斯科 谈判也非常辛苦 但是仍然是没有得到苏联空军掩护的承诺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是我们习惯上讲的 10月22号 或者10月25号入朝的 而具体的秘密入朝是10月19号 就1950年10月19号入朝 那就进去了 进去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空军掩护 下面我要讲一个就是 对这个抗美援朝的这个企 中国方面 其最大贡献作用的哪几个人 应该讲整个的最高决策者是毛泽东 就整个的最高决策者还是他 当然他的决策和指挥主要是宏观的 下最后决心者是他 那么其他几个同志呢 也分别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事实上是这个时期的 相当于军队的军委的总参部长 落实毛的所有步骤是周恩来在做 那么周恩来还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负责和苏方的联络 联络军火供应等等 装备军火 这是我讲我们国内的 派出去的 应该讲彭德怀是伟大的统帅 彭德怀从一个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个优秀的一个指挥员 变成一个有国际声望的 差不多叫做伟大的统帅 大家理解这个词吧 比如说朱可夫是伟大的统帅 彭德怀 够长 所以他是彭德怀在朝鲜战争中立下了 应该讲是最重要的贡献 具体的指挥等等贯彻的意图 在后方做出最大贡献 当然除了周恩来以外了 是东北的高纲 高纲对抗美援朝的胜利 今天应该事实求是讲 做出了很重要贡献 主要是 东北是整个抗美援朝的 总后方 他是东北的最高负责人 在这个方面 应该讲他做了很多工作 那么这个战争打了几年了 本来中国也不一定要出兵的 跟美国和中国没有良好互动 有密切关系 如果美军在反攻的过程中 反到三八线停下来 这个仗就不打了 当时的底线就是 美军啊 回去往北边打 打到三八线停下来 中国不出兵 在这个过程中 周恩来啊 毛泽东都带话 带话给谁呢 让印度大使 当时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 都没有外交关系了 比较重要的一个 我们的友邦就是印度 印度啊非常重要 印度和英美都有密切联系 都是请印度大使带话 但是美军是根本 美国方面没有重视 这是他们自己 这是他们要检讨的 所以过了三八线 中国要出兵 那么这个仗打的是这样子的 打了几年 回到三八线 就整个情况 还是回到三八线 在那儿停下来 停战 五三年 全部搞定了 就斯大帝去世之后 整个战监结束了 那么双方的损失人员 中国方面呢 应该讲我们的损失还比较大 比较大 中方现在是我们官方的数字 是我们阵亡的 应该是差不多三十六万 阵亡三十六万 连同伤亡合在一起 总数字是七十七万 七十七万 美军阵亡的是五万 当然这不一样的概念 没办法的 这不一样 那么战俘 回到大陆的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 回来的是八千人 经过被美国蒋介石 什么等等等等 蛊惑 吸引 弄到台湾去的是一万四千人 就是去台湾的 多余回大陆的 这些人是五零年以后 五一年回到台湾 都被称作叫什么反共议事 反共议事 身上都刺了很多东西 所以他们90年代开放探亲以后 回来的时候都是很费事的 以后是台湾当局还好了 免费给他们身上的那些几个字 刺上的字 反共抗俄 杀猪八毛 把他们这个消除字 很痛苦很痛苦的 那么这些同志呢 一万四千名 有一部分 是原国民党起义部队 就是起义了 拉到朝鲜去的 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这个 我们的伤亡在很多情况下 不是说就是被打败的 而是因为条件太差 后勤保障跟不上 是被冻死的 或者是戒肢的 大家理解吧 那个朝鲜零下三十度 零下四十度 第二次战役的时候 中国动伤 皆知的是五万 这数字很大 皆知就五万 这个伤 条件太差 那么下面我要讲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看呢 现在这个关于朝鲜战争 这个议论很多很多 我觉得这场战争呢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重要的军队 是有最关键的作用 就是这个战争 使中国军队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军队 原先不是的 原先不是的 原先是我们革命战争年代 还带有某种游击战 还带有某种所谓土八路的这个色彩 整个的实现了一个军队 装备的现代化 是在朝鲜战争时期 毛主席很会英势力道 什么叫英势力道 朝鲜战争既然打起来了 就把这个战争 朝鲜战场 看成是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 使中国人民解放军 实现自我更新的一个最好机会 所以军队都是拉到朝鲜去 在那儿换装 换装备 进行实战 苏联军队 苏联人要承诺的给我们的支持 这些支持不是说 拿到来 在我们这个国内 国内换装了 换武器了 不是的 到朝鲜去换 在战争 战场上换去 所以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 使中国军队成为世界级的军队 也倒是让世人刮目相看 这是事实 我相信这是事实 第二点 大大的巩固了国内的新秩序 前面我讲的 朝鲜战争发生以后 国内曾经出现过某些阶层 某些人 大概数量也还不少 人心浮动 人心浮动 这些人又开始怀念蒋介石了 他们一开始对蒋介石都是失望透顶 49年是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 过了一年多 新政府的很多社会改造措施出来以后 发现还不如过去好 就他们那些人觉得的 大家理解吗 刚刚开始的时候 49年大军入城的时候 觉得一切都很好 蛮好 50年以后 又是美国电影不给看了 又是这个不行了 又是那个不行了 新政策越来越多 社会改造的力度开始一天天加强的时候 一部分人开始怀念过去 也希望 甚至希望美军从东北打过来 真的是有 那么这个抗美援朝战争 把这些人的希望彻底破灭 彻底破灭 大大的巩固了国内的新秩序 顺着 刚才我讲 毛泽东主席英式力道 把一百年来 在中国的知识界和社会各界 存在的对美国的清散的感觉 一种清散的 一种社会心理 连根拔掉 大家理解吧 一百年来 1840年以后 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 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和英帝国主义 日帝国主义 俄帝国主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它给人们的感觉是 第一 它不要中国任何一块领土 第二 美国人在中国最热衷的是 办医院办学校 所以大家对美国的看法是这个 再一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美联合 美国人帮助我们打日本法西斯 所以老百姓中间 对美国人的好感 包括知识界的 不仅是知识界 它是一个渗透到全社会的 对美国的一种感觉 经过抗美援朝 连根拔掉 配合抗美援朝 国内开始了一场运动 就是批判 从美 亲美 还有个什么美啊 一共变成了一个叫仇美运动 仇美 灭美 还有一个什么 一共三个 就对应起来 就正确的态度 是应该仇美 就是正面的提倡 仇美 而且还有一个叫灭美 灭世的灭 灭美 那么这个 呃 我们知道的就是 1950年以后 美国在中国的所有的 办过的那些文化教育医疗单位 全部结束 全部结束了 全部结束了 所以朝鲜战争 是真正的使中美完全切断 彻底切断 心理上的感觉也切断 那 那 写到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 第三点 是斯大林 彻底的信任了毛泽东 那 本来斯大林对毛泽东是 半信半疑的 更多的是 没有 没有这个 亲和性 呃 这个具体有很多很多材料 那 那么 当然 最普通的一种说法就是 他认为毛泽东很可能是 东方的铁拓 啊 东方铁拓 但是这场战争 啊 通过战争 毛泽东敢于和美国人正面对抗 彻底断了毛和西方在联系的那种 可能性 是斯大林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开怀 啊 于是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开始 就开始了 啊 就是 斯大林信任了 啊 当然 这个 我下面还会讲 这个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斯大林时期开始 到赫禄晓夫时期一直延续 一共是156个大型项目 1950年代的 5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 苏联援华156个大型项目 包括洛阳拖拉机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等等等等 啊 我们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是156个工业项目 这156个项目中间 一半以上是军工 军工项目 就是中国开始有自己的军工 是和苏联人的帮助分不开的 而苏联人为什么帮助你 和朝鲜战争分不开的 是吧 分不开的 当然还有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使台湾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呢 1950年上半年 台湾到处都是播放一首歌曲 叫保卫大台湾 慷慨讲 悲壮 就是我们已没有任何退都好退了 再退退到海里面去了 朝鲜战争来了 从此 转为为安 所以有人说 不是有人说 很多学者说 二十世纪的历史 给国共两党都给他一次 曾经给过一次 起死回生的机会 叫做都是公平的 对共产党给了一次 就是西安事变 给国民党给一次 就是朝鲜战争 都让这两个党 大家互相都留到那 不让哪个吃掉哪一个 留到那也许不一定是坏事 这是很多学者是这样看的 就是朝鲜战争 使得台湾得以留下来 留下来以后发展出一种 所谓台湾的模式 再过几十年 就过了几十年 又对我们国内 有某种启迪和启示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就是台湾的一个情况 当然 还有一点 这个也是今天 我们很多朋友 心情有时候一谈起来 就比较激动的 就是帮助了 金日成同志 真的是对他的巨大帮助 他的江山 就从此一劳永逸了 一劳永逸就定下来了 这也是客观事实 就是帮助了金日成 我相信这个 当然这个 我们中方损失了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大量的军费开支 我们1951年的军费开支 占了全年的 整个的国家预算的 百分之四十五 百分之四十五 在一定程度上 是对我们的经济 是造成了一种影响的 很大的影响 至于中美断交 二十多年 这也是对我们中国的 国内的发展 有相当重要的 起了很 就是应该讲是 有很大很大的牵制 是想如果五零年代初 中美没有完全的断绝 我觉得那个历史发展的路 就不一定是我们 那样的情况 这里还稍微讲几句了 就是再讲一个 和这个有关系 就是我有时候看到一些 议论 就是对毛岸英的一些看法 我都觉得稍微有点不公正 真的是有点不公正 我这里倒不是说要为 毛岸英说什么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 用一种平常性来看 应该说毛岸英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青年 不要用那么刻薄的话去说 我看到有时候经常 有一些什么说法 如果不是 如果不内阁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不好的 不好这样子推出来的 不好推出来的 很难说的 真的很难说的 不能那么绝对性的 他和金正恩是完全不同的人 大家理解吧 完全不同的 生长环境不一样 价值观不一定不一样的 这个从小 他的那个过程那么辛苦 而且以后是在苏联 参加魏国战争 他真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你们知道王明是毛泽东的 应该讲两人意见 矛盾非常非常大 但是王明在那个年代 写信提到毛岸英 都是给毛岸英 最好的评价 这个信不是给毛泽东看的了 就是王明跟其他人通信 提到毛岸英 都说这是非常优秀的青年 非常优秀的青年 所以这个我们不要用 太简单的那种方式 换句话说 蒋经国我们何尝当年 能想象到 他在他的晚年 做出那么重大的改革呢 蒋经国 蒋经国以后 我相信在中国历史上 他是相当正面的一个人物 也许将来一百年以后 再写中国历史 他肯定是一个正面性的 比较正面 但是蒋经国 我们谁能想到呢 说不一定 蒋介石选蒋经国 而看起来是一种 比较人质的 中国式的 东方式的传统 但是在中国这个情况下 也就是我们才结束了 地质没有几十年了 大家今天想一想看 我们结束地质没有多少年 这个在历史长河中 非常非常短的 结束地质 剪个头发 那很容易 地质思想 那是根深蒂固 要很长很长时间的 才能慢慢地消解 慢慢消解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那种 条件的变化来消解 退一万步 不一定就是 蒋经国 我不认为蒋经国就比别人差 甚至我经常这样看的话 我觉得他比别人还好一些 还好一些的 所以毛岸英不应该用那么 我甚至认为有一种说法太刻薄 太刻薄 不好 我个人都是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 很好的一个情人 很好情人 而且我们应该同情的了 同情了 才二十八岁 没有想过一天府了 用中国人通常的这种最平常的价值观看 他没有想过一天府 没有享受过一天太子的那种 那种荣华富贵 没有啊 他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金正人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不对 不一样的 所以 这是我顺带讲的一点 好的 我们休息会 休息 这个前面我讲到毛岸英 这个由于毛岸英的这个特殊身份 其实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老同志 对他都是特别关心的 当然在这种多数人都是一种 很好的很善意的关心 像周恩来 朱德 这样一些老革命家 他们对毛岸英的关心 是很非常 非常好的那种关心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一些关心 是带有自己个人目的的 这些话我们也会知道 就是这个 今天我们都知道 就是也有个别的一些人的关心 是带有某种政治的 投资的那种色彩的 那么这个就是 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 特别有名的人物 叫康生 康生获得毛泽东主席的欣赏 当然有多种原因 作为个人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 他是在 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问题上 是坚决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的 这是一个 这个是不说他了 这个大多数人都知道 第二件事 就是他对毛岸英的多年的所谓关照 这是他的一个很有所谓眼光的一种政治的 一个长期投资 这个王明这个人是一个苏呆子 少年得志的文化 就是应该讲相对浅薄 不是讲文化 就是人啊 比较浅薄 他浅薄 他对中国历史各个方面都不太了解 甚至用他自己话讲 就对中国式的人情世故也很不了解 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俄国去了 基本上在他青年时期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 接受的都是俄化的教条主义的那一套 就是整个影响了他的思想 行为 举止 做派 和那种比较中国化的 像康生这些人都是特别中国化的 那么一九我们知道是 毛岸英是 这个本来是 在阳开会 这个被和见 湖南军阀 这个和见 是个真的是很坏的一个人 今天各种各样的资料都显示 阳开会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旅行 非常杰出的旅行 不管是正面的材料 反面的资料 我也看到一些 包括这个当年和毛泽东在长沙一诗读书 和毛泽东意见相左的一些 意见相左 甚至在政治观点上互相对立的一些人 他们都对阳开会最好的评价 他是大家归秀 大家归秀 他是杨昌记先生的千金 那么我们知道杨昌记就是毛主席的岳父 两个孩子 一个是杨开会 一个是还有一个老先生 这个人见过以后都在的 就是杨开会的这个哥哥 但这个哥哥一直是个很平庸的人 非常平庸 这不管他了 那么这个 这没什么 是一个就是普普通通的 也没有受到他父亲多大的影响 这个老先生七十年代还在 杨开会是被和剑杀害的 这是当时就被湖南长沙 社会各界都感到很痛心 因为这个人认为这个杨开会 就是和在井冈山的毛泽东 他没有什么呢 毛泽东是毛泽东在那边 他在那边也没有什么呢 就是没有什么呢 也没有对那个什么和剑那儿的什么统治 在颠覆他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就因为他是毛的这个原配夫人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太过分 非常非常的这个 所以 他的这个两个孩子就流落 被党组织收留 收留起来 送到上海 上海一个党办的一个大同幼稚院 叫董建武牧师 董建武这个老同志应该讲 还是有贡献的 办了这个大同幼稚园 收留一些党的劣势的孩子 但是到了三五年以后 这个经济来源没有 经济来源没有以后 这个董同志 他对外出就是以牧师 基督教牧师 董牧师 我们看过西行曼记者都知道 斯洛到陕北去 是董牧师和中共的宋庆林等等安排的 董牧师千不该万不该 好事已经做到一大半 到了三五年 就把这个毛家两个孩子赶出去了 太浅薄 就是浅薄啊 受他太太影响 太太可能是那种上海一般小女人 大家理解吗 当然我这里不要去批评上 就是有一些那种 斤斤计较的小 就是小女人 女同学不要过敏 好事已经做了一大半 收留好几年 三五年 由于中央的经济财主 因为一九三五年 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 全部两次被国民党毁灭性的破坏 毁灭性破坏 就没有了 没有钱了 没有钱 他就在他家多两个人吃饭 不行就把他赶走了 很过分 很过分 这过程中就产生了毛岸青 被巡抚帮的巡抚 把头打坏的事情 所以毛岸青也是很不幸的 很不幸 很不幸 那么但是呢 党组织还始终是惦记着毛的 这两个儿子 所以一九三六年 中共地下党组织 通过东北义勇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叫李渡 李渡是东北义勇军的一个很有名的人 李白的李 渡 把毛家两个孩子带到了马赛 法国的马赛 王明安排康生去接 王明自己没有去接 是康生到马赛把这两个孩子 接到莫斯科的 所以他这个 这是他奠定他在毛泽东那儿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关键性的东西 两个孩子是他带到莫斯科去的 所以一九四五年回来以后 毛岸英回来以后 毛泽东是让康生做他的老师 实际上是太子太妇了 太子太妇了 那么带了他先在山西搞土改 又到这个山东搞土改 毛岸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在俄国的环境下 生长得跟中国国情不一样 比较单纯 而这个康生夫妇两个人是功于心计 每天对他进行所谓教育 所有的教育目的就是关心他 给他爸爸写信 关心他各一段时间 就看你给你爸爸写信了 信怎么写的了 给他看一看了 都要写毛岸英是个年轻人 怎么能跌得过康生夫妻两个 这两个超级的 非常超级的 超级人精 每次写都写 康伯伯对我怎么好 康伯伯对他怎么好 所以当年在山东搞土改的一些同志 有一些资料都显示 这个夫妻两个人 在毛岸英身上下足了功夫 下足功夫 当然 我相信随了毛岸英的就是 如果他是以后是一个健康的成长 他慢慢会成熟起来 这个时期呢 因为毛岸英没有像中国历代的这些高级领导人 他们自己都有一个 所谓太子有一个身边的人 他没有 蒋经国我们知道 蒋经国在四十年代 甚至再更早一些 在盖南时期了 他身边都有人的 有几个好朋友 几个可以谈话的心服 这以后成为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力资源 他的干部基础 干部基础呢 毛岸英没有的 太年轻 还没来得及 所以1950年毛岸英的牺牲是对毛泽东主席的打击是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多谈了 作为他个人 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好的 我们换一个话题了 这个我下面要讲这个题目是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确定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确定 当然我们知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它不完全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 它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还有一系列的政治设计 政治设计 以后就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 就计划经济管理模式 政治上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管理模式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开了第一次政协会议 通过了共同纲领 民权国家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的那个条件 叫做新民族主义时期 新民族主义时期 我下面就要讲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是新民主义一直兴下去的话 那也谈不上什么计划经济了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会改变呢 本来讲最快最快是15年以后 1949年要15年以后才能转向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看到1953年就转了 前后几年呢 四年不到时间 为什么会转的这么快 本来是糟糕全国和全世界的 要社会主义在相对遥远的将来 在新民族主义时期 最重要的是保留市场 保留市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 保留市场 而且在政治上 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也就是在政治上 是我和同学们说的 就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 一个联合的治理模式 一个联合的 当然在政治上 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但是它还是一个带有联合政府的一个样式 所以我下面要开始讲这个问题 第一个小问题 我要讲在对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问题上的 毛泽东的矛盾的态度 这态度非常矛盾 自己在自己的两个方面在摇摆 所以我第一个小问题讲 在对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问题上的矛盾的态度 那么我们知道1949年到1952年 国家的基本的方针是建设新民族主义 那么这个思想是从哪儿来的 这个思想都是毛泽东自己的 这个思想不是刘少奇的 也不是斯大林的 当然和斯大林有关系 但是呢 它主要的是从毛泽东自己的而来的 那么这个从毛泽东来最早来的那个版本是什么呢 就是1940年的 他写的一篇重要的文章 又被称为是重要的文献 叫做新民族主义论 新民族主义论 那么 他作为一个 这个基本国策 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域得到体现 得到体现 就是比1940年的新民族主义论呢 略有变动 但是呢 基本精神是差不多的 所以 1949年 果真在共同纲领域上就体现了 问题是 到今天为止 很多学界 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 都搞不大清楚 还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新民族主义 到底是 毛泽东定下的一个基本国策 还是一种为夺权而服务的一个策略宣传 这是个问题 大家听懂吗 一个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第二个就是 这只是一个为夺权而设计的一个政策和宣传吗 到底是什么 所以 到今天为止 众所分云 众所分云 那么 但是在1949年到1950年 还是基本明确 基本明确 根本原因 这是 我想啊 还是比较明确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毛泽东有非常务实的这一面 这个人啊 他既是一个理想家 也是一个绝对的现实主义者 毛生上是这两极对论 一方面是非常高调的理想主义者 一方面又是最冷静的现实主义者 所以我们只看他一点都是不够的 我经常发现一些同学只看了他一点 他两面都有 我下面讲他的开明和务实的这一面 毛泽东在1944年1945年在延安的时候 就和当时到延安去的一些美国人 包括美国的政界和新闻界人士谈话 多次表达中国欢迎美国的资本 而且讲了很多很多的话 在中共其他的口头报告上 毛泽东还提出这样一个看法 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 而是太少了 大家注意我刚才讲的是 毛泽东在中共其他的口头报告 这个口头报告到1990年代初才公开的 我们看的毛选中的毛泽东的 联合政府的报告没有 书面报告没有他这句话 所以毛泽东以后编毛选的时候 不编他的刚才讲的这个话 他鼓吹资本主义的这些话 是在他老人家去世以后的1990年初出版了 毛泽东在其他的口头报告 在其他口头报告中 他说中国缺的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太少 而不是太多 而且1948年 毛泽东针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一种情况 就我们中国共产党内啊 就大多数的同志 在当时都是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 农民出身共产党员有一种天生的反资本主义性 反资本主义性 那么这个毛泽东给他一个词汇 叫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 1948年毛泽东提出来 要反对共产党内的民粹主义 你们看这个思想非常正确 很好 很务实 甚至 1947年到 1947年到1948年 为了适应将来夺权成功以后 中国的社会的情况 要研究这个情况 毛泽东显出一种开放的姿态 不一定是姿态 甚至就是他的态度 在他的支持下 任毕石和张文天这两个老共产党的领导同志 他们研究了一个新概念 叫新资本主义 说我们将来要发展新资本主义 甚至不准备用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 干脆就用新资本主义 你们看这个态度很开阔 一点不圆教职 当然这个概念用了几个月以后 毛泽东觉得不妥 说还是不用新资本主义吧 还是用新民主主义 当然这是刚才我讲的 他的开明的这一面 他的非常务实的这一面 他知道中国缺少的是生产力的发展 他知道很清楚 虽然他没有到西方去过 但他就知道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这一面就是比较坚定的 或者原点意义上的 那个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那一面 这一面也同时存在 也就是说当他在提到 中国要发展新资本主义等等 欢迎资本主义等等的时候 他也提过 就是上次我讲的 他给斯大林电报里提过 革命成功以后 我们不准备要民主党派了 这个电报是1947年11月30号 毛泽东给斯大林电报 为什么 毛泽东做了解释 中国的民主党派和美国人的联系太多 和美国人联系太多 毛泽东要让斯大林放心 中国共产党不跟美国人拉拉扯扯 但是很有意思的 斯大林反而不同意 不同意毛泽东这个看法 倒是毛泽东以后接受斯大林看法 所以文革初期 同学们你们不知道的 文革初期我们的红卫兵非常凶猛啊 不能叫我们的红卫兵啊 就是红卫兵啊 1966年我印象很深刻 66年我们都是知道的 红卫兵碰领全国民主党派 从8月24号开始 全部自动关门 全部自动关门 自我取消 自我消灭 全国的民主党派非常老老实实 8月24号遵照红卫兵的指示 全部自动关门 这个自动关门关了好几年 最后毛泽东想了一圈 到了七十年代初 又说 看来民主党派还是需要的 有几个老人有什么不好呢 因为他们从来也不反对 也不反对我们 因为民主党派经过革命改造 已经不是五七年的民主党派了 大家知道吧 五七年的那些民主党派 什么张伯局 罗隆基了 还在那儿切梭巴梭的 到了六十年代 七十年的民主党派 再也不乱说了 所以 但是就是这样 也让他们分了他们四五年 到了七零年代初 毛主席 才让他们重新活动 活动的这个过程 也不是一步到位的 好几年慢慢活动 首先是孙中山诞辰的时候 让他们以什么什么名字出来了 去攻去了 大家记得每年都有孙中山 什么诞辰日 什么什么什么去世日 都要到中山林 到北京香山的什么什么地方 去攻去的 以这个形式 让民主党派活动 好 这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 刚才是开明的一面 灵活的一面 和坚定的一面 这个坚定的一面呢 这个刚才我提到的 包括这个 对民主党派的态度 包括最后还是 不用新资本主义概念 都是比较坚定的 那么 1949年2月 在共产党的七天二中全会上 对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态度呢 非常矛盾 两个方面内容都有 所以 看一看七天二中全会的 那个有关文献 它绝不是以后 这个 所解释的那样 毛泽东说 49年以后 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生物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 绝不是的 它两方面内容都有 既提出来要发展新资本主义 又说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将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 所以 它都有 它的这个篮子里 东西都在哪 随时根据需要来用 好了 这是我讲的毛泽东态度 就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解决态度 所有新民主主义的东西 母本来自于它 但是它自己 到了 50年以后 有所变化 有所变化 变化的幅度呢 不是太大 但是呢 已经有变化 那么下面要讲刘少奇的这个 这个这个 态度 因为刘少奇这个时候 它是主要的共产党内 维护新民主主义的代表性 不是其他人 是刘少奇 相对于这个 这个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这个建国方针问题上的这个动摇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坚持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代表性文物 它是真诚的相信它是基本国策 它真的相信了 当回事了 而且它全力维护之 鼓吹之 当然 于是和毛泽东就产生了分歧 所以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 最早的建国以后的第一步 就是在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所以以后文革中清算刘少奇的罪状 第一条就是这 建国以后就是这一条 那么1949年这个我们人民解放军席卷全国解放全国的时候 我们国人啊 对刘少奇基本上是不了解的 你们可以问问你们如果有老人 十八十岁 大家都不知道刘少奇和徐春野 他是一个神秘的幕后人 共产党在当时对大家所认识的主要人物 大概是三个人 一个毛泽东 一个朱德 一个周恩 这三个人是家喻户晓各个知道 那么这三个人甚至是朱毛 在28年29年以后就是全国有名 毛主席的名气搭得不得了啊 不是以后大家想的这样的 他虽然在28年29年不是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 但是他的名气大大超过那些第一号人物 他名气特别大 那么刘少奇呢 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刘少奇是什么 搞不大清楚的 只有共产党里面人才知道他 外面的人小商小派都不知道他是什么 那么1949年1950年 毛主席还是很有 他一切都是慢慢来的 1949年1950年为了顺应全国人民对共产党的这种认知 人民对共产党有认知的 共产党不是一个空的东西 共产党是和具体的人相联系的 所以大军南下 我们人民解放军进城的时候 都是出涌着两幅巨幅照片行进 这两幅巨幅照片就是毛泽东和朱德 虽然朱老总在这个过程中 并不在预测城中取重要作用 更多的是象征作用 象征作用 朱总司令 他是总司令 但是底下人都不听他说 对毛泽东指挥的 大家理解吧 但是朱总司令名气太大 所以党 以后朱德讲的党 党意思就是 大概意思就是 他这个牌子 这个应该讲对国民还是有贡献的 确实有贡献 是不是呢 他这个名字就是一个贡献 是不是 因为人民认知 认知中朱毛 所以大军南下两个照片推出来 全国各地都是的 解放南京 解放上海 解放广州 都是朱毛 然后呢 1949到1950 中国喊两个万岁 毛主席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 哎 毛主席都接受的 五零年以后不接 五零年以后 朱总司令万岁自动消失了 没有了 违徽一个万岁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中国它既是一个 从俄国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 或者列宁主义的 又是一个中国几千年的 这两个方面 你都要结合起来看 它既是一个新的 又是在这个传统基础上 产生的新的 那么 刘少奇很少 错头露面 但是在党内 大家都知道 他 他是第二号人 第二号人 民主党派搞不清楚 资本家也不知道 资本家以为 周恩来是第二号人 那么 刘少奇作为第二号人物 大家就是党内 知道他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组织家 共产党的组织家 精于组织 第二个呢 他是一个理论家 喜欢写文章 他有理论的爱好 这个理论爱好 这个事情 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以后他也栽在这方面 其他同志没有理论爱好 反而是比较安全的 第三个呢 他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工运专家 所以刘少奇 党内人知道他 就是这样的一个认知 那么这个 刘少奇这个 他这个老革命家呢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呢 他有他的一个 非常好的优点 就是务实 他有务实的这一面 务实 由于他是长期 都有务实这一点 所以在1920年代的后期 到1930年代中期 他在共产党内 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老幼青 老幼青啊 都认为他叫老鸡 简称老鸡 就是老鸡会主义者 老鸡 就是他曾经是 被认为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就是 以后建立他和毛泽东 政治上结合的一个基础 就是三五年之前 甚至三七年之前 都认为他是一个老幼青 看什么事情都是老幼青 比如说 我们以后都知道的 比如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我们一般传统意义上讲 都是陈独秀的用经济会主义了 等等等等 他的看法不一样 他说是共产党在武汉 搞得过火的斗争导致的 天天叫工人起来罢工 搞得商业完全垮掉了 资本家全部喝得跑掉了 整个造成武汉那种经济的崩溃 他批评了很多很多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四十呢 是四十 是四十 但是他讲的话呢 跟党中央的主权力不一致 跟斯大林的主权力不一致 所以呢 被认为是个老忌讳族 比较务实 但是这些人啊 他都不是一面的 我们很难看到一个人 务实 他就务实一辈子 他有 这个刘兆基同志呢 他还有极左的一面 他两面都有 所以一个非常务实的人 左起来也是不得了的左 所以他身上是两极对应 而且快速 快速过渡 他能从非常务实 一个跟头翻成极左 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这是他的特点 所以 这是刘少奇的一个特点 所以今天好多人 对刘少奇并不了解的 只看到他一点 那么他的这个基索 主要表现在1947年 他领导老解放区的土改 老解放区的土改 差不多叫春春点火 顾乎猫烟 认为这个基索土改 搞得很过分 最后是毛泽东出来揪篇的 毛泽东揪篇的 那毛还比他体性一点 就得这样搞下去的话 要丧失社会同情 大家理解吧 最近我们这个47年48年左右 南京大概有五万里以上的 苏北地区的地主都逃到这儿来了 苏北的地主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解放区在进行 轰轰烈烈突改 那些地主怕死了 所以全部逃到南京来了 就作为苏北难民逃到南京 那么 但是呢 在1949年到1952年 又是刘少奇 务实这一面 占上分的时期 所以刘同志啊 他经常有 某个时期是务实的 某个时期是基索的 我看他建国以后呢 他务实的一面呢 是1949到1952 他务实 1961到1962 他务实 1964年他基索 刘少奇是这样子 64是他基索高峰 66年呢 文革的初期 他也有一段基索 也有一段基索 所以 他是两交替的 交替的 这个 在49到52年这段时间 他真诚地相信 新民主主义 将是有利于中国的 一个基本方针 那么我上次讲过 他到天津 受党中央的委托 发表了天津讲话 那么天津讲话 当时讲的 就有天津市委书记 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心里就不高兴 当然他没有正面批评刘少奇 但是他说 他说进城以后 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是主要矛盾 虽然刘少奇去讲话 是他叫他去 去安抚资本家 但是刘少奇呢 忘了一点 就讲得太过火了 资本家越剥削越多越好 不剥削工人就难受 像这些 这些话嘛 就是太超过原教旨了 或者有些话 只点到为止 或者是只做不说 那个时候还没有发展出 以后呢叫只做不说 所以他这个呢 就是说起来 他还是一个酒精考验的革命家 但是讲话呢 他不像周恩来同志 讲话的比较的严密 总理讲话是比较严密的 刘少奇讲话 经常有过火的一面 过火 所以过火以后 都是他被人抓小便子的地方 当然因为跟他地位有关系 他第二号人物 所以他就 他就比较自由动大一点 自由动大一点 第一号人物更好 讲什么都可以 当然都可以自我解释嘛 讲什么都可以 这样讲有这个道理 那样讲有这样的道理 但是第二号人物不可以的 这个这是第一件事 天津讲话 他是比较新民族主义的 第二件事情呢 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农业合作化 我们知道这个新中国建国以后啊 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土改运动刚刚才财宝 1950年 但是呢 我们那些老同志 这个由于天生的具有一种 反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要求 共产党人就是反资本主义的 天经地义的 看不得那些人是个发财致富 要搞大家一阵富 或者一阵穷 这是 传统上都是这样子的 共同富裕 共同贫困 这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是有人富 所以才开始土改 山西省委 就很担心很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农民有了土地以后啊 马上就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了 因为有的人家 条件比较差 就把土地卖的了 卖的以后 他就越来越穷 那些揭秘土地越来越多的人呢 就变成新地主了 所以农村呢 这个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因此呢 我们共产党人要未雨绸缪 要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这是山西省委 最早给中央的报告 就是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一个报告 他们提出来 要反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 要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而刘少奇呢 他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新民族主义派 他认为山西的同志的看法是不对的 是一种落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就是在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情况下 想一步跨入社会主义 这是不对的 中国的这个小室友啊 时间长得很大 以后要社会主义 也只能是先机械化 后社社会主义化 就是你如果没有先进生产力 你搞来搞去 还是不行 所以呢 应该让农村有一种自然的发展 这是刘少奇的第二个看法 农业合作化问题 这个他批示了 第三件事 他在中央党校做报告 按理讲 中央党校当时归他管 他是中央分管中央党校的负责同志 他去做报告以后呢 就是东北的一些同志 就提出一个问题 因为东北解放的比较早 东北农村啊 出现了一些新式富农 新式富农能不能成为党员 比如说他家里雇了两个人 雇了三个人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共产党是要反对私有制的 那么再一个呢 东北的这些新富农 这个好像他们 这个这样的发展下去 是不是跟我们社会 跟我们这共产党的性质 要化成的一个矛盾 周恩来呢 不不就刘少奇呢 他说不对的 应该鼓励他们发展 鼓励他们发展 应该有一种三马一车一驴的社会主义 农村的富裕户啊 东北因为土地广阔 家里有三匹马 再有一条驴 三马一驴 再有一个大车 再有个老婆热坑头的社会主义 他这种社会主义没什么不好 就是要给农民富裕起来 这是刘少奇的看 在中央党校的看法 关于东北的故宫问题 还有三马一车一驴的问题 那么 毛泽东主席对这三件事 做出了迅速做出反应 第一件事没有公开批评 只是私下表达 对刘少奇千斤假话的不满意 但是不公开的没有传达 第二件事第三件事 因为他是最高领性 他可以支援不讳地告诉刘少奇 他通知刘少奇 说你错了 我不同意 你不对 那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刘少奇马上承认错误 毛泽东下令收回所有刘少奇的文件 就把刘少奇发下去的这些批示 全部收回 就是这两后两件事 以刘少奇接受毛主席的批评 而搞结束 所以毛主席还是站在正确制高点上的 他没错 刘少奇错了 反正是坚持新民族主义的 错了 而新民族主义呢 又是毛泽东自己发明的 所以这个变化很快 那么在 这是我讲的这个 前面讲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矛盾矛盾态 第二个刘少奇是 真诚相信新民族主义 第三个小问题 就是高劳事件 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那么在毛主席和刘少奇 开始有分歧的过程中 毛泽东主席和高岗呢 就越走越近了 我跟一个人关系不好了 又开始有矛盾 跟那个人呢 我们俩就关系越来越接近 这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那么高岗这个人呢 当然能资历和刘少奇不能相比 但是他很有特色 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老共产党人 今天呢 刚刚放任 上海市委书记的 那个叫习近平 他的父亲 习中逊原先也是高刚的 属于高刚他们那个 西北老红军的一个 那个群体的 习中逊 就是习近平的父亲 90年代初刚去世的 高刚这个 他也是老共产党员了 但是他是一种 和毛泽东经历 有某种程度相似 就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员 所以 台湾共产党过去 曾经对他有点蔑视 称他是土共代表 土共代表 但还有阳共 阳共是周欧来了 刘少奇了 他们都到法国到俄国去过的 那个从来没去过 就在西北的 土生土长 我们不讲土共了 太难听 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 他是西北的革命 苏区的创始人之一 一直是刘志丹的副手 刘志丹的副手 应该说 他的在共产党内的成长 是和毛泽东主席的 欣赏和扶持分不开的 欣赏和扶持 刘志丹去世以后 陕北红军 中共中央 整个我们的大北 已经在陕北 需要陕北同志 的支持 当然陕北同志 天生支持的 但是还是需要一个 能代表陕北红军的 这样一个老同志 作为陕北红军的 一个代表人物 那么这个人物就是高刚 陕北有很多同志 但是选了高刚 高刚这个人呢 这个在49年以前 毛泽东对他非常信任 非常信任 关系非常密切 第一个这个人呢 很直爽 是属于快言快语 好像没有心计的一个人 是一个志同志 文化程度不高 毛泽东主席比较喜欢 这一类的 真的是这样 比较喜欢 就直来直去的 文化程度也不太高 他比较喜欢 这个 这个呢 就是在1942年的 党内的一个大改组啊 整个运动过程中呢 他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 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 还有呢 这个 东北以后成为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后方基地 大军入关以后 东北经济的恢复 高刚在里面也起重要作用 东北太大了 太重要了 当时新中国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在东北 高刚是东北最高负责人 在这个过程中 有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 所以 毛泽东跟他关系很好 毛主席称他是称高麻子 高刚是有麻子 就比较亲切了 称他高麻子 这个一般 他都比较正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 大家都是很 都是都是很有据 都是都是很规矩的 很按照规矩来的 什么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 周恩来同志 恩来同志 但是他跟高刚可以喊他高麻子 就是关系比较密切 关系比较密切 这个1949年以后呢 这个 毛主席是一个 他考察一个干部 是长期的 虽然高刚他已经考察了十多年 从35年 36年到39年 考察了十多年 但是49年以后啊 他开始对他有一些看法 但是看法呢 他放在心里面不表达出来 所以毛泽东自己经常讲 他考察一个人要考察几十年 所以这个经历导 他考察几十年的 还不容易的 他不是一年两年就结束了 要考几十年的 高刚就是考到后 都考出问题来了 这个 他观察他 基本都欣赏 基本都满意 但是我们知道 人的耳朵啊 是不能听东西的 经常耳朵边上 经常天天刮一个声音啊 刮一个东西啊 多多少少有影响 有没有影响啊 如果有一个人天天在他面前 天天讲高刚快话 肯定有影响 先是啊 你讲不对 我不要听 后来你讲 他不说他去听 听你听你听你 以后你讲的他就听进去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毛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样 他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包括江青啊 包括一些人在他面前讲话 康生讲话 他一开始都是说 啊我不听 最后都听进去 全听进去 所以 所以他身边的人啊 是特别重要 讲哪个话 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地方大员 对那些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 各个愤弱神明 就怕他们 讲话 讲坏话 大家理解吧 讲一句话 你讲者无异 他听者有亲 就听进去了 那么 谁在毛主席耳边讲话的呢 讲高刚的话的呢 那么一开始不是共产党内 是民主人士 民主人士啊 站在热爱领袖的角度上 在毛主席面前讲话 都是站在互主的这个角度 我们知道这个 呃 毛主席这个要建设新中国的时候 就提出来 民主党派共同建国 所以很多民主党派从香港呢 坐海轮啊 经过大连 啊 经过上面绕一圈 啊 然后呢 到西北坡 一大批人 包括武汉这批人 很多很多老先生 都是48年49年的 啊 48年 经过这条海路 经过旅大 大连 到东北 到西北坡的 毛主席那个时候是 我们要开国 开国是万象更新的 所以虚怀若果 对于这些老先生 七老八十 都是非常客气 大家理解吗 和以后态度不一样 啊 70年了 60年代 那是完全态度不一样 49年对这些老先生 是非常非常客气 啊 那么这些老先生 去见他的时候呢 都谈了一个事情 虽然他们讲起来 是在歌颂高刚 啊 事实上呢 是给高刚上了一道药 说什么呢 东北不错啊 啊 建设的很好啊 气象很好啊 共产党很伟大 哎 到处都看到高主席的像啊 哈哈哈哈 这一道药就上上去了 大家理解吧 就是 哎 讲起来是清标淡水 就是东北到处挂 高主席的领袖像 而是不是事实呢 是事实 但是他们讲的信息不对称 因为高刚从来没有敢狂妄地 只挂他一个高主席的像 他没有文化 按理讲 他的像都不应该挂 但是呢 他比较浅薄 啊 浅薄以后 从来没有过的 像郭华晤一样的 啊 一下子有东北 成了一个东北王了 控制不住 东北刮三个人像 刮哪三个人像 斯大林 毛泽东 高主席 哈哈哈哈 挂错了 这个呢 这个 这是一件事 但是毛主席不动声色的 他是大人 不能听到这句话 马上发作 这太不像话 不可能的 他听进去了 听进去了 第二件事情呢 这是毛主席很在意的事情 非常在意的 以后他多次讲 就是每年的8月15号 和9月2号 高刚和斯大林都互之电报 祝贺 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战争胜利 这个搞得不对头了 不对称 就要发电报 也只能是毛泽东 跟他发电报 但是为什么是高刚发呢 其实冤枉高刚 为什么呢 在49年中央的人民政府成立之前 中国有一个地区的人民政府 就是东北人民政府 全部很多活动 都是东北人民政府和苏联的 这样子互相签计协定 比如说东北人民政府和苏美兰社会 共和国联盟 关于苏联派卫生防御队到东北来检查的决定 修铁路的决定 因为当时没有中央政府 大家理解吧 习惯上 东北人民政府和苏联打交道 但是你不敏感也就算了 一敏感 这就是一个事 所以以后呢 护制电报也是一个事 再一个呢 斯大林呢 送给他 送给高刚 大概送过几次小轿车 高级的防弹车 这也是一个事 这都是一些小事情 因为革命成功了以后就没有大事 大家理解了吧 革命成功之前打蒋介石是大事 那时候顾不到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对不对 这些都属于鸡毛蒜皮 但是革命成功以后 新局面 那是完全要重新理顺关系的 所以原来不是一个事 现在成了事 所以毛泽东自己讲过 他说这个 在这个进城之前很好 不分散 进城之后就分散了 个人一摊子 他的意思就是进城之前 是高度一元化的 他统领一切的 进城以后呢 刘少奇有一个摊子 周恩来有一个摊子 这个人有一个摊子 就分散了 角度不一样 那么这个 其实这个高刚对毛泽东主席呢 是真的是 今天任何资料没有显出 他有任何一句 对毛主席有不敬 不公的行为和话的资料 一句都没有 都找不到 他真的是佩服毛泽东 他佩服毛泽东到五体投地的地方 他真正已经达到信仰的程度 这没办法 那么我们知道 毛主席第一次到东北 他是1949年12月到东北 他到东北 是到莫斯科去的途中 在东北几个城市停留 毛泽东那次去东北 就对东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地大物博 这么辽阔 就是我们的东山省 这么好的地方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 他是个南方人 到湾湾 那么这一路 他在沈阳 在哈尔滨都停留 高刚照顾的非常好 就是把毛主席应该讲 安排的是全面的 全方位的 也是很好 没问题的 但是 高主席 在东北的那个威望 也给毛主席这次 留下极其深刻印象 原先是听民主党大说 这次是亲自看到了 看到了 因为高主席在那个东北 完全搞定 又就是高司令 又叫高政委 又叫高书记 又叫高主席 他是 东北局第一书记 高书记 东北军区政委 高政委 又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高主席 什么都有 而且他的那个整个权威 在东北不得了 毛主席是 实地看到了 实地看到了 当然 这个也没有成为什么问题 因为这也是毛主席给他的 成为问题的一件事 就是1949年12月到莫斯科以后 斯大林给他提交的一份高纲给苏联人的一个 不是 一个苏联在中国的顾问团团团长 科瓦廖夫 长期在东北工作 是斯大林派到东北来的修复铁路的苏联铁道部部长 叫科瓦廖夫 这个人呢 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呢 给斯大林的 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高级情况的 高级的战略分析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中间 有一部分内容 是高刚和他谈话内容 斯大林老奸巨花 把这份报告交给毛泽东 用赫鲁晓夫说 你们可以查查赫鲁晓夫回忆录 赫鲁晓夫说 斯大林出卖高纲 也就是 高纲和苏联人之间的谈话 这个密报给斯大林的 斯大林再把它传给毛泽东 为什么会这样做 你们有没有想过 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 什么 想什么 想什么 想东北 他想东北 不是的 斯大林是把高纲的 无限崇拜苏联的 讲中国共产党 党内一些人坏话的这个报告 当然不是高纲写的 是科瓦料夫写的 那么 他把科瓦料夫报告交给毛泽东 目的是什么 尼尖纪 这个可能是一个 毛泽东肯定是考虑的 尼尖纪啊 尼尖 还有一个呢 就是认为呢 就是毛是肯定迟早要知道 与其迟知道 不如主动给他 因为毛是一个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这个起来的 这样一个领袖 火眼睛睛 肯定知道 迟早知道 忙不过他的 瞒不过他的 与其等他知道 产生对中苏关系的误会 不如主动交给他 不如主动交给他 牺牲高纲 无所谓 这个斯大林 这个当然不知道的 这可分析的 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到现在是一个谜 那么 这个报告写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中共党内 对毛主席没有一句微词的 一句都没有 讲刘和周的坏话 高纲讲刘周坏话 这中共党内 亲美派的领袖 是刘少奇和周的 亲美派的领袖 这个毛主席的反应是什么呢 这份报告 毛主席拿到以后 是不动声色 继续信任高纲 很有意思 继续信任高纲 也就是他很担心 这是斯大林搞的离间计 离间计啊 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子给我 是不是要借我的手 把高纲灭掉 所以毛 按理想是应该是 马上就会反应了 应该把高纲怎么做 怎么没有 继续重庆 他继续就是很相信他 很相信 那么高纲为何向苏联人献力 这是破坏共产党规矩的 把共产党的最核心的一些事情 向苏联人讲 不应该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应该我的看法是 他被苏联的实力 震昏过去 晕过去 太佩服苏联了 看到苏联浑身要发疏了 因为刚才我讲了 他的背景和别人不一样 他没有去过上海 我们这个高主席很可怜的 52年 53年 第一次到上海到南京来 是写信给毛主席 毛主席批准的 第一次到上海到南京 到无锡到杭州 从来没有过的 他也没去过广州 他一辈子在那个穷山窝子里面 搞来搞去的 陕北是特别落后 和我们南方的那些地方 还不一样 江西地区虽然是落后 但是江西湖南 还是靠近了 这个经济发达地区 1945年 一部分陕北的老同志 到这个东北区的路上 看到城市里公共汽车 不能理解这个概念 这是什么东西 最后他们的疑问叫 房子怎么会动的 房子为何会动 移动的房子 高刚当然比他们建设要多一些 但是建设也相对有限 相对有限 到了东北以后 太北苏联的那个盘大的军力 所振奋 就是所吸引 这是我对他的一个分析 瞎晕过去了 而且他居然晕过去以后 讲出这样的婚话 就是胡言乱语了 他说我们和你们之间是没有任何边界问题的 就晕过去了 那么这是一面 第二面呢 这是根据王明的看法 王明说呢 高刚成为为成为国际主义者的 他本来是 他的意思是 高刚原来是毛的追随者 以后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 就清书分子了 为什么会成为清书分子呢 他说呢是受到凯芬同志的影响 凯芬是什么人呢 就是遵议会议上 唯一反对毛泽东出山的那个人 这个人呢 原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到了1945年 中共气大的时候呢 什么委员也没当成 因为这个 他反对毛泽东出山 当然以后是 激尽全力来弥补这个过错 但是错误已经筑成 天天不睡觉 干活也不行的 这没办法犯个错误了 所以这个老同志呢 45年以后在东北市 做东北局宣传部部长 王明说 他受到凯芬的影响 所以变成了一个清书分子 凯芬是1948年 48岁的时候 死于北京的 死的时候是中央马列区院副院长 地位很低 但是曾经是中央政治局后悔的 就是当年反对过毛泽东 当然还不错了 总算善终 就是他是1955年去世的 如果再获11年 文革中肯定搞死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高刚 当时苏联人在中国搞情报 非常厉害 在中国的沈阳 有苏联总领事馆 实际上是一个 是一个跌报机关 苏联的搞情报的跌报机关 高刚和苏联总领事的关系 非常密切 经常在一起谈话 再加上和这个科瓦廖夫 这个 联系也很多 就是这个铁道部部长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毛主席反而进一步 纵用高刚 这里可以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线索上可以知道几条 就是刘少奇在四九年以后 和高刚的矛盾计划 计划 都是工作上的关系 没有其他的原因 因为刘少奇是党的第二号人物 那么第一个矛盾呢 是在工会工作问题上 刘少奇和高刚的看法不一致 高刚认为呢 这个 不要太突出工会 什么工会 党 有党就行了 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 那么刘少奇认为呢 虽然是党领导一切 但是工会呢 也应该有它的某种独立性 所以今天还有一些老同志认为 要挖缺刘少奇在工会工作中的积极因素呢 就是我们都要找资源呢 你不要去找西方的 这个西方肯定不行 所以找一点老一辈的 老一辈无产地革命家的资源 所以刘少奇认为 工会也应该代表工人利益 它和党处在一个平行的地位 这个刘少奇看法是比较不错的 高刚是比较原教旨的 在这个问题上 毛泽东支持高刚 刘少奇要发的批评高刚的文章 要写的这个东西 还一直没发表 因为毛泽东不支持刘少奇 支持高刚 所以毛的态度是比较左的 而高刚态度也是比较左的 第二个呢 就是高刚是中国共产党内 最早主张搞农业合作化的人 高主席了 高主席不知道是自发的呢 还是从毛主席那儿摸到情况呢 现在没有材料来证明 但是可已找到的线索是 1949年 东北就有社会主义性质的 机体轮装 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搞 为什么要搞机体轮装 但是他这一点是对毛的路子的 对上去了 那么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就是 随着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新民主主 建设方针问题上的矛盾 半公开化 那么毛泽东主席呢 对高刚的信任呢 就是一天天加深 一天天加深 我们今天就讲这儿 下次再讲 这个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次的那个题目了 我们上一次讲的题目是 这个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结束 和这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那么今天继续把这个问题讲完 这个同学们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这个1953年呢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那么53年这一年的重要性主要是 国家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有一个重大的转变 也就是之前的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针 到了1953年 这个方针事实上就终结了 就快速的向社会主义过渡 那么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 就确立了 我们一般通常讲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以及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相配套的政治体制 思想教育文化等体制 那么53年 应该讲是特别特别的关键 是一个关键年代 当然我们知道 1953年还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斯大林的去世 1953年3月 斯大林去世 可能这个有很多学者认为 中国在1953年的转变 和斯大林的去世 也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我今天就继续上次的 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 这个上次我就提到 在这个向社会主义转变的 这个过程中 这个党类 事实上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上 曾经不一致的 所谓不一致 就是其他一些领导同志 像刘少奇 主要以刘少奇为代表 他们还在继续坚持 毛泽东提出来的 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 这个总的战略 但是毛泽东呢 他自己在1950年代初期 就已经在这个问题上面 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呢 就是到了52年以后呢 就越来越倾向于 就是强调打击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 发展社会主义的 那种经济上的成分 就毛泽东自己开始发生变化 而刘少奇这些人呢 他们还在固守毛的 原来的那一套方针 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我上次提到 那么毛泽东 他的这些看法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 最先得到的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干部 就是高刚的支持 高刚的支持 也就是高刚最先捕捉到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变化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高刚本身就是一个 苏氏计划经济的热烈的支持者 和爱慕者 他非常欣赏苏联 他非常崇拜苏联 上次我就讲过 他是一个西北地区的 土生土长的共产党员 1945年以后 到了东北区以后 对苏联军队的强大 对苏联的计划的经济的那种伟大 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上次甚至说 他差不多是被震晕过去 那么他曾经还说过这样的话 这是他确实说过的 他说我们和苏联是没有边界可言的 就是差不多是有一种 要扑到苏联怀里去的 那种强烈的冲动 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 早期的共产主义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现象 国际性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最初早期的共产党人强调 就是马克思的那个经典 就是工人无祖国 工人无祖国 我们的祖国在哪儿 我们的祖国在伟大的苏维埃联邦 苏维埃联邦是一个没有地理概念的一个国家 没有地理概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只要是拥护赞成苏维埃体制的 我们可以自动地加入那个联盟 这个概念在20年代 是许多共产党人都有这种思想 那么这种概念的转换 是在30年代毛泽东主政中共以后 慢慢地转换的 也就是我们既是共产党人 但是更是中国人 就这个概念是慢慢转换的 所以高刚的 他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 或许他在年轻时候的 所受到的这种共产党人 无祖国的概念 对他影响非常深 这是过去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我们除了枷锁以外 不失去任何东西 凭着国际歌声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朋友 所以我们的祖国在哪儿呢 在莫斯科 这是早期的20年代的 那些一些青年人的看法 所以他们一听到国际歌 一看到克里姆林宫的红星 就非常的激动 王明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非常典型 一看到红星 他就要留眼瑞的 就克里姆林宫的那个红星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现象 这里我们不做评判 那是一个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现象 那么高刚这个人 刚才我讲 第一个他 他真的可能是比较欣赏 喜欢苏联的那个体制 所以我讲过 1949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 他在东北就已经办过 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 那么当然他以后也知道 毛泽东的一些看法 那么比较接近 那么接近的一个 另外一个方面的反应 就是他对刘少奇的一些 一些方针提出的一些看法 是有相当的保留 再加上工作上的一些矛盾 也就是如果刘少奇作为中央第二号人物 对东北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或者甚至一些批评 他就被认为是对他的一个限制 干预等等 所以高刚和刘的关系 有一点紧张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党内就有点不安宁了 就不安宁 那么1953年我们知道 这个我们国家也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到了1952年的 这个这一年呢 就随着全国的形势的 应该讲完全的稳定 经济呢 也差不多恢复到抗战前的这个水平了 抗战前我们中国最好的水平 是1936年的水平 所以到了51年52年 经济差不多恢复到1936年水平 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各方面稳定下来 那么毛泽东做出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重大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新的安排 就是取消各地的军政委员会 改成行政委员会 军政委员会 也就是建国初期随着大军南下 各地是实行带有军事管制形式的一种治理方式 就逐渐的向正常时期过渡 那么这个过渡的一个重要方面呢 就是把在各地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同志 调到北京去 另有重用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高刚他从东北的最高领导人调到北京去 由于高刚是当时深受毛泽东主席的信任 所以高刚尽管调到北京去 但是他东北的所有工作仍然兼着 就是仍然是东北的第一号人物 只是他的工作 主要工作岗位已经调到北京去了 那么全国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高刚调到北京了 邓小平同志是西南地区的第一号人物 邓小平也调到北京 西北第一号人物是西仲迅同志 就是今天的新上海市委书记的那个人的爹 就是他的父亲 西仲迅是一个非常好的 是一个真的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老的共产党员同志 非常好的 西仲迅调到北京去 那么这个全国各地 华东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呢 是饶素石 饶素石也调到北京去了 每个人都有重用 但是在这个调动过程中的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稍微心里有一点点 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啊 非常愉快 地方这个管几个省 那真的是这个 真的是啊 非常非常的这个 干起工作来非常的舒畅 这里就是都会提到贺龙同志 就是调到北京去以后 让他分工管提委 他就是稍微有一点 在当然他接受这个工作 但是在接受这个工作中 他还是有一点自我解嘲的 原来是管军队的 管很多很多人 现在是管乒乓球去了 所以他也要实现革命的转型 就从战争年代 下和平年代的转型 现在不打仗了 那么管乒乓球就很好了 大家都掉去了 掉去以后呢 每个人的同志的工作的 都是由 当然由毛泽东安排 实际上主导是毛泽东 当然他不是毛泽东一个人说的 还是通过一个党的会议 政治局会议来安排的 但是主导意见 应该都是毛决定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高刚呢是深被中央信任 或者也就是被毛主席信任 他作为新成立的 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那么他的权力呢 应该是特别大 也就是把周恩来同志分管的 政务院的一个相当大的 一个工作内容 全部切给高刚了 高刚当时是分工管八个部委 八个跟工业交通相联系的部委 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 只管两个部委 一个外交部 一个华侨委员会 所以周恩来同志手上的工作 都给毛主席切给高刚了 切过去了 那么饶苏时呢 饶苏时的权势没有这么大 但是也是非常重要 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那么其他几个同志 各有任用啊 邓小平啊 习宗勋啊 等等等等 都有啊 中南地区 调到北京去的是邓子辉同志 分管全国的农业工作 邓老是一个非常好的 品质非常好的老革命家 管农业是最辛苦的 最辛苦 任劳任务 当然这个此事后话 我们以后再说 那么这个高刚一开始 他就觉得他这个 啊 一下子自我感觉就 就上升了 啊 这自我感觉就上升了 啊 那么 加上毛泽东主席呢 在1953年 啊 他又提出一个重要的看法 最先提出是1953年 他说我们啊 应该分成一线和二线 啊 他的年龄也大了 啊 那么这个呢 应该有一些年轻同志啊 啊 在在一线工作 他说应该他呢 是做什么呢 就是慢慢的去做一些大事 研究一些大事 对大事理论问题啊 啊 他就应该关注这些方面 老人家提出这个看法 这是第一次提出的 1953年提出 啊 这是在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 那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才成立四年 毛主席就不想担任国家主席了 啊 就要退出二线了 啊 当然很多同志呢 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同志是很震动 啊 是挽留毛主席 啊 但是也有一些老同志 啊 应该讲还是比较单纯的 纯朴的老同志 他们说 哎 非常好 毛主席你应该好好休息 啊 但是 也有 啊 像谭泽宁同志就提出过的 谭泽宁 当然毛主席不见怪 因为谭泽宁是他的老战友 是心知可快 锦刚三世纪就跟了他的 是一个没有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同志 所以没有坏心 那如果是 要看什么人提的 那要看什么人提的 那大佬出题一般 可能还都是 就是出于对领袖的爱护 但是呢 就是一线二线这个 一提出来 对于一些 可能有野心的一些人呢 就开始燃起他们的 所谓个人主义的 那个野心了 那么我这里要抢的就是高刚 他就开始 呃 就越来越 当然他身体很好 身体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身体很好 很年轻 又有能力 那么高刚在这个过程中 就开始不断的就是 散布对刘少奇的流言蜚语 这是应该讲是破坏共产党规矩的 早在三十年代 就曾经有过一些规定 就是党的重要领导同志 不能在背后去讲 其他领导同志坏话的 有话当面讲 有话在会议上提 不能在背后提 这是三七年 三八年 政治局开会都有一些 什么党内生活的准则等等 但是事实上呢 由于党内的这个发展 都是跟斗争相联系的 在这个过程中呢 都有一个站队和排队的问题 大家理解吧 排队站队 哪个政权 我们都站到毛主席边上 站到毛主席边上 就要讲那些人的 批判那些人 所以事实上这个东西很难执行 很难执行啊 这三七年三八年 曾经有过这样的规定 但是事实上 不太容易执行 经过一个新的组合 到了四五年以后 大致大家遵守了 就是我们确定了 以毛主席为中心的 这个领导 所以少奇同志第二位 哪个哪个第三位 都要维护党的团结 互相之间不要讲什么 讲闲话了 但是这个规矩破呢 是到了五二年 五三年左右呢 就开始由高刚开始 破这个规矩了 就开始散步流言蜚语 那么散步流言蜚语 无非讲的是 就是看来 刘少奇同志啊 这个七大 党的七大 把他抬得太高 这几年看来啊 他这个不太成熟 不太成熟 那么 毛主席有意思 有一种新的想法 就是想让他去搞议会 这是当时的话 议会就是人大常委会了 就是管人大常委会了 那么 又散步一些流言蜚语 我们党内呢 都是有小圈圈 刘少奇有一个圈圈 周恩来呢 也有一个圈圈 又讲这样的话 又说呢 这两年好像 我们这些出生入死的 打仗的同志啊 好像都没有什么 得到什么忠用 反而是那些地下党 这个好像这个 他们现在比较威风 就是 讲出这样的一些 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话 那么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都是和新民主主义的 这个建国方针的 即将终止有关系 我前面说过 1952年以后 毛泽东主席呢 就对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的 这个批判性 就越来越强调了 他是在变化 50年他还说 不要四面出击 要保护工商业 等等等等 但是 这个形势一变化 他随时在变化 随时变化 那么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可能同学们听过 什么三反运动 五反运动听过吧 三反运动就是 打击不发资本家的 这个什么破坏活动 这个打击资本家一打 打了以后 当然打的是对的 但是打得也过火 打得上海的资本家 纷纷地 用陈毅同志的话讲 就是做降落伞 就是纷纷从高楼上 跳下来自杀 就是一段时间 就是降落伞很多 就是他们老头 老同志很幽默的语言 就资本家自杀了 就是场也办不下去了 那么因为政治上的攻势 是资本家的 这个经营的 这个情况越来越困难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这个当时的财政部部长 是波一波 就今天的霍西莱的父亲 波一波同志呢 他提出一个看法 叫应该实行一个 叫薪税则 所谓薪税则呢 就是对公营经济 和私营经济 应该一律平等 一律平等 好像这次人大常委会提出一个 什么税则的问题吧 好像是怎么讲 我搞不大清楚 就是 是不是也是平等了 内外平等 那个呢 波一波提出来的呢 就是公营私营 一律平等 无非是看到当时的私营经济 因为这个三反运动啊 被打得过火了 经济开始有所萎缩 萎缩的这种情况提出来的 当然这个事情是个大事 毛主席是我们国家总的掌舵的人 所以就是具体的技术管理部门的 像财政部 它属于一个很具体的管理部门 提出这些重大政策 都要经过毛主批准的 那么 波一波是按照正常程序报周恩来 周恩来是同意的 周恩来在把这个东西报给毛主席 谁知道毛主席呢 放到边上呢 可能是忘记了 或者也没有批 没有批的话呢 这些周总理啊 和波一波他们呢 当然以后周恩来做检讨了 他就以为毛主席不反对 不反对了就颁布执行了 一颁布 马上给毛主席抓住了 这是典型的向资产阶级投降 右倾机会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啊 但是总理是按照程序报的 报的以后 没有很快的 毛主席没有发下来 没有回话 没有回话 他就做了 那么这是一件事 这样一件事呢 就很大的一件事了 很大一件事 毛主席很生气了 就提出来要开一个全国财经会议 这个会议呢 他老人家委托高刚负责 就是请党政军最重要的领导同志参加 目的是打击资本主义的 党内的资本主义的这种 右倾势力 右倾势力了 那么这个会议呢 高刚主持 高刚觉得深受领袖的信任 所以他这个反资本主义情绪极其高涨 非常高涨 毛主席很信任他 这个会议就是由高刚主持的 所有人都要去 刘少奇周恩来等等等等 都要去参加的 就是不是刘少奇主持会议 是听高刚来主持会议 那么 当然高刚应该讲也是一个老干部 他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 不可以在会上直接点名批判刘少奇的 他知道所有的背景 就是毛泽东主席对刘少奇的一些方面不满意 那么高刚呢 就自己呢 就开始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批判拨一拨 对拨一拨的批判呢 是不断的上纲 不断的升这个成绩 拨一拨很快就检讨 检讨过以后 叫做很不深刻 非常不深刻 还没有挖什么思想根源 阶级根源等等根源 世界观的根源 这都是一些老话 就是一般检讨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说 第一很不深刻 非常不深刻 妄图门混过关 没有抓你的阶级根源 思想根源 什么什么根源 这都是一般的常用词 所以拨一拨同志 当然他原来搞别人 也曾经这样搞过 所以他这次 这次他就被高刚抓住 抓住这个批得很猛烈 当然高刚的兴趣 不完全在拨一拨 他是在拨一拨后面的刘少奇 为什么呢 在高刚的这个概念中间 他把很多的这些党的同志 都是按圈圈 按派派来划分的 那么拨一拨呢 一般都认为是刘少奇同志的重要的部下 就是通过打 拨一拨 来影射刘少奇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有一个同志 还有一个老干部呢 就为他在这个关键时候 也跟他摇相呼应了 这个摇相呼应的呢 下面我要讲 就是叫饶素食 所以以后 毛主席把他们两人列在一起 列在一起 叫高劳反党集团 并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 签了一个月 是要继承一个反党集团 是毛主席给他们定下来的名字 叫高劳反党集团 事实上有一种互相的配合 这个 饶素食在财经会议 紧接着 也是毛泽东主席安排的 要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组织工作会议 组织工作会议呢 是饶素食是部长 当然他在里面起重要的作用 那么 在这个中共七大以后 党的组织工作呢 长期以来是 刘少奇分管的 但是呢 毛泽东主席呢 也没有让刘少奇同志呢 实行他的 全方位的 对中组部的管理 有的时候也需要掺沙子 掺沙子 不能搞成一个 就是一管管很多年 毛泽东主席喜欢讲这样的话 管很多年以后就是板块状了 不透气了 就是要有点松松气 所以呢 毛泽东呢 以后呢 让任毕石管过 中组部 但是任毕石同志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 很正派的同志 革命一辈子 见过 刚刚见过没多久 就老中学去世了 才四十多岁 所以任毕石同志去世以后 好像中 毛泽东啊 又同意 这个刘少奇 再管一管中组部 但是管了几年以后呢 毛泽东呢 又让邓小平管一管 就是 中组部很重要 管全党的干部 提拔的这个事情的 但是刘少奇同志 因为历史上的原因 所以他在中组部的影响 是很大的 这个很大呢 就是表现在 中组部有一个副部长 这个副部长呢 是不管哪个人做部长 都是他在里面 实际上他 他是一个 是中组部的 最最重要的干部 就是安子文同志 安子文 这个老同志 八十年代才去世 那么 他是一个老副部长 不管你们哪个话 都要听他的 他业务最熟 他各方面都最懂 他是一个不懂 中组部的不懂 所以 饶少奇去了以后 饶少奇是个外来户 他是从上海去的 他去了以后 他就对这个安子文 就是看不惯 大家理解吧 那边是一个 从四五年开始 就在中组部 他刚刚调过去 一切都是 就是安子文在那影响大 布局了很多年 那么 所以饶素时 因为不同的 各方面的原因呢 就跟安子文 有一些矛盾和冲突 工作上 或者等等方面的冲突 正好这边 财经会议 在影射 在批判 波一波 那边呢 他就开始了 对安子文的批判 安子文 为什么说 他们是遥相护应的 因为安子文 是刘少奇的老部下 波一波 是刘少奇的老部下 大家两个人 都在打刘少奇的老部下 所以形成了一个 对刘少奇 刘少奇那个时候 非常谦虚 很谦虚 经常是到高刚那儿 去征求高刚同志 对他的意见 也去向姚素诗同志说 征求姚素诗同志 对他的意见 因为他这个时候 搞不清楚毛主席态度 更多的态度是 毛主席对他不满意 所以他很低调 非常低调 刘少奇同志是这样的 情绪好的时候很高调 一旦那个的话 他就低调 1964年他很高调 带了他的夫人 王光美同志 周游各个省 14个省区 所以这件事情是导致文革的 当然是很复杂的因素之一了 带了夫人 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的 像毛泽东带了江青 到处去做报告 没有 周游来绝不会带 电影超做报告 但是 赵奇同志到了64年 他就忘记了 他居然把太太 把他夫人带出来 到处走 这个他 这是有一些潜规则 潜规则他 他触犯了 那么 饶术时跟高刚的配合 让很多人非常吃惊 因为这个人啊 是跟高刚毫无关系 所以一开始听到 这个高饶反党集团 很多人转过弯来 这个高刚怎么 饶术时怎么会 跟高刚连累一起的 两个人完全是 两种类型的人 历史上 没有任何交集 没有 从来没有同事过 没有上下级过 高刚是个大老初 虽然是多了初等四万 但是几乎等于没读 就是非常粗犯的一个 就是豪放型 分放性的领导人 饶术时是一个 知识分子干部 饶术时是共产党内 其个别的精通英语的干部 完全不一样吧 完全不一样 这是完全两回事 这个 所以毛主席以后批评过高刚 他说高刚有两面性 一面是革命性 一面是他黑暗面 很黑暗 他有两面 饶术时这个人 如果依我的看法的话 他是一个典型的 共产主义清教徒式的 这样的一个人 共产主义清教徒 是这样一个 非常克制自己 其实完全是一个 像个真实的一个清教徒 无私 好像没有 无欲 这刚搞不清楚 就是完全是一个 除了革命 除了理论 什么都 又不喜欢吃 又不喜欢喝 什么都不喜欢的一个人 除了工作 那跟高刚不一样 高刚又喜欢吃 又喜欢跳舞 什么等等 非常喜欢 热爱生活的人 所以小平同志以后讲过 他说这个 小平同志很尖锐 他说饶术时是一个单干户 单干户啊 平常闷吃闷吃的在边上 一到机会来了以后 抓一走 小平同志看得很轻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 了不得的一个大政治家 他把饶术时的特性抓住了 饶术时真的是一个单干户 从来不跟别人啰嗦 因为他知道 在共产党内不能搞勾勾接接 我们俩关系比较好 我们跟哪个关系比较好 不可以的 谁都不啰嗦 自己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 一切是 不发展个人友谊 全是工作关系 饶术时是典型的 灾 居然没有想到 灾在1953年 那么 饶术时反对 安子文是有一个理由的 这个理由呢 是当时他发现了 因为53年毛泽东提出来 要分一线二线啊 要召开 为党的八大开会啊 要做准备了 党的七大是1945年开的 中国革命是49年成功了 那么八大到现在还没开 要开了 要开的话呢 中组部呢 应该安排人选了 谁进政治局啊 谁要上了 谁要下了 那么这个名单呢 安子文就自己理了一个名单 这个也是 安子文作为一个老同志啊 这是坏规矩的 这不能的 不可以的 除非是毛泽东主席受命 周恩来受命 刘少奇受命 他都不能做的 一定是毛泽东受命 或者是形成一个决议的 政治局常委的一个决议 他才可以理名单 在没有得到授权之前 绝不可以自己理一份名单 党的八大政治局委员 他有两套名单 他居然提出来了 他为党分忧 为毛泽东主席分忧 其实不需要 大家理解吧 有的事是不能做的 完全不能做的 这个老同志革命几十年了 应该讲这方面应该非常懂的 所以我们讲人啊 他总会犯错误的 就是非常聪明的人 也会犯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了 犯了错误 给饶鼠师抓住了 饶鼠师抓住他以后 抓住什么问题呢 他在心底的名单中间 政治局委员名单中间 居然没有把林彪列上去 而把拨一拨列上去了 他说 这样你们看来是一伙啊 都是刘少奇的人嘛 所以都列上去了 林彪有这么大的功劳 居然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都没有他 所以这是一个当时是很刺激 老同志的一个事情 非常刺激 大家理解吧 这个是非常 很多人看了以后 极臭刺激 听了这个消息以后 就是情绪非常波动 说他你胆子太大 胆子太大 谁叫你你的 那么 所以财经会议这边 高刚 猛攻 波一波 组织工作会议这边 是饶恕时猛攻 安子文 给刘少奇 巨大压力 巨大压力 这个饶恕时攻 刘少奇啊 也是让当时的很多老同志 是吓了一大跳 非常非常震惊 如果高刚反对刘少奇 没有人不太吃惊 因为这个高刚 讲刘少奇 闲话讲了好长时间 而且他们两个人 不是一路的 大家知道吧 不是一路的 高刚是西北地区的 他跟刘少奇没有感情嘛 工作上从来没有交集过 但是这个饶恕时啊 很多人就开始 非常震惊 用陈毅同志的话讲 就是在旧社会 按照做人的那一套准则上讲 饶恕时这样做都不对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刘少奇是饶恕时的恩人 一辈子就提拔他的一个恩主 当然不应该用这样的话了 党内不用这样的话了 但是呢 陈毅同志讲的 就是如果按旧社会 做人的规矩 饶恕时都是不对的 因为少奇同志 一直是护着他 帮着他的 此话怎么说呢 就是饶恕时啊 这个人呢 他跟刘少奇同志 在1929年就在东北 当时叫满洲了 共产党叫满洲省委时期呢 就曾经做过刘少奇部下 做过刘少奇 他跟刘少奇同志的最早交集 是在东北地下时期 就接下了一种 应该讲革命关系 或者是战斗战友的关系 就成了一个上下级的关系 那么饶恕时 在三零年代 共产党革命最艰难的 这一段时间呢 他是在中共 驻莫斯科代表团工作 就是在王明和康生 做团长的 中共驻第三国籍代表团工作 所以他长时间 是在莫斯科和巴黎工作 饶恕时在巴黎 共产党在那个时候 在巴黎办了一个 很有名的报纸 当然钱都是苏联人提供的 这份报纸叫救国时报 1935年办了以后呢 这份报纸通过海路 转到上海 再转到整个的 就是在国统区流传 因为红军长征了以后 整个国统区 听不到共产党一点声音 所以这个空档呢 是共产国际王明 用这个报纸来填补这个空档的 那么饶恕时 就是在巴黎办这个报纸 那么1934 抗战以后回国了 饶恕时这样的一个背景 长期的地下党干部 如果不是刘少奇同志 给他重用的话 他建国以后 不出任何事 建国以后最多是副部长 副部长 或者像南京大学校长 就是这样的 南大校长 因为他是1925年的党员 都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五十年代 很多大学校长 都是二十年代共产党员 一样的 匡老只是其中之一 很多中山大学 西安交大 上海交大 山东大学 都是二十年代共产党员做校长 都是长期的文职干部 文职干部了 都没参加过长征的 所以这种经历 一般是副部级 我们现在也来讲一个副部级 副部级 做一个副部长 可是他的地位 以后那么高 什么原因呢 就是刘少奇同志 对他重用 因为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 三十年代后期以后 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同志 有一个亲密的战友关系 因为都在反王民的基础上 他们开始建立了一个 深厚的互相支持的关系 所以刘少奇同志 被毛泽东派到新四军 当时向英还在 主要目的是为了取代向英的 向英是因为在历史上 跟王民关系比较多 另外在方针政策方面 跟毛泽东有差距 对毛的一些重大的战略 理解不深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刘少奇奇拔了一个重要干部 就是饶恕时 饶恕时当时被刘少奇 奇拔起来 是作为以后取代向英的 就是一个新的新四军 华中地区党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重要干部 所以刘少奇在1942年的 毛泽东把他召回延安去 帮他一阵搞延安整风的时候 这么重要的一个新四军政委 这个工作 刘少奇就推荐饶恕时来做的 以饶恕时的资历 是不能坐这个位置的 他的资历不够 特别是没有军中举利 按照当时的党的规矩 陈毅同志要服从饶恕时的领导 为什么不用陈毅呢 因为陈毅在历史上一贯反对 不是一贯 多次反对过毛泽东 反对过毛主席 就是29年左右反对毛主席 所以饶恕时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当然刘少奇的这些安排都得到 毛主席对他很好 亲切的称他叫小瑶 有两个小瑶了 前面一个小瑶叫饶恕时 后面一个瑶是瑶门园 两个小瑶 所以这个按理讲饶恕时 你们上次我也讲过 整个华东局的第一书记是饶恕时 陈毅同志在第二个 第二号人物第二号都是因为毛泽东主席的欣赏 但是没有想到他居然现在也反对起 刘少奇来反对刘少奇 那么高刚在这个过程中 他做的比饶恕时是更公开 更公开 饶恕时是比较 做的那个风格跟他不一样 那风格不一样 比较说是起码没有四处串联 高刚呢因为地位太高 所以呢他还有个四处游说 四处游说的这个活动 他这个游说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前面我讲过 他有一个这个看法 这个看法以后呢 党中央给他归纳了一个词 叫军党论 军党论啊 就是没有军队我们就没有党 党是靠军队才成功的 此话如果严格讲的话 并不错 但是不可以这样直接说的 大家理解这句话吧 就是没有这个军队 党当然是不行 但是这个是不能这样说的 党是领导一切的 有了党才有人民的军队 应该是这样子来理解的 高刚讲的是一个事实 但是这个呢 是不成熟的共产党员讲的话 不能这样说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前面我讲过 他就是他认为他代表很多军中老同志的利益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背景 这个大的背景就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毛泽东主席啊 建国以后 他事实上呢 在用干部的过程中啊 他有一个重大的考虑 这也是我们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经验教训 就是当这个和平时期来临以后 应该是用什么呢 文职官员 文职官员 军工阶层啊 有军工的阶层啊 暂时要给他冷一冷的 冷一冷的 不能用军工阶层来治国 不能用军工阶层治国 是用文官党的 文官系统治国 那么所谓文官系统 在中国共产党内 一般就是以刘少奇和周恩来统治为代表 那么周恩来身份呢 还多重一点 当然他也代表军中利益 但是他更多代表的是 一个行政系统的利益 所以这是毛主席的一个 整个四九年以后建国的一个 最重要考量 所以冷却一下军中统治 不是说你过去是个战将 现在就应该当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不是的 也给你有很好的安排 贡献大的当个季兰军区司令 副司令 装甲兵副司令 副政委 不是很好吗 你还要 还要什么呢 想一想过去革命先念 这个这个这个应该是行贿难言 对不对 毛主席多次讲过 最好的人都死光了 他有时讲气话 他对这些老同志不满意的时候 就用这些话来刺一下他们 好人都死光了 哪个哪个好都不得了 二十七年就死了 讲的也是对的 二十年代的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的那些青年人 都是被国民党杀害了 那真的是这样子的 像蔡和尚这么好的 这么优秀的人 那1930年 1931年吧 就是给广州的国民党的当局 定死的 用钉子定死的 所以这个薛海森筹真的是 要这样子看的了 上次我就讲过嘛 是国民党先拿刀来杀共产党 所以再杀过去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好人 毛主席有时会讲这样的气话 好人死光了 那么高刚 他当然他是个老粗啊 他不懂啊 他不懂毛主席的这个盘子里是什么东西 搞不大清楚的 还不去想 他总觉得毛主席对他好 他就知道这个东西 高刚从来没有说过毛主席任何一句不好的话 饶恕时从来没有说过一句 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毛 这是应该是要是死求是假 高刚呢 他现在是 因为现在是开始要一个权力重组啊 又在批判刘少奇的什么新民族主义了 又在批判波一波了 那毛主席看来是不要他了 那么他叫游说 游说最重要游说的人物 他是游说林彪 那林彪呢 林彪在党内军内 在当时应该讲是有崇高的威望的 崇高威望 战功太大 半个中国都是人家打的 建国以后就被自动冷却 自动冷却 表现出无欲之刚 无欲无求 什么都不做 那简直不得了啊 这人看到是高风亮节啊 大家理解吧 这天下的功劳这么大 马上是马放南山 回家天天休养 休养然后身体非常不好 这简直是 很多人都会心有感觉的 一天的革命福还没想到呢 就是他们传统有个概念 要享福啊 就是革命的成果还没享受呢 就病歪歪的病下来了 游说这个林彪 林彪这个这个 同情高刚 同情 高刚讲的这些东西 很容易让人这个 动心的 那些人从来没什么功劳啊 只会讲话啊 只会写文章啊 现在当了这个当了那个 那么 这是 林彪呢 这个人很复杂了 非常复杂 他要比高刚要聪明一万倍 聪明一万倍 四九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想过 就想过 他知道中国一句 他很懂中国古代的历史 也读了很多古书 深知叫功高正准 功高正准 所以这些人很有意思 他们既是共产党人 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 他们身处那个年代 大家理解吧 那个年代也就是我们 清朝帝国崩溃没有多久 就是在那个年代 所以新的东西 旧的东西都有 所以林彪是四九年就知道 功高正准 五十年代初曾经表达过 就是没有什么想法 最多一个想法是 到贵州省当省长 要求基地 贵州是一个低无三次平 什么人无三分盈的地方 大家理解吧 天天下雨 就是表现出一种 就是非常倦怠 非常倦怠 那么 但是林彪这个呢 是很复杂的 他有倦怠的一面 也有积极进取的一面 一切都是在观察 天天在研究中南海 研究中南海的地情地貌 也就是研究毛老人家的地情地貌 因为他晓得中南海是哪个最大 所以林彪是情况很复杂 他在53到54年 出了一下头 头伸出了一下子 以后赶快缩回去 缩回去 第二个呢 他去游说哪一个呢 他去游说广东的当时第一号人物 不是 高康没有到广东 广东去啊 是在北京啊 这个游说的 就是陶铸同志 陶铸啊 以后是南天王 当然这是一个社会的称呼了 共产党类不好这样讲的 南天王就是广东 整个东南几个省他负责 那南天王 陶铸这个人本来就对刘少奇不好 不是不好就有看法 因为 刘同志在整风期间曾经整过他 整过他 而且陶铸同志的夫人在整风中间 也整得一发糊涂 当然陶铸夫人们 因为是毛主纪 井冈三世纪的老战友 还好了 最后还多还好 那么 所以陶铸对陶铸 他的夫人叫曾志 曾志很有名啊 九十年代前几年刚去世 曾志 所以陶铸一直觉得刘少奇这个人有偏心 偏心啊 就用人的时候 特别喜欢用自己的 那个圈圈里面的人 对其他人呢 就比较扩克 扩克 所以陶铸马上一拍即合 陶铸是一拍即合的 林彪是比较花头的 伸出来一点点 又说回去一点点 他到底是经验老道 陶铸呢 性格上比较粗糙一些 粗糙一些 再一个游说哪一个呢 也不要游说 就游说彭德怀 彭德怀是初中有戏 彭德怀是毛主席对彭德怀 一直是有看法的 就是 因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 像许世约这样的老粗啊 许世约我们就说他是个军人 没有人称他是军人政治家 有没有听过 没有吧 彭老总是伟大的军人政治家 两个区别 听懂啊 军人政治家 彭德怀同志 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 但是这个人是学了很多 自己学了很多 很有见解 对历史 对现实 对中国 对外国 都有见解 所以 也就是以后也出问题 就是他这个见解太多 如果真正像 像大佬出什么都不懂 最好 最安全 那么这个 彭德怀也是一个老同志 经验非常丰富 刚才我讲 他虽然是军人 但是彭 大家不要忘记 彭老总做政治局委员 从三六年就做政治局委员 他比邓小平同志早 将近二十年 因为那个时候 医众他 医众他 非常医众他 所以彭老总很懂政治 很懂政治 他听他讲话 他不表态 就听 大家还听懂这个意思吗 正确的态度是什么 正确态度就是 你一讲话 我马上批判你 然后检举揭发你 这叫正确的态度 他不检举 不揭发 听 但是他不表态 不表态 已经是自己跟他 画了一个界限 但是也认为 以后毛主席说了 过了几年 彭德怀倒台的时候 毛泽东说 高刚的后台就是彭德怀 叫彭高劳反党集团 其实彭德怀可怜了 一句话都没讲 一句话都没讲 但是没讲话就不行啊 你要当场揭发 就是你马上要去揭发去 为什么他不高兴呢 彭老总能听进去了 第一个他和高刚同志 不跟高刚啊 老关系 在延安时期 大家就知道 就是老朋友 更重要的革命友谊 是在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 我上次讲过吗 因为大后方 东北是整个 抗美援朝的总后方 后勤总基地 需要高刚的 全力的配合 后勤保障方面 而高刚多次 在朝鲜战争中间 到朝鲜去等等等等 就跟彭老总 接下了很深厚的 那种所谓战友的关系 战友的关系 不是没有个人关系 就是很密切的 那种工作关系 互相之间有好感 彭老坏称他是 对啊 高刚很尊敬彭老坏 彭老坏称他是高麻子 就是很亲切的个人 很亲切的关系 周永来同志不会的 周永来看到 都是高刚同志 什么的 他没有什么高麻子 这种说法的 下面他游说两个人碰壁了 游说到陈云和邓小平的时候 碰壁了 这两位同志都当场就 就表示意见 说你这样子 对刘少奇同志不对的 刘少奇同志的历史地位 是历史地位 是历史上形成的 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话 当场就告诉他 你这不对 共产党员怎么可以背后 穿来穿去的 去讲第二号人物的坏话呢 这不行的 那么而且邓和陈一阵向 毛主席谈了这个事 按照我们官方的一个说法是 这样才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 具体情况到底怎么样 另当分析 其实毛主席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什么都知道的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的 只是他什么时候出牌 什么时候不出牌而已了 那么到了这个过程中 因为这个时候 我上次讲过 高刚是因为是一辈子 是在东北和西北干革命的 对祖国的纷扰的 这个什么特别是江南加秀地 通来没来过 所以1953年10月 向毛泽东主席请假 就是顺其疗养疗养 看看江南 毛主席批准的 也批准的 就是也不可以随便出来 这个走来走去的 都要工作关系 所以高刚是历史上 到这儿来过一次 在南京 无锡 无锡待过几天 到太湖看了一下子 然后在上海 出了一下 到杭州去见林彪 其他地方没跑过 高刚地位这么高 也没去过广州 没去过什么成都 对不对 马上就自杀了 很快就死了 那么到了这个过程中 毛主席开始 发生重大变化 毛主席变化就是 开始在1953年12月 毛泽东主席就已经开始 表达对高刚的不高兴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北京现在有两个司令部 一个是烧羊火 一个烧鹰火 烧羊火的是以我为首 烧鹰火的不知道是哪一个 主席这个语言不得了 那么这个 现在毛泽东主席 态度变化了 态度变化以后 就是刘少奇同志 现在就负责处理高刚问题了 负责处理 在这过程中 周恩来同志也是配合刘少奇同志 一阵处理 当然还有邓小平同志 事实上是 毛主席呢 他就是就离开了 他把这个批判高刚的 这个重要任务 交给他们三个同志 自己就离开了 到了杭州去了 到杭州 到杭州当然他有重要的任务 这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订 是老人家在杭州在这个时候做的 他一做做好几个月 不回北京 不回北京 高刚呢多次打电话写信啊 要毛主席见他一面 毛主席不见 不见要你在北京好好跟 好好在北京好好谈嘛 当然毛泽东主席说 我还是告诉大家 一切以团结为主 开什么会不要点名 毛主席这时候对高刚还是留有余地的 还有留有余地的 就是大家都不要点名 开个团结的会议等等 但是高刚这个我讲过 他这个人是一个老粗啊 性格刚烈 没有受过挫折 他不是老运动员 所谓老运动员就是历史上被打过左击右击 打过几次以后就变成老运动员 大家懂吗 老运动员 老运动员抗政能力强 抗政能力强 所以一般都能活到这个四人帮倒台 真的 没有受过挫折的 刚很容易脆啊 马上就奔了 所以高刚呢 这个在五四年呢 就是这个 两次自杀 这个第一次自杀呢 毛主席对他看法就变了 毛泽东主席是最恨别人自杀的 他认为自杀是什么呢 是妖性 妖性 可耻 或者叫没出戏 没出戏了 他第一个思维是个示威啊 自杀不是一个软卧表现 你是以死来抗争啊 所以 本来毛主席讲嘛 第二次自杀是1954年的8月 自杀死了 毛泽东等他自杀死了以后讲话了 说本来是准备给他到延安当地委收记的 但是这个话如果早一点讲的话 高刚可能就不会死 但是他老人家一句话一句话讲 等到高刚死了以后才讲 这个 当然 这个他是虽然说是这样说了 这个高刚能不能忍住 能不能接受这个地委书记的安排 不再自杀 都是未知 因为高刚我刚才讲 因为他太顺 太顺了 从来都是他整别人 他没被别人整过 所以一旦被别人整的话 他就吃不消了 所以这一点就是 习宗逊同志非常了不起的 习宗逊啊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那个领导同志的父亲吧 这个人 当然他这个 他在党内时间很长 老同志二十年代 1962年毛主席 一下子把他废掉 他的地位是国务院秘书长 中央书记处 国务院副总理 废到 怎么废的 从这么高的地位 一下子打到洛阳托拉基总厂 下面的一个分厂的副厂长 但是习宗逊同志 接受 接受党的考验 因为接受是几十年了 终于1978年付出 你看 要没有那个 这种这种坚定的 这个当然很多很多 这个素质啊 意志啊 是熬不过来的 昨天还是副总理 今天是副厂长 而且是 这个副厂长是小厂的副厂长 所以习宗逊同志 他比其他老同志 受难更早 1962年就受难 1962年受难 所以 他的儿子 要比其他的高干子弟 要懂事的多 大家理解吧 要懂事的多 他的人生成长的感悟 要比别人多的多 其他都是文革以后 在家庭受冲击的 他这个62年就受冲击了 62年受冲击 概念完全不一样 那么 我想这件事情 高刚死了 党的整个的七届四中全会 毛泽东主席 七届四中全会是开大早一点 死事在后面 七届四中全会是由刘少奇组织 毛泽东主席是个伟大的赞美家 首先要刘少奇同志 在会议上做检讨 因为高刚批评他的那些东西 就是整个在新民主主义方针问题上的一些右倾错误 他全部吃下去 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是在七届四中全会上 由他领导批判高刚 但是其前提 就是他向全党做检讨 检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 刘少奇同志 大家过去在49到54年这段时间 那是威望不得了 现在让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也犯错误 他也犯错误 毛泽东主席要他做个检讨 当然毛主席既要他做检讨 也说你也不要检讨的太过分 实际上就可以了 刘少奇遵命在会议上先做检讨 事实上是把高刚对他的批评全部吃下去 第二个彭真同志做检讨 因为彭真同志也是刘少奇的一员大教 做检讨 也是毛泽东主席要求在会上做检讨 因为高刚揭发他批判他 在东北解放战争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 右倾啊 那么这两个检讨做完以后 就是宣布高劳反党集团 加强党的团结统一 什么惩兼治病 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惩兼 披后治病救人等等等等 这两个人是不堪党的挽救 顽固地和人民和党为敌 成了一个敌人等等 那么 饶恕时呢 本来毛主席对他的措施 没有这么严重 突然在这个 1955年党的一个会议上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上海公安局的那个局长 杨帆的事情爆发 和潘汉年事情爆发 潘洋 这是饶恕时的部下 听过这个人吗 两个人的名字吗 潘洋事情暴露 被揭发出来 被揭发出来以后呢 因为这个49年以后啊 饶恕时作为上海的最高领导同志 曾经同意过 潘和阳提出的一个 对敌斗争方针 就是以特制特 听懂吗 以特务来制特务 就是49年以后啊 抓了很多过去共产党的叛徒 这些叛徒呢 以后都是国民党特务 现在把他们抓住以后呢 不是把他们杀掉 而是利用这些叛徒的价值 让他们还是装成特务 跟台湾继续联系 骗台湾 从这个叫以特制特 听懂了吗 那么以特制特呢 是饶恕时批准的 因为他是华东局最高负责人 代表党的 批准的 那么现在呢 被认为是跟美奖特务勾结 1950年2月26号上海大轰炸 说就是饶恕时勾结美国人 勾结台湾来轰炸的 等等 就是那好多都是莫须有的 这都是不对的 饶恕时是错 是错在这个 这个会议啊 是错 但是历史上 他不是特务 他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都不是的 所以对他的问题就升级了 本来还保留党籍等等等等 因为潘洋事件 突然问题升级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潘汉年同志在会议中间 突然的向党交代了他的历史上的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1943年在南京见过汪精卫 这件事情让毛泽东主席是绝不能容忍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向毛泽东主席隐瞒了这件事情 隐瞒了 隐瞒这件事情 他是在1955年的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面 潘汉年先向陈毅交代 陈毅马上把这情况当时就报到中南海 跟毛泽东去了 毛泽东马上就是下令 此人绝不能重用 马上逮捕 当天就逮捕 当天是公安部部长 卢瑞卿去致行逮捕令的 就把潘汉年抓起来 那潘汉年呢 这个是 这个过程就太复杂了 就是抗战时期 曾经受的 可能是被绑架 或者什么什么等等 跟汪精卫见过一面 就这个事 所以饶恕时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饶恕时是 从1955年逮捕 到关了十年 1965年年龄大了 关了十年 假释 可是一年以后 就是文革 马上再入狱 再入狱以后 成为精神分裂症 这几个老先生 都是在监狱得了精神分裂症的 胡芬 大家听过吧 胡芬也是在监狱中 得了精神分裂症 饶恕时也是得了精神分裂症 那么1975年死在老改农场 但是对他 毕竟还恋他是一个老同志 在老改农场中间 到70年代 72年以后 享受每个月200元的生活费 相当高 因为他不是一般人 200元生活费 配一个服务员 一个厨师 就失去自由 在老改农场有一个房子 有一个服务员 有一个厨师 每月生活费200元 200元 所以这个是 饶恕时呢 这个在文革中呢 也没有翻身 因为他是反刘少奇的 按理讲文革 毛主席打倒刘少奇 是不是把饶恕时请出来 请他控诉刘少奇的罪恶 没有 毛主席打倒就打倒了 不管的 大家理解吧 高刚呢 文革中 一直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 从文革前到文革中 都是反面人物 但是高刚的 所有的文革中的批判 刘少奇的 给刘少奇加的帽子 最早的版本 都是高刚揭发的 剥削有功论啊 等等等等 还有1954年 期间四中全会上 刘少奇同志的自我检查 他的检查 所以刘少奇 你没有什么讲的 你自己过去检查的 又轻嘛 所以毛主席 这件事情是 做得干净利落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好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 刘这个高揚呢 牵涉到很多人 因为毛泽东主席呢 是给他一个定性 叫做高揚反党集团 高揚反党集团呢 就不是两个人呢 是一个集团的话呢 就是上下楼落有一串子 所以就按了这个毛主席的定调呢 就开始去搞他的高揚分子 那么高揚分子呢 这个首先当然是高刚的这个 虽然他地位曾经这么高 也是一个老同志 但是这个革命斗争就是非常严峻的 所以高刚的儿子叫高毅 原来是在莫斯科留学的 以后受他父亲的牵连 一辈子在北京航空学院 是一个一辈子没有得志 一辈子非常压抑 他的夫人呢 这个 他夫人这个活的年龄比较长 现在好像还在 听说九十年代不断地向中央提出要求 就是要为高刚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但是呢 他的要求当然没被 没被接受 就是我们看八零年代的历史决议 还是维持 那个基本结论 维持基本结论 那么 饶恕时呢 这个 他有个夫人 他的夫人是个老革命 是他在巴黎时期的革命战友 是共产党的重要的妇女领袖 在四十年代后期的 叫陆翠同志 这个同志呢 也是有千年 八零年代以后付出 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一个顾问 陆翠同志 这个老同志 那么 高刚的这个所谓高刚分子呢 在东北抓的比较多 当时有一个 就是也是正式都提出来的 叫高刚有五虎上将 有五个大将 五虎上将 都是重要的领导同志 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审查 发现他们完全跟高刚反党去 他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1979年以后都官夫原职 但是他们是从55年到79年 经得住党的考验 如果不考验的话就完蛋了 就像那个就自杀死就没有了 所以都付出 付出以后呢 做省委书记 做国务院的部长 其中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 马虹同志 还做了这个 好像是国务院秘书长 社科 中国社科院的院长等等 马虹也是当时的高刚的 就是高刚的笔杆子 也是 也是这个几十年 大入冷宫 或者是被批判的斗争了几十年 所以这些老同志 革命意志力都非常强 生命力也很旺盛 生命力旺盛 不像这个 当然我这里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了 就有些知识分子是非常脆弱 大家理解吧 每一场运动都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啊 就是受不了自杀而死的 倒是老干部 有 不多 相比较而言 不多 因为他们经历的这种斗争太多了 扛得住 扛得住就是胜利 跟时间赛跑 活到后头就是胜利 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大家理解吧 所以八零年代以后官复原职 如果早几年死掉 死掉就死掉 什么都没有 而且儿女后代得不到一点照顾 八零年代以后 那就不一样 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 所以这些老同志意志坚定 生命力旺盛 所以五火上将都平反了 都平反了 包括以后被网进去饶恕式反党集团的 潘汉连杨帆同志 八零年代都平反 都平反 那么这件事影响非常大 但是毛泽东主席是非常这个 他是了不得的一个战略家 他知道 他全什么事都知道 任何事他没有事不知道的 什么事都知道 其实 甚至什么 什么听伟二部里面发茶叶的事 他都会知道 知道 什么事都知道的 因为作为一个领袖 他信息对他太重要 不同的信息渠道 各种各样的信息 都要知道 所以 他规定 不准出动 彭德怀 林彪 这两个同志都 当时都被认为是 卷入了高刚世界 但是绝不准 不准出击 这一点事也没有 稍微轻描带写 他们稍微 当时搞不大清俗 或者是高刚 这个什么什么 就过去了 毛泽东不准出击 所以林彪 最后被绑到高刚捆起的 是在林彪的 九一三事件以后 所以原来高刚反党集团 叫做林彭 高扰反党集团 绑是绑到后腿 七十年代才绑的 但是早期不准绑 这个很有意思 但是桃树同志 地位不太高 当然很高 但跟林和彭比 就低一点 所以桃树同志 在那个时候 是被批评的 被批评的 也在会议上做了自我检查 林和高都没有做检查 所以毛主席给他们面子 那么这件事影响非常大 当然从正面上讲 就加强了党的团结 加强了 极大的加强了党的团结 从此 陈彪同志在这个时候 还写了一首诗 很有名的诗 叫手陌生 伸手必备坐 你们看过那首诗吗 那个白话诗 写的不是很好的 就是不要伸手 对不能跟党要伸手的 伸手必备坐 他就是批判那个饶恕式的 这件事对陈役的带动的影响最大 陈役以后感慨万千 他说他意思就是 他从三十年代离开中央以后 二十多年在地方工作 就没有懂回到中央去 什么意思呢 红军长征大家知道的 红军长征 就是陈役就留下来的 其实红军长征前夕 陈役就不在核心权 也不在最重要的 我们的军队系统 他是江西时期的地方部队 江西军区司令 就是地方部队 正规军是林和彭的一军团三军团 是毛主席的最重要的部队 他是不能进去的 他是不能进去的 所以他主要是二九年以后 这个和毛泽东主席发生了分歧以后 他事实上就淡出了 就离开了红军的最重要的一三军团 所以他以后很感慨 所以这个事情结束以后 饶书是完蛋以后 毛主席还是练到陈役不错 把陈役调到北京 做国务院副总理 回到了党中央 原来是在地方工作 没有到中央的 他体会极深 体会极深 而且刘少奇同志 到他那儿去 到他家 很给面子了 向陈役同志做自我检查 就原来我看走了眼 那个小妖原来是个坏东西 看走眼了 委屈你了 委屈你 因为陈役在苏北被击聘 被冷遇 背景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没有直接出面去打他 是饶素时打他 但饶素时后面是刘 刘的后面是毛 他是这样有个线索的 所以陈役同志到了延安以后 向毛主席诉苦 毛泽东说 你不要讲 讲我不听 你讲一讲 你怎么是搞新次军 什么发展建设的 这个我听 那些东西不听 让历史来做结论 所以他想向毛泽东 去谈这个事 被打回去了 那么现在 姚素时既然是个坏人 他就翻身了 他翻身了以后 先做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同志 外交部部长不做了 毛主席也不让张文天做 因为毛主席对张文天一向反感 所以张文天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做外交部副部长 但是毛主席提罚 陈役同志不是政治局委员 做外交部部长 就是因为张文天 虽然是政治局委员 但是都被毛泽东主席信任 那么这件事情 这个刚才我讲 极大的加强了党内团结 这个党内团结的一个 很重要表现方面 从此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在背后讲 刘少奇的分言分语 所以刘少奇这个 对他也有正面价值 虽然他在全党做检讨 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是右倾 或者机会主义 但是呢 党的规矩是 不能在他背后讲他坏话了 所以以至于毛泽东主席 到六十年代 跟刘少奇的矛盾越来越深 毛主席到各地区 就是放分的时候 打招呼的时候 毛主席放分啊 经常会讲一些 这个到六十年代 六四年六五年 特别是六五年以后 会去讲一些刘少奇的闲话 讲闲话的时候 地方大员 没有一个人插他嘴 所以他这么讲 他在讲 毛主席到了六 六几年 大家知道六五年的时候 对刘少奇的不满是越来越深 不满以后他就要表达 他就要希望 他在这个底下的那些老同志 能支持他 但是老同志都知道 这个火不能玩 不能不能的 就不能 任他讲 毛主席就只能他自谈自他 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打他查 所以毛主席最后 只能和江青讲 真的是这样 没有人听他的 因为太不搞不清楚了 万一这个搭上一句话 完蛋了 以后就像高刚一样的 这完全有可能的 是高刚给大家 给广大老干部 提供了一个 霍生生的一个教训 霍生生教训 毛主席以后 到后 就连康生这个人 被认为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人 一贯 这个是一个投机家 也是一个 有人称他是 党内大监 监系的监 党内大监 他知道毛泽东 发动文革 是要搞刘少奇 但是他也搞不清楚 老人家这个 呼噜里最后 卖的什么药 到最后 1966年5月 中央政治局 夸大会议 由他传达 毛主席最新指示 这些最新指示 都是实际上 对了刘少奇的 但是就在传达的时候 他也不忘记 要检讨一下 他在历史上 是反对刘少奇 而犯了重要的 重大的错误 就是始终 给自己留一个后退 因为搞不清楚 因为毛主席 可能最后一分钟决令 刘少奇还是好同志 不搞 没有人去冒这个险 冒这个险呢 最后就是将军 不是冒险的 将军应该是 将军是过了河的卓制 过了河的卓制 好的 那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一个重要的目标和理想 在毛泽东主席段 是为了要进入社会主义 大家理解吧 它不简单是一个人事上的一个 一个跟别 一个安排 一个布局 人事的安排和布局 固然非常重要 但是是和他的这个总盘子 是密切相连的 他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他要走当时被认为是苏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老人家自己已经超越了他自己原来的新民族主义 所以通过这一切事情 使全党都接受了他的这个方针 大家理解吧 都接受了 所以新民族主义 过去了 进入社会主义 所以这是一个对毛泽东主席讲 是最大的胜利 他的方针政策 得到了全面的贯彻 没有任何人在提异议了 刘少奇提过异议吗 所以当然高刚在里面搞破坏 但是刘少奇你也承认错误了 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么下面我要讲 为什么要走这个苏联式的这个道路 苏联式的道路呢 第一个 毛主席的坚决的态度 很坚决 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当然这都是很复杂的问题 他对社会主义理解是有一个模型的 有一个参照物的 这个参照物就是苏联 这个苏联 这个苏联就是什么呢 全面的实现 国有化和消灭私有制 大家理解吧 他老人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就是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 新民族主义有私有制 对不对 农村的不搞合作化 那就是私有制 所以这个东西都要消灭的 很坚定 刚才我前面一开始就讲了 1953年 发生了很大的事情 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第一号人物 斯大林去世 斯大林去世 对于共产党国家来讲 仅次于斯大林威望的 就是毛泽东主席 苏联共产党内的任何人 都不具备 接 斯大林般的这个威胁 赫鲁晓夫啦 马林科夫啦 都不行 他们都不是开创伟业的 第一代开创者 毛 所以 中国坚定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也是和斯大林去世以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变化 有关系 所以毛呢 可能需要以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 伟大成就 来发挥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 阵营中间的那个地位 和他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 那个前提 前提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国际冷战的环境 冷战环境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去一味的去讲 当时如果是继续新民族主义就好了 继续新民族主义需要客观条件的 我下面要讲的是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历史上是没办法的 就是要走的几十年路 你说他是书命也好 是什么也好 没有办法 什么意思呢 国际冷战环境 我们知道搞新民族主义 就一定要和西方发展关系 一定要和西方发展关系 而当时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处在完全因为朝鲜战争而断结的这个状态下 怎么和西方发展关系 发不起来 你想跟人家发 别人也不跟你发 大家懂吧 朝鲜战争53年刚结束 你要跟美国拉关系 做生意 人家不理你 全面尽命 全面尽命 所以这个搞新民族主义 就不能搞朝鲜战争 大家理解吧 搞新民族主义不能搞朝鲜战争 你朝鲜战争搞掉以后 你已经走上了这个不归路了 或者叫阳光大道了 康庄大道 就是情不自禁走上苏联式道路 被斯大林同志拉上到那条革命大道上去了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没有办法 新民族主义一定是要和西方有关系 所以当时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很难想象 我们在国内大搞新民族主义 国外大反美 不可能的 必须是两边交际在一起的 所以小平同志1979年多么伟大 国内搞改革开放 马上第一步 就是他老人家访问美国 和美国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大开中美关系 大家知道吧 1979年1月中美建交 中美建交以后 我们在79年到80年代初 中美关系非常好 其乐融融 真是其乐融融 因为它是对起来的 国外跟西方打开关系 国内搞改革开放 是对应的 所以 没有开放 就没有改革 所以当你们听到哪个什么什么地方 他要搞改革了 他搞改革 他不开放 那个改革一定是要打引号的改革 改革必须是要开放的 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东北亚的那个邻居 他一直讲改革改了好多年 改了改去还是这样子 因为他从来不开放 所以他那个永远是那个资本主义门牙 门儿不牙 大家听见吧 总在处在门牙状态 他长不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所以我们回过头看新民主主义 这个是没有办法 国际冷战环境 我们被 我们走上了 或者自动地走上了 或者不自动地走上了 这个大道 那么 我下面要讲这个 紧接着要快一点讲 社会主义的改造 就是快速向社会主义过动 本来向社会主义过动是15年 现在是两三年就完成了 两三年完成 当然好完成呢 用强大的国家力量 国家机器 大家知道吗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 可以在一天完成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向那个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动 要过度30年 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一天我们就能完成 用解放军的枪 马上就把资本家全部抓起来 门就关起来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 马上就没有 这很快 但是要社会主义的这个什么计划经济 再向什么什么什么转 那要转好多好多年 性质完全不一样 所以有人说 为什么这么快两三年 在我看不要两三年 两三个星期都可以 真的两三个星期都可以啊 两三个星期就全部可以 全国实现社会主义 这完全可以 只要你有人民军队 有强大的无产地专政 任何事情都能做到 那么我下面讲毛主席的这个 他首先在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过程中啊 他对农民的事情 给予了最大的关系 最大的关系 就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给予最大关系 今天我下部还在看了一些 我在查一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写了一百多条 那个批语 1955年到1955年 关于农业合作法 这个他真的是很认真 很细致很关心 他把这个作为一个伪业来做 作为一个大事来做 为什么他有一种切切的心理呢 就是一定要把中国的 个体的分散的 这种土地分给农民了 现在把它收回来 所以我们农民兄弟的这个土地啊 在手上还没物热三年呢 几年都把它收回来了 让他国有化 第一个 他有一个想法 就是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不能有两极分化 这是一个最经典的 在毛泽东时代 告诉我们的一个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所以农村中 由于土地改革以后 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 这也是事实 第二个 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农业模式的 巨大示范效应 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 当时我们大多数人搞不大清楚的 我们都是受这个苏联电影啊 报纸啊 对影响啊 什么巨大的康贝英啊 幸福的生活啊 这幸福生活是苏联一个 讲苏联的农民的幸福生活的电影 名字叫幸福的生活 拖拉机 康贝英 然后流泪啊 什么电灯电话 这都是我们对苏联社会主义 什么集体农庄 人民生活的想象 而且当时事后也是这样 电影也是这样子 图片也是这样 那么 农业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一些老共产党人那儿 我讲的不是全部 起码一部分老公司的 这都是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 我们搞革命搞了这么多年 不走苏联的路走什么路啊 那既然那个话 干嘛搞革命啊 很多那些老同志啊 文化程度都高 他非常朴素的 就是 所以毛主席的那一套 是有人支持的 就像王震同志 许事有同志 他们很容易支持 一想就是 对啊 不搞这个东西 搞什么东西呢 他没有其他的那个 就是这样想 那么 这个毛主席 这个 很了解农民 因为他这个 对农民的看法始终是两重性的 好 一方面 他从来都认为 中国农民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最具革命性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说过 农民是小私有者 农民身上是双重成分 一方面是劳动者 一方面是私有者 毛泽东主席又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农民要自由 我们要搞社会主义 我们要社会主义 所以不能被农民牵到鼻子走啊 农民 当然毛泽东主席知道农民是想升官发财 不是想升官了 想发财 他知道的 可是 不能顺到农民这个东西 我们是有使命感的 大家理解吧 使命在我身上 我带着你们走共产主义 阳光大道 这个老人家的使命感很强烈 他觉得这个历史规律 世界的大运 这个什么都在他这边掌握住 所以你们这些没有文化的 跟我走就行了 当然这个话他没有直接说 意思就这个意思 所以农民要自由 我们要社会主义 所以碰到了两股势力 强大的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势力 第一股来自于农民 我们的农民是当时 真的是非常感谢毛主席 感谢共产党 建国初啊 五十年代 农民家里都是挂了两幅画 都是挂毛主席像 这边叫幸福不忘 什么 翻身幸福不忘共产党 翻身不忘毛主席 这是一个经典的农民的春年对子 感激的不得了 因为土地改革以后 农民有了土地 但是现在你要把它拿走 他不高兴的 不太高兴 不高兴 所以虽然从五五年开始 全国就有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可是 从五五年到五七年 一直持续性的出现 大规模的 烙社事件 烙 烙社的烙 瀉 或者叫退社事件 退社 农民啊 他不想参加霍社 你怎么动员他 给他带大红花 他也不想参加 因为我们都是习惯的 给你一个喜报 参加霍社事件很好 但是你把你家牛要牵走 你知道农民那条牛都不容易啊 你把那个牛要牵走了 要他的命 是不是 所以这个褪色是 普遍的 广泛 来自于农民的反抗 不是像 这个是毛主席都知道 农民中有支持合作化的 但是多数 我根据那些材料看 多数情况是对合作化很迟疑 他们热爱毛主席 也相信毛主席 但是他们也爱他们的牛 大家理解吗 农民没有办法的 这肯定没办法 大家理解的 这真的没办法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主力是党内的主力 党内的主力 这次来的就是毛主席的老战友 邓子辉同志 邓子辉是 二九年就和毛主席在闽西 就是毛主席的得利的部下 这是中国共产党非常优秀 非常正派的老同志 也是共产党内最了解农业的老同志 这个老同志是有文化的 他不是许世友 他不是许世友 邓老啊邓老 邓老同志年轻时在日本还待过一年到两年 是有心知的 然后脚踏失地的在农村进行革命的 这样一个老同志 邓老这个时候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曾经做国务院副总理 邓副总理 地位很高 邓老很了解农民 他当然不能反对毛主席 他说合作话不错 但是不要着急 慢慢来 不能强迫命令 于是毛主席给他一个称号 给他一个加分 一个匾 叫小小女人 就是小小女人 这很有名的了 我们说小小女人 这就是毛主席送给邓老的一个号 那么用什么方法呢 推动这个巨大的 这个大的社会变革 毛泽东讲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事 改变中国几千年的一个大事 第一个 在农村 对农民啊 开展所谓社会主义大变态 批判富裕中农 都是以批判开道 那你要好好说服的话 当然说服 一方面说服 一方面要救坏人 你光是跟他说 那个说来说去 他那个理由还不拿出来 没用的 你要通过这个打击坏人 让这个好人就教育过来了 所以对农民是采取这个方法 以批判富裕中农和富农 作为动力 开展社会主义大变态 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 第二个 开展在党内 开展对邓子辉同志的 猛烈批判 全党开始批判小小女人 邓子辉同志在毛主席 巨大压力下做检讨 所以农业合作化 顺利进行 到了1956年 全部成功 成功了 这没有什么不好成功 很容易成功嘛 对农民一样 对党内一样 这个时候党内不断的出现 某个什么地委书记 为农民叫苦叫累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梁素明 也跑出来讲话了 梁素明 大家知道吗 梁素明说工人是九天之上 农民是九地之下 毛主席非常愤怒 你还来教训我们 我们是最了解农民的 你是一个什么 披着眉里的蛇 你们看不看过毛主席批判 那个 怒斥梁素明吗 你是用逼杆子杀人 跟蒋介石一样 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 你用逼杆子杀人 你是一个披着眉里的蛇 眉里蛇 这个梁素明是不应该的是什么呢 他忘记了毛主席是一国之尊 他当了大厅广州之下 当场跟他起来教训 大家理解吧 这在中国传统文化 在不管什么文化中都不能的 毛泽东是开国的这个领袖 一国之尊 那个梁老先生是晕了头了 本来传统文化 一肚子传统文化 这是乔广角 他是跟毛主席在台子上教本 这是建国以后 唯一的敢跟毛泽东教本的人 就是梁素明 但是毛泽东还是有哑量 没有把他送到公安局去 没有送啊 就是基本上还都是原来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不让他这个出头露面了 他自己闭门思过 梁老先生闭门思过 不能碰的 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 是不能碰的 知道吧 这是中国几千年的这个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什么 这都不能碰的 那么 社会主义这个农业合作化完成了 当然到五八年 一个早上宣布全部人民公社 那这是一个早上 两个早上就全部实现了 结果是 小平同志1975年 在全国农业学大战会议上讲 我们的农村的情况 有些地区 还不如1949年的产量 这是邓小平同志1975年讲的 就是这个具体我们不讲了 就是农业合作化 顺利完成 对城市工商业的改造 那么应该讲是很有创意的 这是走上舒适道路 但是方法很有创意 没有消灭资本家 而是通过速买和定息 速买啊 买你的 定息就是给20年定息 就是每个月根据你的资产 一下子给你几百块钱 或者几十块钱 本来是规定给20年 但是从1956年 给到1966年 文革开始取消了 没有了 所以整个定息是给了10年 给资本家的定息10年 那么出现了一些红色资本家 这个红色资本家最有名的 就以后90年代 做国家副主席的 容毅仁同志 容毅仁啊 这个我们江苏也有一个 长州的长州沙场刘国军先生 是一个大资本家 仿沙场的资本家 对这些有名的 天津的周苏彤 上海的容毅仁 江苏的刘国军 党和国家 还都对他们很照顾 一方面给利息 第二方面呢 给他们一个官座 所以这些人都是做 副省长副市长 容毅仁从五六年开始 就是上海市副市长 周苏彤先生 也是中国民宿资本家 天津的 做天津市副市长 各地都安排一些老资本家 做副市长 那么 当然这些资本家 这个心里是非常痛苦 毛主席都知道 毛主席老人家 是人性 就是对人性的观察者 怎么都知道 人性的观察者 他非常了 这些资本家 这个时候 表面上显得欢呼摧月 每天成兴奋状 我上次讲过 斯大林同志去世的时候 上海资本家提出来 把南京路改成 斯大林大街 都是资本家提的 那资本家左起来 他都高调的左 都是花头都不得了 花头啊 很花头的 毛主席说 他们白天敲锣打鼓 晚上夫妻抱头哭 大家一解吗 所以毛主席是人性的观察者 对人性看得深 不像那些 其他从事看不通的 就是要他们这样做 把他们拉向社会主义 那么最有意思的是 1956年10月 这个北京市工商界 实现社会主义化 资本家这个 全部资本家大游行 资本家大游行啊 我们热爱社会主义 我们要什么社会主义等等 然后派出资本家代表 送了一个什么东西 给毛主席 上面写的 我们永远跟着林 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就是代表全国的资本家 给毛主席写了一个大喜报 就是他们欢呼 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了 我们永远跟着林 毛主席微笑着接过来 那么应该说 国家的到了五六年 全部的城市的工商活动 完全拉入国家体系 实现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国有化 只有极个别的特殊行业 极个别的 还有一点点私人色彩 非常少 比如说我们城乡的一些修碗的 碗啊 今天同学们可能不知道 修碗是个行业 过去我们 那个第一个是那个碗啊 碗的话是买个碗要花钱的 碗破的坏掉的话 农村是城市里也有 就补一个碗 吃饭的碗 修碗叶 还有个别的卖糖育苗的 糖育苗大家知道吧 烤山育糖育苗的 还有零星的 糖育苗也是社会主义化的 叫什么 比如玄武区第三 第十三 这个什么食品合作社 副食品供应社 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刚刚进校1978年的时候 南大门口的那些都是什么 第二货作食堂 第三 没有名字的 都是第二货作食堂 第三货作食堂 第五粮站 第八 第八什么副食品供应站 就全部实行数字化管理了 没有都真的 大家理解吗 这都是这样的 78年还是这样 改革开放的这个启动阶段 就是这样 今天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太丰富了 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给大家 给我们中国带来的巨大进步 那么这个还有极个别的 今天我们在街上也能看到 极个别的一两个妇女 老妇女 在街上蹲到那儿 补袜子的 只有这些零零星星的 还没有社会主义化 其他全都社会主义化了 修钢笔的 修钢笔今天已经没有这个行业了吧 有没有啊 还有修钢笔的也合作化的 都是叫什么修理文师部 第二修理文师部 好的 好的 我下面要讲啊 还有再讲个十分钟 应该说 到了1956年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完全取利 完全取利 社会主义工业化 全面展开 所以我们怎么认识 五零年代 你们就是我这个提供素材 你们自己去分析去 都不要简单化 要看到它的多重 多重方面 首先是苏联对中国的 大量的工业援助 156个工业项目 我上次就讲过 苏联在这个时期 也是很困难的 苏联的大学生 很多大学生 还不像我们中国 中国还是顾上管了他们 49年 50年 51年的苏联大学生 是没有宿舍的 全部自己在外面找地方 有的人是住到车站里面 住到车站 完全是没有地方住的 很困难 二战的那个破坏 所以 156个大型项目 中国全面展开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意义极其深远 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 到90年代初还存在的 就是我们粮食 统购统销 在1954年实行了 什么叫粮食 统购统销 就是你光有钱 不能去吃到东西的 要有粮票 懂这意思吧 农民 农民的粮食 不能随便卖给什么 张商饭 米商饭 必须全部卖给国家的 沉香的自发的市场 全面萎缩 全面萎缩 以至于 基本消亡 基本消亡 当然以后有机市 有急啊 就是毛泽东 这个也同意了 到58年 几年以后 也有农民的 拿个鸡蛋 到街上去赶集啊 这个还有 但是基本上的 沉香的 那种商品的 自发的流通 这些东西 已经停止了 没有了 所以 统购统销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极其重要政策 我下面就讲到 特别是对农家子弟 这个意义太大了 不是意义太大 影响太大了 影响太大了 就是世代为农 世代为农 除非你考上大学 除非你当兵 除非你提干 永远是足足备备 种田 这个就是 这个五四年的 一个体制 决定的 那么政治上 我们原来讲的 原来是政协吗 大家记得吗 我前面讲 第一次 我们共同纲领 联合政府的 那个样式 1954年召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 通过社会主义性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政治上 原先有民主党派的副总理 五四年以后 所有的副总理 全部是中共党员担任 理解吗 部长还有民主人士 但是副总理这一级 没有了 副总理这一级呢 在1949年到53年 有 就是 确定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就是在政治上 完全是共产党领导 所以毛泽东主席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这是过去我们学毛主席红宝书 一打开 第一句话就是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毛主席1954年讲的 我们都是完全回备 打开毛主席 第一句话就是 完全明确化 第三点 毛主席的唯一的党的领袖地位 得到空前巩固 空前巩固 过去刘少奇 有的时候还提一点点 什么不同看法 以后没有了 53年以后基本没有 没有 那以后再有是到 60年代困难时期 才有的 那是非常个别 五六年以后 周总理在经济建设问题上 跟毛主席稍微有一点点小意见 那是极个别的 所以经过这个高纲事件 经过这个新民主主义方针的废弃 毛主席的领袖地位 不是领袖地位 就是决策的唯一地位 完全确定 决策过去还有 当然是以毛主席为主 其他人有时候还参与一点 现在就是他 那么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跟我们以后改革开放有联系的 就是小平同志正式进入核心层 正式进入核心层 所以小平同志 很快 从五四年进入核心层 到五六年做党的总书记 所以没有这个小平同志 总书记十年 就不可能有七八年以后 小平同志的那个崇高的社会地位 崇高的党内的威望 大家理解吧 不做十年总书记 没有那个影响的 做了十年 在这个时期 小平同志 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 就是跟毛主席都是一致 那么在教育 科学 文化 卫生等方面 五三年以后 出现了刘少奇同志所讲的 这是刘少奇以后有一点批评的 就是 苏 苏是教条主义的流行 或者叫马克思教条主义流行 在教 科 文 卫 全面的教条主义化 教条主义化 言必称苏联 言必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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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社会治理方面 单位制完全确立 单位制 什么叫单位制啊 把你分到什么什么什么 一个工厂 永远你就在这个工厂里 待个三十年到退休 叫单位制 单位制在五三年以后 完全确立 粮油供应制 完全确立 你们现在我不知道 有没有粮油供应关系啊 毕业时可能还有吧 粮油供应关系非常重要 粮油供应关系 户口制 完全确立 这个过程在五三五四是个过渡 五八年是完全确立 五三五四年以后基本上就 比如说 某同学突然一下 说我想住到上海去了 行不行啊 不行 四九年 可以 五零年 还可以 五零年你突然一下从苏州 就住到上海去了 在上海找个工作 你说你成了上海人 可以 五零年以后就差不多就不行了 五四年以后基本不可能 不可能 严密的户口制 已经确立了 城乡二元结构 完全形成 城乡二元结构 农村学生 考不上大学的农村学生 和考不上中学的农村学生 返乡勿龙固定化 农村孩子 你如果考不上大学 考不上中学 回家送田 天经地义 有多少呢 将近 有很多数字 这个数字我现在 有几个相互对立很大的数字 所以我现在不用 就是 只要是农村同学 考不上大学的 考不上中专的 全部回家送田 已经是大家都接受了 慢慢就接受这个情况了 我下面讲人民生活 我再讲十分钟 把这一段全部讲完 人民生活 所以我们不要紧关注上层 我今天给同学们上层下层都对流 看到那些英雄豪杰 也要看到普通的深斗小民 深斗小民是那个时代怎么活的 所以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们一些情况 下面我要讲 工农商学兵是怎么活的 怎么生活的 把这一段讲完 工人 工人是我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 建立以后最大的受益群体 最大的受益群体 所以我觉得工人阶级 真的应该感谢毛泽东 真的应该感谢 为什么 毛主席自己在1949年曾经讲过 1949年1月份 斯大林拍了一个秘史叫米高阳 到西北坡来 这个人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地位非常高 来听毛泽东谈新中国的一些设想 毛泽东跟他说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 我们共产党对中国农民非常了解 对城市工人阶级 了解程度差一些 我们的影响力在农民中几乎是百分之百 在工人中影响比国民党小得多 老人家清清楚楚的 这个情况完全是改变的 所以以后我们都说工人阶级多伟大 多伟大 革命贡献最大的是农民 革命贡献最大的是农民 毛主席1949年1月还讲 他说以上海为例 上海50万工人中 倾向我们的只有20万 同情国民党的工人是30万 这是毛泽东讲的 但是49年以后 不管照样对工人好 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当时他 国际共产主义啊 领袖啊等等啊 苏世啊 对他有影响的 大家理解吧 要走苏联的道路 苏联应该怎么样 工人阶级 所以工人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 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工人 是社会主义的 这个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具体表现在 就是有一份比较不错的工资 和全面的社会保障 全面的社会保障 这个工资 我这里没有有数字的 我这里不多讲了 我就告诉大家 50年代 52年 53年 54年 全国工资最高的地区是上海 上海的一般的工人 当然就是中老年工人 不是小青年 工资将近是50多块 60多块钱一个月 很高的工资 很高啊 大家理解吧 非常高的工资 当时这个真是便宜的不得了 非常高 那么这个 以后60年代工资开始下降 具体都有数字的 这个52年的 上海全民所有制的工人工资 平均每个月是65块 一毛八 一个月有65块 这是大的不得了的数字 当时就要8块钱就能活下去 8块钱 就一个月的每月的生活费 一个人是8块 有65块 是相当不错 夫妻两个人都是工人的话 一个月家里有100块 再让两三个孩子 是能过得不错的 就是当时的一个五口之家 是不错了 大家知道吧 真的是很好了 那么当然上海最高 小地方的工人工资 我讲小地方 你不能光看上海 上海中国就一个 小地方中小城市的工人工资 30多块 40多块钱一个月 40多块钱为一个普通数 所以也还不错了 小地方工资 就是物价要低一点 比如长州啊 镇江啊 一个工人 拿45块钱一个月工资 是很不错的 在武林年代 那么具体数字我就不讲了 他们更重要的是享受到 全民所有制 享受到医疗 看病都不要钱 看病啊 我在1971年到1978年 做了八年工人 我这个八年工人 当然不能住高干病房了 那不可以的 就是看病所有不要钱 还是不要钱的 那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 这个 集体所有制 工人工资 比全民所有制低 要低 要低个五六块 六七块七八块 而且也要看病 要付一部分钱 但是大头是国家包了 大头国家包了 所以还有很多发工作服 发洗澡票 澡票 大家懂吧 洗澡票 什么等等等等 粮食供应 矿工一个月 三十八斤 还三十六斤 享受最高的 粮食供应标准 所以这个时期 工人阶级是最大受益者 所以以后为什么很多 你们看到下岗工人 他们那种情绪啊 是能理解的 他很自然就怀念毛了 大家理解吧 他很自然的怀念了 好 我下面要讲了 我们的农民兄弟 农民 集体化之前 农民生活得到相当的改善 相当改善 跟解放前比啊 那是大的改善 大的改善 就是五六年之前的农民生活 比之前好得多 五六年是个标准 所以我们问农民 都是五六年是个标准 五六年之前 还是私有化 有一块地 就是自己农民会耕作 会耕耘 多数农民 不是说全部 也有破产农民 多数农民是不错的 五六年之后 普遍闹褪色 开始下降 收入继续下降 集体化以后就下降了 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当时很多资料都看出来 农民的女孩子 都要嫁给城里的工人 不愿嫁给农村人 大家理解吧 因为 所以才有梁淑民 讲的那句话 梁淑民讲的那句话 他是讲得激动了 他说农民是九地之下 工人是九天之上 形成巨大的差别 巨大差别 所以很有意思 我们当时 江苏省的一个老同志 这个老同志 八十年代死的 我看材料上讲 他对这个农民的 我们江苏无锡 这一代的这个女孩子 农村女孩子 想嫁给城里工人 他说这是很好的现象 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 他们想嫁给城里的工人 说明他们的思想救护很高 周副秘所长周波藩同志 周波藩同志现在已经不在了 就是那是教条主义的不得了 因为聂龄讲的工人怎么怎么好 所以他们在工人 说明他们就不高 他糊里糊涂的这个话讲 那么这个一般情况下 这个农民收入 一年各地不一样 中国差异性太大 好的地区 150块到200块钱 一年收入 农民同志 一个家庭的收入 不是一个人收入 全家从头忙到尾 一年200块 300块 这是我们江南好地区 西部地区 落后地区 一年60块 贫困地区 一年20块 到30块 这就是农民的生活状况 农民生活状况 所以刚才我讲的 有差异 不能一概而知的 什么珠江三角洲 特别是我们这个江苏的 这个太湖地区 那是比较好的地区 但是你要看到云南 云南好多农民 住在洞里面 住在山洞里面 看到这个贵州 看到四川农民 还有西部的农民 总体讲 农民的联收入非常低 而且没有享受 国家的社会主义的 保障体系 那个时候就没有啊 所以今天有一些 好像他们说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 那个时候也没有 看民也是农民自己花钱 自己花钱的 不存在一个就是 那个时候农民看民不要钱 现在农民要钱 一贯农民看民要钱 所以这个毛主席的阳光 照得不均匀 主要照到城市里 主要照到城市里 这很有意思 他最关心农民 但是这个阳光 他应该往那边照一点 那么 这是我讲的这个农民 我下面讲商 把这点讲完啊 今天稍微多留一点时间 商人的商 商就是资本家 商都还不错 生活比较都是好的 在全社会 资本家生活是比较好的 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之后 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们拿利息 拿定息啊 拿定息 但是 他们的政治声望极低 普遍被看不起 这就是毛主席讲的 我们用钱 来剥夺他们的政治地位 所以资本家是不顺心 吃得不错 但是 毫无政治地位 除非统战人士 统战人士 只是少数的几个人 多数小资本家 开个小店的 没有地位 有的时候 那时候记左工人 还动不动打资本家 我们工人是很朴素的 朴素的就是 因为他钱少 看到别人钱多 他恨他 大家理解吧 这就叫阶级的 最初的那个仇恨 从哪儿来的 就是从这样来 自己钱少 看到他过得好 就恨 自发的一种仇恨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作为一种教育 看了很多材料 说还教育工人 不要打资本家 不要打资本家 好好批判他 不要打 所以资本家也不太顺畅 不太顺畅 那么 这是商 我下面讲学 讲知识分子 大学生 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 是非常重视的 因为国家真的是 经济建设需要 大学 以成绩录取 在1957年之前 比较公正 以成绩录取 不以家庭录取 以家庭录取 是在58年以后 全面严重化 是62年以后 62年以后 就是该同学考 全部是100分 爸爸是个反动派 绝对不录取 但是57年之前 不管父母 只要学生考得好 都能录取 但是在专业分配上 有案板 家庭出身不好的 不能学一些关键性 要害性的专业 理科的很多 跟安过房有关系的专业 成分不好的人不能学 文科中的 什么外交啊 像这些专业 那都是不能学的 但是你学一个什么芽 学一个林业 农业 矿业 可以的 国家还给你一条路的 所以还是相对宽和的 对大学生 再一个呢 大学生学费全免 国家全包 但是书费要买 生活费自己要花 但是学费免掉了 这是最大的 那么分配是 国家全部包分配 但是无从个人选择 所以你要这个 要全包 你就没有选择 大家理解吧 你说你不想到这个什么 府阳县去 那对不起 你就要去 因为你是国家 国家全部包你的嘛 你不去 所以去 我想你有没有道理啊 那个时代的逻辑嘛 那个时代逻辑 师范生 国家免 学费 提供一部分 吃费 就是那个 伙食费 这个传统是我们 大清时期 1904年 慈禧太后定下来的 所以太后还做了一件好事 大家还记得我 在一个什么讲堂 过去讲堂谈过吧 慈禧太后在1904年 我们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时候 做了这个规定的 这个规定 历经政权跟别 都是执行的 最近要恢复吧 听说要恢复了 是不是 恢复是不是给 就是不给吃 吃还不给吃吧 免学费 这也不错了 所以毛主席时代 师范生 还是 给照顾的 给照顾的 中小学 学费自立 只对大学全包 中小学 都是要花学费 但是学费呢 今天有人说 学费很低年 但是你们同学都不知道 那个时代 就是一个学期 是交五块钱 但是对于很多 普罗家庭 多数人是普罗家庭 交个学费 还是很吃力的 为什么 他有三个小孩 三个小孩 同时一次交就交三十块 他一个月就三十块钱 工资 大家理解吧 所以很吃力 但是国家呢 好在那个时候 还有助学金 就是减免学费制度 就是家庭太贫困的 一个月 一个学期十块钱 或者五块钱 学费交不起的 可以免一部分 免一半 获得三分之一 这个制度呢 在文革前都有 都有 现在我不知道 有没有这个制度 这个知识分子呢 大知识分子工资高 但是大知识分子呢 人数少 社会名流大知识分子 人都很少的 比如说一级教授 1956年 全国就有几十个人 这个总之 大学教授 这个层级的工资 都是比较高的 都是要一百五十块钱以上 一般是当了教授 一百七十块钱以上 工资比较高 那么 小知识分子 是我们社会的大多数 小知识分子 以小学老师为主体 以后也就是 一九五七年 打成右派的 绝大多数的一个群体 是小学老师 他们是最可怜的 在农村的小学老师 工资最低 右派中间 占的比例最大 是农村小学老师 他们的工资 是平均三十多块钱 一个月 三十多块 但是三十多块 由于他们在乡里 在乡镇上 那比一般农民也是优越的 不得了了 也算是当地的 被尊敬的阶层 那么这个 名演员 名演员那个年代 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多演员 我们的名演员是指的 马连良啊 这一类的 这些名演员 梅兰芳啊 这些演员人数本身就少 他们的工资很高 三百到八百 但是他们就 全国就几个人了 心胸要开阔 不要那个小鸡肚肠的 这些人都是不得了的人物 他们旧社会钱更多 他们在旧社会 钱更多不得了的钱 他们是可以 买多少多少房子的 他们到新社会以后 钱已经少都不得了了 所以要承认这个差级的 当领导人 千万不要是小姓爷 看到人家有江青就是小姓爷 看到他们钱多 他经常愤恨 我觉得这个是 政治家要气派大 但是他们就是非常少数人 非常少 全国找不到一两百个人 对不对 好 这是我讲的这个 一般知识分子 什么医生啊 什么记者啊 是拿多少钱呢 五十到七十 工资是月工资 五十到七十 大学生本科毕业 五十三块到五十五块之间 不错了 一个本科大学生 拿五十多块钱 在那个时代是很不错的 只是因为不断搞运动 他们很难过 要不搞运动 那个日子很不错 大家理解吧 所以以后不断打反革命 打右派 都是在这些人打 所以那边钱 一当当了右派以后 钱全部切掉 就给生活费 所以你原来五十块 当了右派以后 给八块 他是政治惩罚和经济惩罚 双管齐下 双管齐下 所以那个时代是很 严峻的 很严峻 热情的 好像很朝气 同时也是肃杀的 大家理解吧 双方都有 两个层面都有 好 我下面讲干部群体 我去把火区 干部群体 干部群体是 我给他一个称呼 给他一个定语 是广受尊敬和仰慕的群体 广被尊敬和被社会仰慕 仰慕的群体 所以那个时候干部 不要讲我们今天官本位 从那个时候开始 1954年以后 我们定下了24级工资制 24级 毛主席老人家一级 到底下的 居委会 那个下面 居委会还没有 还够不上 24级小半岁 24级 大学毕业生是21级 21级 13级 1到13级是高级干部 14级到17级是中级干部 18级以下叫基层干部 我估计大概下面就没有说法了 24级那些差不多就不当干部了 就不是干部了 所以干部是永远是大家尊敬的 养牧的 为什么他们钱多 除了有权以外 钱多 这是很现实的 老百姓很现实的 当个科长 他钱就是多 那么他的钱 我举个例子 1956年 一个16级干部 16级干部相当于什么呢 比如说南大的一个处长 月薪110块 高不高 非常高 当然比不上教授高 教授我们这个什么 任美俄先生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200多块钱一个月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贴出来 任美俄老先生现在还在 200多块钱一个月 但是任美俄人家学问大 对不对 你这个处长可以替代他 处长是不是可替代他 也可以教你当 也可以教他当 人们又不能替代他 同学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对不对 心脏科专家是不可替代的 那个什么什么 他可以替代的 所以这个 一般当时的情况 17级干部 是月薪 是94块 很高很高 94块那简直是感觉好得不得了 非常好的感觉 就是 17级干部 一般科长 科长 17级干部 当然一般局长 到了局长这个阶层 每个月是110块到140块 就更好 更好 所以那个干部子弟啊 就跟普通人家子弟完全不一样 气质装 就是个自行车 那个自行车是当时是非常收持品 能骑上自行车的青年 一般都是干部家庭 或者资本家的家庭 双家 就是这两种家庭才有 才有自行车 像这个 这是我刚才讲的干部是广备尊敬的 下面军队干部 军队干部 我给他一个定语 叫做最受人们爱戴和尊敬的 最受 为什么他们工资最高 而且天天报纸上都在 老红军 老革命 老将军 政治地位也高 钱也多 双高 大家理解吧 双高 那真是高的不得了 仰慕的不得了 人民都在仰慕着我们解放军的那些团长 营长 我举个例子 军队阵营级干部 1956年工资是140 高的不得了 那真是不得了 因为他们是打仗的 刚刚从朝鲜回来 对不对 要比地方要高一级 要高一级 少将同志的工资就更愉快了 一个月350块 所以这个我们看出来了吗 这个国家的结构 从普罗到干部 我们都在这个大家庭里 也互相的生活在这个里面 以后当然这里面互相之间 也会产生矛盾 这一系列的矛盾 都和文革的那个 都导致文革的那种 错综复杂的原因 还理解吧 这些是五十年代中期确立的 中间就有矛盾 慢慢就有矛盾了 所以这个我就不说不展开分析了 我刚才给你们提供的这些情况 所以结论是 军队干部 地方的干部 他们的社会地位最高 他们是双高 政治地位高 经济地位高 当然可以理解 他们一些老同志讲 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 我们是拎到什么 头拎到铺带上面 打下来江山 我不搞哪个高 对不对 所以老百姓夫妻的 我告诉大家 你们今天听到可能会有点差异 在当年像我这个年龄 包括比我大的年龄 我们对那些老将军一家住一栋楼 还有多种层面 其中一个层面 就是他们没有吃过苦 这就是人民中间的朴素的辩证法 非常朴素的 工人生活 我下面讲 比过去好得多 跟解放前好得多 所以他们的感觉真的不错 工人 知识分子 感觉一般化 所以他们有意见 他们一般化 甚至他们觉得比过去还差一点了 所以这个生生事不一样 各个群体不一样 那解放前可能还高一点 现在低了一点 资本家呢 是经济地位高 政治地位低 他也不愉快 我们广大农民同志呢 政治地位非常高 经济地位非常低 就是这样 但是感觉还不错 为什么 五七年之前感觉不太好 而不五七年以后 有一段时间不太好 阶级斗争那个形势 拉高以后 优越感又上来了 为什么呢 我是三代贫隆 大家理解吗 所以毛主席这个非常伟大 他这个治国方越 农民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好处 让他政治上感觉好得不得了 他可以斗地主 通过斗地主 显现自己的那个高 这每个群体各得其所 你们看是不是各得其所呢 比较不顺的是这个知识群体 相比较而言 稍微有一点那个 其他 都是由工人感觉不错 干部肯定感觉更好 大概情况一件 好的 今天这个讲完了 我们下课 后面同学能不能听到 后面同学 能不能听到 不是我不喜欢用这个话筒 我完全可以用话筒 因为这个话筒 这儿没有 它锁起来了 而且楼上的那个老师说 好像这个 它也没有钥匙 所以只能是这样 我现在又请同学上去看一看 已经完成以后 中国社会各个阶级 各个阶层的 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上次提过 中国的工人阶级 特别是产业工人阶级 当时在全民所有制工作的工人阶级 是那个时候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的社会主义 我提过 从总体上讲 工人的政治地位 那是和49年以前相比的话 那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地位 也是当时除了干部以外 相对讲是比较高的 那么农民阶级呢 上次我也提过 1956年到了1956年就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的这个过程 所以农民呢 是在我们建国以后的 也是有着一个较高的政治地位 但是呢 由于合作化以后 这个正在这个所谓探索的这个过程中 所以农民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状况呢 是普遍低下的 也就是形成一个反差 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低的经济地位 但是呢 农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因为经过建国以后的阶级化增呢 我们农村中占多数人口的 平农夏中农 是农村人口的多数 虽然他们的生活是极其贫困 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 他们的政治地位 弥补了他们经济上的生活的缺失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虽然在1955年以后呢 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基本固定化 农民是不能自由流动到城市的 农民的子女基本上是应该世时代的勿隆的 但是他在政治上 他获得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那么干部群体 包括这个军队干部群体 是我们社会的中间力量 所以他们是有最高的政治地位 有最高的经济地位 那么我上次提到 作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1956年到1957年 全国一共的人数是500万 500万 多数是底层知识分子 就是小知识分子 中小学教师了 小学教师 这是占多数的 那么知识分子的情况呢 可以啊 可以都可以 你都可以 好 我继续讲 请这位学教师帮我 那么知识分子的情况呢 是 是 大合理 对 你搞错方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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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双管齐下 这个怎么开的 我开了 知识分子呢 这个 从总的讲的话 他的这个生活状况 行不行 差不多 这是开了 我现在已经把它 按了 里面有电池 它亮的 现在是亮的 这两个都用 开了 开了 这个也开了 我用过 我很熟的 变原是开了 好的 这是已经到最佳状态了 两个都用了 这个全国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呢 他们的经济生活状况 应该说 在国内当时 应该说 除了少数的 高级知识分子以外 少数高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生活标准呢 一般的生活状况呢 和我们的一般工人情况 相接近呢 跟工人差不多 差不多 稍微越高一点 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呢 是一个相对尴尬的地位 尴尬 所以有一些知识分子的 感觉 我们当然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历史资料 可以知道 就是当时的 他们的一些感觉 是比较压抑的 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建国以后 持续性的 针对知识分子群体 开展了一系列的 思想批判运动 所以知识分子是运动的 一个主要对象 所以 所以他们的工作 虽然比较稳定 但是呢 他们的政治地位 是尴尬的 是尴尬的 那么我今天呢 就 就要把这一块 给同学们讲一讲 就是四九年到五六年的 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状况 我们知道这个 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啊 虽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 保留了一部分私有经济 但是 从解放军进程开始 就明确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了 就是我们新政权 新政权是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所以虽然还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 但是它的意识形态 已经定为马列主义 当时毛泽东思想说的不多 有的时候说 有的时候不说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毛泽东主席 他有一个改造 当然不仅是他了 包括以他为代表的 这些共产党领导同志 他们对中国有一个设想的 他们要把在这块图画上 要汇 我用毛主席话讲 要汇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是有一套 自己对中国的设想 改造的设想 这个改造的设想 也就是说要简言之 就是要彻底的清除 中国人 特别是知识分子身上的 过去年代 留存给他们的那些思想印记 印痕 就重新改变思想 我们人已经进入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阶段了 可能我们好多思想 还是过去的 或者是所谓分建主义的 什么帝国主义的 资产阶级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转变思想的一个工程 巨大的一个思想改造的一个工程 或者一个实践 那么当然 这些领导同志都是坚信 什么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等等等等 这里我就不讲了 那么简言之 就是要确立新意识形态的新秩序 意识形态新秩序 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一个领导地位 经济上也开始进行一些革命性的改造 那么思想上必须要和这些同步 那么就是要建立意识形态的新秩序 这个意识形态新秩序呢 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首先改变知识分子的思想 进而改变全民族 全中国人的思想 也就是要重新改变我们 一个对过去 现在将来的所有问题的一个认识 比如说一些很简单的 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都要重新重新一定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一般性的看法 那么我想这个工作呢 从四九年开始就就开始了 当然 应该说它是双管齐下 双管齐下 所谓双管齐下就是 积极性的方面呢 主要是通过一个批判对立面的 这样一个形式进行的 一般性的宣传对人的影响不大 听也听 听了以后东而进西而出 它主要是通过批判对立面 批判对立面 就选择一些斗争的靶子 来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思想斗争 进而教育知识界 进而教育全国人民 基本的模式是大破大力 通过破 就通过批判 来确立新思想意识形态的秩序 那么我这里要先讲 建国初期 当然事情非常非常多 又是抗美援朝 又是土地改革 又是什么什么 三反五反是紧接着来的了 又是要恢复经济 事情非常多 千何万事 但是毛泽东主席 对这个问题是高度重视的 从来一天都没有放松 那么1951年 毛主席选中了一个 一个突破口 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呢 是我们建国以后 思想文化领域的第一场斗争 这就是通过对一场电影的批判 首先来触动知识分子的思想 这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 叫批判武讯传 这个思想斗争 武讯传听过这个事情吧 中文系的同学可能知道 文科的一般同学知道 武讯是我们清末 山东的一个行器 就是通过药饭来办学的 这样一个古之 我们一般称之为是圣人 因为他是出生农家 生之农民子弟 没有读书 而带来的生活各方面的痛苦 所以他是通过行器 要饭的方式 给人磕头 这种很卑微的方式来办学 这是很有名的 30年就是清末以来 大家都知道武讯 一般都认为 我们的社会一般的 价值观呢 在1949年以前 从来没有人说过 武讯是一个坏者 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武讯肯定是个好人 他没有为自己去谋什么什么东西 他所有客头去募来的钱 去办学的 所以他是圣人 那么30年代呢 有我们一个 20世纪的一个 大家也认为是教育界的圣人呢 是对他的行为 是非常的鼓吹 非常的推崇 这就是我们今天高度评价的 那个著名的教育家 陶星之先生 陶星之先生在 20年代后期 在南京郊区小庄师范 今天是小庄学院 就开始 开始了他的一个 就是所谓农村教育的一个改革 他多次的 不断的提唱武讯精神 武讯精神 那么这个电影呢 在50年代初 上海一个电影制片场 就把它拍出来了 那么这时候的 这些电影工作者和编剧们 他们想当然的 他们说啊 武讯 武讯是为穷苦人办学 应该是好的 应该是好的 应该是可以表扬的 所以呢 还请了一个著名演员 赵丹 赵丹听过吗 赵丹是扮演武讯 这个电影出来以后呢 上海的报纸 全国的报纸 都给高度评价 那么 毛泽东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 发现了 1951年5月 毛泽东主席发现 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知识分子 我们的党的干部 特别是上海的 一些文化宣传的干部 这当时是 作为一个重点的 一个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文化界的一个老同志 叫夏衍同志 夏衍同志 跟这有关系 他是当时上海军管会 负责文教电影工作的负责人 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 那么他们的 无产阶级意识 已经模糊到何等地步 武信是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奴隶主义 改良主义 不从根本上去推翻万恶的地主阶级统治 而是用这种方法 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 这是毛主席大概的意思了 你们可以查一查 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的高度 就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那么这个高度一起 起出来以后 江青在里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江青 江青在建国初 他曾经到苏联去看病 看了一年多又回来了 当然新中国气消万千 他也不太愿意 就在中南海里面做主席夫人 每天的生活是天天一样 虽然吃得好什么好 但是没有意思吧 不参加积极的改天换地的生活 所以他也有点遗憾 所以他多次跟毛主席提过 他想参加工作 不要做太太 那应该也是不错 那么给他做了安排 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要求下 给我们江苏的 无锡的当时的一个领导同志 叫陈毕显同志 陈毕显呢 是当时我们江苏省还没有建设 江苏是由三块地方组成的 苏北地区 叫苏北行署 苏南行署和南京市 江苏由这三块 在1952年年底建设 所以陈毕显同志 以后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 毛泽东主席给他写信 说江青呢 想过来看看土改啊等等啊 那么给予一些 就告诉他 陈毕显对江青 当然招待得非常好 就一直是让江青坐在他的家里面的 那是最好的一种安排和照顾 那么江青呢 也短期的在无锡一带呢 也了解一些土改的情况 那么这个土改完了以后 回来北京又没事了 这没事是很难过的 衣食无忧 也不要做饭 等等啊 当然因为他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了 以后安排他到中宣部 中宣部的这个电影处 做一个副处长 副处长 地位也很高了 地位很高 因为当年做处长的 一般都是三年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了 那么当然他是不需要上班的 愿意去就去 不愿意去就不去 那么江青呢 看了这个批判武信传 又是一个电影 又跟他的专业好像搭一点倦 所以精神焕发 精神焕发 大家可以理解吧 天天没有事 现在有一个事 那很兴奋的 所以自告奋勇 率明一个调查组到山东去调查武信的罪恶历史 经过他的调查 终于得出一个结论 武信是一个大地主 大恶霸 大流氓 三大 有个武信调查报告 另外呢 江青呢 还提出来 要歌颂一个正面人物 就是当时在山东地区的一个农民起义 叫宋锦诗 宋朝的宋 分锦的锦 诗歌的诗 过去人们一般对宋锦诗 从来没有认为他有多大意义 相当于一个流寇之类的 但是经过这个 我们要换思想 换了思想以后 过去的流寇就是农民起义 大家理解吧 这是非常重要的 新论说建立 新解释系统重新建立 全国人民要开始接受这个新论说 新概念 当然我这里再插一句 1951年 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重要文章 纪念太平天国多少多少年 太平天国今天起义100年 从此建立了一个 太平天国的新解释系统 然后以此类推 重新建立中国近代史的新解释系统 大家理解吧 弘扬之乱 过去叫长毛之乱 对不对 毛泽东主席年轻的时候 在长沙读书的时候 最近那个电影中一点都不提了 那个电影当然不错的 这里我不去展开对电影的评价 叫恰同学少爷 但是毛泽东主席在读书的时候 是非常的遵从曾国藩 武力荡平弘扬之乱 这当时的价值观 还是一个传统历史观 大家理解吧 他还没有高度的看到弘扬 农民起义的伟大革命精神 反帝反什么什么都没有 那是以后的事 30年代以后的事 年轻的时候长沙时没有 所以五亿年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的时候 从此奠定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新叙述 大家以后从此全民都要建立这个新叙述 比如说能不能说洪秀全是一个全 什么什么长毛呢 不对的 阶级感情有问题 阶级立场有问题 他是伟大的农民起义的领袖 那么我就举这个例子 那么毛泽东主席是通过这样的事 开始一个新论硕的一个重新建议 开始 那么江青去了以后精神焕发 这个 他得出结论 孙世三大 大流氓大土匪 不是大流氓大地主 大流什么什么大恶霸 那么由于毛泽东主席 那是具有无与伦比的威望 所以这个对武训传的批判 全国就开展了 所有的知识分子 主要是一些特别有名的 当然的著名知识分子 都在报纸上发表 对自我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批判 批判自己 那么就是 当然不仅是大知识分子 包括一般的中小学老师 都要进行重新的认识 那么这是开启了建国以后 思想领域的第一场斗争 那么经过三十年以后 胡乔木是八零年代 到现在一般也认为是 意识形态非常正确 传统一般都认为 他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统治 他是八十年代的 中央书记处书记 他对这场运动 做出了重新的评价 他认为批判武训传 这个运动 是简单的 是粗暴的 特别是对陶行之同志 对陶行之先生 非常不公平 陶行之啊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的 很了不起 很伟大的一个教育家 从三零年代到四零年代 一直同情中共 帮助中共 那么建国刚刚开始 就对陶行之锦银大批判 那么胡乔木认为呢 是应该为陶行之先生 重新证明 给他恢复名誉 就在这个过程中 又发生了一件事 又是跟电影有关系的 这个电影呢 也是这个 五十年代初拍了一个电影 叫清宫密史 清宫密史 同学听没听过 没听过 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乌序违心 慈禧太后光绪帝 光绪帝如何想违心变法 还有她的什么真妃啊 这样的一些故事 然后呢 老太太呢 如何从中作梗 反对变法 清宫密史 拍的是很不错的 反映了在我看的话 反映了当时很高的一个水平 演员的这个 演的也相当不错 这个电影呢 本来是准备 全国性批判的 突然以后就没有批 就停演了 只是停演 没有批 十六七年以后 文革爆发的时候 这个电影重新拿出来 作为批判刘少奇的 当时在刘少奇没有点名之前 他有一个固有的称号 叫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三月 经过毛泽东主席的多次修改 那当时的文革的一个干将 一个所谓理论家 叫七本宇 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批判清宫义史 拉开了全面批判 刘少奇的运动 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八月 倒台以后 始终是政治局常委 也没有正式宣布 把他免掉 只是在家里面每天闭门思过 但是到了六七年三月 开始了对他的全面性的大批判 但是没有点名 他的代词叫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那么拿的也是清空密集 硕士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五十年代初 中南海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硕士刘少奇对这个电影 曾经表示过欣赏 欣赏啊 那么是毛泽东主席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 心情不高兴 不高兴的 那么毛主席呢 在五三年五四年 我上次也提过 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上 和刘少奇同学发生了分歧 所以毛泽东主席在五三年五四年的时候呢 曾经提过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 实质是卖国主义的清宫义史 到现在还没有批判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刘少奇曾经称赞过清宫秘史 是一部爱国主义的电影 那当然以后刘少奇说 他根本没有说过 这是有小人在里面拨弄是非 因为毛主席什么事都知道 刘少奇旁边讲了什么话了 什么他都知道 所以这是刘少奇看电影时 讲了一句话 叫做 这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 就报道毛泽东主席那儿去了 毛泽东主席可能还考虑到刘少奇的面子 所以在1950年代初期呢 没有对这件事情批判 六七年正式进行批判 所以六七年 我看这个电影 是在1967年看的 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的时候 拿出了几部电影拿出来批判 很有意思的 一部是清宫秘史 当时的我们都是出在文化饥荒时代 除了看样满戏没有电影看 看得不一乐乎 非常高兴 但是大家都不说好啊 就看得很高兴 就是作为反面教材 公影的 我在今天的南宫 就是当时叫南宁公学院 就今天的东南大学 那个大礼堂里面看的 第二部电影 也是全民都很爱看 就是刘少奇和夫人访问印度利西亚 这是你们可能不知道 六三年六四年以后 少奇同志了 这个作为国家主席 带了王光美同志 经常访问东南亚 最最成功的一次 拍了一个当时叫五彩电影 当时我们的词叫五彩 五彩就是彩色电影 就是刘主席访问印度利西亚 这个电影呢 这个也是六七年以后 全国重新公演 大家看的也是非常非常乐意的 但是看的时候呢 对王光美同志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为老百姓不去注意 王光美同志的外交分采 只是注意他 上午换了一套衣服 下午又换了一套衣服 晚上又换一套衣服 所以我们的老百姓都是没有出息的 就是专门注意这些生活小节 一会儿穿了个高跟皮鞋了 一会儿是什么东西了 当然这是有油头的 因为江青在文革初期宣泄他对王光美同志的不满的时候就说过 他显出了一种非常受到极大委屈的样子说过 他说我叫他不要戴项链 他就是非要戴 所以大家都很注意 王光美的那个项链 所以江青到了六十年代文革以后 全是激动膨胀 说起话来已经是到了信天游的地步 信天游啊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完全不在乎 所以引导大家去关心王光美的项链 所以这个项链成了一个文革中迫害王光美的一个非常非常的 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线索 1967年3月 经过中央的批准 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者 垮大副 这人是我们江苏人 苏北的 他是文革中的红卫兵领袖 非常大的大的领袖了 五大领袖 他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二十万人的批斗王光美同志的大会 二十万 而且拍下了电影 当然这个电影最后经过中央的讨论 可能中央的考虑是没有对全国人民 今天一定还在我们的一个档案库里 当时是拍下来的 因为领导同志也要看看批斗王光美怎么批斗的 王光美同志就给侮辱性的带了一大串乒乓球的项链 一大串套在身上 丑化他 这都是江青 要报那个仇 就是没有听他的话 叫他不要戴相连 他还戴了相恋 所以你们看这么 讲起来文革又是反修防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最后又和这些机场小肚的事情都绑在一起 这很复杂的事情 要一层层脱离了 那么 这是我讲的第一场运动 其实呢 我下面要讲的 其实在这场运动之前 正面齐倡的学习运动 就已经随着我们人民解放军 进军全国 就已经开始 我现在五星传停止了 现在讲下面有个事情 什么意思呢 解放军到了哪儿 我们就要建立新秩序 对不对 要建立新秩序 建立新秩序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镇江 镇江的中小学要不要开 上课 要上课吧 怎么不上课呢 要维持社会秩序 小学生还照样上课 中学生要上课 上课以后上什么东西呢 老师要不要学习 那解放军已经进城了 军管会的通知都出来了 要不要赶快 还是学国民党的本子 学国民党的教科书吗 不是的 1949到1950 我们已经集中了一批老先生 在党的理论家的指导下 重新编写大中小学的教材 包括语文数学地理 什么什么等等 全部重新编 包括叶胜涛统治 等等都参加的 就紧急编教材 你不能再用国民党的本子了 对不对 数学还可以用 什么解析几何还可以用 那个就不能用了 所以 但是本子是很快 在没有编好本子之前 是可以学其他东西的 低年级同学还好 就教一教什么 人啊 手啊 口啊 马 这个没问题 对不对 高年级同学 其实就是学毛主席的著作 学报纸的社论 对不对 新旧社会换季换代的时候 那么老师呢 当年的那些老师 一下子教他教这些东西 他还得熟悉吧 不熟悉啊 多数的我讲 国统区的那些老师 中小学老师 他很不熟悉 这一套毛主席的 什么新民主主义论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了 所以 军管会 全国各地都一样 这不是哪个地方 就开始了对中小学老师的 大规模的学习运动 晚上学习 星期天学习 假期学习 人训 从49年就开始 这个时期的学习呢 是比较温和的 也就是 没有选择斗争对立面 就是正面学习 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 应该学习什么呢 首先学习 埃斯奇同志的社会发展史 埃斯奇啊 什么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简单的通俗性的小册子 学习毛主席的 新民主主义论 学习毛主席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 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时期 我们一些红色教授非常忙 奔赴于全国 主要是一些大中学 大学 像埃斯奇啊 像这些 都是天天在各个高校做报告 因为那些大家都需要 你不能再讲老的了 要讲新的 新的话就赶快培训青年教师 要用新的一套解释体系来上课 那么这个 这个学习呢 从49年一直学到51年 学到51年 到了51年呢 光是这种轻描淡写的学习 一般性的学习 可能需要改变 所以到了51年 也是毛泽东主席 在百忙之中 事情非常多 工业 农业 外交 朝鲜战争 土改等等 真的是千头万区 但是老人家对这些思想领域的事情是高度重视 就发起了一个新的运动 大规模的运动 要比武训传的运动要大得多 覆盖性的一个运动 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前面只是学习运动 只是学 还没有期待改造 就一般性的改造 现在呢 就直接提出来 要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那么这个运动呢 前后进行的时间是一年时间 一年 1951年的10月 进行到1952年的10月 当时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多少呢 全国的知识分子 就是初中以上 都叫知识分子 因为当时我们的文化程度比较低 这大多数人都是文盲 高中就不得了了 就是大知识分子了 大学的话 大家要仰慕地看 真的是仰慕地看 高级知识分子 差不多是十万人 我认为这个数字还大了一点 应该叫中高级知识分子 全国十万人 普通小知识分子 总数合在一起 二百万人 包括农村中的乡村的小学老师 这是大多数 小学老师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一个最大的群体 所以这个群体是很有意思的 建国以后 我到现在也很少发现 我们的一些学界的朋友 学界的一些什么研究生啊 博士生啊 老师呢 去研究小学老师 他们的目光都是盯着那些大人 大专家 大学者 小学老师是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群体 最和几层人民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 生活的 应该讲这个标准是较低的 较低的 但是他们又是历次运动的最大的受打击面 受打击面 因为每个地方都要搞运动 搞运动就要搞出个百分比 搞个百分比 我们张春小学就要搞一个三个反革命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搞来搞去 他们都是一个主体 运动的主体对象 那么我上面要讲了 这个运动 它是伴随着土改和正反运动进行的 也就是在土改和正反运动结束以后 马上开始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这也是毛泽东主席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一切要趁热打贴 趁热打贴 你不能是一个运动搞完以后大家没事了 没事以后又舒服了 一个运动快结束的时候掀起第二个运动 第二个运动快结束的时候第三个运动上来 始终让我们保持紧张状态 紧张状态不是负面词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就是要紧张 不紧张就没有精神 所以这是一个毛主席时代的一个基本的治国方法 治国的方法就是通过搞运动来进行一个对国家的一个治理和改造 这个我们不展开分析 这是他的中国特色 那么这里要讲了为什么要搞这个运动 我前面讲过1949年 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跑的人中间 有一批反动知识分子 包括反动学生 对不对 我们看真正反动的都逃跑了 他留在大陆的就是不太反动 或者是愿意接受新社会的 这是我们一般的 大家能想通吗 真正反的不得了的 手上有血在的 杀过共产党的 他自己逃跑 你不要讲他就逃 他知道的 对不对 当然也有一些人他这个信息不通了 他以为他会谋红过关了 这不穷香屁了 我们很多土财族搞不清楚的 脱脑笨 这个没办法 知识分子要比土财族要聪明一些 对不对 特别反动的知识分子都逃掉了 我讲的特别反动的知识分子 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集中在国民党的反动的党里面 和军队里面 政府里面 真正反动的是在国民党体里面 而不是在一般的大学中学 什么教师啊 不在这些人中间 比如说我讲 有一个特别反动的知识分子 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 著名的代表人物叫张道凡 张道凡听过吧 这个人又是 亲戚出话都行 又懂法语 在法国留学 张道凡当过国民党中宣部部长 他真的是反动特点 反动到极点 他自己在写的遗嘱时讲 他死的时候要变成一个立鬼 厉害的立啊立鬼 他要紧紧盯住毛主席 你看他这个个反动吧 他这是反动得不得了的 像这样反动的是个别的 在我看的话 多数人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多数人没有 他没有化为对某一个个人的 这么一种刻骨仇恨 大家理解吧 他对你这个思想体系 有怀疑 有排斥 他还没有说他要变成一个立鬼 盯住哪个人 我就见到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张道凡先生 他要变成一只立鬼 毛笔写着手术 就是他真是刻骨仇恨 他是知识分子 真的是有这样的东西 一般的我的看法 留在大陆的 准备接受新社会的 都不是很反动的 只是他们和我们新议性态 也许有思想上的差异 但是他们愿意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甚至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 那么我上次讲过 我们新中国这个在建国初期 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 创造了一整套 非常成功的经验 比苏联的 比其他国家的都成功 这个成功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 就是包下来 先包下来 全部包下来 包下来 稳定下来 慢慢清理 这个包下来 这个特别重要 就先 你有饭吃 包下来 那么这个政府 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 都包下来了 当然一般的大学老师 中学老师 小学老师 还好 你基本上当老师的 还是当老师 但是社会上有很多的 那些 随着新政权建立 旧政权灭亡的 一些和旧政权有密切关系的一些知识分子 大批人就失业了 新旧社会更替的时候 很多人失业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今天我们 我们江苏城打了报 原来在掌心街口 叫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在49年以前 就是中央日报 那么中央日报的记者 建国以后 有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凡是跟公民党搭一点编的这些什么记者了 编辑了 全部失业 都失业了 那失业对他们怎么办 要不要给饭吃 这个时候还没有 49年50年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 清理工作 还在准备阶段 还没有做事 以后都好解决 送到监狱去 全部把他们送出去 但是刚刚出气没有 稳定下来 保安 如果送他们走着 他们就逃跑了 大家理解吗 建国初没有 所以我们建国初 首先 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 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造工程 当然是不是伟大 我不知道了 就是很巨大的 一个社会改造工程 把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 除了你有工作的 继续在工作以外 我们给你安排到两种大学去 两种大学 上次有一个同学 在我课间休息的时候 问我 我说我 以后上课会提到 这两种大学 是什么性质大学呢 当然不是像什么中央大学 金陵大学 这样的正规大学 是一种新型的 思想改造类的大学 第一种大学 叫革命大学 这是全国的 这是一个革命的改造模式 全国各地都有革命大学 简称 革大 所以我们要听 有的老同志讲 我是革大的 你马上想 他肯定是国民党残杂欲猎 因为进革大的 都是有问题的人才进 懂吗 有的老同志 稀里糊涂到现在 他说他很骄傲地说 我是革大的 各大管理人员 就是各大的班长 什么组长 就是校级机关 那是老干的 一般的学员 都是和旧社会有关系的人 送到那去审查的 所以你们同学搞不大清楚 我是各大的 这个不要 要想一想 第二种大学 叫军大 这是好大学 性质完全不一样 人民解放军的军 军大 军政大学 我们江苏的 整个这个华东区的 这个最大的军政大学 就在今天的 我们那个南行 那个叫什么 五朝门 是不是五朝门吗 五朝门啊 五朝门原来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空地 现在也是一个什么 民工吧 那里原来就是 军政大学的旧职 分别招收不同人 类型的人 清中国气象万千 用人之计 要用人呢 特别是随了大军南下解放 我们需要干部 需要县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小科员 小科员都要的 所以这些人从哪儿找呢 你不能从地主那儿找啊 所以两位 青年人只要是高中毕业 或者不是高中毕业等等等等 参加一个基本考试 只要自己不是反动派 家庭成分是地主富龙 都没关系 都可以考军大 考军大 党的在那个时候 是很宽大的 因为是用人之计 用人之计 救人员 全部进 各大 各大 我现在不讲军大了啊 军大以后的这个情况又在变化 到了52年 53年 53年以后 成分不好的 家里是地主的 那些就是参军的人 基本上算得清楚了 清楚 人民解放军是我们公农子弟兵 这是人民军队的性质 如果家里面是个富龙子弟 都是经过革命战争年代考验的 五十年代初经了军大的 也当了一个少尉的 53年54年全部转业 这是一个规定 那么我下面讲 这个进了这个 各大的这些同志 就开始了 思想学习改造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讲的这些一部分 那么对全社会呢 我下面要讲 就是这个工作到五一年就加快了 实际上 它都是一个稳步进行的 早在五零年 一九五零年 就已经 甚至四九年开始 党和国家就开始树立先进的知识分子典型 引导广大知识分子 当然这个知识分子也不广大 全部总数才二百万 当时差不多五亿人口 二百万人口是非常非常少的 引导他们要笔学赶帮啊 当然笔学赶帮这个词还没有 是五八年才有这个词 就树立典型 那总要树立一个典型 那么树立几个老典型 这个老典型 比如说朱光浅先生 朱光浅先生 大家听过吧 著名的美学家 朱光浅先生 在一九四九年 十一月二十七号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 自我批判的文章 新中国刚刚建国两个月 费乔通先生 大家今天我们都认为 他是中国社会学的 什么奠基人的等等 我们尊敬的废老 五零年一月三十一三十号 在人民日报 发表自我批判文章 陈友兰先生 一九五零年三月 在人民日报 发表自我批判文章 就是他们都是大人物 大教授 由他们引导 这些高贵的教授 在国民党时代 简直是不得了 社会声望不得了 蒋介石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现在他们乖乖地 低下他们高贵的头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伟大成就 大家理解不理解啊 他们都是敢于顶撞蒋介石啊 又是判暗路什么什么 发火了等等 新中国刚成立 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写出自我交代 自我批判 当然我们下面要分析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那么还有一个 一个杰出的文学家 可能同学们都听过他的名字 叫曹宇先生 曹宇先生这个 两个最有名的代表作吧 我问大家一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呢 对 他老人家曹宇先生 当时他不是曹宇先生 曹先生呢 四十岁左右 曹先生首先拿自己这两部反动作品开刀 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 曹先生1950年10月份说 他说拿工人阶级的探照灯 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词汇 拿工人阶级的探照灯 以后发展到 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探照灯 对自己照一照 发现自己全傻肮脏 这是我们文革中间 六十年代这个词又发 叫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显微镜和放大镜 照一照 最后发现自己里外不是 都是要彻底改造 彻底改造 曹先生是 他们都是还是努力愿意的 这些人不是说没有自尊性的 他们有自尊性的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们心里接受了 接受了新解释 以后 费晓通先生在晚年快死的时候 他有一个访谈 这个访谈在前几年发表在南方周末上 但是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时候呢 删减了很多 他的全文里面也提到 他说这个四九年以后 有一个覆盖 就是大的这个解释体系 给我们来了以后 马上自己就知道 自己是必须要投降 他说我是代表我那个阶级 我那个知识群体投降的 发现自己一无是处 他说不仅是他 连潘光淡先生 潘光淡同学们听过吗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也是信心理学家 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学者 潘光淡先生 都是一样的看法 觉得自己完蛋了 彻底是已经成了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所以一切要重新学习 就是一个巨大的 具有逻辑力量的 这个新解释体系 在四九年五零年初 五十年代初期 是有巨大的增幅性的力量 增幅性力量 它有两个现实层面的东西 做支撑 同学们 要有现实层面的东西 做支撑的 一个苏联的强大 苏联的强大 当时人们也搞不清楚 苏联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联能打败希特勒 伟大苏联强大得不得了 斯大林 是世界上的 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一个巨大的支撑 第二个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两个一支撑 再加上一个新解释体系 这个大家 用非消通话讲 就是 投降 投降 那么我下面要讲 这个 曹宇先生是怎么自我批判的 他说这个 雷雨啊 危害太大 自己太痛心了 因为这东西都害人民 他说 日处呢 日处啊 这个话句啊 也是错误很多 为什么会错呢 他刚刚学习 学习了一年多的马力主义 毛泽东思想 他已经会讲了 讲得头头是道 他说是因为我不知道 中国革命的性质 任务 动力 前途 不知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这讲的也是对 完全是标准答案 可以打一百分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不知道中国革命的性质 动力 前途 任务 就你们今天要学什么 那个课的时候都要讲的吧 性质是半殖民地 半分间 什么革命的性质 是什么新民族主义革命 就民族主义革命 他有一套解释体系的 那么为什么会犯错误呢 错误自己已经知道了 因为他不知道 要挖 一般我们讲 要挖思想根源 第二个要挖什么根源 对 你们都不错嘛 要挖阶级根源 就从自己的家庭出生谈起 光是思想根源 还不深刻 要挖到阶级根源 阶级根源从家里出生谈起 最后他说 因为自己是 错生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是所有问题的增结 因为成本不好 这是曹宇同志 1950年的十月 后来以后曹宇晚年自己 对自己 他有个对谈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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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自己建国以后 什么都写不出来 都写不出来东西了 思想已经完全 就是完全是进不住了 休息会 休息 好的 我继续讲 这个建国初的思想改造运动 刚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说 这二百万知识分子 都是非常乐意 接受新解释 乐意学习的 我们到今天没有资料显示 到今天几乎 很少看到 有所谓知识分子 对新学习运动 采取抵制 排斥态度的 没有 没有材料 相反的是 各种各样的材料显示 当年他们是多么乐意 学习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太新奇了 跟他们从小长大的 以后从家庭 从社会 从学校接受的教育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非常新奇 很多人他能接受这套解释 比如说 有的知识分子 他一开始觉得 他说 我家的父亲 是国民党的一个局的 财税局的副局长 但是他从来不贪污 从来不贪污 他非常严洁 我们家里经常没有米吃 但是军调表告诉他 你父亲更可恶 更坏 为什么呢 他如果贪污的话 能激起人民的反抗 他不贪污起一种美化 维持旧秩序的作用 真的是当时就有很多这样的解释 就像我们六十年代 大家知道 有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 清官和贪官 哪一种官好啊 贪官好 贪官 就是旧社会的贪官 它的越贪越坏 人民就起来革命 它越不贪 越是伪散 人民就被麻痹了 所以要有这种新观点 这种新观点非常新奇 很多人是一辈子都没听过的 是不是呢 跟我们几千年的这个 传统的这个认识观是不一致的 所以很新奇 大家觉得很有道理啊 他不排斥 这个讲得非常有道理啊 怎么自己原来都没想到呢 于是要好好学习 所以我看到的 这些大量资料都说明了 就是当年的知识分子都愿意学习 同时呢 他们学了以后啊 都乐意讲 很快就把这种新学习 变成自己的那个 比如说原来当老师的 他就很自然地 融到他的那个工作中间去了 而且一下子呢 出现了许多叫学习积极分子 学习积极分子是个固有名词 专有名词 在五零年啊 四九年的时候啊 各个单位经常会评比 学习积极分子 发个讲庄 等等 所以一时间呢 这个学习积极分子很多 还有一点呢 我想同学们都知道 知识分子呢 当然不是说全部 但是相当多的一些知识分子 都有一个特点 就喜欢说 喜欢说 当然毛主席批评他们 说他们是夸夸气谈 忘坏的方面讲 叫夸夸气谈 忘好的方面讲呢 就愿意表达 对不对呢 就很多知识分子都愿意表达 所以呢 这种愿意表达 又是满口新名词 就让很多老干部心情非常不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老干部 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 但是他们都是老国民 38年的 40年的 还有35年的 当然主要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 苏北来的这位老干部 没有什么文化 就学习过 私俗度过两年 或者三年 这还算比较好的 还有一些完全不识字的老干部 那么听到这些知识分子 臭知识分子 满嘴新名词 一肚子老火 一肚子老火的 当时就有这个词汇了 臭知识分子 就有这个词汇 所以这个心情非常不高兴 而且内心是脾弃他们 有很多材料 就是非常瞧不起 那么这些老干部呢 当然他们就是 他们的特点是 对党无比忠诚 无比忠诚 但是呢 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 建国初 夏衍同志 在上海市委 做宣传部负责人的时候 当过一个 一个时期的 宣传部的什么 副部长部长之类 他有心提高一些 工容同志 也是各个局的干部了 各个局的负责同志了 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给他们搞一次文化测试 最大部分人都不及格 都不及格 五零年代 做过很多的 这种干部的知识测验 绝大多数都不清楚 比如说中国共产党 是个什么党 很多老同志说 叫农民党 事务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是分吹日赛 他就是这个水平 但是他们是忠诚的老同志 党非常信任他们 这样的同志非常多 也没听过马克思 或者最多听过马克思一个名字 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当然以后 为了改变老同志的 知识欠缺的这个情况 党和国家做了巨大的努力 办了很多肃成小学 肃成中学 从肃成中学里面 再选拔一期同志 进大学学习 叫功龙吊干生 从干部中调来的 功龙吊干生 我们南京大学有很多老师 当然就是我的老师的一辟 现在都退休了 原来是派出所的民警啊 什么什么等等啊 他们以后都是教授了 他们都是当年的功龙吊干生 所以他们进来以后 当然是充满革命精神 也看不起这个老教授 老教授什么三零年代 哈佛毕业的 他也看不起他们 当然老教授不敢看不起 心里看不起 大家知道吧 就是这就是有矛盾的 两个不同的群体 知识背景完全不一样 那么 初期这个运动 是比较温和的 正面教育 但是这个运动 前面我讲 它是和正反运动 是交叉的 正反运动交叉的 正反运动发生 就是开始以后啊 气氛开始变化 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 越来越少了 开始很严肃了 为什么呢 因为革命大军里啊 不断地有反革命知识分子 被抓走 大家理解吧 反革命知识分子 在这儿学习的 调查的 交代问题的 公安局抓走了 今天抓一个 明天抓三个 越抓 抓了以后 留下来学习的人 就再也不夸夸其谈了 大家懂吗 气氛发生变化 气氛发生变化 那么 经过这个素反运动 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 同志们 夸夸其谈的 所谓夸夸其谈的同志们 现在再也不敢对 工农干部瞧不起了 因为工农干部 掌握他们的生杀大权 叫他们的评语上写一条 他就进公安局去了 因为那些工农干部 基本上都是负责 人事组织的统治 大家懂吧 写档案的 写鉴定的 该鉴定的 那么 随着这个正反运动 和抗美援朝运动的 这样一个 一个高潮 毛主席就决定 发动这场运动了 这个运动 他的理由是 因为我们的 二百万知识分子 基本上接受的是 分建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教育 这些 二百万知识分子的 知识 他们的世界观 都是资产阶级的 这基本定性 不要看你是 学习积极分子 你的世界观 是反动世界观 不是说你学会 几个新概念 你就成了革命者了 完全不是的 当年的很多知识分子 一厢情愿 以为自己学会了 毛主席著作 就变成革命知识分子了 大错不错 不对的 只会说不行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由于他们有 资产阶级世界观 所以他们对新社会 和新思想 是格格不入的 他们怀念旧社会 第三个 他们由于是 资产阶级世界观 而且绝大多数 出生在 剥削阶级家庭 他们天生的 看不起劳动人民 他们没有 劳动人民观点 他们都是 个人主义者 个人英雄主义者 自私 自私自利 还有呢 这二百万知识分子 普遍的情况 他们骨子里 是亲美分子 亲美国的 亲美分子 他们是反 很多人是反苏分子 亲美和反苏 是相对应的 就是 我前面 前面讲过 由于沙俄 在中国的一百多年 很多知识分子 在建国初 要流转 对苏联的印象 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当然对于一般的 无所谓的知识分子 他反不了 他马上就转过来了 比如说 郭默若同志 他马上就转过来了 对吧 这无所谓的事情 但是还有一些人 比较认真啊 较劲的知识分子 他就是 一想想到外蒙古 他就难过 一想想到东北 他就心疼 那么不要 都应该这样 应该苏联是我们 是我们的 怎么怎么讲 当时有一大堆词了 我们最伟大的门帮 我们的最亲密的 什么什么什么 一大堆 我们要感谢苏联 那么 有一些 比较迂腐的 所谓迂腐的知识分子 在这个问题上 转弯有点困难 转弯有点困难 不像以后 以后我们的知识分子 很多人是完事不共的 你今天讲苏联好 他就苏联好 明天苏联坏 他就苏联坏 他反不了 那个年代 刚从旧社会过来 传统价值观 对人还有影响 大家理解吧 还有一点影响 那么 运动就是要帮助他们 改变资产积极世界观 帮助他们 进行思想上的除旧不新 方法 我下面讲 保运动的方法 这个方法以后 差不多成了一个 经典性的方法 第一步 宣传鼓动 宣传鼓动 宣传鼓动就是 首先要解释 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 你不能光是一句话 你要解释很清楚 要有逻辑性 让他们心服口服 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改造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周恩来总理 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总理 做了一次大报告 这个报告是对北京和天津的 著名知识分子做的 就当时在北京做出报告 把天津的知识分子 主要知识分子 拉到北京去 集中起来听周总理报告 周总理本身口才就特别好 一口气讲了五个小时 讲了五个小时 这是周恩来同志建国以后 所做的最长的报告之一 以后没有听说过 他做过五个小时报告 没有 但这次报告 做的时间非常长 大概的要点是必须改造 第一个层次叫必须改造 第二个层次 改造后有光明前途 那你光改造不行 改造以后变成好知识分子了 好知识分子就前途光明 总理就是熏熏善友告诉他们 改造了以后怎么样呢 前途很好 第三个呢 总理也是讲真话讲实话 改造是一个长期过程 你不要以为你多了两天报纸 多了一天毛主席住着 你就改造好了 不对的 要活到老改造到老 这句话大家听懂吗 这是总理的一个座右铭啊 叫一口气在都要改造 这都是直截了当的 没有什么含蓄的 就是说三个月改造好了 没有的 要一辈子改造 长期改造 那么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 最打动这些北京天津知识分子的 是总理的自我检讨 总理是建国以后 党的高级领导人中间 做过检讨最多的人 太多的检讨 有一些老同志会议说 一听就听到他检讨 听了几十次 检讨的以至于毛泽东主席 都要出面制止的 做够人 但是别人不太检讨的 其他有几个同志是从来不检讨 像林彪 林彪从来不检讨 我想大概建国以后 所有领导同志中间 每个人都写 都做过检讨 而且要给毛主席写书面检讨 毛主席有一个特点 喜欢同志们 给他写书面检讨 但是只有一个人不检讨 这个人就是林彪 这是一个艺术 他是非常高贵的 所以他不检讨 不是所谓高贵的 他不愿意低下他高贵的头 那么总理是现身说法 出生在一个破落的 一个什么什么官僚的家庭 等等等等 就通过自己的自我检讨 哎呀 总理大家知道 在建国前就是在 郭统区就是名气大的不得了 我告诉过大家 广大郭统区人们 认识共产党 就是从猪毛周 这三个人认识的 其他人搞不大清楚的 刘少奇没有人听过 猪头大家都知道 猪毛猪毛 然后就周永来 周永来是名气太大 分度翩翩 也说也好 这个检讨起来 这么样的检讨 让那些老教授想 周永来总理都检讨了 自己还有 难道还有什么不能检讨的 所以总理 这个引导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都开始检讨了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 马英初同志 马老 大家都知道 马英初 北大校长 马老一开始 当然他自己觉得自己 第一个是 一直返奖 追求进步 也不是要追求进步了 就是他就 中共一直是比较友好的 建国以后是热心的 愿学习 也拥护新社会 党和国家 还给他一个北大校长 这个崇高地位 所以马老一开始搞不大清楚 居然给毛主席写信 请毛主席到北大来一次 这个有点失去分寸 懂不懂 失去分寸 毛泽东主席 自从青年时期 到北大做图书馆管理员 这个没什么效的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而且这确实是对他 非常非常重要 毛泽东主席如果当时不到北大去 就不认识陈独秀 李大钊 也不认识胡适之这批人 所以有的人 我看到台湾方面有的人写的 也是毛主席老同学了 他们的意思就是 这个杨昌基啊 就是杨昌基 杨昌基如果当时不调到北大当教授 毛泽东就最多是一个 湖南小学校长 在乡下的一个小学校长 也许他就安分了 也许就不会对中国造成这么大影响了 就是因为他岳父到了北大 把他带到北大以后认识了这么多人 他就翻天覆地了 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老同学 长沙世纪老同学 以后是国民党人写的话 当然我不同意他说的话 毛主席的那个 毛泽东主席的一个个性 绝不会让他安安 就是接受一个农村小学校长的 这个人生命运的安排的 你们相信不相信啊 他不可能的 永远不可能的 你给他当一个中学校长也不可能的 肯定不可能的 天生具有反叛性 造反性 这个不是说你一个中学校长 就能把毛主席就拴住他那儿 绝不可能的 所以毛泽东主席在北大的经历 对他非常重要 他自己对这个北大的经历 他也写过 他听到比如说 他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因为他在湖南长沙一诗的时候 读书啊 受这个袁老师的影响 袁中谦先生 很有名的一个老先生 就是毛泽东以后成为了袁大胡子 袁老先生教他的这个五年的古文 他对当时的所谓古文 不是光是学文学的古文啊 精识子集 精识子集了 所以对中国传统非常熟 袁老师是他的一个指路的一个人 杨昌记是一个人 袁老师教了他这些东西 然后在马克思主义讨论会上 他一发言就把大家挣住了 就引起了别人注意 因为那些洋学生 北大学生 学习马列来 谈起马列来 知识从马列到马列 毛泽东能用中国传统的概念 来附会马列 大家理解吧 中国比如说大同 大同就是共产主义 他一连就连上去了 对不对 别人那些对这些东西不了解的人 他连不上去 只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毛泽东在那个年代 就已经显现出这种 用中国传统去融会马列的一个特色 当时就引起了 陈都秀李大钊等人对他刮目相看 我这里还要提一下 其实毛主席这个当年到北大去的时候 他当时要求不高的 完全是蔡元培先生帮的忙 蔡元培先生和杨昌记先生 就是给他做图书馆管理员 本来毛泽东 我最近看了个东西想 他的要求就是做一个清洁工人就行了 只要有一个饭池 在那儿可以看书听课就可以了 给他一个图书馆管理员 这样子还能在那儿 就是这个接触人呢 你当清洁工人接触不了人的 当然北大的这个 对他有收获的一面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认识很多名人 特别是毛泽东 以后一辈子对新闻感兴趣 他一直在北大听新闻系的课 也认识新闻系的一些有名的老师 照片评的人 这不管了 也有负面 这个负面的就是什么呢 那些大名人不太愿意听他的一口老湖兰话 湖兰话 湖兰话不太能听懂啊 同学们 我不知道你们这在座有没有 湖兰同学 湖兰的这个口音如果很重的话 就听起来比较吃力 我跟我的学生讲过 我有个学生很多年前 七八年啊十年前 是个硕士生 他来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非常吃力 我说你写啊 写啊 后来我给他第一次见面 我给他的建议是 先不谈其他 先买几盘磁带 当时还没有什么DVD什么东西呢 买几盘磁带 先把普通话 学一学 这不管了 所以北大的经历 对毛泽东主席 有不愉快的这一面 所以毛泽东主席以后说过 说他们不把我当人看 伤害极大 你们可以看看 北大当时有一些 比较西化派的一些学生 高年级学生 五四的这些名人 这个伤害多大 不把我当人看 很重啊 很重啊 所以建国以后 毛主席去不去啊 不去的 北大毛主席建国以后 老人家就住北京 北大一次没去过 一次不去 所以以后文革中 还赐给他一个匾呢 又赐给他一个东西啊 妙小森林大 池浅王八多 毛泽东把浅字改掉 池生王八多 这是他对北大的一个评议 这个不知道了 当然他作为革命者 作为政治家 他以后就是五十年代初 对马英夫很客气 对很多教授也比较尊敬 到了晚年 人就进入一种自由状态 大家理解吧 人到一定年龄以后 就自由的状态了 自由了 原来还考虑这个考虑那个 到一定阶段以后 可以不考虑的 知数心理一样 心理怎么想的就表达出来 不要压抑自己 特别像毛泽东主席 建立这么巨大工训的人啊 所以他就不会压抑自己了 就直接了当表示 他对北大的看法 妙小森林大 石森王八多 所以一九二一年 毛主席给他的一个 长沙医师的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和毛泽东 私人关系很好 建国以后是北师大的一个教授 一直是我们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李景熙先生 中文学的同学听没听过 语言学家 这个人是长沙时期毛泽东 一师一友这种关系 他们都能看到毛的年轻时 就表现出了一种才华 所以他对毛比较好 毛在二十年代初 二十一年左右给他写真信讲过 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看法 也就是五四以后 大家都对中国高等教育 给予很高的评价了 什么蔡元肥的 什么兼容并包了 什么这么的 毛泽东主席这么说的 我对今天中国教育的这种看法 就是除非这些老的这些人 全部死光 那写得很直接的 没有报报任何信 全部死光 当然这是私人的信 这个私人信在八零年代公布了 八零年代公布 他给李先生的这封信 就鲜明地表达了 二十年代初 他对中国的那些大学的真实的看法 发布的这些老家伙全死光了 当然 那个时候才是二十年代初了 五十年代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了 那不一样 所以马云初先生 毛主席说了 让一些人去吧 马云初觉得他自己很 北大很蛮尊贵的吧 请毛主席做教授 毛主席根本不领情 他请他做教授 他领什么情的 他一点不领情的 负友兰先生也是给毛主席写 学习汇报 毛泽东主席直接了断地告诉他 凡事要老老实实 人不能不老实 很厉害 因为负友兰以为他过去他次分过蒋介石 负友兰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 他也是个很老的学者 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就学了一大堆学问 学问学了以后要卖给谁呢 卖给帝王家 知道吧 所以他过去卖给毛主席 卖给蒋介石 现在要卖给毛主席 毛主席叫他老老实实 所以冯先生晚年自己讲过 他建国以后几十年所做的事 就是不断骂自己 真的是 这没办法 这个我们要放在一个大的背景 要建立一个意识形态 新秩序 建立意识形态 新秩序 就必须要破除这些旧思想 旧的观念 对不对 旧观念它不是一个虚的东西 它是有一个人做载体的 是不是呢 就通过负友兰那这些教授 作为旧文化的载体的 当然要触动到它 要触动到它 至于触动到什么程度 另当别论 当有政治 那么这个 这个运动刚才我讲 是周恩来同志在第一线指导的 毛泽东主席发动的 当然是中央发动的 由于周恩来同志来处理 就使得这个运动 应该讲是最好的运动 最好的运动 那个时期还基本上没有出现 这个批斗大会上 戴高帽子 拳打脚踢 还没有 当然有批斗 站到台子上做检查 有的老先生从来没经过这种架势 一下子整个人瘫掉 站在这就倒下来了 很多 很多人 因为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架势 批斗教授从来没见过 因为第一次检讨 广大师生愤怒地说 很不深刻 所以不能过关 第二次检讨 第三次检讨 搞了四五次以后 就开始改造的过程了 就好了 再也不骄傲了 那么 第一宣传鼓动 第二 在每一个单位 设立学习改造委员会 比如说我们南京大学各个系都有 学习改造委员会 重点批判什么呢 重点批判 特别是大学里 大学里的批判要比中小学要极烈 要更大规模 因为大学里都是一些有名的知识分子 中小学都是没有名气的 重点要批判 我们知识分子中存在的 清美 崇美 恐美 这三个坏思想 清美派 因为很多人他是留美学生 崇美派 害怕美国 叫恐美 树立正确的 仇美 反美 灭美 这个词不太发音不太好 不太好发音 但是当然讲惯了就无所谓了 灭是灭 正确的是应该 仇美 反美 灭美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南京大学老师 我看了一些材料 他们也有一个转变过程 一开始他们不太能够接受的 因为特别是学体工科的 比公科的一些老师啊 就从他的专业 什么逻辑理性啊 从这个方面来推导 不太能够接受 1950年初 为了帮助知识分子 来建立正确的思想 南京 我们江苏省 请了苏联的 一个大的 伟大的 斯大林同志的 伟大的 哲学战士 哲学战士 叫油精博士 油 油其的油 这人很有名啊 精致的精 有没有听过啊 文科同学可能听过 理科同学没听过 油精博士 这个人不得了 这是 1938年 斯大林把一些老 哲学家一起 都干掉以后 他还是总是要有人 要有人帮他吹鼓手啊 他是官方的 差不多是首席 第一位第二位的 斯大林同志理论的 鼓吹者 叫油精博士 油精博士呢 五十年代 出道中国来访问 后来这个 做中国大使 跟毛泽东主席 建立了非常好的 私人关系 伟大领袖 毛主席 甚至多次的 到油精同志的 住责去看望他 这是难得 不得了的事情 而给油精 住的是什么地方呢 是王府 北京的什么 秦王府 什么 大家懂吧 最好的 那是 大的高级的 过去那个 清王住的那种 那种那个大使和愿 高级的不得了的 油精先生 住在那个美能美奂的 这种官邸里面 都是毛主席去看他 以至于 赫鲁晓夫都批评 说油精太不讲话 毛泽东 你应该去看他 怎么让毛泽东 不断的来看你呢 但是因为毛主席 比较喜欢油精 因为油精 喜欢好个哲学 他的专业是哲学 一会儿谈一分为二了 一会儿谈矛盾的统一了 跟毛主席有共同意 这两人能谈得好 油博士到南京来的时候 就在我们今天 长江路的人民大会堂 做报告 报告的主题是 美国没文化 很鲜明啊 很好 对不对 美国没文化 美国没文化 这个报告做了以后呢 就是我们南京大学 我看到的材料讲 南京大学的一些理科的教授 意义论纷纷 表示不能接受 大家理解吧 他们这个是改造 刚刚开始 因为他什么 他一想到他的专业 一想到什么科学发展史 他就知道 这句话不太成立吧 当然我们知道 1948年以后啊 尤金博士讲这个话 是很自然的 1948年以后呢 这个斯大林同志 在苏联开展一个运动 叫反世界主义运动 反世界主义运动 主要是针对科学界进行的 经过斯大林同志的 反世界主义运动以后呢 世界科学的发明史 全部改写 全部改写 最伟大的什么电灯啦 蒸汽机啦 等等等等的发明人 一力改为俄罗斯人 一力改为俄罗斯人 什么叫世界主义呢 世界主义就是叫 没良心的卖国主义 没良心的卖国主义 这是1948年 斯大林进行的 这场运动到五十年代初还在搞 所以尤金同志在这个背景下来讲 他当然讲这个话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南京大学的那些教授 他哪知道什么 斯大林的反世界主义啊 听都没听过 不知道的 所以 要把这些 我们的什么天文系的 数学系的老师的这些思想 改正过来 要接受美国美文化 所以马云初同志 他到底人文的了 马云初是人文教授啊 去商学的 他很快就接受了 他们都是鱼 大家千万不要只看到 马云初什么人口论等等 那是真的 他还有非常多的鱼石俱进的那一面 他们都是努力的改造自己 要适应新社会 做社会主义的新人 比如说马老是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中间 第一个带头学俄文的人 由于马老有很好的外文基础 人民日报全国都在宣传 马老经过三个月的俄文学习 已经能读正理报了 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啊 所以今天你看 我们在他马云初的时候 大家光是知道他人口论 知道不知道他前面这些东西啊 好多人不知道的 他不仅学真理报社论 而且学反映斯大林同志 光辉思想的联共部当时 每天都是抓紧时间学 一天学好几招 都在学 那么这是刚才我讲的宣传鼓动 愁美反美灭美 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第三步 进行群众揭发和互相揭发 这一点对我们老知识分子 也是第一课 大家懂吧 就中国那个君子之间 大家客客气气的 谈得来嘛就多谈谈 谈不来嘛就少谈谈 哪有一个叫互相揭发这个事情的 没听说过吧 有没有听过 比如说新南年大时期 北大的这个蔡元平时期 从来没听过 什么张教授揭发李教授 没有听 没有的 这是新生事务 真的是新生事务 但是首先是群众揭发 群众揭发 我们群众揭发 比如说青年学生 揭发马教授 在课堂上 我就看到很多材料 比如说讲地铁 这个地铁 这个老师啊 举的例子就是美国纽约的地铁 就是青年学生揭发了 为什么举纽约地铁 不举莫斯科地铁 反映了你亲美崇美的思想 这叫揭发 对不对呢 讲的也有道理啊 这个老师想 哎呀自己真错了 怎么没想到 当时是条件反思 一下子就讲到纽约 没有想到莫斯科 对不对 老师都有这个 慢慢的过程 有个过程 一开始不可而出 一下子讲到每一个科学家名字 就讲错了 应该举苏联科学家名字 那么 到了这个第三阶段 就是八阶段 第四个阶段 自我交代阶段 要交代的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满嘴马列 要交代 交代什么东西 哪个同学告诉我 要交代 联系诗迹 以后我们经常讲这句话 学习东西要联系诗迹 不准空对空 空对空导弹 要联系诗迹的 怎么交代呢 首先交代自己的反动家庭 首先要有个好意思 爸爸是个老地主 不需要人民的钱来读书的 然后是从来没做过好事 没对人民有任何用处 简直是一无是处 一无用处 对不对 所以以后这些老同志 有时候骂起他们来 骂的是很直接了当的 没有任何用处 有什么用啊 你学那个狗屁数学 有什么用啊 粮食多长了一点吗 什么什么东西吗 你会织布吗 鞋子也不会做 什么都不会 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 很直谱的 很直谱的这些 我们共同同志就这样做 你会吗 叫你敲个桌子 你也不会 这个老先生想的 真的是无地自由 是无地自由 用父母博学来的钱 读的书 羞愧不羞愧啊 一下子 他们就在道德烈士 道德烈士 所以这个时候啊 新国家 是站在了革命道德的制高点上 所向心 两个制高点 一个是爱国主义 一个是人民大众主义 代表穷人 对不对 所以这些知识分子 他马上就会流流的 自残行贿 自残行贿 再也不好意思讲 自己懂八国语言了 有的人原来很傲气的 自己懂好几本语言 你那个懂的语言 没有任何用 因为你不懂群众的语言 对不对 所以我完全能够 回到那个历史情境中间去 所以我们读书啊 光是读那个书 回不到那个历史情境啊 这叫历史情境 五十年前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有道理的 我这不是批评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我刚才讲的 站在两个革命制高点 革命制高点上 知识分子想象自己 确实没有什么用处 除了研究这个数学 什么那个东西 什么用啊 研究天上星星 星星有什么用啊 没有用的 沿岸时期就批判过了 我们沿岸有些老师 不去研究 具体的生产 种地的知识 去研究太阳系 这是骇人 就是叫什么 误人子弟 引导我们青年 不去关心火热的 生产 抗日 革命 去研究什么太阳系 对不对 这很自然的 一下子就老师就打门掉了 讲的是对的 对太阳系 跟抗日没有关系 所以天文系同学 应该听你我讲的话 研究太阳系 要联系实际 第一 要检查自己过去的 四九年前的历史关系 历史关系 老同学 老朋友 老师中间 谁是个国民党反中派 要交代清晨 你跟他们的关系 的深浅程度是什么 一般性的关系 还是很复杂的关系 这都是 所以你们现在 问我我们现在 那些八十多岁的院士 他们每个人 都经历过这些东西的 都经过的 所以我们那些老院士 都不简单了 纷纷语语几十年 有的是九十多了吧 都经历过的 再一个 检查自己四九年前的住宿 你写过的文章 理科的同学 老师还好一些 因为那个理科的东西 阶级性少一些 文科的老师 那是真的有问题的 研究古代的 稍微好一点 研究什么 那个石头啊 考古啊 好一些 稍微跟那个东西 有关系就不行 我八十年代就看过 我有一次到档案馆 无意中发现 我们历史系的老先生 这个是我们全国 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个大教授 大教授 八十年代 去世了 他的档案就移交 给那个档案馆了 这个我随随看到 就是组织部门 给他写的定义 反共分子 反书分子 当然没有通知他了 他自己不知道 他有证据的 这证据是什么呢 把他1933年 写的一本书 叫 近世欧洲史 近代欧洲史 三五年写的这本书 还是商务因素管出的 还是比较权威的 因为这个老先生呢 他对苏联和德国法西斯 他都有评价 他这个评价呢 他对苏联评价呢 有负面评价 他认为德苏 很有好多意志性的地方 我们知道 1933年希特的上台 对不对 这个老师呢 是在英国留学的 价值观是英美自由主义 不喜欢法西斯 不喜欢法西斯没问题 但是他应该喜欢苏联 他也不喜欢苏联 他认为这两个体制上 有相识性 这三页这个词 就他的教科书上的词 反动思想的 就贴在他的档案后面 人正乌生俱正 你哑口无言 你是不是写的呢 33年35年的书就在这 就要检讨自己 过去写的著述 这主要是人文类 社会科学类 社会科学类的教授 再一个呢 是都要写出自传 自传 从自己出身开始写起 提供给组织 作为检查 那么我想这个 基本上这些检查呢 刚才我前面讲过 粉友兰 朱光浅 费笑通 还有金月灵先生 金月灵先生改造的比较好 金月灵大家听过吧 金月灵喝了以后 五六年入党了 真的是实现了 叫知识分子功能化 入党了以后 老先生这个 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党支部 开会啊 耽误了一点 比如说一个星期过一次 组织生活 有的时候你们有事 两个星期过一次组织生活 金先生经常很着急的打电话 为什么不过组织生活呢 就他改造的非常好 改造非常好 金先生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从一个完全的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改造成了一个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焦急的要过组织生活 就是金先生 金先生身上了 梁思成先生 大家知道吧 梁思成 梁思成我们今天都讲 他为保护北京 那个古城墙 做了那么伟大的工作 确实了不起 梁思成 为此他和彭真同志 发生过严重的冲突 彭真同志是北京市市长 他是一个苏联式的 那个城市建设的 大家都很理解 那个年代 我们要建设一个伟大的城堡 以什么做样本呢 伟大的莫斯科 做样本 而且我们很多老同志 他们都有一种 年轻时就有一种 富国强兵的愿望 比如说从天安门上看下去 到处都是烟囚 烟囚啊 他们曾经幻想过 站在天安门 前面都是烟囚 对不对 这个不要批评了 那一代人的 他们是希望国家 是快速工业化 烟囚是工业化的象征啊 那个时候没有环保概念 根本没有 那梁思成先生呢 因为他这个 超前一些 在美国学习的 他什么保护老城市 发展新城市 老城保护起来 新北京迁到外面去 等等等等 这些思想就跟这个 彭真 或者其他领导同志的思想 不一致了 但是就是他 也非常愿意改造他的思想 所以他的文章名字叫 我为谁服务了 这二十年 我这二十年 是为谁服务的 德州结论 他是为反动派服务的 很诚恳啊 这些老先生真了不起 很诚恳 这次检讨 不仅是人文类知识分子 大科学家很多 像毛以生同志 毛以生 还有我们上海的这个 大家都非常尊敬的 超凡特殊的 这个大画家 大作家 芬芝凯先生 芬芝凯听过吗 芬芝凯 真的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啊 芬芝凯先生 他都检讨自己 那么还有吴秘先生 吴秘先生 大家这两年 大家都比较熟了 我们中文学 还有教授研究 吴秘先生 吴秘先生也检讨 当然为了带动他们检讨 请几个老革命知识分子 做领头羊 领头羊啊 请了几个老知识分子 一个是贺路丁同志 贺绿丁啊 路都路 路 绿颜色的绿 发音都路 贺路丁 贺路丁啊 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 就是游击队之歌的 这个作者 听过游击队之歌吗 他是很早就到延安去 到解放区 到根据地去 贺路丁先生 老革命 自我批判 还有一个老先生呢 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 叫范文岸先生 范文岸先生 也是很早到延安的 还有一个老作家 欧阳三先生 欧阳三啊 以后写土豆三家像 很有名 是五六十年代 著名小说家 这个老先生呢 是年轻时 就到延安去的 三个革命老前辈 老革命文艺战士 老理论战士 他们都自己检讨 自我批判 所以他们在带 带这些各统区的 一花带来百花开 引导他们去检讨 所以这个情势 应该是很好 所以这次检讨啊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没有采取以后的那种逮捕 戴高帽子 拳打脚踢 没有 都是在我看 当然是和毛泽东主席支持 和建国初的那个状况啊 有关系 建国初啊 你不能马上就开始 还有很重要的原因 是周恩来同志 亲自领导的 总体领导的 就使这个运动呢 比较稳妥 既达到了一个 让他们转变思想 又没有搞得那么 就是非常紧张 当然紧张是有了 就是没有搞到 就是那个非常的 自杀了等等了 等等 那么 当然今天我们说 这个运动 当然有偏差的一面 一般搞运动啊 大规模群众运动一起来 肯定偏差 这肯定有偏差 那么也有一些副作用 特别是领导运动的 都是工农干部 工农干部 工农干部呢 很多很质朴 但是我们工农干部 有一些工农干部呢 也比较狭隘 狭隘知道吗 大家得理解吧 狭隘 狭隘 因为自己文化不高 看到别人文化高 又能说回到 就是非常愤怒 这很多 毛主席自己也知道 他也写过批示的 他说这些工农干部呢 确实是有狭隘的这些方面 但是他们有他们优点 他们优点是对革命忠诚 他们不足方面是可以通过学习改变的 通过学习 所以工农干部呢 一些领导这个运动的呢 就是 有个别地区呢 就比较凶猛 个别的 不是讲个别了 有一部分呢 可能也不是个别 非常凶猛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知识分子同志呢 从延安回来的 按理讲他们应该是老革命啊 他们应该是知道这一切的了 但是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 立场坚定啊 比工农同志还左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知识分子干部 在领导思想改造运动时 比工农干部还要极端 有的知识分子干部呢 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 满嘴出言会语 讲粗话 因为讲粗话是显出自己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就显得自己思想正确 因为没有受过反动思想的毒害 直谱 就是有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 甚至在装束上面都搞得是很特别 装束方面都很特别 还有一些吕同志呢 应该讲知识分子干部 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 也有很多吕同志呢 当然一部分 也是故意的就是往男性化方面模仿 抽烟 等等 当然李同志当然可以抽烟 就是蓝女平等 就是表现自己非常革命 非常豪迈的那一面 骂起那些老教授来 也是屁头盖领 屁头盖领 所以这都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配合这个运动 国家进行了一个重大的教育方面的改革 就是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 紧接着这个运动结束 就开始院系调整 因为这些老教授思想都打通了 比如说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这个畜生不好 没办法 畜生不太好因为伪中大 南京大学呢就是分出去很多 我们江苏地区的很多的那些学院 都是从南大分出去的 全国把综合性大学尽量减少 建立单科性的学院 单科性学院是满足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 另外这也是苏联教育的模式 拖拉机学院啊 像这等等了 就建立很多这样的学院 所以以后学的都是齿轮专业 拖拉机专业 发动机专业 这样很多 就是旧中国呢 五四以后我们的教育呢 基本上是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 以后呢 经过院系调整 改成专才教育 发动机的就是发动机 插秧机的就是插秧机 互相不交叉的 但是呢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这个院系调整我觉得有有它的积极性的方面 改变了旧中国我们大学文法工商过大 理工容易过小的这个局面 旧中国我们的大学呢 文科偏大 理工科偏小 改变了 第二个呢 旧中国呢 我们的教育呢 是沿海沿江地区 大西北大西南 教授 改变了 那么 应该说这个院系调整 是 有它的负面的东西 负面的东西就是 文科的比例 以后到62年就下降到历史 65年左右下降到历史最低点 在世界各个国家中间 这个数字我今天没带来 都是最低的 人文率是最低的 这个对学生的培养 对我们学校的这个教育的发展 是有缺失的 所以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 不是一定要压缩人文 那么知识分子的反应是什么 我刚才讲知识分子对 这个思想改造运动的反应是什么 经过改造 应该讲 他们这个多数人是接受的 多数人接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 从总体上讲 都是爱国主义者 知识分子 这个中国知识分子 当汉奸的等等的 真不多的 不多 我们在历史上找了一些著名的文化大汉奸 也就是几个人 不多 作为知识分子 基本上都有名出记性 我不是说全部 基本上 所以那个像除了周作人 大家知道周作人吧 周作人那个汉奸 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说是他受委托了 保护什么文化遗产了 且不管他 那么周作人是汉奸 我们不管他 周作人是汉奸 但是极各的 张之平 一个小说家当汉奸 还有的一个汉奸叫关禄 关禄实际上是党的派他去做 派他做地下工作的 关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女作家 当时很有名 非常有名的一个所谓大汉奸 但是他是地下工作者 地下工作者 那么张爱玲呢 我们不能说他是汉奸 张爱玲只是 他在那个火热的那个年代 没有继续参加抗日斗争 但是他好像也没有做 危害国家民族的事吧 中文系同学你们告诉我 他有没有做危害国家民族的事啊 没有 就基本上应该讲 他还是 他 当然 我觉得他阶级立场不轻 民族立场不轻 他爱上的这个男的不好 是个汉奸 叫什么什么南城吗 湖南城吗 湖南城是个汉奸 他只看到他有才华 打 没有看清楚他的那个政治立场 所以 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 清末以来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是爱国的 第二个 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主体 都有一定的 都是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 这个我们就不管他了 第三点 还都有一点民粹色彩 什么叫民粹色彩 这里也不展开 就是基本上都同情穷人 就是一个大教授 他虽然自己过着 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是看到穷人呢 他也会有侧影之心 所以三零年代 二零年代 我们看五四以后 我们的文学作品中间 很多写人力车夫的 写人力车夫的了 这是一个很 写人力车夫是一个很 很经久不衰的一个主题 写的人都是那些 有人文情怀的 这种民粹情怀的 这些知识分子 当然我不用民粹这个词 就是同情穷人 是我们知识分子的 一个传统 我到现在也没有看过 这个我们二零年代 就是二十世纪到 五十年代初的 那个知识分子 去骂穷人 说穷人该死的 没有 倒是这两年 还看到一些内事人 我不知道 我现在也要 跟一段时间才能分析了 因为刚刚发生的事情 就是 基本上都是同情穷人 从大知识分子 到小知识分子 对不对 很少看到 认为穷人穷 该死 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 使他们能够 接受 共产党的新解释 新解释 共产党 刚才我讲 它有站在革命制高点 这个制高点 一个爱国 讲的是有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外国人都走了 都逃跑了 中国是实现了 完全的一个 民族独立的国家 帝国主义赶跑了 虽然很多人 对我们新政权 跟苏联关系 有不同看法 但是他不敢表达了 但是基本上 好像除了苏联 在中国的旅顺口驻军 旅顺口驻军 还是让很多人不舒服的 很不舒服 但是1954年 后鲁晓夫 非常给毛主席面子 你们知道 20世纪 到1954年之前 中国作为这样一个 东方大国 没有一个世界大国领袖 到中国来访问过 有没有 一个都没有 1954年 赫鲁晓夫 作为苏联第一号人物 到中国来参加 新中国建国 五周年的庆祝活动 太给毛主席 太给中国人民 一个好的感觉了 你们觉得不觉得 苏联是个大国吗 所以毛主席 那个五四年 对赫鲁晓夫 好得不得了 毛主席说 中苏关系的改善 应该感谢 李吉他 赫鲁晓夫同志 李吉他是他的信仰 李吉他赫鲁晓夫同志 他非常喜欢护鲁晓夫 不 五四年喜欢 以后不喜欢 有时间段的 而且赫鲁晓来了以后 我们说赫鲁晓来了以后 很大方 很大方 当然我们说应该的 我们也不感激 嘴上感激 信息不感激 把李顺口 无偿的 全部的设施 归还给中国 所以中国是真正的 到了1954年 没有任何外国驻军 当然我们有苏联军事顾问 这个苏联军事顾问 是另外一个概念 对不对 外国专家 后来以后 我们毛主席很敏感的 毛泽东主席 对我们国家主权 这些事情都是很敏感的 苏联顾问 这个字好听不好听 不太好听 所以五六年以后 都改成叫苏联专家 顾问顾问 好像我还靠你 对不对 专家的话 我聘的 我花钱请你来的 不一样的 老人家在这方面 他是细利 细利 很细利 这也对的 苏军顾问听起来不太好听 因为我们中国人民 老是想到 蒋介石有美国顾问 对不对 共产党有一个苏联顾问 这不太好听吧 苏联专家 很好听 所以他们都是词汇学大家 也是词汇学专家 开国这一代 是不简单的 一个开国 大家知道 这我们不去展开 打下一个天下 很不容易 不简单 不是一般的人 所以说这个知识分子呢 开始他们赶配 共产党实现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 感配 所以自己觉得 是受一点 受一点 缺辱 受一点委屈 在那儿被批斗 是不舒服 但是想了一下子呢 好像运动过来以后 还好吧 当教授还是当教授 钱还拿这么多 那么 别人还是很客气 喊他张先生 又请他到政杰开会 也就算了 又想到国家现在不错 那么 个人的事情 是小事 国家的是大事 我们多数知识分子 是这样子 真的 我这里不是为知识分子 说好话 多数知识分子 是这样 我现在基本上 没有看到 就是 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 那种技术啊 历史叙述很多 基本上没有看到 这当年 这当年他们是 还不错 以后运动搞多了 他们有看法 我下面讲 到了反胡分以后 两三年以后 看法多了 第一场运动来的时候 基本上接受 他们不晓得 毛主席天天搞运动 他们以后搞过 以后不搞了 但是 也有人从消极的方面 来吸取教训 有消极的 因为人啊 是很复杂的 知识分子种类 也是很多的 技术类知识分子 和人文类知识分子 还是有一点差异 比如说 有个老先生 叫萧钱先生 萧钱先生 前几年去世的时候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 都去了 朱镕基当时是总理 还到医院去看他 说他就是 托塔叔长大的 萧钱先生 临去世前 是中央文史馆馆长 这个老先生 是三十年代 中国在英国的 唯一的记者 也是在英国 建桥大学 拿到硕士 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 四九年的时候 英国建桥 刘京都给他聘书 他都没去 他留在 留在大陆 回大陆来 他的英国太太 跟他离婚 他就离婚就离婚 他也回来 因为他 他离不开中国了 就是热爱中国 萧先生是热爱中国的 毛主席曾经短期 还对他表扬过 短期内 这东西很难的 要一辈子 被毛主席表扬 是非常难的 一辈子表扬 到最后关键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 毛主席 就是郭沫若同事 郭沫若从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 都是毛主席比较喜欢的人 七四年 毛主席不喜欢了 写了一首诗给他 叫 劝君扫骂青蛇皇 焚酥之士带商量 最近有一篇文章 好像最近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多捧青蛇皇吧 好像有一篇文章 劝君扫捧青蛇皇 最近刚刚有一篇文章 毛主席就是批评了郭沫若 郭沫若建国以后再也不敢骂青蛇皇 他是四零年代骂过青蛇皇 毛主席旧账重体 这个也是没有道理的 四十年代他骂青蛇皇的时候 郭老 我们也用一个尊称叫郭老 郭老是影色蒋介石的 但是毛泽东主席不管了 年纪大了也搞不清楚 就是把他建国以后 郭老一直是捧皇帝的 焚黄必捧 焚黄必捧 所以毛主席一辈子表扬是很难很难 刚才萧谦先生他表扬过一次 因为萧谦先生五十年代初 曾经参加过图感 参加过图感以后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在当时的我们的一个英文刊物 叫人民中国发表 他先有中文发表的 毛泽东主席非常喜欢 说这篇文章应该新华社 马上广播 出小册子 出小册子 所以萧谦曾经短期分关过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后来怀疑他跟英国特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是在英国留学的 所以就不太受重用 那么萧先生呢 他是一个好人 绝对是个好人 刚才我讲前几年去世 党和国家对他很高的荣誉 有点像纪献宁现在的地位 纪献宁现在是我们国之大师啊 每到过年过节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去望一望的 是到了这种国宝级的待遇 这个萧先生也是很有意思 他说呢以后呢 他就知道了 他不能在大的问题上发表看法 因为他曾经发表过一些小看法 曾经被批评过 因为建国以后 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 都是自发的 自动的成为中苏友好协会会员 中苏友协是个实体的安慰 在五十年代的前几年 深入到每个地区 比如说扬州地区中苏友好协会 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 都有办公室的 为了帮助人民建立起对斯大林同志的新认识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 毛主席五三年五几年的时候 这个这个 到那个叫什么 有一次到农村去 他老人家突然从火车上下来 幸福游到一个 走到一个农村去 那个老太太还跟他谈斯大林 这从来没有过在荷兰农村啊 这所以我们新中国的这个信息传递系统 虽然当时广播也不发达 什么等等也不发达 但是农村老太婆都知道斯大林 这不得了 所以毛主席和罗瑞欣讲 说这个老太太思想还蛮进步的 蛮进步的 这是临时的 没有安排的 那么 萧先生曾经讲过 这每个月 也不经过他同意 就扣中苏友好协会会员的会费 他有点不顺 他有点不舒服 其实那个钱也就是几分钱 一两毛钱吧 但是 因为萧先生啊 对苏联一向没有好感 他在这个 第二次世代大战的爆发的时候 1939年他就在冷敦 他亲眼看到 因为他在冷敦他非常清楚 是法西斯德国和苏联 瓜分波兰 大家懂吗 你们学过这件事吧 波兰 瓜分波兰 等等 而且这个 他完全经历过这个 而且 1945年以后 他随门军到这个 到欧洲战场去采访 也去过东柏林 他对东柏林印象非常不好 就苏军占领下的东柏林 他印象有不好 所以他对这个 交这个几毛钱的 这个中书联合 社会的会员的会费啊 他不爽 不爽他就批评 批评以后就被批评 所以他以后知道了 他说应该怎么批评呢 萧先生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他是从消极的方面 去取教训 第一个 就是 把批评呢 就是 实际上是表扬 用批评的方式来表扬 所以这个知识分子 有的是很讨厌的 他是怎么表扬呢 我对局长提个意见 你太不注意身体了 毛和主席革命导师告诉我们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你这样这么辛苦的工作 晚上加班 你太不应该了 他说应该这样批评 批评 这样批评 没问题 这就是萧钱先生 他对这个时候 他的消极性的总结 所以 当时他这个知识 还是没做到 所以毛主席讲了 资产机器知识分子 那个本性难改 气候一到的时候 他有 那个骨头里 他难改 改了几年 一下子气候好了以后 他又变成了 所以萧钱 五七年可以打出右派 而且还有一个批评就是 对我们照顾太多了 对自己关心太少了 所以这是五十年代的 萧先生的 萧继性的总结 很好玩 好的 今天我们就讲到下 好 同学们上课了 我们上一节课开始讲的是 一个新的题目 就新中国建立以后 随着这个社会主义的 就是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个政治上的新秩序的建立 一个经济上的 一个新的结构的建立 以及一个新的意识形态 秩序的建立 这个过程 上次我提到 这个新中国建立以后 第一次在思想领域 文化领域中开展的一次 大规模的一个思想斗争 就是对五讯传这个电影的批判 以及对陶新知的 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批判 那么这场批判 实际上是一个震动全国的 对全国知识界的一次 思想教育运动 那么紧接着就开展了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我上一节就提到 这场运动呢 也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来要进行的 那么具体领导呢 是周恩来总理来领导的 那个运动呢 应该讲呢 和以后的思想文化界的 知识界的那种大规模的运动 相比的相比较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相对温和的 一个自我教育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思想 应该讲怎么讲 叫思想批判以后 还是相对温和的 那么我今天继续讲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 五零年代初期的几次 这样的思想界的运动 一个是对于平白先生的 《红楼梦》研究的 表达出来的 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就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 资产阶级思想 第二个呢 就是对胡锋的 所谓文艺思想的批判 以及紧接着开展的 对胡锋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以及顺着而来的 就是1955年开始的 一个针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 一场运动 就是肃反运动 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就要讲 1956年到1957年 重点是讲反右运动 今天讲的内容大概十分多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于平白先生 是一个老先生 这个老先生80年代还活着 是很受尊敬的 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 这个老先生 他的一个 他的专业的研究 就是对《红楼梦》研究 就《红楼梦》专家 从1921年开始 他就研究《红楼梦》 那么早在49年以前 他就是红学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 当然他不仅是研究《红楼梦》 他还是对古典文学 有非常深厚的研究了 那么老先生是一个 有很高的学术增望 这样的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 那么基本上 应该讲建国以前 于平白先生是不太问政治的 就政治上 他不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边 那么当然他也没有积极地参加 新民族主义革命 等等等等 也没有 他就是一个书院里面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先生 那么我上次就提到 像这对老先生 1949年都面临了一个选择 当时他们是可以 是可以 离开大陆的 而所谓国民党反动派 对这样的一些老先生 老学者 是表达了一个很热忱的欢迎态度的 我们知道在人民解放军 即将占领北京 解放北京之前 国民党有一个空中紧急 援助救援北京文化人的行动 就是北京郊区的机场 全部的给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下 已经占领了 就是在室内的人民解放军 还没有进城的 在北京的一些街道 拉出来一些临时性的机场 那么紧急救援一些 所谓文化名人 我们知道像胡适之 胡适 以及胡适先生的一些朋友 毛泽水先生等等 都是在1948年年底 由国民党的空军 紧急救援到台阶的 然后他们是一步步离开的 也就是说当年 这些老先生是有选择的 这种可能的 那么换言之 留在北京 留在大陆 就是表达了一种政治上的态度 在我看 就是表达了一种 对新中国接受和欢迎的态度 所以1949年 是一个政治上选择 在哪边的这样的一个 关键年代 那么留在大陆的这些知识分子 应该说 他们已经有了选择 这是我今天 我觉得是应该这样看 那么于老先生这个 建国以后还是教他的书 各个方面 都还没有对他 有太多的冲击 就是一般性的 但是到了1954年 有两位年轻人 两位年轻人 这两位年轻人 一个叫李希凡 这个老先生现在还在 原来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 一个负责人 还有一个叫南宁 两位山东大学的 学文学的同学 他们开始想批判于平凡 那么他们受到我们新时代的 一种思想意识形态 适去建立 他们觉得 这个于先生的思想 研究方法中表达的是 一种资产阶级的 违心论等等 可是这个 这两位这个年轻人 他们把他们的写的 这个学术商讨的文章 寄给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呢 他们是小人物了 没有一点名气的 普通大学生了 大学刚毕业 不发表 而且人民日报 还有一种看法说 我们是党报 我们党报不发表这些东西 因为在1950年代 人民日报是全面学习 真理报的 真理报是苏共的机关报 就不发表这些 讨论学术的这个文章 那么这是人民日报的态度 他们紧接着呢 又把这个他们的稿子呢 寄给当时的 一个权威性的刊物 叫文艺报 文艺报是文化界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刊物 那么文艺报呢 对他们也没有兴趣 就是两个小人物 兴趣不大 而且他们觉得 这个文艺报的同志觉得 批判于平白 你们这么年轻 你们的功底够不够 等等 都是持一种怀疑态度 那么这件事情呢 当然他们紧接着 他们就把他们的文章 投给山东大学的学报 今天还存在的 很有名的一个杂志 叫文史则杂志 文史则杂志 相当于南京大学学报 那么文史则杂志呢 因为是 他们是山东大学毕业的 所以他们就发表了 发表了他们的文章 那么这一件事 本来也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在党和国家的 这个这个一个 整个总的格局中间 根本不会引起讨论 引起注意的 但是江青发现 江青的文革初期 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也是毛主席让他 在全党全军 特别是在军队中 登台亮相的一次重要会议 1967年4月 军委扩大会议 江青啊 一直是爱慕军队 对军队有一种非常特殊的 很复杂的一种爱慕的情怀 当然他知道 我们军中的一些老同志 不太看得起他 所以 很多很多年 这很复杂就不讲了 那么1967年的4月 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做了一个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 当时我们的 所有的主流媒体 包括人民出版社 都发了单行本 今天你们到南大图书馆 多人找到 这是江青的 唯一的一篇 就是正规的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小册子 名字叫 为人民立新功 他以他是一个老革命 老战士的一种身份 意思他老公已经一大堆了 还要为人民立新功 当然他有两层意思 一个讲自己 是一个老革命 他要立新功 一个是告诫军中的老同志 不要老是记着你们过去的这个功 还要在文革中立新功 他有双称海语 所以在为人民立新功 这篇文章里 江青也谈了这件事 他说这个建国以后呢 他因为身体不好 他就是订了一大堆杂志 他做主席的秘书 他是毛主席巡回的哨兵 哨兵啊 就是看到哪儿有东西 马上就发现了 因为江青有一个 了不得的一个探照灯 望远镜 他的眼睛比别人看得最遗憾 所以毛泽东主席以后 对他还是很是赞赏 认为他是政治上敏感性特别强 政治上非常敏锐 他马上发现这个问题 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就向毛泽东汇报 毛主席以后非常愤怒 非常生气 就非常生气 就是一个小人物 一个所谓的小人物 要批判资产阶级维新论 居然遭到了党报的 我们机关报 还有文艺报的阻拦 这些同志 他们的立场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们的思想是什么思想 所以这样子呢 在毛主席的亲自观照下 亲自应该讲领导下 这场运动就开始了 那么 开始以后呢 这个 当然不仅是要批判余平白 余平白 那个老先生在那 你怎么批判 也就批判吧 因为余平白不断地检讨 他错了 他不好 他没有改造好 老先生这样 他是一个很文弱的老先生 他不这样还能怎么样呢 他也不是老革命 老革命有的时候还生变几句 我下面会讲到胡锋 胡锋他自认为自己是个老革命 所以他还生变 像余平白就没有什么生变的 马上就是全盘接受 这可以理解 就是都有原罪啊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罪 所以他没有什么好讲的 那么毛主席重点都还不是批判余平白 他是 他愤怒的是那些阻拦对余平白批判的 党内的文艺化宣传部门的高级同志 这是那批人 人民日报 中宣部 他批判的火力主要对准党内 那毛主席很生气就要求中宣部进行整风啊 中宣部的领导进行整风 然后呢老人家的路火一下子就烧到了文艺报的主编 文艺报的主编呢 也是一个老革命 是冯雪芬同志 冯雪芬 冯雪芬呢 这是非常罕见的 1957年参加过长征的同志被打成右派的几乎没有 冯雪芬是其中唯一的一个 到今天我们基本上找啊 这长征干部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的 基本没有 冯雪芬是参加过长征的极少数的党内的高级的文化方面的领导同志 但是呢就是因为啊毛泽东主席对他看法比较深 那认为他是本质上骨子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反马克思主义 所以冯雪芬是结束难逃 结束难逃 那么冯雪芬这个我们知道他是鲁迅的好朋友 从1928年开始就是共产党在上海的左翼文化的领导人 他是1933年就进入中央书去的 33年年底到34年年初进入中央书去的 进入中央书去以后呢 也是毛泽东当时是政治上比较失忆的时候 那么冯雪芬呢和毛泽东还有过一些个人接触 他们的个人接触呢就是谈论鲁迅 谈论鲁迅 因为冯雪芬长期以来是共产党中负责和鲁迅联系的那个人 他而且还传达过向毛泽东主席表达过 就是鲁迅对毛主席的看法 毛泽东的看法 那么居然好像鲁迅也看过毛泽东在30年代初期的一些诗 到今天我这路线图还没查出来 鲁迅怎么能看到毛泽东的在江西时期写的诗的 但是呢 芬雪芬说呢 鲁迅对毛泽东的诗有一个评价 认为有三大王之风 毛泽东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开怀大笑 三大王之风啊 鲁迅先生还是比较眼睛比较厉害 所以芬雪芬是一个老革命 老革命 江西时期做相当于中央党教副校长 长征时期跟了长征的 那么当然这个过程非常复杂 我们有时间讲了 那么芬雪芬呢 是因为在历史上有过几件事情 所以有一个历史上的过节 过节了 第一个这么老的同志 应该是无产阶级党性训练 应该是比较坚强 比较成熟了 对不对 长征也参加过了 等等等等的 1937年党中央派他在这儿工作的时候 他因为和中共中央在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 博谷 就是王明博谷 博谷是中共住这儿的代表团团长 1937年抗战以后 这就有几个月 就是我们今天的副后港中共办事处 副后港大家知道吗 就在古陆附近 博谷是团长 由于芬雪芬和博谷发生了意见分歧 吵架 吵架以后呢 芬雪芬同志 参加过长征的这么一个老党员 居然负气回家了 就回家了 回到他的浙江义乌老家 就是很个性主义的 据说浙江东部的人 浙东人脾气都很假 这个人是浙东人 浙东人 居然回家写太平天国的小说 也写写了两年 这是不内容人的 这么老的同志 居然是自动脱退回家 虽然有一大堆体 但是回家了 三九年以后回到新市军 回到新市军以后呢 晚南四边又给国民党抓住 晚南四边是在上饶集中营 上饶大家知道吧 上饶集中营 专门抓新市军干部的 上饶集中营以后呢 是得到党的党组织的营救 所以四二年以后 从上饶集中营出来以后 分学分同志就长期在重庆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从事左翼文化宣传工作 那么于是和胡芬这批人呢 关系非常密切 于是呢 1945年以后呢 对毛主席的 沿岸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呢 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 因为他是一个 比较老资格的革命文艺理论家 当然这个我下面会讲胡芬的时候会提一点 所以毛主席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因为大家 1945年 我们知道讲话是1942年 讲话的正式发表是1943年 隔了一年发表的 发表以后 毛泽东主席 志在全国的 他并不是志在 陕甘岭边区 或者共产党地区 他要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国统区 当然 重庆的新华日报负责这样的工作 但是还不够 还排了几个红色文艺战士 中文系同学应该知道的 什么叫刘白宇啊 什么叫贺琪芳啊 刘白宇贺琪芳都是 在粉雪芬看来都是小家伙 什么呢 因为粉雪芬28年就成了 就是共产党的左翼领导人 那些人呢 贺琪芳是37年的时候 还是参加大公报 真文活动 写什么画梦路 图画的画 做梦的梦 记录的路 你们一听着名字 就是非常小资的名字 画梦路 所以粉雪芬非常来火 他们是什么东西啊 来向我们传达毛泽东的什么 像个圣旨传达人一样的 态度上都很 他们是革命正宗 从延安来的 所以粉雪芬呢 个性的问题 经常很多事情是个性问题 个性问题 1945年年初 在重庆 这个召开的 传达毛主席文艺座谈会上 讲话的这种 这种几次座谈会上 当然粉雪芬没有提任何意见 但是 他没有表现出强烈的 热烈的 欢呼的 激动的 没有 他没有表达出来 而 郭梦路同志表达出来 这是事实 表达的 就表达的 不仅表达 而且写文章 那写文章非常重要 写文章实际上就是一个表态 就是一个表态了 延安都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粉雪芬 因为有四五年这件事 建国以后呢 这个同志革命资格非常老啊 但是呢 地位并不是太高 毛主席在文艺界用的人 用的第一号人物是周扬 是周扬 交叉使用胡乔木 就胡乔木周扬 有的时候喜欢一下胡乔木 让胡乔木来搞他 不是 就是平衡他 他这样子弄来弄去 但是基本上最后固定化了 周扬是毛泽东同志 在文艺界的首席发言人 最权威的权威解释者 而周扬的资历 要比粉雪芬要低得多 低得多 所以粉雪芬呢 肯定又是个性上的事情 又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 粉雪芬尽管就 余平白这件事 写了深刻的检讨 说自己是放松了 资产阶级世界观 放松了世界观 等等等等 官僚主义 脱离群众 什么等等 毛泽东写的批语 你是自觉的反马是 这是不得了 因为毛泽东主席的 那个威望不得了 一句话就是他要 就把他打到荫山背后去了 真的是打到荫山背后 所以 两三年以后 是一九五七年 文艺界的头号大牛派 头号牛派 是没办法的 结束蓝头 那么 这个 批判 余平白 不是仅仅在古典文学研究 而是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清理 全国性的 不是说你是学医的 学工的 学工程的 你就跟你没关系了 不是的 大家都要经过一次 重新进行思想检查 我是不是有资产阶级 违心论 这个违心论的根源是什么呢 违心论的根源是 第一 长期脱离劳动 长期脱离世纪 第二 反动家族影响 它都是要抓思想根源 阶级根源 最后挖到是阶级根源 等等 那么这场运动呢 这个他是以这个知识分子的全面自我教育 这种形式展开的 那么迅速从这个运动 因为批判资产阶级的一新论 我们就顺着余平白 要给他找出他的路线图 余平白的思想是受谁 是思想影响 胡适之影响 所以从一九五四年开始 全国的知识界 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 对胡适之的思想的批判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应该讲是经过了精心准备的 影响深远的一次批判运动 思想批判运动 因为我们知道胡适之从二零年代开始 一九一零年代五四时期开始 他的影响太大 他的影响太大 用一般人说 很多学者都会说 因为他是太年轻就出名了 他很年轻二十多岁就出名了 所以他的这个影响是覆盖着 我们的近二十世纪的思想文化的 差不多很多领域都被他覆盖 覆盖了 他不仅是一个学者 我们知道他对水晶柱的研究 他对很多很多问题都有研究 而且他还是一个思想家 所以胡适之在四九年前 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全面的 所以要清理旧社会的那个影响 特别是清理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旧的思想 那要选一个把子 你光选一个梁树民不行 为什么呢 梁树民先生啊 他只是一个派别 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 文化保守主义呢 在四九年前的知识分子中间有相当的影响 但他不是一个覆盖性的思想 覆盖性的思想是胡适之的 是以胡适之为代表的这个本大学派 或者中国自由主义学派 大家理解了吧 所以选他是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那么从批判这个于平白到批判胡适之 胡适之这个时候在什么地方呢 他在美国在美国哥们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 这个老先生这个四九年是离开大陆 离开大陆没有去台湾 是直接奔向美国 美国以后当图书馆馆长 那么他很关注 胡先生也很关注国内对他的批判 他居然也找到了五大册 批判胡适的那个我们处的那个处的书啊 五大册 在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新意识形态是有强烈的解释力的 在那个年代 新意识形态是有巨大的解释力的 所以他的儿子 他唯一的留在大陆的儿子 叫胡思杜先生 胡思杜 胡思杜同志呢 在建国以后积极要求进步 参加了新民族主义青年团 青年团当时叫新民族主义青年团 所以他还是个团员 他在这个过程中登报宣布断绝跟他父亲的关系 脱离父子关系 和反动的胡适一刀两断 很可惜 胡思杜先生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 然后自杀而死 很可惜 这是一个悲剧 台北的中央研究院 就在中央研究院对面的山坡上 我去过几次 但是我没有写过文章 就是胡思之的墓 胡思之的墓 胡思之的墓就在台北南港 南港是台北的一个区 南港的那个山上 一般我们大陆学人去的话 都会去看看胡思 那个公园叫胡思公园 是个很清凉的 就是很荒凉的一个公园 我记得我看过两篇很重要的文章 一篇很重要 就是纪献林先生写过一篇 他去看胡思墓的这篇文章 你们在可以查到的 纪先生他还有一些 追溯了他个人和胡思的关系 等等等等 也会写到他五十年代 怎么批判胡思 到晚年对胡思之的一个重新认识 最近好像又有一个 北京的一个学者 又写了一个 我在胡思墓等等 好像又有一篇 好 这个批判运动 从余平白发展到胡思 发展到胡思 紧接着就过度的批判胡锋 批判胡锋 在思想领域斗争 建国以后是这样子 就是兴奋一个叫不断革命 人不能太松懈 松懈了以后 他就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些领导者 他们经常想的 就是一 要趁热打天 一个事情还没结束 快到结束的时候 一波又起来了 大家都始终在这个过程中 始终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毛泽东主席1958年 在八达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就提到 就是要使社会 长期保持一种紧张状态 要保持这种状态 当然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的 叫抗大的孝训怎么讲的 叫团结紧张 不能松松止止的 要紧张的 团结紧张 严肃活破 是不是 所以要有一定的紧张性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这个余平白刚刚搞完 万事大劫了 没有的 下面又来了 批判胡锋 这个胡锋 这个老先生 他很兴奋 他一看到 这个批判 这个中宣部 毛主席发怒了 批评了中宣部 又看批评了 横雪峰 好像这个打击对象 都是党内的 他开始 就是觉得机会来了 有机会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就表达他的看法 他错会意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头脑有问题的人太多 就是这么大 这么大家 都经常头脑有问题 有问题 当然那个年代 头脑有问题的人 也有清醒的 真的有清醒的 像肖前先生 这些人都是清醒的 他们不管这个事 报纸上怎么说 他们就跟他这么做 绝不是兴奋作辣 你看他批这个了 你马上当机器分子 他不 隋大流 一般是隋大流 像巴金先生 他也不堂这个浑水 但是比如说开始了 一定要他发言了 他就写一篇批判文章 他不去主动写第一篇 那么刚才我讲 胡锋先生 这个他的太复杂 历史过程太复杂 我们都讲了 历史上 他和周扬一直是有矛盾 三零年代 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时期 鲁迅 胡锋 粉雪锋 是一边的 周扬 夏野 其他几个同志 是一边的 所以 鲁迅是非常不喜欢周扬的 这里中文系的同学应该知道的 鲁迅批评他们是四条汉子 衣光整洁 穿着学亮的皮鞋 从汽车下来 气度宣昂 他特别愤恨周扬 周扬是以独立总管自居 独立总管 拿着响鞭 谁是要鞭打奴隶的 是圣旨的代言人 所以周扬是鲁迅 一直不喜欢的一个人 那么鲁迅欣赏的 他身边接触多的是 粉雪芬 胡锋 这些人思想跟他接近 那么 由于这个周扬同志 在建国以后 成为文艺界的 最高领导人 那么胡锋这个人 建国以后 政治上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应该讲是很清冷的 他的生活很冷 很清淡 很清冷 我们知道有些知识分子 他们都是有一种想法 都是满怀激情 要为国家服务 有的时候国家不要他 不要他以后 他又赖不住寂寞 大家理解吗 我们这个很复杂了 儒家知识分子 一直有这种强烈的社会性 特别是新旧社会交替以后 建国初 那个抗战时期 抗战前夕 那个几个君子 沈君如 张乃气 大家记得吧 你们听说过吧 七君子 抗日的 这个真的了不起的 爱国之士 建国以后 每个人都有个安排 差不多都是国务院的部长 但是另外一个老先生 就是私人都憔悴 王兆时先生就是复旦大学教授 最多给他弄个上海政协委员 所以王兆时先生就心情非常压抑 因为他的其他几个朋友 都是当部长 小汽车 家里有公务员 当然不能叫用人 解放以后辞掉换了 有公务员 非常 有公务员这是一个待遇 是不是 有公务员 我想说对不对 不能叫用人 这个词 这个词不好 服务员比较通俗 一般比较显得自己很机关化的 比较机关化的 一般我们用公务员 服务员太低了 专盘自己叫服务员 所以王兆时先生 以后心情也不爽 不爽 五七年也给他当个右派 一般讲他要赖得住寂寞 要赖得住寂寞 不是所有人都能赖得住寂寞 知识分子也有很多问题的 知识分子自身有很多问题的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胡老先生呢 以未来集会了 他觉得毛主席开始批判周扬了 不喜欢周扬了 他就给中央上书 谈他对建国以后文艺界的若干问题的看法 长达三十万字 说成三十万年书 这个老先生呢 一写就写个三十万 拿着看 这些领导人一般你要给他一个 最多不超过五百字的一个摘要 都是这样子 没有时间看这么多 当然如果他要看的时候 你再给他一个比较详细的摘要 如果看全文 再配一个全文 三十万字 很恐怖的 所以递上去 他还是心怀幻想 这个这个 他以为上面可能接受的 好几个也没有反应 其实是都在研究研究 正在研究怎么对付他呢 那么这个 这个胡老先生 这本书 这本三十万元书 现在出版了 我们有好几个版本 好几个版本 最早的版本是八零年代 广西立江出版社出版的 那么先是对胡芬的 这个给他的这个 戴的这个帽子 是叫反马克思主义 反马克思主义 先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以后不断上升 最后上升到一个级别 称他是国民党特 反革命集团 反革命集团 那么 胡芬的这个 他的追随者 因为胡芬 是一个巨大影响的人 刚才我讲 胡适之 是覆盖性的影响 胡适之 胡芬先生 对一九四九年前的 中下层的 带有左翼 情怀的 那种大决生 小职员 书店职员 有巨大影响 他是偏左翼的 那个知识分子 胡芬是左翼知识分子 但他又不是 完全党化的知识分子 大家理解吗 他是一个左翼 左翼 但他又不是延安左翼 他的差别就在这 所以他在广大国统区 有巨大影响 有巨大影响 但是他现在 他的范围 是中下层的 不是那种北大的 北大圣约翰的 毕业的学生 不看他的书 大家理解吧 北大圣约翰 他们看杨书 或者喜欢胡适 都是比较偏低一些的 中小城市的 喜欢胡逢 他比较愤怒 比较批判 比较批判 大家理解吧 这个当你一个人 没有饭吃的时候 吃了上一个 没有下一顿的时候 他是就愤怒的 他就是愤怒的 毛泽东主席也讲过 他经常在北京 有一段时间 是吃了一个 早上一个烧饼 晚上很吃 还没有东西吃 那肯定愤怒的 他然后自然地 就恨这个社会 他有一个 这个认识途径的 当然我这里要讲 胡逢 最后和他的追随者 以及我们文化界的 所谓胡逢派 特别是诗歌界的 一个叫七月派 全部网成胡逢分子 全部送进大狱 送进大狱 比较重要的 有两个老先生 一个老先生 今天还在 就是我们文化界的 非常有名的 一个学界大师 上海的 王源化先生 王源化先生 也坐牢的 55年 做了57年 做了两年左右 还好 很快解脱了 第二个老先生 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 贾之方教授 贾之方 他前几年去世 当然很多很多 这个著名的胡逢分子 一大堆 我们南京 南京发电厂的 一个厂长 见过以后 是南京发电厂厂长 也是一个老同志 是个地下党 哪知道他这个 旧社会的时候 他大概初中毕业 也喜欢看看诗啊歌啊 所以居然就跟胡逢 写过信 从此也当了胡逢分子 做了很多 只要是跟胡逢 有任何联系 有书信联系的 差不多 都给网进去了 都给网进去 那是一个严酷的 肃煞的年代 一方面是热烈的 热烈 所以我们看历史 要多重看 一方面是朝气的 充满 整个社会是一个 所谓心心向荣啊 等等啊 万象更新啊 同时又是一个 在某些方面 又很肃杀 肃杀 因为他绝对的强调 思想一致性 思想一致性 啊 所以我们当 当你看到热烈 啊 举国一致 你他有个前提 就是思想的 完全的一致性 稍微有一点点差异 都会被 秀就灵敏的 你的同学 你的老师 等等 立即发现 立即发现 啊 比如说某个大学大学生 曾经因为文学爱好 跟一个胡分分子 写过信 啊 有的胡分分子 比如说天津日报的文艺版主任 啊 你要投稿 给他写信 完了 你就是胡分分子 请你进去 这没办法的 革命时代 没有办法 进去以后 经过党的调查研究 两年以后 差不多了 你没事 啊 接受教育吧 但是你已经做过两年 这都是这样子情况 啊 那么我刚才讲 这个事情的背景 是历史上 他和周扬 有分歧 更重要的 是和毛泽东主席的观点 有差异 毛泽东主席是一个高度强调 思想一致性的领袖 啊 他非常的在意 知识界的著名人士 在思想观点上 是不是和他一致的问题 啊 特别是建国以后 啊 当然建国前的 有代表性的 和他的背 啊 曾经有代表性的 那些人物 啊 如果 不再建国以后 就 四九年前 啊 他和毛主席思想的背离方面 做出深刻的检讨 那么 应该讲 结局都不好 啊 有希望的 有机会的 就是给你有过机会 你要检讨 啊 但是你不检讨 那就是 就是像胡锋 啊 那我下面要讲 是什么呢 也是牵涉到毛主席的光辉著作 延安文宇座谈会上讲话 1942年讲话 毛主席很在意这个他自己的东西 啊 当然我们很多老师 很多学者 也很在意自己一篇文章 爱不释手 啊 越看越好 有的老师 我不是讲全部啊 啊 这个 有不同的观点 啊 有的人看到自己很多年前东西 根本不要看 感慨遮起来 不看 不好意思看 这是很多 也有的人呢 是越看越爱 啊 这个这个 小时候写的文 做文都觉得好 不同的 人和人不一样 大家理解吧 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文章是特别在意 在意 啊 很在意的 我们知道延安文宇座谈会上讲话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非常有名 我不知道在座同学听没听过 他说和工农大众相比啊 知识分子上是最肮脏的意思 不是原话 因为虽然农民身上脚上有流食 但是他们实际上思想干净 这不是原话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像这些东西都是惊世骇俗啊 大家理解吧 四零年代这种思想一出来 解放区的同学接受好一些 因为已经经过了几年的革命改造 你要对那个国统区的一般人来接受 他有的时候他要有个转换 要有个过程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长期的改造 等等等等等等 胡芬先生呢 他都不这样认为 胡芬先生他认为 面对旧中国 特别是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 知识分子应该是发扬人的主观战斗精神 人的主观战斗精神 不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主席强调的是 结体主义 个人是渺小的 微不足道的 对不对 个人是应该是什么呢 是革命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 也是讲话中提到的 革命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 刘少奇同志呢 以后把毛泽东主席呢 这个这段言论呢 用更通俗的话强调了 在55年56年强调了 就是我们都要做党的幸福工具 幸福工具论 这是特别有名的 55年以后 所有老教授大学生 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要做幸福工具 过去那么傲慢的 那么骄傲的 那些刘洋的知识分子 都口口声声他要做幸福工具了 这个过程是不得了的 解放前他们的感觉 怎么可能 看到蒋介石大腿敲二腿的 很多人 蒋介石召见的时候 大腿敲二腿 大家理解吧 哪像我们现在一起 做半个屁股啊 你们知道吧 做都不一样的 李登辉为什么被蒋经国看到 李登辉在 跟蒋经国这么长时间的时候 从来没有做过满沙发 只做屁股做前面一点点 当个总统以后才坐下来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 虽然到了二十世纪 虽然到了二十世纪 大家理解吧 说一个是要做幸福工具 一个是胡芬提出的 人的主观战斗精神 这是尖锐的和毛主席的观点 对立的 对不对呢 他这个人的主观精神 就强调了人的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 那个强调的呢 是功龙的先锋性 知识分子的渺小性 好 这里我不展开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冲突 第二个重要的冲突呢 毛泽东主席提到了 革命文艺的方向 是功龙兵方向 对不对 其实呢 当然毛主席不好叫 龙兵 龙功兵 其实就是龙兵 以龙兵为中心的方向 因为根据地没有什么工人 大家理解吧 根据地没有工人 所以但是 我们的规定性 规定是工人阶级 所以还要把工人阶级 放在前面 放第一个大写字母 其实没有工 实际上就是以龙兵为方向 可是胡芬先生 他低俱将心 他是个理论家 他说他看到的更多的是 长期的专制主义 或者当时也有这个词 叫分建主义 就是使我们的普罗大众 满身创伤 创伤啊 每个人都不对头 叫精神 长期的精神奴役 大家理解吧 所以我们看 我们看不到一个 生活中 我们很难看到一个 小说中 电影中 告诉我们的高大全 就是文革中一个词汇 又高又大又全的一个人物 叫高大全式的人物 听不听过 高大全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到那个普罗 他虽然有良善的一面 可是他又是基督自私 他又是心格狭隘 我们经常看到是这样的 这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对不对 就是伟大的平下中农 他身上有很好的那些朴实的一面 也有非常狭隘的 自私的 顽固的那些面 我们更多的能看到 是那个专制社会 给他带来的 专制主义思想 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奴役 而胡先生居然在四零年代初 就提出来一个 叫 精神奴役 这个概念 他说我们要写工农兵 我们写来写去怎么写 我们这里不是根据记 也看不到那个根据记的那种 伟大的公民兵样子 我们应该反映人民的 被奴役的 精神被创伤的那一面 大家理解这意思吗 所以以后用他的观点 写出来一个东西 叫陆林啊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文学家 以后被打成独生分子 坐牢坐的时间太长 他就会精神失常了 陆林是个悲剧 陆林写的农民 语农民啊 写的是带有歇斯底里性 歇斯底里啊 当然 我觉得可能也有问题 他也不是完全太了解 农民的 所以人太复杂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 同学们你们都要知道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要有人文底蕴 我们要多学知识 才不会是我们成为偏执狂 偏执狂太可怕了 不管你是思想什么 我们千万不能成为偏执狂 大家知道吧 这两天发生的一些事情 你们都应该知道 真是索性 就是不是咱们中国人 昨天我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成为亮的人 我们社会有太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我们有希望的 不能产生这种狭隘的 偏执的东西 我们看社会 还是要看到 有阳光的一面 温暖的一面 大家理解吧 马家局早几年也是个悲剧 是不是叫马家局吧 都是悲剧 所以大学蔡元培先生 讲得非常好 培养的是什么 健全的共和国民之性格 不是完全是学知识 学知识你可以在家里看文书 对不对 主要是要培养健全 共和国民之性格 共和国民之性格 蔡先生1912年 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 就提出来这个观点 我觉得一点不过时 现在都快一百年了 完全不过时 健全的国民性格 这个呢 就是要我们学会 像蔡先生讲的 兼容并报 兼容并报 都不要固执 好了 这是我扯远了 所以这个 那么这个 40年代 毛泽东主席对胡锋 胡锋在 他是在重庆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 当然不能马上就开展 对胡锋的批判 但是是已经开始行动 行动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对胡锋的一个 在党内的追随者 不是追随者 思想有共鸣 就是著名的外交家 乔冠华 乔冠华同志 在重庆时期 是周恩来的这个代表团的 里面的一个重要成员 他也好一个 五文弄墨 喜欢五文弄墨 所以他在某些观点上 和胡锋形成沟通 所以1943年 1944年 延安就发电报 指示 重庆代表团 对乔冠华的 创伏思想进行批判 所以没有放松的 虽然当时共产党 还只是 去布地区 但对这样的事 对思想一致性 从来是一天都没放松 乔冠华就在43到45 在重庆 由董碧虎同志领导 对他进行了思想报纸 他写过检讨 写了检讨 那么 乔冠华当然因为检讨深刻 因为周恩来总理的 周恩来同志的保护 也就过去了 过去了 最多是说他是 只是一个党内才子吧 党内才子 有点资产阶级思想 算了 那么胡飞先生呢 这个 毛主席1945年到 到重庆来的时候 他好像也没有向毛泽东主席 表达一个他的成人错误啊 他也没有 因为当时 大家都不知道 毛泽东主席会四年以后 登上天安门 大家理解吧 1945年8月 中国绝大多数人 毛主席自己也没有相信 他自己都不知道 没有想到几年以后 就老人家上天安门了 都没想到 所以 那个年代有长远眼光的人不多 不能怪大家 那是 但是呢 有的时候做一些小事 毛泽东都是记住的 在毛主席这个到重庆的时候 郭莫洛看他没有手表 马上把手表给他 手上一个英国什么英格拉 我什么搞不清楚一个牌子了 拿下来就 就给毛主席 毛主席带了一辈子 这就是郭老先生 这个当然郭老先生 绝不是说他知道四年以后 毛主席要成功 不是的 是思想 思想接近 思想接近 所以建国以后 毛泽东主席对郭老是非常照顾的 他家里面的条件是非常好 住在过去的那个王府里面 困难时期同学们 你们可能不知道 那个粮食多么的紧张 粮食 粮食 知道吧 吃饭的粮票 粮票是 农民没有粮票的 农民是没有粮票的 那么城市里人有粮票 农民到城里来 除了要饭 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真的是一点办法 因为没有粮票 胡郭莫洛同志家的粮票 连卫生间里到处随便的帅 都到处都是 就粮票已经多到 到这种程度 因为他是深受国家重视的 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 所以这些东西 他物质从来不匮乏 物质不匮乏的 所以 所以 我这里不多讲了 那么刚才我讲这个 1945年 胡芬先生在重庆 跟毛泽东主席是见面的 见过面 但是似乎没有给毛主席 留下好印象 没有人家好印象 47年 人民革命快胜利了 但是也还不知道 因为47年48年的时候 毛泽东好像似乎预测一下 大概是我们5354左右才能胜利 1953到54才能胜利 47年左右 就党在香港办的报纸 就开始了对胡芬的批判 所以对胡芬的批判不是解放以后 47年在香港就进行批判 香港几家报纸都是共产党报纸 就开始批判他了 那么 可是这个老先生呢 他自我感觉很好 他总是认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 我这里稍微提一下胡芬的这个经历 胡芬年轻时候就是一个左翼激进 他曾经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青团 但是没有参加共产党 参加共青团 30年代在日本学习的时候 留学的时候 他参加了日本共产党 是日共成员 这没什么 但是回国以后呢 也没有因为他的日共再转为中共 因为那个30年代 在上海的共产党非常紧张 那个那个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秩序 所以他一直是一个以党外布尔什维克 这样一个形象出现 那么 这个老先生呢 在我看 当然他很有学问 但是他呢 真的是教条化 教条性的 很教条 写的东西是毁色 非常毁色 很难懂 又长 就是 以后写的是不忍作读 当然这是我们 我个人的阅读爱好呢 应该他还是伟大 就是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啊 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建国以后写的更难看 什么 根据马林科夫同志告诉我们 马林科夫大家知道吧 斯大林选的接班人叫马林科夫 才干了一年多 比赫鲁小夫把他搞掉 所以马林科夫同志在53到55年 我们中国所有大学生都知道 上街游行的时候 一个拿毛主席 一个拿马林科夫 叫马同志 所以54年左右还是马同志还在台上的时候 所以这个胡芬就是马林科夫同志教导我们 什么什么恩格斯教导我们 也是看的是累得不得了 全是这些革命的 不是马克思就是恩格斯 然后是马林科夫 比较教条话 但是不管他 他是一个理论家 唯一理论家 那么49年的时候 老人家呢 是回到国内 他当时自己是知道他的特殊情况的 因为现在我们都公布了 胡芬先生1949年日记 他知道 他知道北京 知道解放区都在批判他 可是他还是忍不住要回来 其实在我看 胡芬先生如果不回来 就在香港 党对他一定好 把他作为一个爱国的 左翼的知识分子在使用 大家理解吧 回来以后就是用新的标准来要求他 如果在香港 他再可以继续发挥他的作用 我这里告诉大家 我们近代30年代 有个著名的一个文化人 叫曹巨仁先生 知道吧 经常给鲁迅写东西的 曹老先生 他是1950年 我们上海政府 同意他 批准他到香港定居 曹先生呢 他非常的仰慕人民革命 但是他自己讲 他心中的那个对希腊自由民主的追求呢 又不能把他克制掉 大家理解吧 他热爱新中国 但是他自己不愿在新中国里生活 因为他太爱希腊罗马式的那种 希腊式的那种比较奔放自由的生活 所以 组织上批准他到香港 他在香港一方面做左派报人 经常回国来采访 有的时候为了支持他的工作 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一次 抛一点料给他 然后他就在香港 就抖起来了 大家理解吧 就抖起来了 你们看过凤凰卫视 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叫曹锦芹先生 曹锦芹的爹 就是曹巨人 曹锦芹的爹 好 休息一会儿 好的 我继续讲 这个胡先生1949年 响应中央的号召 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 参加我们新中国的建设 但是回来一路呢 他心情并不是太舒畅的 特别是到了北京以后 到了北京以后呢 没有对他立即的安排工作 我们知道一些著名的 一些左翼文化人到了北京以后 都有每个人各就各位 都有新的一个岗位 他那儿呢 就给他挂着边上 挂着边上 这还不是一个 不是特别紧急了 因为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那么紧急着召开了 在建国前就召开了一个 这个我们的文艺界的 第一次代表大会 那么这个文艺界 第一次代表大会呢 宣布党领导下的 两支革命文艺队伍的大会师 党领导下的两支革命文艺队伍 一支是延安的革命根据地的队伍 从革命根据地来的这批同志 就是周阳啊 丁宁啊 等等等等 这批同志 第二批呢 就是以毛邓先生 郭沐若先生为代表的 左翼文化的 国统区的革命文艺战士 会合了 那么会合了以后呢 要做个报告 做这个报告呢 周阳同志 毛邓同志 都做报告 这个报告当然是经过领导同志 审阅的 就是不点零的 已经开始了对胡芬的批判 就是新中国建国前夕 就已经开始对胡芬的 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了 那么胡芬呢 这个情况更不好 所以长期他的工作 没有什么安排 他这个这个 好像以后就给他 人民文学当个编委 人民文学做个编委了 总算有个领工资的地方 那么其实这等待他 等待他 等待他 等待他主动做出检讨 我上次就提到 1949年10月11月 像这些非常有名的 那些大知识分子 什么粉友兰啊 费消通啊 都纷纷在人民日报 开始自我批判 检讨我的反动思想 检讨我这20年来的反动思想 胡芬先生自认为 是一个党外科尔什维克 自认为他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他就是个检讨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错 这个人性格也是很倔强的 湖北人 我们知道湖北人的性格 也是很强的 所以他就不检讨 不检讨当然 给他机会 他如果检讨 深刻的检讨 那会情况要好一些 那么 由于不检讨 等到他一年多还不检讨 所以52年就开始 内部对他批判 1952年 不是内部了 就开始批判了 那么一开始批判 是把他作为文艺思想中间的错误倾向来批判 也是作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判 没有把他立即上纲上线到反革命 所以以后呢 这个三十万言书出来以后 毛泽东主席给他上纲上的这么高 当然这里面有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当年他的一个 算学生辈的一个人 苏吴先生 今天还在 苏吴先生 老先生 他把苏吴先生 给他的私人通信 全部交出来了 私人通信 我们知道 有些知识分子 在新旧社会更替的过程中啊 总是有的时候 他情绪有点不好 有对一些人 有些批评 对某些社会现象 有些评论 那么 这些信 送到毛泽东主席那儿 毛泽东主席亲自编辑 编辑成胡芬反革命集团三次资料 编辑的特点是 简一块 这里签一块 简一块 弄上去 那么把它打成反革命集团 国民党反共分子 等等等等 这种结局 是连毛主席最重要的 两个文艺界的助手 一个是胡乔木同志 一个是周阳同志 他们都说 他们也没有想到 他们只是 原来只是批判他一下 没有那个意思 把他送到大牢里去 这样子呢 由于毛泽东主席给他定性 所以胡芬 及其集团 及其分子 全部送进监狱 那么 株连非常广 株连很广 这个株连传统啊 有两个背景 一个呢 是从斯大林模式那儿学来的 第二个是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传统 两种传统 所以 胡芬的夫人叫梅智 梅花的梅 智同志的智 梅智是一个三零年代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女作家 梅智先生以后也坐牢 所以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梅智系的文章 这里我不多讲了 那么 胡芬 这个 一直坐牢 先在北京坐牢 以后呢 送到四川坐牢 后来组织上也还是对他宽大 就是把他太太呢 就安排跟他一起坐牢 我想的这个是宽大的 大家理解吧 他这坐牢不是做真正的牢房 是坐在这个牢改地区啊 他们两个人可以一个房间 门口有一块菜地 是这样子一种相对宽松的 不是真正的坐在那个房间里的那个牢 那个牢 所以刚才我讲的高级的高级分子 高级半人坐的牢 是刚才我讲的这种牢 就是 有一块地 有一个房间 有两间房间 甚至组织上还派一个厨师给他们烧饭 不是一般的 他们都是有名人 而且都是长期徒刑 都是差不多是终身监禁 享受这种待遇的 一个是饶宿时 饶宿时 大家知道吧 我讲的 饶宿时也是这个待遇 再一个就是胡锋 就是他们不是真正做到那个内容的 那么放是什么时候放的呢 我印象很深 当时我已经是进南大了 1978年12月释放 1955年的抓起来 年初抓起来的 好像三月份 1978年12月 多少时间 24年 好像二十几年 中间有一年时间 1965年 宣布对胡锋 假释 假释 假释呢 就是从清晨监狱放在北京 郊区 给他假释 假释一年不到文革开始 文革开始以后重新进去 叫二进攻 这是专有名词 二进攻 二进攻 二进攻以后呢 把它判证是无期徒刑 一开始原来不是无期徒刑 十五年还是二十年 连周扬都感到很吃惊啊 因为在五十年 他的宣判 这是破 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 他是五五年抓起来的 宣判是在六五年宣判的 关了十年才判 判的时候 周扬还提出过 要防止他当时就晕倒 已经做了十年了 那么七八年十二月 是什么时候呢 是党的 划时代的 时代转折的那个会议 是一件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放 在这个会议上放的 不仅是他 还有好几个人 都是这个时候放的 都是三中全会放的 陆定一 当过二十多年中宣部部长的 也是这个时候放的 三中全会开会期间放的 所以像他们这种 毛主席定下的铁案 如果不是重大的 大的格局发生变化 是要坐牢坐到死的 当然毛泽东主席 他觉得他还是比 应该 当然我们这样客观地讲 就是比斯大林要好得多 为什么呢 斯大林一下子全部抢笔 全部解决 一次解决 毛泽东主席基本上不搞一次解决 所以你要有福气 叫自求多福 你有福气 熬过来 熬过来呢 那就是你成功 像波一波同志啊 杨山坤同志啊 都是关了1975年才释放的 关了75年 他们这些老同志 党内都正经验恳复 所以有时候 就是过去我讲过 就是他们比较有经验 所以他们经过好多年的 这种折磨 也没有神经错乱 大家懂吗 知识分子类的 基本上神经错乱 神经错乱 胡芬先生出来以后 甚至是有时清醒 有时混乱 一半时间是糊涂的 就是神经严重的精神分离 所以比较一下 就是九经考验的 无产纪革命家 基本上 因为他们见过的太多 大家知道吗 见过的太多 他们过去也搞过别人 自己最后也是这样 所以他的那个 心理承受能力大一些 好了 紧接着这个 当然这个性质 我们讲 是一个明显的是 冤假错案 80年代 党中央平反的 完全平反 明显 就是完全道道基地的 冤假错案 把思想上的 稍微一点差异 上升到反革命集团 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是应该永远 作为一种教训 严重的破坏 社会主义法治 紧接着这个事情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毛泽东主席的 那个文学的 那个功力非常强 他把胡芬这件事情 就很快地就 用非常活泼的语言 说了 国民党的分子 这些反动派 像铁扇公主一样 钻进了孙悟空的肚子里去了 不不 我讲 我讲反了 就说他们都是 钻进肚子里面去了 所以现在 要从胡芬分子 这个事情开始 清理党和国家机关 军队 国有企业中的 反革命 从胡芬 紧接着带了 全国性的苏版运动 苏版运动就开始了 这个运动从55年开始 那么 首当其冲呢 也要做一个 先杂出两个人来 这两个人呢 就是很有名的 是上海的领导同志 一个叫潘汉年 一个叫杨帆 潘洋事件 潘洋事件是紧接着 胡芬事件以后 揪出来的 所谓国民党大特务 那么 这个具体 我们也不多讲了 具体的 罪状是通敌 通敌人 私通敌人 通敌 国民党特务 杨帆同志 从1955年 一直抓到1978年 78年 杨老同志 是老革命 但是神经也错乱了 也错乱了 他是1978年 是陈匹显同志 做湖北省委书记的时候 中央才知道 原来杨帆同志 是关在湖北的 一个劳改农场 从湖北的劳改农场 把他释放 他是前上海公安局局长 借国出席的 对革命 有重大的贡献 一个劳同志 潘这个 潘汉年 这个非常可惜 潘汉年的夫人 这个 1977年 没有等过来 他没有精神分裂 但是身体是受不了 是1977年 死在湖南的劳改农场 湖南 所以再等一年 就没事 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 潘同志呢 父亲俩也没孩子 所以是一个特别不幸的 令人非常 很多老同志 提起来都是令人心碎的 就是他们的 这种情况 早几年有一个电视剧 叫潘汉年 拍得相当不错 早几年拍过的 这几年可能不会再拍 这样的东西了 主要是1982年 陈明同志出来讲话的 要不是陈明同志出来讲话 潘汉年这个冤案要冤到底 冤到底啊 为什么呢 因为潘汉年是28年以后 28年和30年代初期 他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 特科大家听过吧 党的情报的 素反的组织的成员 他的历史上的问题 就是 就有一件事 就是1943年 在南京见过汪精卫 这件事情没有向组织交代 1955年 他向毛主席交代 交代以后抓紧 这件事情是不能容忍 站在毛主席的角度 是不能容忍 是潘汉年犯了严重错误 我也是这样认为 就是 不是一般的事情 为什么呢 1943年以后 国统区日委都传出一种说法 攻击共产党和 日本有联系 有联系啊 当然 那些所有的 就是联系是有 是为了这个 为了什么什么等等啊 革命啊等等啊 但是联系没有联系到这个一个层级 我们是联系 联系到汪精卫以下的层级 汪精卫不能联系 大家理解吧 臭名昭著 不能和这个大汉奸联系的 汪精卫下面的 什么李四群啊 这些人可以联系 因为李四群等人过去也是共产党 这个可以利用敌人矛盾等等等等 所以抗战时期我们新四军的很多老同志 看病都是到上海去看的 怎么看的 就是从苏北到上海 我们有一个秘密交通线 这个秘密交通线从来没有破坏过 就是由这个党的这个策反工作 情报工作统战工作的顺意成功 像素育同志啊 还有这个素育同志的夫人啊 包括一些老同志生孩子了 不是老同志的太太 夫人生孩子啊 都到上海去 上海条件好嘛 对不对 那这条县子太危险了 到处都是南京到上海 这是日为统治的中心地带 中心地带 要没有关接 没有内部关接 根本走不了的 那么说明成功 这个打通这条线 是潘汉年同志和杨帆同志 绝对有功劳的 这是中央同意的 授权的 但是没有授权理去见汪静渭 这是违背的 再一个呢 这个即使见过 马上回来要说 马上回来要说 不管延安是怎么看的 你要交代 这个事情不能理瞒的 所以 潘汉年没有 到1955年才谈 当然我们说 这件事情 说有人讲 这是跟潘汉年 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 性格有的时候 有点软弱 动摇 等等等等 有关系 这里我们不展开 所以 以后 长期以来 40年代到70年代 台湾的国民党 中苏关系不好 以后的苏修 都拿这件事 攻击毛主席 当然他们还不知道 潘汉年 就说中共高层人员 见汪精卫 这个分身传得很开了 文革期间 莫斯科广播电台 不断地报这个消息 不断地报这个消息 所以这个毛是不能原谅他 所以 潘同志 尽管革命功劳 不得了的功劳 但是是坐牢 坐牢死 她的太太是无辜的 董慧重置 非常无辜 太不简单 董慧是香港大资本家的 大银行家女儿 今天是很一所思吧 大银行家 有钱不得了的一个 大银行家女儿 居然是钱也不要 什么也不要 就是一心要搞共产 这是那个年代才有 所以那些年代 我们一些工农老同志 当然不是工了 就是农民老同志 农民老同志非常不懂 所以把这些人 基本打成偷 他们是从他们生活逻辑出发 我们参加革命 是因为没有范子 你们这些都是资本家的 女儿什么公子哥儿们 居然参加革命 肯定是有目的 肯定是偷 他们是从自己的生活逻辑 推理出来的 大家理解吧 事实上 我们的共产党的 很多领导同志 真的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背景 很多很多 董慧是个很典型 这是个悲剧 那么肃反运动 从这个潘洋事件开始 全国大面积进行 在一千多万人中进行 主要是在 我们的党的机关 军队机关 大专院校 国有企业 清理反革命 那么清理反革命 包括从大学生中清 大学生中清 这可以理解 我们要回到当时的背景 比如说你是1955年的大学生 你的高中年代是在什么时候 是国民党时代 对不对 你有可能是搞不清楚吧 所以跟我们这个 身在新社会 长在新社会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专门词汇 这70年代以后我们有个专门词汇 就身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 这是我们专有词汇 就是跟这些旧大学生不一样的 你虽然是1952年的清华大学生 你很可能也是个反革命 因为你的前面是在49年前 对不对 所以大学生也是 缩反的对象 缩反对象 那么这次缩反运动呢 历时是一年多一点 一年多一点 当然 大规模的对外公开的这个缩反 是一年多 内部缩反一直缩反到60年 60年61年 他是不宣传了 前面是公开宣传的 以后缩反到所有工人 每一个层面都有 那么 我下面会 现在不专门讲缩反 以后讲到反右的时候 会提到缩反 缩反运动用毛泽东主席的话 讲成绩很大 缺点也不少 缺点也有了 那么 党的方针是 有反必速 有错必究 还听懂吗 这是一个方针 有反必速 有错必究 有错必究 但是很遗憾 那个年代是刚刚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 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思想 阶级动争奔得非常紧 什么叫反 什么叫不反 没有明确的标准 操作起来非常困难 大家理解吗 反革命和不反革命搞不达清楚的 这很模糊 很混乱 所以呢 当然出现了很多冤假错案 出现了冤假错案以后呢 那么 组织上呢 一般都是在 一年多以后 这些 被清理的同志呢 都放出来了 都放出来 都放出来以后呢 就是没有对他们进行公开的道歉 所以这批同志呢 以后成为反右时期 对党提意见最多的人 懂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他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 说了理了 说了理了以后呢 一般不送公安局 分不同情况 这是毛主席的和斯大林一个区别 斯大林是全部送到公安局 或者是基本杀调 或者留一半送到西伯利亚 斯大林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 很简单 简单 粗暴 所以西伯利亚好几个城市 就是这样建起来的 我们知道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学定义的同学 在远东地区有一个城市 很有名叫贡清城 听没听过 贡清城怎么建立起来的 对呀 都是这个三零年代以后 到五零年代的 范人建立的一个城市 著名的贡清城 这个不一样 所以毛泽东主席呢 就是这个时候基本上采取的政策叫 一个不杀 大股不捉 大股不捉 要看你怎么理解 他这里讲的捉 是指送到专政机关的捉 而不是指 与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的 缩反路线 我们的革命缩反路线是什么呢 就是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 比如说 我们这个工厂 现在发现了三个反革命协议 当次不够到公安局 就给他在工厂里 扮演一个给他抓起来 关了个房子里 然后我们对他天天经营审讯 这种方式是群众运动式的 肃反命线 严重的送公安局 那就是我们选一些 畜生好的 思想好的同志 对他们24小时看守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从50年代初期 特别是肃反命动以后 成为一种经常性的一种工作方式 经常性的工作方式 发展到文革 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叫群众专政 专政有两种 一种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专政 一种是群众专政 群众专政 今天我们在78年以后 我们不用这个东西了 那是非常容易破坏 无产阶级法治 革命法治的 群众是盲目的 他们也没有政策头脑 就是捆绑吊打什么都会的 所以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所以以后就不用了 那么好了 这一部分我就讲完了 我下面这个停一两分钟 我就要讲这个反右运动 好的 我下面开始 这个1957年的反右运动 这在我们新中国的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影响极其深远的 非常正确运动 这个运动在国际的社会主义国家中 也是独特的 唯一的 唯一的 大家理解吧 苏联 东欧 朝鲜 越南 都有过对资产阶级 或者是反党知识分子的清理 但是没有形成一次大规模的运动 它是 它就是日常性的 日常性的 那么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间 是唯一的 唯一的 那么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 那是太大 极其的造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 我现在不给它定性了 那么我们用一个客观的词 就造成非常复杂的 极其严重的影响 什么影响 你们自己去判断 那么 要说到1957年的反越运动 必须要讲它的背景 就是从56年讲起 1956年 没有56年 那一系列事件 就不会有57年 那么1956年 是我们新中国历史上 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性的一年 关键性的一年 这一年 就是执政党 在 许多方面 开始做出政策调整 56年 对之前的政策开始做出调整 也就是 我们说 这些重大的政策调整 都和57年的第二年发生的事情 就没钱联系 我下面会讲做了哪些政策调整 这是我们讲国内 国内是做出重大政策调整 1956年 刚才我提到的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是55年开始的 到56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差不多停止了 就是因为出现了56年的新情况 这场运动搞的时间不长 马上停止了 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牵制 本来可能还要搞的时间长的 就是55年的受反 停下来了 那么我们讲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 它不是一个苏联的事情 震动全世界 震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 也严重的震动中国 那么我讲到这个国内的政策调整 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1956年的1月 经过毛泽东主席的批准 中共中央在北京 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 叫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 全国知识分子会议 这次会议做报告的很遗憾 不是毛主席 如果是毛主席做报告 就好一些 毛主席当然可能是 他不愿意做这样的报告 所以是让周来做的报告 周来做的一个代表中央做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 就是宣布 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 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这是周来做的 周来做当然也很好 但是如果毛泽东主席做更好 因为毛主席的发言税最大 含金量最高 大家理解吧 周中你做了以后 一年以后推翻 没用的 所以第一号是毛主席做 第二是刘少奇做 第三小平同志做 他们的分量都要比总理要高一些 就是我下面要继续谈这个事情 总理是党内对知识分子政策最理性的 今天看也是最站住脚的是周来 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 最好的那个那个看法的是周 那么当然这个报告是毛泽东主席同意的 没有他的同意 是不能做出这个重大的政策宣布的 那么知识分子 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可是毛泽东主席呢 事实上是有保留的 有保留 就对周的这个看法是有保留的 他也同意他说了 但是他并不是完全同意 并不是完全同意 因为毛泽东主席紧接着几个月 他就就推翻了 就当年就推翻了 当年的八月份就推翻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知识分子应该还是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 所以不存在一个小资产阶级世界观 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 当然他是在党的会议上说的 没有向社会宣布 而总理的报告是在社会宣布的 全面宣布的 那么周来的报告 毛泽东同意的这个报告 认为呢 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进国建国以后的这么多的运动和斗争 基本上已站稳的立场 立场已经站稳了 他们都表示拥护党 都拥护新中国 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那么我们新中国呢 需要这个他们 这个一起来建设向科学进军 所以1956年提出一个重要口号 叫向科学进军 国家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 这个时候我们全国知识分子多少呢 五百万 五百万知识分子 好了 就是我们讲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变化 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在这个变化下 全国出现了高级知识分子 纷纷申请入党的热潮 高知入党 比如说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刘先舟 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 我们南京大学一批老教授都是这个时候入党的 就是 专门选了一批 就是经过改造 已经很热心的这个 表达他们要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专门选了 各行各业都选了 比如说梅兰芳 入党了 这是对社会影响非常大 大不大 非常大 很多老教授都是这个时候入党的 五六年入党 有的老教授入党申请书 一写写二十万字 我也看过 写激动写的很多很多 交代自己的历史 所以刚才我想金月龄先生前面提到 金先生也是他们都是这个时候入党 这五六年很不错 知识分子正在调整以后 国内形式很不错 又提出来向科学进军 这整个气氛 上百年气氛了 一二月份的气氛很不错 哪知道很快 来了一个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一来 来坏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 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大 二十大的公开会议上 没有提出太多的新东西 有一些新东西 当时中共代表团团长是谁呢 是朱德 副团长是小平同志 事实上把关的掌舵的是小平同志 朱德是象征性的 那么 会议最后一天 赫鲁晓夫做个秘密报告 第二天就把文本送给中共代表团了 第二天就送了 所以对兄弟党还是非常的传达的 但是事先 这么重要的批判斯大林 没有跟中共打招呼 也没有跟世界上任何国家共产党打招呼 当然他们说这是他们的事 但是毛主席讲的有道理 斯大林不仅仅是你的事 也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 所以应该打招呼 他没打 那么这个秘密报告出来以后 震动 首先我们不讲震动全世界 全世界是到五月份才知道的 1956年的五月到六月 美国特务情报局 从波兰知道这个报告 从波兰 我们国内呢 是党内当然知道的 党内 毛泽东主席很快知道 以后传达到13级干部 到了第二年的57年反右运动 北京大学有一个历史学生 自己认为自己英文好 这个人很不幸 沈元先生 非常才华横溢的一个史学 以后是一个历史学的一个研究者 沈元先生 他英文好 他就把北大图书馆的美国共产党机关报 公文日报上刊登的 赫鲁晓峰秘密回忆录 秘密报告翻译成中文 张贴在北大教育 沈元先生当然被打成有判 62年63年以后 才华横溢 改造很好 摘了帽子 但是文革中间遭受残酷的批斗 沈同志是一个很 应该讲很清楚的人 但是我刚刚一直说 很多人都会糊涂的 他把自己脸上用鞋油 抹成黑人 抹成黑人啊 跑到马里共和国住北京大使馆 还没进去就可以送出来了 这小校很不幸 是一个悲剧性的 沈元同志1970年被枪毙 被枪毙 全部罪状是翻译了这个秘密报告 所以今天你们 我们的同学太幸福了 资讯这么多 你到哪里词文都能看到什么东西啊 那个时候不可以的 高度强调思想一致性 高度强调 沈元是一个极其 非常可惜的一个才华横溢的 一个这样一个年轻人 跑到马里大使馆 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当然我比较欺评他 可是他肯定是绝望透顶了 绝望透顶了 才会做出这种不理智的行为了 因为在中苏关系就是最恶劣的时候 苏联政府也从来不收留中国的这些 这些人的 他马里把他送回来 都送回来 送回来以后就枪毙 唯一的那时候 当然就是那个特定年代 只有就是南边的香港 香港还有一个 当然他也不是所有时候都收留 定期返还 定期送回来 但是他有的时候收留 那几个什么东德 就是什么苏联了 朝鲜了 都送回来 都送回来 他不要的 毛主席的反应 一是他觉得是个好事 好事 他说赫鲁小富士人胆子真大 盖子揭开了 揭开了盖子 第二个呢 也说他闯了一个大祸 大祸 这个大祸是什么呢 就是欧洲美国的共产党 基本倒台一半 怕台一半 左翼知识分子 我们知道欧洲 欧美共产党啊 一半以上是知识分子 工人中只有一小部分 大多数工人 是被黄色工会所吸引的 大家理解吧 美国有个叫产联老联 美国工人 对这个什么共产党 也不感兴趣的 他就要关心 他的工资高不高就行了 对不对 那么参加这些欧美共产党 基本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看到 斯大林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毛泽东主席 他也感到 他也说过 这么黑暗 毛主席都觉得黑暗 他们 欧美的毛泽东主席说过的 他说过很多话 他说过这种事情 是在欧美国家 是不可能发生的 他说的很正确的话 他有时候说的话 是很正确的 所以像瑞士共产党 全部倒台 他开了 闯了大祸 闯了大祸 五零年代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作家 叫法斯特 非常重要的 是当时苏联的做上课 也是中国的做上课 我们把他认为是美国 无产阶级的优秀的 知识分子代表 也是苏联二十大以后 退党 退党以后 我们国立委员还出了一本小册子 赤 叛徒 法斯特 苏联啊 你们可以到图书馆去找 估计找不到的 上面有个小册子 赤 叛徒 法斯特 很有意思 本来是好得不得了 就因为他反思大 零下子把他 说成是叛徒 所以毛主席呢 态度是矛盾的 但是有一条是坚定的 我们要走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 中国式的道 不能完全走苏联式道 所以从五六年开始 他开始探索 用我们今天话讲 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作为这个重大的思想思考的结果 就是五六年 他有一个重要谈话 就是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 第二点 毛泽东主席对苏联批判 斯大林强烈的不满 强烈不满 所以在他老人家的 当然是在他的领导下 以我们人民日报 出了两篇重要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就写得很清楚 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两篇 不是马上在苏工二十大召开 发表的 隔了好多个月 全世界都在等中国消息 中国没有消息 中国没有消息 大家当时就发现了 毛泽东对他这个事有保留 东欧的他的那些孙子党 就是儿子党 大家知道了 东欧国家都是苏联党 苏联培养出来的 所以马上就表态支持 中国是隔了三四个月 才有人民日报一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 还比较肯定苏工二十大 第二篇文章 基本上就全面维护斯大林 就五六年十二月份的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和第一篇论经验不一样 那么第一篇呢 说斯大林是有错误 斯大林错误呢 一个是农业 农业错误 因为搞了社会主义 搞了几十年 居然苏联农业 还不如1914年 1914年是一战之前 一战就是俄国正常水平 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 农业是什么集体化 农业还是1914年水平 这真的不行 非常失败 再一个就是二战的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 斯大林是犯了错误 这个我们也不详细讲的 像中国同志 我们今天都知道的 我们中国的同志 秘密情报人员都搞到情报 毛泽东主席发给斯大林的 斯大林都没有相信 就造成苏联在战争初期的 巨大的这个失败 第三个错误 就是肃反扩大化 这是专有名词 叫肃反扩大化 当然到了后一篇文章 肃反扩大化基本不谈了 毛主席在内部会议上讲 就翻过来了 就是肃反杀的人太少 要杀得多的话 就不会这样子捞 就是赫鲁小子 把他杀掉的话就没事了 当然毛主席没讲这个话 就是一个就是多了 年初是讲受反扩大化 跟到苏联人讲的 讲的温度是比较 就是没有什么批评色彩的 批评色彩很弱 到以后就改口了 改口 那么毛主席态度是 当然还有一个方面 这是毛主席特别在意的 就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预 斯大林错 错在什么地方 对中国的干预 中国的几次机会主义都是他的 我们是多少年来为了维护苏联的威信 为了维护斯大林威信 我们从来会批评斯大林 都是批评什么王明啊 其实他们都是斯大林的 批评斯大林指示 那么大概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看法 所以五六年的这个上半年 这个整个情况的是 毛泽东主席呢 一方面就是一则一喜 这他的话 一则一惧惧怕的惧 对苏联的二十大的一个反应 于是这个国内就开始出现一种冲动 出现了所谓新气象 知识分子政策调整 特别是在文学界 我们的文人文学界作家 他们最先捕捉到这个变化 其实文艺界早在斯大林死以后 苏联吹来的风就开始飘到中国来 为什么呢 因为建国以后 我们一直强调 要全面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 尽管是有很多选择的 但是总提法是要学习苏联 学习苏联呢 苏联在53年死了以后 1953到1956 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代 这个年代呢 以后有一个专有名词来解 给他一个定义 叫解冻 解冻 从斯大林时代的冰川时期 开始纷纷的画动 它是源自于一本小说的名字 苏联有一个大作家叫艾伦堡 艾伦堡先生写了一本小说 名字叫解冻 就是写斯大林死了以后 苏联社会慢慢复苏 慢慢复苏了 这个词对大家认为是最准确 所以53到56解冻了几年 解冻苏联就开始变化了 由于中苏友好 苏联这些变化呢 开始传到中国来 特别是在文学界 这个文学界的一个重要变化 就是什么呢 要求知识分子 特别是作家 干预生活 不要粉饰生活 斯大林时期一个特点 叫粉饰生活 明明是乌克兰大饥荒 饥荒饿死几百万 但是苏联拍了一个 非常伟大的电影 在世界各地方的以后 大家左翼人士 都被吸引着热泪藏流 叫幸福的生活 写乌克兰大草原的 农民啊这么开心啊 吃了面包牛奶啊 然后拉着手分琴唱歌 这非常有名 叫幸福的生活 它的背景是乌克兰大饥荒 但是人们都不知道 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脑子嘛 我不讲话 绝大多数人 这没办法 资讯的 资讯流通不流畅了 所以再加上 我们基本上是有一个 主题先行的 我希望看到这个东西 希望看到 这边是万恶的国民党 那边是苏联幸福的生活 我肯定选择了一个 对不对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一个乌克兰的事情 所以这个粉饰生活 粉的太多 太多了 所以五三年以后 苏联开始纠篇 这个粉就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 我们国内刚刚是反胡锋 又是反胡锋 又是余平白 又是什么什么 这个那个的 整个空气是高度紧张的 前面讲过 拍清宫秘史的那个建国初 我们的全国电影制片场 一年还有五十几部电影 到了五一年 全国只有两三部电影 就搞运动搞得以后没有人敢写电影了 这一年只出产了三部电影 本来运动之前五十多部 一年 所以国内的气氛还是很严峻 但是苏俄的分已经传过了 那么今天到了党中央开始调整政策 特别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以后呢 一些文学界的人就开始 我们用去打引号的话讲 叫春春欲动 春春欲动的代表人物 就是今天的大作家王蒙 王蒙先生了 王蒙现在很有名吧 到南大来过很多次 王蒙当然他有好几个人了 王蒙是一个代表性人物 王蒙就写了一篇小说 这篇小说叫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反官僚主义了 这篇小说一写出来以后 整个社会好像 好像有点沸腾的感觉 大家都爱看 都爱看 因为是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一个反映社会真实的小说 我们看的都是什么呢 王大妈养猪 那都是叫公式化概念化 王老太什么愤怒控诉美帝 全是这一堆东西 时间长了以后 刚刚开始看还可以 时间长了以后不行的 所以老守先生怎么写 老守先生为了 他热爱新中国 素反运动开始的时候 他跟公安部部长讲 给他一些材料 他来写一个素反电影 任何写来写去写不出来 因为他实在没有生活 他实在不了解我们人民警察 他对旧中国 旧北京的老警察 他真的了解 你们看过吗 那个什么茶馆那些东西了 他了解 我们人民警察 群众专政 他根本不了解 最后失败 写不出来 他写不出来这些东西 所以搞来搞去 都是什么王大妈 所以看到胡适这个 很不错 不是胡适 就是王门这个 大家觉得 看的是耳目一新啊 那么 还有一个老作家 也是共产党员老作家 五六年五七年 杂文开始起来了 杂文这个行当啊 建国以后 萎缩状 萎缩 为什么呢 因为毛主席在 延安为一座台会上讲话 讲过的 杂文呢 是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 没有办法 只有毁色的用杂文 这种形式了 这对杂文这个整个样式 不太欣赏 所以建国初 杂文不太流行 可是好在有一个中处友好 苏联人呢 在五三年以后啊 斯大林死了以后啊 有一种文体啊 开始大流行 叫小品文 就跟我们中国杂文差不多 小品文写的都是什么呢 什么官僚主义啊 批评官僚主义的 又传到中国来 这样子呢 就引起中国杂文的一个兴起 那么有一个老作家 叫黄秋云先生 他写了一篇 也是蛊惑人心 或者以后批判他时候讲的 煽动反革命的 一个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名字叫 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 闭上眼睛 你们看这个文章多恶毒啊 当时讲啊 完全跳拨党和人民的关系 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 闭上眼睛 黄秋云老先生 这个老先生90年代才去世 这个还有一些老同志 都开始写文章了 还有一个北京一个老作家 叫秦昭阳先生 秦昭阳化名何直 他是延安来的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 带有理论性的 人人捧读 我们中文系的大学生 文史则的人都看 包括理科的同学也看 那个年代的理科同学的水平 我当然不要和今天提 因为我不了解今天的 那个年代的理科同学 还真不简单 因为他们的中学教育 是在四九年前的 所以从四九年前 因为他那个是 他不一样 大学教育是五二年 五三年才搞这个 单科化的 建国初还不是单科化 所以我们理科同学 好多人文理韵 人文知识还是不错的 和六七十年代 完全不一样 六七十年代的 我们很多理科同学 什么都不知道 除了他自己知道 发动机 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单科教育 专才教育的弊端 好在七八年以后 开始改过来了 都改过来了 我刚才讲的是哪一个作者 核直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什么意思呢 重新提出现实主义这个命题 因为都是粉饰生活 什么叫粉饰生活 当时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要描写那种 现实生活中还不存在 但是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 代表生活发展方向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王大妈 那个爱国无私 大公无私的王大妈 生活中没有 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是 自私自利的王大妈 对不对 但是写一个这种 发代表着生活 我们这个社会本质要求的 尽管我们生活中没有 但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 你们看我这个理论怎么样 真的不得了吧 这个理论啊 这个理论 是胡乔木同志 差不多的理论 胡乔木 他就是 就是你可以写写虚的 写虚的 生活中没有 最后大家都觉得 好像生活中有 所以 秦昭阳的那篇文章 现实主义广阔道理 要求我们回到现实 回到现实 那么 好 这是文学界开始 春春欲动 已经发表文章了 农村也不安身 农村啊 我上次讲的那个合作化 合作化 农民是一个私有的 天生是私有者 他热爱共产党 但他同时热爱土地 热爱他的一亩三分地 大家理解吗 幸福不忘毛主席 翻身不忘共产党 他也非常爱他的地 现在把他地要收走 也要了他的命 尽管跟他讲 一大堆革命大道理 但是农民是很现实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个 中央有的时候啊 一时一讲说 哎呀我们不要强奉命令 好 农民就抓到这句话 纷纷落退色 落退色 你不是说要 集体自愿吗 那我们就退色 我们自己就走胆改 我们拥护共产党 很多农民是这样 退色在五六年 成为分潮 成为分潮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我再讲十分钟 1956年八月 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这个大会 是以1945年 中共其大 十三年 十一年 十一年 五六年 开八大 这次会议呢 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这个具体而言 第一个 在我们新党当中 把毛泽东思想删掉了 姚依林同志以后回忆 姚依林啊 90年代当过常委的 姚依林回忆说 老人家这件事非常不高兴 对刘少奇同志非常不满意 她呢是很谦虚的提出来 但是希望大家劝她 接受 就是劝她的 哪晓得大家不劝 大家懂吧 她有时谦虚一下 谦虚你们就当真了 姚依林 姚依林是一个政治非常正确的常委 她说老人家非常不高兴 第一个这个没有了 第二个八大党章宣布 专门设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名誉主席 给毛主席把位置安好 名誉主席啊 就准备他老人家退休 做名誉主席的那个宝座 这个党章都在定下来了 当然 这个我们不知道毛主席具体态度怎么样 但是删去党章 删去毛泽东思想这局 他是不高兴的 那么而且这次会议呢 也在苏公二十大的压力下 也提出来 也不是压力下了 当时党的领导同志觉得这是正确的 所以邓小平同志在修改党章报告中 也提出来 我们也要反对个人迷信 但是小平同志马上说 毛主席是 酒精考验的 人民无限热爱的伟大迷信 毛主席是最最反对 搞个人迷信 但是他也毕竟提出来要反个人迷信 而且高度评价 苏公二十大 恢复了列宁主义的原则 同时肯定毛主席是最谦虚的 但是毕竟是 这是小平同志文革中被 被批判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 提出反个人迷信 其实小平同志有很多 就歌颂毛主席的 毛主席他自己知道的 他自己心里非常有数 所以他对小平和赵棋 是区别对待的 区别对待的 那么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次会议提出来 以后就是先进的生产力 和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 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 毛主席参加这次会议 刘少奇说的报告 以后我们才知道 事实上老人家 是对这个会议是不满意的 这几年有新的材料出来 八大会议刚刚才开了三天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 和刘少奇说 说那个我不同意 刘少奇说已经公布了 这是很有意思 这是真实的事情 真实的 1980年 刘少奇平反 王光美写了一篇文章 写一篇文章中 这句话没有放上去 1998年 刘少奇诞成一百周年的时候 王光美又写了一篇文章 同样这篇文章再重新发表 把刚才我讲的这句话塞进去了 很有意思 一个是80年文章 一个是98年文章 98年的文章 把刚才的这句话放上去了 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 对刘少奇同志 表示对八大决议的不满意 所以毛主席从那个时候开始 差不多就是要为修改八大决议而奋斗 奋斗啊 果真成功了 1957年7月 就把八大决议实际上推翻掉 经过反右斗争 就推掉 那么 毛泽东主席 在这个当时情况下 有一些不愉快的情况 在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方面 由于毛主席在1955年提出来 要快速的什么农业合作化 等等等等 那么 工农业出现了一个叫冒进 冒进啊 那么在刘少奇的支持下 刘州联手 刘州陈云联手 搞了一个叫反冒进 反冒进呢 是在1956年8月 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授论 这篇授论呢 提出来既要有革命精神 也要稳妥 重点是继续反冒进 这篇文章送给毛主席看 毛主席当时呢 那个背景啊 苏公二十大国内的情况很复杂 所以呢 他是不高兴的 他在评语上写了三个字 叫不看了 不看了 刘少奇他们搞不懂不看 不看以为他就不看了 就照样发表 设论发表了 一年以后 毛主席捐头重来 抓住 这件事 狠批走种 放过刘少奇 狠批走种 就是当时他是隐忍不发 不看了 不看了 反正他很生气 一年以后他讲了 他说是对我的话 斩头去尾 就把我的反冒进的话弄出去 他非常非常生气 所以以后批评之后呢 离右派还有五十里 离右派还有五十里 好了 下课 下课 下课再讲